别看那宣传栏了 一刀切出几百万翡翠的好事 不会落在你头上的 江城的赌食市场内 一个摆摊的老板 似是看出眼前的青年是个虫 出言挑逗着他 杨峰听到这话才回过神 表情中多了几分落寞和无奈 三个月前 他被自己前女友甩了 他的男朋友是江城富二代 杨峰也因此被公司开除了 原因就是那富二代给公司打了招呼 这段时间 杨峰每次找工作 要么就是让回家等消息 要么就是干一天被开除 到了今天 他已经把存款消耗光了 今天这个时间 他还要给自己读大学的妹妹 打一千块钱的生活费 老板 帮我看看这个能值多少钱 杨峰拿出一块手镯 这是欠他两万块钱的刘青兰 放在他这的 刘青兰是他最好的朋友 人倒是仗义 听说自己的处境之后 说这块手镯可以抵押一些钱 让他拿着以备不时之需 你这个一看就是壁货 最多也就卖几百块钱 你要卖吗 老板先是眼中闪过金光 随后故作不懈地摇头 杨峰没察觉到异常 缺钱的他犹豫了一下 道 卖 你出个价 五百块钱 五百就五百吧 杨峰其实也猜到价格不会高 否则刘青兰早就拿去卖了 何至于跟自己借钱 不过即便是几百块钱 好歹也能先给自己妹妹打过去 收到钱之后 杨峰便走出了翡翠市场的大门 可他不知道 就在自己刚离开的时候 那骗他的老板 就抑制不住地兴奋起来 真是个傻小子 这老板激动地收完东西 忙不迭地溜走 杨峰不知道 刘青兰给他的翡翠手镯 是纯正的玻璃种翡翠 价值连城 此时的他 却只是拿着五百块钱 朝着市场外面走去 经济的压力 让他一时间 感觉到心中有些茫然 杨峰走过公园的湖边 眼睛的余光凑巧 看见湖边有个钓鱼老者 大夏天呢 这老者穿着古代长袍 还背着个缩衣 这老头 大夏天的这副打扮出来 装饰外高人 杨峰心中自言自语 可是这老者却突然一个提干 随后转过头 叫住了背后的杨峰 道 年轻人帮我把鱼篓拿过来 啊 你在旁边念叨我 帮他忙不过分吧 啥玩意 杨峰顿时傻眼了 自己刚才 好像没有出声啊 巧合 一定是巧合 杨峰的心中又想着 不过很快 老者又开口道 快点 我的鱼要跑了 啥 好 好的 杨峰来不及细想 连忙把鱼篓给他递过去 他看老者把鱼放进去 又看着炎炎夏日 忍不住道 老大爷 您这大夏天的 可别中暑了 你心肠不错吗 可惜你与其担心我 不如担心 担心你自己 我怎么了 把人家价值连城的东西 卖了五百块钱 人家要是回来找你的话 怎么办啊 老者打趣地问着 杨峰一听 翻了个白眼道 刘青岚那个手镯 就是给我应急的 他要是真有这么贵的东西 至于都跟我借钱吗 更何况 不对 话说到一半 杨峰突然反应过来 这老头怎么会知道自己 刚才做了什么 他在跟踪自己 我没有跟踪你 就是不小心看到的 老者又一次开口了 杨峰傻眼了 这老头好像真的能知道自己 在想什么 我们有点缘分 今天给你双眼睛 足以去及避凶 祝你好运 老者说完 提起了自己的调具 离开了这里 杨峰在原地愣了一会儿 等回过神了 才发现 老者已经突然地消失在了 自己的视野中 他总觉得 这老头像是哪个精神病院 偷跑出来的 可回想起刚才的场景 杨峰还是鬼使神差地 朝着市场回去 翡翠市场内 一如既往的热闹 江城经济发达 也有着全国最大的 玉石交易市场 市场里不仅有着 来买翡翠的人 大多数也是来这里 玩赌事碰运气的 俗话说 一刀穷一刀富 一刀披麻布 一刀换别墅 来这里的不少人 都是等待着发财的 但是杨峰的心中 比他们更加忐忑 他到了刚才 自己卖手镯的摊位前 发现此时中年老板 已经不见了 杨峰连忙 询问着旁边的摊主 问道 老板 刚才这个摊主去哪了 你说他 摊主倒是记得杨峰 可杨峰此时的心中一咯噔 坏了 刚才那老头说的是真的 杨峰瞬间感觉到背后发凉 如果那翡翠玉拙 真的价值连城 而被自己卖了的话 靠 杨峰顿时慌了 不过 摊主还以为他要买原石毛料 便主动开口道 年轻人 他走了我这不是 还有很多优质石头吗 你随便选几个 我们这边可以免费帮忙切割的 摊主的话 把杨峰从慌张中拉了回来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地上的石头 突然在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这些地上的石头 好像不对劲 他看见石头里面有着一道道裂纹 好像是看着被打破的透明玻璃一般 老板 你的货程森那么差 咋还敢这么切开 当明料卖 杨峰开口说着 老板听了愣了一下 看着自己还没切开的赌石料 道 小伙子你没毛病吧 我这些石头没切开呢 都是好东西啊 你要是喜欢 五百块钱一公斤你带走 什么 杨峰愣了愣神 这些石头没切开 可是 为什么自己看上去去 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发现这些石头的线条 变得忽影忽现 片刻后 他才发现这些石头 真的没有切开 刚才的自己 透视了 谁说一刀切出几百万的事 不会落在我头上 杨峰突然激动了起来 摊主见杨峰扎虎的样子 连忙复合道 对对 只要你在我这买啊 你肯定能一刀切出几百万 老板 我读书少你别骗我 杨峰扫了一眼摊主的石头 他发现自己的眼睛 看这些石头 都会带着极其微弱的光亮 光亮的程度 代表的就是这些石头的价值 而这一堆石头 发出的光亮 微弱到不可见 说明没有一个石头 能值钱回本 从内部来看 这些石头 要么有裂纹脏东西 要么就是颜色很差 杨峰虽然平时不玩这个 可是对于堵石 却还算是听说一些的 毕竟他的邻居间发小 就是一个开堵石店的小老板 那小子平时故弄玄虚 又爱显摆 杨峰从他吹牛逼的时候 了解到一些关于堵石的事情 可随即 杨峰便陷入了惆怅 不管现在 自己有什么能力 他如今都没有本钱 现在的他全身上下 除了刚才的五百块钱之外 就只有一些散碎的几十块钱 而他放眼看去 这些便宜的石头 没有一个能开出毁本的翡翠 反倒是不远处 他看到了一个店门口 摆放的石头里 有几个橙色不错 如果真的开出来 或许能挣得万把块钱 不过这些石头最低 都是一千五百块钱一个 晚上 还得给那丫头 打一千块钱过去 杨峰嘀咕着 自己妹妹正在读大一 想当初 自己在江城的工作 还算高兴 可如今失业了 这事情 他至今也没跟杨小师说 正在杨峰思索着 如何挣钱的时候 旁边传来了个女孩的声音 道 小月 这里好像有石头 看上去不错 要不咱们 开两个看看咋样 这个女孩的声音 十分好听 杨峰回过头 才发现 是一个长得极其漂亮的女孩 穿着一袭白色的长裙 活泼可爱的脸颊上 一双大眼睛 充满了对赌石的好奇 在他旁边 还跟着一个女孩 此时面露无奈道 威姐 你爸都说了 赌石就是浪费钱的 咱们看看 热闹就行了吗 可来都来了吗 要不买几个石头玩玩 反正也不贵 赵竹威的脸上 充满了对赌石的好奇 旁边的陈吉月无奈 只能道 那好吧 你看看买哪个好 边上那两个石头 有点像小猫啊 赵竹威指着俩怪石 老板心中一喜 那两块石头 其实一直迈不出去 因为就算真开出来一点东西 那模样 也不好做后续的雕工 好不容易来个冤大头 他的心中充满了欣喜 正在此时 一个悠悠的声音 从旁边传来 平静道 那两个不行 恐怕挑不出什么好东西 这个声音 吸引了周围几个人的目光 他们看向杨风 这家伙年纪轻轻的 怎么看上去口气 倒是挺大 你胡说什么呢 赵竹威好不容易 选到自己喜欢的石头 被泼了凉水 有些不高兴 杨风露出笑容 嘿嘿道 妹子你别不信 今天起床的时候 有人托梦给我 说今天赌食肯定能挣钱 我感觉 这就是财神爷给我机会了 有这种事 赵竹威被糊弄得一愣一愣的 旁边的陈吉月 听出了几分不对劲 比诗道 威姐你别听她 我看她像个骗子 哎 这位姑娘此言诧异 你若是不信 我随手指两个石头 必定能开出好东西 你信吗 杨风故弄玄虚 陈吉月撇撇嘴 道 你要是有这能力 还用得着来这种市场 糊弄鬼呢吧 哎 小月你看她说的 好像挺有意思的 要不就让她试试 赵竹威活泼的脸颊上 有些兴趣 爽快道 要不这样 我出钱 你随便挑两个 如果亏钱了 就算我的 挣了钱的话 咱们俩对半分 她的话 倒是让杨风有些意外 这是个厚道的女孩 但老板在此时有些不悦了 开口说着 姑娘 赌食这个东西 可还是得亲自来 才有意思的 你可不要亲信别人 没事没事 就三千块钱吗 赵竹威倒是洒脱 老板郁闷得很 毕竟自己那俩 卖不出去的石头 终于有人要了 没想到 还有这小子来横插一杠 不过他们的对话 也引起了周围 不少人的注意 纷纷看向了杨风 他们想看看 这是什么高人 口出狂言 不过下一刻 众人便对他 投去了鄙视的目光 杨风选石头 没有带任何的强光手电筒 甚至也没有挑选 而是直接从地上 拿起了两个石头 如此不专业的新手模样 一时间把围观者 看得忍不住发出嘲笑声 这两个石头品相极差 甚至还不如 刚才赵竹威挑选的怪事 老板一看 马上又高兴了起来 周围的众人 再也此时传来义润声 这家伙完全就是 来逗人家玩的嘛 看上去是个纯新手 白浪费 那美女的三千块钱 不是自己的钱 是真不心疼啊 这些人鄙视的语气 毫不掩饰 这些声音 也让陈吉月露出无奈 他感觉自己朋友被骗了 赵竹威 似乎也感觉到了 杨峰的不靠谱 不过想到 既然已经答应他了 赵竹威还是狠手信用 说道 就按照他选的开吧 赵竹威的反应 让杨峰感觉到 这个女孩确实挺不错 老板生怕二人反悔 快速拿着两个石头 到了水切机的面前 开始切割 其实赵竹威此时 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 他虽然不太懂赌持 可是从议论声中 也能明白 这两个石头挑选的 肯定很糟糕 不过 他看向旁边的杨峰之时 却发现 后者此时的表情淡然 并没有因为众人的嘲讽 而有所变化 嗯 赵竹威突然觉得 杨峰好像比那俩石头有意思 魏姐 要不咱们还是先走吧 这个一看就切不出好东西 就当送给他了 陈吉月已经不想等待 开石头的过程了 周围的人 也在此时无奈摇头 但就在此时 人群中突然传来惊奇声音 我去 这一刀的切面 好像比想象中好啊 这个人的声音 把众人的目光 拉回到了水切机上 此时的老板 正在一点点的切开石头 随着整个石头被切开 众人朝着横切面看去 那道表皮的裂缝 根本没有渗透到里面去 而且这里面的成色 在这个市场 已经是最近几天 开出最好的一个 这是诺冰种的翡翠 一个行家当即 看出了这翡翠的珍贵 翡翠的种水等级 分为玻璃种 高冰种 冰种 诺冰种 芙蓉种 诺种 豆种等 因为各地市场习惯 还有一些特殊的叫法 比如开出来 跟果冻一般的翡翠 常会称之为果冻种 而在这样的 市场能开出诺冰种的 已经是极其高的运气了 所有人在此时 感觉到不对劲了 就连赵竹威的心中 都很是惊奇 随着第二个石头开出来 虽不如之前的诺冰种 但是价格却也不会太差 我不是在 做梦吧 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开始怀疑 自己的专业知识 是不是出了问题 那么垃圾的石头 也能开出翡翠赚钱 不过此时的杨峰 已经咧嘴一笑 看向老板问道 老板 我这两块料的价格 你给估算一下 这 老板看了看石头 这两块石头的分量不错 就看这一刀 我就能给三万块钱 老板此时给出来的价格 杨峰点点头 看向了旁边的赵竹威 问道 可以直接卖吗 嘿嘿 你先收钱吧 回头咱们俩再分赃 赵竹威打趣地回答着 杨峰倒也不客气 他拿出了手机 等老板确定金量 便让他赚了三万块钱 随后 杨峰回过身 却发现赵竹威和陈吉月 已经离开了 杨峰有些着急 匆匆地追到了市场的门口 才看见二人此时 正要上车离开 来接他们的是一辆黑色的奔驰 见到杨峰追出来 赵竹威才停下脚步 微笑道 不好意思啊 我还有事情要回家了 可这个钱 我们 没关系啦 那是你赢得的 今天玩得很开心 再见了 赵竹威挥挥手地跟杨峰道别 微笑地离开了这里 即便是杨峰想要上前去跟他分钱 可是赵竹威 似乎并没有把这些钱放在眼里 坐车离开了这里 杨峰看着车消失在视野里 无奈地挠了挠头 也是在此时 他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个熟悉的声音 卧槽 风哥 这个声音的主人 是他同一个小区的邻居 高荣海 杨峰吓了一跳 转身无语道 你能不能好好打招呼 这不是刚才没感人吗 高荣海比平时要殷勤很多 杨峰跟小子认识十几年了 现在住一个小区 他是个赌食店的老板 平时喜欢吹牛逼 现在突然对自己如此热情 倒让杨峰有些不习惯了 高荣海见杨峰不说话了 又连忙开口问道 风哥 你跟赵家的大小姐什么关系啊 你说赵竹威 你果然认识 我不认识他 那你知道人家名字 高荣海一副笃定的样子 随后又自己好像恍然大悟的表情 道 我明白了 你是想要低调对吧 我看刚才他跟你道别的样子 跟你关系 一看就非常好 你朋友 不是 凑巧遇到 阿呸 我也凑巧遇到过那么多大佬 怎么不见人家跟我微笑道别 高荣海满脸不信 道 咱们可是十几年兄弟家邻居啊 你连我瞒着 你有完没完了 来这里 你到底干什么的 杨峰没好气地问着 高荣海指了指市场牌子上的交易市场四个大字 道 我当然是在这里开店的了 反倒是你 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我 随便看看 杨峰回答着 却是在思索着刚才市场内的情况 就这个市场内的货色 都是比较垃圾的 想要在这里开出好东西 是十分困难 而且自己不能以量取胜 否则 一旦他开的石头太多了 就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所以 必须要装作一次 运气极其好 开出个贵的东西 对了 你们平时进货的话 一般是在哪进货的 杨峰突然开口问着 这个市场内的石头 都是被挑选过的 没有什么好东西 高荣海看杨峰 好像真的要玩赌试生意 不禁感慨道 不愧是跟赵家大小姐认识了 都开始关心起这个来了 那你带不带我去 你是想要高质量的翡翠原石吧 平时其实我也进不到那么好的货 但你要是跟赵小姐认识的话 说不准有个很不错的去处 高荣海信誓旦旦 杨峰不知道 这小子有什么门路 不过 自己把刘青岚 价值连城的翡翠镯子弄丢了 必须要在这几天 挣到钱还给他 赌食是他唯一途径 想到这 杨峰便跟着高荣海离开 而他们所到的地方 便也是将成一个 非常大的批发市场 等二人到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 不过 却比白天要热闹许多 杨峰跟着高荣海 到了市场内 四处都是嘈杂的地摊和店铺 自己随便一看 便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好东西 对比起来 刚才去的那个市场 简直就像是垃圾厂 不过杨峰还是觉得 这些东西的价值不够高 他必须要用最少的次数 开出最值钱的翡翠 否则开的次数太多 肯定会被怀疑的 高荣海对于这里 倒是轻车熟路 他并没有理会 旁边的小店和摆摊的人 而是带着杨峰 到了一个大店的门口 店门口 这里有两个 赶紧走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这家店的店面十分豪华 从外面看进去 都能见到一楼大厅 有巨大的切割机和许多原石 杨峰用眼睛粗略地看了看 便知道 里面有着很多好东西 不过 这里似乎并不是 接待普通人的地方 此时 里面也走出来了个中年男人 他见到高荣海之后 倒是认识 摇头道 高荣海 你咋又来了 之前都说了 你那破店铺太小 去外面随便进点就行了 没必要搞这么高档次的货色 这人是店长顾永贵 之前便见过高荣海 此时的高荣海一脸得意 啊 我这次来可不是自己要来的 是我这位兄弟 要来看他货色 你这位兄弟 他这要牛逼吗 顾永贵打量了两眼杨峰的打扮 也没感觉到什么特别的 杨峰在此时上前 微笑道 你好 我叫杨峰 我 星星星 你说 你有多少钱就行了 别在这扯其他有的没的 顾永贵不耐烦地打断 杨峰的表情有些僵住了 好在此时 高荣海拉过了顾永贵 到一边之后才小声道 老顾 他可是赵小姐的朋友 哪个赵小姐 在江城的这个圈子 还有哪个赵小姐 你说的该不是赵家吧 顾永贵的语调都提高了几分 眼中露出惊奇 随后却又是一点不幸 怀疑道 你小子搁这糊弄鬼呢 他要真是赵小姐的朋友 还用得着来这里玩 哎 你说你 高荣海刚要解释 此时从外面又走进来了一个青年 似是店里经理的模样 他先是看到了门口的杨峰 随后又快步的到了顾永贵旁边 小声道 顾总 门口怎么站着这个人啊 咋的 你认识啊 顾永贵看他的表情奇怪 这青年压低声调 小声道 我倒是不认识他 不过你知道我有个表弟 在公园市场那摆摊的 我今天路过的时候 就看见他跟赵家的小姐 在那一起玩赌食呢 而且 好像还是赵家小姐给他出的钱 你确定 我确定 当时看得真真的 青年信誓旦旦 他一来 高荣海更是道 你看 我没有骗你吧 都这时候了 还什么骗不骗的 还不赶紧去 把他领进店里 顾永贵一听 是赵小姐的朋友 顿时着急了 他连忙回到了门口 先是训斥了一声两个保安 道 你们两个蠢货 杨先生来了 还敢把他拦在门口 没一点眼力 见的东西 杨先生您这边请 我们店里还真有不少好东西呢 您随便看 顾永贵一时间变得殷勤万分 杨峰愣了一下 他不知道这几个人 在那嘀嘀咕咕的说什么 试探性的问着 那我能进去了 当然 当然能了 顾永贵热情地带着杨峰 朝着里面走去 就连高荣海 此时都跟在他后面 十分神奇 顾永贵带着杨峰 到木雕茶几旁边坐下 热情道 杨先生先坐下喝杯茶 咱们慢慢聊 茶就不喝了 我就是来看看你们店里的货 货有 肯定有 顾永贵说着 连忙道 您想要看多大的 我们这里下到十几公斤 上到几百公斤的石头 都应有尽有 几百公斤的 没错 您要先看看吗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小陈你去让人 把仓库里的GD 1505号石头拿过来 给杨先生看看 顾永贵招呼过来经理 那经理一听 顿时表情为难了 连忙道 可店长 那个石头不是 让你去就去 是 经理不敢多说 连忙答应下来 而此时的杨峰和高荣海 其实还不知道 即将抬过来的石头 其实是一个残次品 虽然重量很大 但却是一个开了窗的填充原石 所谓的开窗料 指的是在翡翠原石上 开个小口子 以便观察内部的种质情况 但那块开窗 是通过现代技术 将顶级的翡翠贴在表面 业内称之为填充 这样的操作 极其具有迷惑性 让人以为 整块石头都是顶级货色 而这块残次品的工艺很不错 那时候 就连店里的老手都走了眼 最终上面派人下来 才发现上当了 顾永贵 其实就是要用这个石头 试试杨峰的水 如果他真的懂行 或许能看出这石头的猫腻 而即便是看不出来 也能看待他的财力 此时的杨峰还浑然不知 他坐在了大厅内 顾永贵亲自给他泡茶 还有着热情笑容道 杨先生 平日里玩过翡翠吗 还是单纯的突然想玩玩 我玩得不多 但他不是懂吗 杨峰看向了旁边的高荣海 高荣海提起这个 便自信满满的道 那是 顾老板可能不知道 我虽然开的店规模很小 可实际上 我在这个领域经营多年 眼光还是非常好的 我也打算等会进一批货走 没事没事 只要您开口 到时候随便带走 顾永贵爽快地答应下来 高荣海的心中狂喜 平时他哪里有资格 来这样的地方进货 现在可算是找到机会了 杨峰则是没有掺和二人的交谈 眼睛一直在看着大厅内 四处摆放的原石 这些石头 大多都是没有切开过的 可即便是 如此随意摆放在大厅内的石头 杨峰都能看出 其中有不少是好东西 果然是个大店 杨峰的心中有数 不过他现在担心的 还是本钱问题 毕竟要来这里买原石的话 价格肯定不会便宜 他的手头上只有三万块钱 正在杨峰思索着的时候 陈经理已经让人在仓库 搬出来了一个大石头 这个石头放在地上 看上去足有两百多公斤 形状还算规整 石头上已经开了个小窗 而高荣海一看见这个石头 便有些激动 竟然是这么大的果冻种帝王绿 果然顶级 高荣海是老手了 他很少看见 如此大的帝王绿原石 再看这个原石的纹路 如果不变种的话 这个石头的价格绝对不可估量 而顾永贵也是在此时看向了杨峰 面带笑容地问道 杨先生 您看这个如何 顾永贵的话带着恭敬 故意让杨峰上前检查石头 旁边的陈经理和知情的店员 则都是低着头不敢说话 他们都知道这玩意是个残次品 而且骗过了他们店里的老手 杨峰看了几眼 感觉这个石头表面 看着确实十分漂亮 高荣海用强光手电筒照了几次之后 感慨道 这个石头太顶级了 不少地方都有最顶级的带状松花 而且还能看到些许的白蟒 接近最好的灰白色 他混迹这么久 肯定知道如何观察表皮 去判断一个原始的好坏 再加上窗口如此漂亮的帝王绿 高荣海早就已经感觉到 这个石头的不同反响了 事实上也别说是他了 就连那时候店里 收这个石头的老家伙都被骗了 高荣海自然也看不出来猫腻 杨峰其实并没有打算买这个石头 因为他知道 这么大的玩意自己买不起 不过他总感觉 顾永贵几个人表情怪异 杨峰犹豫了一下 还是定睛朝着石头内部看去 随着他一点点的看穿石头内部 他发现这个石头 并没有散发出很强的光亮 他的眼睛可以趋及避凶 而价值高的翡翠肯定能发出金光 但是这个石头并没有动静 再仔细看去 那块帝王绿和内部的石头之间 有着一层间隙 这是一块填充的玉石 而且里面的橙色并不好 不少部位有着脏东西 玉的分布也是星星点点 根本连不起来 杨峰看完之后 便明白过来顾永贵在想些什么了 这真是的老狐狸 顾永贵微笑地看着杨峰 问道 杨先生 觉得这个石头如何 顾老板 我一直听说翡翠这个行业挺混乱 不过还真没有想到 你开了这么大一个店 也是如此有趣 杨峰的表情中带着几分笑容 却故意没有拆穿 他只是看向了旁边的高荣海 道 别看了 咱们该走了 啊 我一会儿还要在这进货呢 高荣海哪里肯愿意走 而且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石头 正在那观赏呢 但杨峰听了 却摇头道 店大七客 你还是在外面随便找个小店进货吧 或许比这里靠谱 此话一出 店里的十几个人脸色都变了 其中还包括着刚进来的十来个客人 而顾永贵更是在此时额头冒汗 他意识到杨峰意犹所指 杨先生 您 您这是 顾永贵不敢再多说了 店里如此多客人 要是让他们知道自己 拿出这种假货给人看 名声可就彻底的坏了 不过杨峰却给他留了点面子 并没有直说 而是起身要带着高荣海离开 顾永贵见到如此高人 此时哪里肯让杨峰走 连忙上前道 杨先生稍等 要不我们去楼上的客厅说话 哦 顾老板还有事情吗 杨峰冷笑一声 顾永贵看杨峰的表情 更加慌乱道 我就是单纯的 想叫杨先生这位朋友 看他如此殷勤 杨峰也知道他的算盘 点头答应了下来 在这店的二楼 是一个摆放着茶几的VIP接待室 四周都是通透的玻璃 装修看上去十分的有格局 这里平时都是接待重要客人用的 顾永贵带着杨峰在接待室坐下后 缓缓擦去了额头上的汗水 旁边的高荣海一脸猛逼 不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 只见顾永贵在此时开口道 杨先生 谢谢您 顾老板应该不是想买那东西卖给我的吧 杨峰打趣着 顾永贵连忙道 这个当然不会 只是没想到 杨先生竟如此精通赌实 能一眼辨认出 那个石头是填充次品 我是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此话一出 高荣海是彻底的傻眼了 刚才自己看的目不转睛的顶级货色 竟然是个填充的次品 杨峰你刚才一眼就看出来了 高荣海恍然大悟 他在此时才明白过来 为何刚才杨峰跟自己说 这里垫打七客 杨峰对于这个也表现得不以为意 笑着道 顾老板不用这样 你能让我们进来看看 已经是很好了 我又怎么能砸你的场子呢 是是 杨先生大人有大量 我刚才实在是 实在是对不住 顾永贵满脸愧疚 如果刚才杨峰在大庭广众之下揭穿自己 那店里可还有十几个老顾客 到时候自己的名声肯定就坏了 但杨峰放了他一马 其实此时的顾永贵也开始自责了 他一开始就觉得 杨峰根本不可能看得出来 那个石头的真相 可没想到竟然会遇上这样的高手 杨峰倒是并不在乎这些 他的目光看着外面大厅摆放的架子 上面有着许多的翡翠原石 这些石头的分量都不大 大概十几公斤的样子 而且质量似乎不错 顾永贵似乎也看出了杨峰的想法 当即道 杨先生 这是有师父在带您 在这一行 有的人拜个师父还是很正常的 杨峰将计就计 点头道 是啊 我师父他人很低调 他想起来了之前钓鱼的那个老者 姑且把他当成自己师父吧 顾永贵听了 却是心中狂喜 看来眼前这人 可不只是赵家大小姐的朋友那么简单 能如此轻易分辨出 翡翠原石质量的眼力和手法 师父也绝对是个影视高人 想到这 顾永贵当即站起身道 杨先生 今天的事情十分抱歉 我看不如这样 外面的大厅内就有一些石头 虽然价值并不算特别高 但也是我的一片心意 希望您能接受我的歉意 歉意 杨先生可以尽管选两个 如果开出高品质的石头 我负责回收如何 顾永贵当即拍板 杨峰听了 瞇着眼睛道 我看即便是那些石头 按照赌石卖也不便宜吧 都是些许小钱 不足以无法表达我 对于杨先生的愧疚 顾永贵此时已经谦逊了许多 杨峰正愁没有本钱呢 听到顾永贵的话之后 才装模作样的点头 哦 既然这样 那我便选上两个 不过我会给你赌石的钱 哎 杨先生 您这话太见外了 就这样定了 杨峰轻松说着 起身朝着外面的大厅走去 大厅内 来这里看的 还是有一些人 其实能来这里的人 身份都不一般 但是他们见到顾永贵 竟然亲自陪同杨峰挑选石头 心中都不禁感慨 这家伙身份不一般啊 杨峰也不知道 他莫名其妙的 就在这个圈子里 成为了不同凡响的人 此时的他 只是挑选了两个十几公斤的石头 随后便让老板帮忙切开 顾永贵没有怠慢 马上让人带着石头去切开 几个人走到了一楼大厅 这里的人已经逐渐多了 众人都是在各自挑选着自己的石头 只有顾永贵 此时陪着杨峰在旁边喝茶 聊着自己的创业史 就在此时 切开石头的员工 突然在此时激动 惊奇到 竟然开出了果冻种 此话一出 吸引了在场不少人的目光 果冻种 是仅次于玻璃种 和高冻种的重水了 众人纷纷地朝着那边看去 就连顾永贵也跟着起身 这不仅是个重水非常好的翡翠 而且橙色十分的优异 再配上这个形状 杨先生果然出手不凡 我是彻底服了 顾永贵大笑了起来 他也算是彻底认清了 杨峰的眼光真的不一般 另外一个石头切开 也是个不错的冰种 只买两个石头 橙色却都如此厚 这对于堵石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 不过顾永贵见到 刚才杨峰鉴定残次品的场面 反倒不是那么震惊 而是道 杨先生 这两个翡翠的石头 橙色翡翠猴 我愿意出高价买 不 市场价就行 杨峰笑着 是 那您看五十万如何 顾永贵问着 杨峰思索了一下 道 四十万吧 我想那两个翡翠原石的价格 应该也得十万块钱 哈哈 杨先生还计较这件事情吗 生意吗 杨峰微笑着 顾永贵也不客气 豪爽道 能跟杨先生认识 真是人生一件快事 陈经理 你马上去财务 让他们准备四十万给杨先生 是 陈经理立刻去安排 杨峰也伸了个懒腰 看向一直在旁边猛逼的高荣海 道 你刚才不是要进货吗 要不要在这里买点 这个 要不还是下次 高荣海已经被吓住了 他还真没有想到 刚才那架子上随意摆放的原石 价格都如此高昂 他只是小本经营 哪里买得起这个 不过顾永贵这个人 一旦认定朋友 却是十分的仗义 他知道高荣海认识杨峰 当即道 我看这样吧 我这边其实还是有一批 比较便宜的料子 老高你等会去挑选带走吧 真的 这是当然 咱们俩可认识很久了 顾永贵微笑着 不过高荣海哪能不知道 自己认识他再久 都不如杨峰的一句话管用 随着高荣海挑选好了一些石头 杨峰也收到了四十万转账 便朝着外面离开了 顾永贵亲自送着杨峰到了门口 最后还递过了一张红色的邀请函 邀请函上 有着几个烫金的字 将成群鹰会翠 这是一个圈子内交流的拍卖会 杨先生如果真的有意进入翡翠行业 到时候可以去拍卖会看看 顾永贵微笑的表情 可高荣海看见这个 变得有些激动 这是将成一个非常顶级的拍卖会 那地方往来吴白丁 拿到邀请函的非富即贵 杨峰并不知晓这些 他只是跟顾永贵道别之后 便跟高荣海一起离开 可二人刚走出没有几步 高荣海便迫不及待到 杨峰快给我看看那个邀请函 他兴奋的样子让杨峰无奈 打趣道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小子看见什么大美女了呢 就一邀请函你至于吗 你懂什么 这个邀请函可不一般 到时候里面拍卖的 可全都是顶级翡翠或者是古董 全都价值不菲 你小子运气真好 高荣海说着又反应过来道 对了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你还有师父来着 嗯 这种事情嘛 跟赌有关 所以就没怎么说 就跟你之前卖片没告诉我一样 啊呸 老子卖片能跟赌相提并论吗 咋的 你之前一个卖片 还瞧不起赌食的 杨峰打趣着 高荣海提起卖片这个高尚的职业 表情便认真了许多 提高语调道 我跟你说 虽然我之前是卖片的 但是我卖的毛片 那可全都是国产的 有区别吗 我卖国产片 是为了向国人输出我们的文化 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 少说外来糟粕的洗脑 我跟其他卖片歌能一样吗 高荣海的目光坚定 似乎自己都说服了自己 杨峰听着高荣海 如此一正言辞的话语 沉默了 他意识到 自己太保守了 在不要脸这个方面 自己跟他的段位差距太大了 正当他要比试一番这家伙的时候 高荣海似乎也看了看时间 连忙道 不行 八点多了 我还得回去开个店呢 今天进了这么些好东西 生意肯定很好 等回家了 我请你喝酒哈 高荣海说着 又连忙朝着外面跑去 看他兴冲冲的样子 杨峰感觉了些许的无奈 不过此时的他 一股困意缠身 他早上睡到了十一点多 而现在才晚上八点 就已经一股前所未有的疲惫涌上来 杨峰准备回家睡个觉 不过就在此时 从不远处传来了个女人惊叫的声音 你们要做什么 这女人的声音冷历中 又带着几分尖锐 杨峰感觉奇怪 便朝着声音源头走去 这是灯光幽暗的路段 四周来往的人并不多 而在一个巷子口 此时有着三个大汉 拦住了要过去的女人 这女人则是穿着一袭白色长裙 在路灯下看上去漂亮到了极点 只是此时的他 表情中带着几分冷意 目光警惕地盯着领头的刀疤脸 怎么 刚才得罪了我们丽哥 就打算这么走了 刀疤脸的眼睛里流出几分猥琐 淫荡的目光 一直在扫着灵雪的曼妙身材 灵雪被三个人堵着 表情变得更加的冷力 啊 刚才是他先卖假玉给我的 卖给你又如何 刀疤脸根本不在乎灵雪的说辞 撇撇嘴道 也不打听打听我们丽哥的身份 你敢让他在那么多客人面前下不来台 我要报警 灵雪生气了 拿出手机刚要报警 可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小弟却一把拍废了他的手机 啪 手机重重地摔在地上 此时的灵雪感觉到了些许的慌张 他作为公司老总 只是想要来考察一下附近的市场 可是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遇上这帮家伙 此时的灵雪心中也暗自后悔 早知道就应该带点人一起出来的 不过 你长得到真他娘的漂亮 说不定我们刀哥会对你从轻发落呢 只要今天晚上好好陪我们刀哥 让他消消气 刀疤脸的语气阴荡 灵雪的心中慌张 立刻要先跑出去的时候 却发现后面也已经被人拦住 就在他心急如焚之时 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个声音 道 哎 老婆你怎么一个人跑这来了 杨峰的声音突然出现 让刀疤脸三人不约而同地回过头 就连灵雪都在此时朝着杨峰看去 此时的杨峰从刀疤脸的身边擦过 走到灵雪面前 轻松道 不是说随便看看就走吗 咱们该回家了 一边说着 杨峰是拉起了他白皙的手 灵雪下意识的想要反抗 可看见旁边凶神恶煞的刀疤脸 他还是僵硬的牵着杨峰的手 准备跟他一起离开 可就在这个时候 刀疤脸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刀子 直接晾在了杨峰的面前 不爽道 小子 你是从哪冒出来的一根葱 就这么把人给带走了 嗯 这几个人是你朋友 杨峰故意装作 没有听到刚才他们对话的样子 灵雪紧靠在杨峰旁边 道 不认识 听见没有 我老婆说不认识你们 几位哥们要是有啥事 回头再说 杨峰说着又要离开 可是刀疤脸却直接推了他一把 让杨峰亮腔的退了半步 不满道 小子 老子不管你是不是他老公 但今天我接到的活 就是带他回去 你别找死 怎么回事 你欠他们钱了 杨峰奇怪的问着灵雪 灵雪提起这个 不禁带着几分冷意道 我去买玉石 他们卖给我假货 我去退款 他们不乐意 还把我堵在这里 原来是这样 那这个老哥 错可就在你们卖假货上啊 你 少他娘废话 也不打听打听这是哪 老子不管卖你什么货 你都得给老子乖乖的掏钱带走 刀疤脸已经不耐烦了 到 石头 给他点颜色看看 这小子有点不知好歹 嘿 收到 一个小弟扭动着脖子 眼睛里露出的凶狠 说明他经常打架 杨峰已经报警了 可是没想到 这帮人现在就要动手 他的心中顿时紧张了起来 平时连健身都很少的他 哪能打得过这帮家伙 敢得罪八个 小子你得遭老罪了 小弟眼睛迸发金光 抡起拳头 朝着杨峰的脑袋上砸去 杨峰只感觉到 小弟在此时 似乎要打中自己的脑袋 他下意识的准备 要做好挨揍的准备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才突然发现在这种危急时刻 自己看那小弟的动作 却变得异常的慢 这就宛若看电影 突然开了0.1倍速一样 这小弟的拳头 是一点点朝自己落下的 杨峰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但身体已经在此时 朝着旁边闪开 哗 这一拳砸下去 却只打了个空 杨峰在看向这小弟 发现他的重心不稳 紧接着便是一脚 踢在了他的小腹上 哗 小弟顿时口中吐白沫 身体重重摔在地上 失去了意识 如此一幕 让众人愣住了 就连旁边的灵血也傻了 这家伙这么能打 刀疤脸短暂的停顿后 也终于发怒了 刀 妈的 找死 话音落下 刀疤脸和剩余的一个小弟 前后包夹 手中带着匕首 朝杨峰的手臂刺去 可怕的一幕 危险到了极点 但杨峰却发现 他的眼睛在此时 又自动感知到危险 看着刀疤的动作 又开始不断地慢放定格 而且 此时的杨峰力量 似乎都比平时要强上一些 随着他的身形轻轻躲开 杨峰抓住了刀疤脸的胳膊 将他的刀子 直接插进了小弟的胳膊 紧接着 杨峰的一拳 砸在了他的脸上 没有技巧 全是蛮力 刀疤脸甚至感觉到这一拳 让自己的疤痕又裂开了 杨峰的力量很大 他只感觉到 疼痛到了脑袋扭曲 紧接着 便如同四周被拉闸一般 失去了所有的意识 这两个人接连地扑通倒下 在地上不省人事 而旁边的灵雪 早就愣住了 他根本没有想到 杨峰竟然会有这样的实力 全程下来 这三个人 甚至都没有摸到他的衣服 就被打趴在地上了 随着危险解除 杨峰也终于在此时回过神 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 脸色变得微微泛白 灵雪见他的样子 担心问道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就是可能有点累了 杨峰摇头 可灵雪分明看见 他额头滴答的汗水 杨峰哪里知道 自己今天用了几次眼睛 其实已经略微透支体力了 再加上刚才遇到危险的时候 被动触发了眼睛 此时的他甚至 已经有些站不稳了 灵雪看他似乎 真的十分疲累的样子 担心问道 我家就在附近 要不先去我家休息一下 杨峰想要拒绝 可是这种疲累 跟自己之前所遇到的不一样 就仿佛是三天三夜没睡觉 还去工地抡了一顿大锤 最终他还是答应下来 毕竟自己的狗命比较重要 灵雪开着车 带着他到了附近的一个别墅 杨峰此时已经没有心情 去欣赏这别墅的豪华了 别墅内 灵雪给他找到了的房间 杨峰进去之后 倒头便睡了过去 灵雪看着杨峰躺下之后 怎么会把自己搞这么累的 难道是几天没休息了 灵雪犹豫了一下 还是打电话叫医生过来 做了一些检查 杨峰浑然不知道这一切 他躺在床上 感觉到全身陷入到 一个特殊的黑暗空间 四周没有任何的光亮 全身漂浮在空间中 空间中似乎有着一股暗流 不断地把自己朝着前面推动 杨峰从未做过这样的梦 真实而可怕 时间也不知道过去多久 杨峰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时分了 他从床上坐起来 表情有些呆滞 那真的只是梦吗 杨峰喃喃自语 自从遇到那个老者之后 似乎命运也到了一个路口 嘎吱 门在此时被打开 灵雪从外面走进来 他看见杨峰醒了 松了一口气道 你醒了 是 这里是 杨峰扫着四周 他的脑海中不断地回忆 在这个时候 他才想起来昨天的事情 看来你想起来了 准备去洗把脸吃饭吧 灵雪说着 便又走出去 杨峰离开房间 才看到一楼大厅 此时已经摆放着一桌子美食 这是一个大别墅 外面是一片草坪 而家里则是有着一个 三十多岁的保姆 负责做饭和收拾卫生 在看灵雪的打扮 杨峰就意识到 他绝对不是什么普通人了 睡了十几个小时之后 杨峰也确实饿了 大块朵银地吃过一顿 便也到了黄昏时分 灵雪的性格很冷清 不过对于杨峰救过自己 倒是显得很有礼貌 二人在茶几旁坐下 灵雪给他递过一杯茶后 道 他家伙的答应着 又喝了一口茶 灵雪打量着他 想起昨天的场面 这个家伙好像非常能打 我让医生稍微给你检查了一下 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 你昨天怎么会累成那样 灵雪奇怪地问着 杨峰提起这个 也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道 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休息了吧 这两天有点忙 他其实猜到了 肯定是因为眼睛透支的原因 看来这个眼睛 并非是万能的恩赐 还是得谨慎使用 即便是现在 他都还能感觉到些许的疲惫 灵雪自然是不知道这些 他漂亮而又冷清的脸颊上 看杨峰总感觉这家伙怪怪的 对了 谢谢你让我在这里休闲 我还有事情得回家了 杨峰想着 自己还得去想办法挣钱 毕竟他还得想办法 把自己卖掉的那块翡翠钱挣回来 到时候 刘青岚找自己 最少能把钱给他赔上 灵雪见他起身 叫住道 先等等 还有事吗 杨峰奇怪地问着 灵雪从旁边的包里 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递给他道 这里面是一百万元 谢谢你昨天救了我 美元还是英镑 人民币 灵雪没好气地回答 杨峰看了看他 摇头道 算了 救你是本能 更何况 你不是还免费收留了我一晚上吗 就当扯平了 你嫌少 我喜欢钱 但是没兴趣拿这个 杨峰说完 便白白手离开了这里 他确实不能拿这个钱 对于他而言 不管如何 心中还是应该坚持几分正义的 虽然在许多人 看来这似乎有些傻乎乎的 灵雪看着杨峰 如此果断地离开 甚至来不及出去 送他离开 这家伙 他呆呆地看着桌上放着的银行卡 这家伙看上去 绝对不是什么有钱人 可是竟然能对 如此多的钱无动于衷 灵雪的美眸中 多了几分疑惑和感兴趣 不过此时的杨峰浑然不知 他走出了别墅的大门 刚准备要叫辆车的时候 电话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是高荣海打过来的 杨峰接起电话 有点奇怪道 啥事 嘿 杨峰你今天去哪了 咋也没回家呀 刚才电话也打不通 高荣海十分关心的样子 杨峰听了 翻了个白眼道 你有话就说 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 那啥 今天晚上不是江城拍卖会吗 高荣海的语气善善 杨峰似乎也在这个时候 才明白过来 道 你也想一起去 你总是需要一个跟班的吗 我都打听过了 里面可以带人的 高荣海对于这个拍卖会 十分感兴趣 杨峰也知道 这小子在想什么 不过他也确实打算去 这个拍卖会看看 说不定到时候 就能简陋到一些什么真品 想到这 杨峰在电话里 告诉了高荣海自己的地址 让他开车来接自己 正好趁着这个时间 杨峰也给自己妹妹 打了几千块钱的生活费 随着车停在门口 杨峰上车后 这辆车便朝着他家中驶去 一辆车在道路之间穿梭 高荣海一边开车 一边兴奋道 杨峰 你怎么会从那边出来的 你朋友在那 没有 昨天救了个人 就去他家休息了一下 你糊弄小孩子呢 要说 你小子就是低调 你认识 赵家大小姐的事情 从没跟我说过 今天竟然还从江城最高档的别墅区里出来 高荣海的脸上都充满了激动 道 你平时藏着掖着 要不是老子昨天撞见 你还打算瞒我多久 我都跟你说了 算了 你先跟我说说这个赵家是什么 杨峰有些无奈 干脆懒得解释了 高荣海听到这个 立马就放慢了一些车速 兴奋道 连这个你都不知道 赵家可是咱们江城起家的一个大集团 主要做的就是翡翠生意 现在还有一些金银珠宝之类的 可是咱们行业的巨头呢 这么厉害 可不嘛 要说一会儿的拍卖会 说不定还能看到赵家的人呢 到时候你给我引荐引荐啊 高荣海对于这个十分感兴趣 但杨峰并没有答应他 二人回到家 杨峰洗了个澡 换上了一身干净衣服之后 带着邀请函朝着酒店过去了 江城大酒店 这是整个江城最豪华的新级酒店 随着夜幕降临 晚上六点多的时候 这边已经变得热闹了起来 杨峰带着高荣海出现在了门口 此时的酒店大门已经有着特殊的安保人员守着 二人出事邀请函 便被专人领到了三楼的大厅内 大厅装修十分豪华 此时已经布置成了一个拍卖会现场 最前面有着一个红毯垫着的拍卖台 上面摆放着一张桌子 在下面则是几排长桌和一张张椅子 这是杨峰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 他耳朵里听到的 都是这些人互相交谈的大声音 甚至于有一些面孔 还是之前自己在本地的新闻里才能看见 这些人都出现在了这里 足可见这个拍卖会的含金量了 只可惜杨峰一个人都不认识 他只是带着高荣海在后排坐下 等待着马上要开始的拍卖会 此时的高荣海看上去略微有些紧张 毕竟是第一次来这样的地方 反倒是杨峰看上去轻松许多 他本来也只是来看看能不能简陋的 不过看这个拍卖会的规格 就凭自己昨天挣的四十多万块钱 恐怕没有一个东西是自己能买得起的 更何况杨峰感觉到自己还有些许的疲惫 看来这个眼睛自己还是不能经常用 否则迟早得把自己弄得过老死 好不容易有这妖牛逼的能力 杨峰乃能创业为伴中道崩俗 正在杨峰思索的时候 高荣海却突然拉着他的胳膊 道杨峰快点看那边 是赵小姐亲自来了 他的声音打断了杨峰的思索 朝着那边看去还真是昨天的赵竹薇 而他旁边依然还是陈吉月 这二人恐怕又是来这里凑热闹的 人家估计有事儿别上去凑热闹 杨峰提醒着 就在二人说话的时候 赵竹薇和陈吉月也已经坐了过来 巧合的是 这两个人就坐在了他们的前面一排 不过因为杨峰刻意低着头 所以赵竹薇也没有发现他 二人此时说的话 倒是正好能落进耳朵里 威姐 这次赵伯伯说 要是让你买点古董回去 他要送人的呢 陈吉月说着 嘀咕着道 你说他要送给谁啊 好像很隆重的样子 不知道 反正等会看到价格合适的 就拍下来吧 赵竹薇倒是并不关心这些 他只是想要来这里凑个热闹 看他活泼的脸颊上露出几分对未知的喜悦 眼睛一直看着四周 此时来参加拍卖会的人也逐步地赶到这里 大厅的灯光逐渐暗了一些 而在拍卖台上则是多了一盏聚光灯 正好照射在那拍卖台上 拍卖师是一个青年男人 他缓缓地走到台上 而在他的旁边则是一个巨大的投影仪 在场的每个人都收到了服务员发放的一本相册 相册内介绍着接下去将要拍卖的东西 相册上全面地介绍了这些产品的每个细节 拍卖品的真实面貌 如此专业的拍卖会足可见接下去将要出厂的东西 会是多么的优秀了 不过就在第一个拍卖品出来的时候 杨峰的表情就变了 第一个拍卖的是一个玻璃种的手镯 橙色优秀 而且做工十分的有质感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饰品 拍卖师开始介绍起了这个玉镯 杨峰的脸色越发低沉 这个东西正是自己之前上荡而卖掉的翡翠玉镯 他没有想到第一个拍卖的东西竟然就是这个 这混蛋竟然把东西弄到这里卖 杨峰气得咬牙切齿 没想到肖赃来得如此之快 不过很快 他便又放宽心了一些 既然又见到这个东西了 那起码说明自己能找到那个骗自己的混蛋 拍卖师在介绍完玉镯之后 也开口道 这块玉镯底价五十万 每次加价不低于一万 拍卖师的话音刚落 立刻便有人举起了自己手上牌子 争相出价了 随着这块玉配达到了一百万以上的价值 加价的人也变得少了很多 就在这个时候 眼前的赵竹威突然开口 道 我出一百二十万 他的出价让杨峰有些意外 旁边的陈吉月更是惊奇地看着他 道 威姐 你买这个手镯干嘛 咱们家不是很多吗 没事 反正买下来看看也好 赵竹威轻松地笑着 随后 他突然回过头 看向杨峰 杨峰没有想到 赵竹威竟然早就发现了自己 表情顿时有些尴尬 挠挠头道 这 这妖巧 是啊 不过我没想到 在这里遇到你 赵竹威微笑着 刚才他听到了杨峰骂人的声音 便明白过来杨峰肯定是想要拍这个的 高荣海一见二人果然认识 连忙打招呼道 你好你好 我是杨峰的朋友 我 他想要跟赵竹威套近乎 不过赵竹威似乎并没有搭理他 这让高荣海顿时尴尬 善善地看向杨峰 杨峰也是无奈 道 好好看着吧 一会儿不是还有更劲爆的东西吗 你藏得真深啊 高荣海满脸感慨 而拍卖师也在此时不断地拿出新东西 直到了一个清花词的亮相 让在场的人终于在此时提了提神 这可是重磅的东西 就连前面的赵竹威都在此时认真了一些 毕竟他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买一些有价值的古董 这是一个元代的官瑶 是一位国外的卖家带回来的 右色是白色中略带闪亮和绿色 其橙色和完好度都属上成 根据专家鉴定 其制作时间在原制正年 拍卖师开始介绍完毕之后 给出了一个底价 五百万 这个底价对于普通人而言 恐怕是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 可是对于在场的人 似乎是觉得价格太低一般 很快就加到了一千多万 就连前面的赵竹威都在此时出价了 杨峰也没怎么见过如此贵的东西 便打算用自己的眼睛 看看这清花词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他体内的气息一点点的聚集到了眼睛处 随后缓缓看穿了这个清花词的表面 一般情况下 如果是特别贵的东西 应该是发出很强的亮光 杨峰甚至已经做好了 要被闪瞎的准备 可让他惊奇的是 自己认真看去 这个清花词根本没有亮光出现 怎么回事 杨峰感觉到奇怪 仔细地朝着那清花词底部看去 也是在这个时候 杨峰猛然看见了在平底和边缘处 竟然有一丝拼接的痕迹 即便是这个痕迹十分的隐晦 但是又怎么能逃得过杨峰的眼睛 恐怕就连在场的人都没有想到 这样的拍卖会竟然会出现假货 正在杨峰惊奇的时候 赵竹威也开始出价一千五百万 让现场的气氛变得有些沉寂 等待了一小会儿 又有个富豪在此时开了一千六百万 赵竹威气不过刚要加价 杨峰在此时连忙拉住了他 小声道 不要拍这个 啊 赵竹威奇怪地回过头 不理解杨峰为什么突然提醒自己这个 不过正在他犹豫的时候 拍卖师已经落锤 陈其乐顿时有些懊恼 怪罪地看向杨峰道 喂喂 你啥意思啊 咋还干扰我们正常拍卖 小月 别乱说话 赵竹威叫住身边的女孩 不过却还是奇怪道 我要买的这个青花瓷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东西 是个假的 杨峰尽量地小声一些 可赵竹威早就吸引了旁人的目光 杨峰的声音虽小 却还是传进了一两个人的耳朵里 这是假的 旁人惊奇的声音 惊动了拍卖会上的所有人 就连拍卖师都在此时停下了拍卖的节奏 杨峰没想到 自己小声的话语 还是惊动了如此多人 此时现场更是有一个老者站了起来 表情不悦道 年轻人 这种场合可不要乱说话 这个老者的起身 让在场的众人都朝着他投去目光 这是江城一位非常得高望重的鉴定师 名字叫做韩云福 而他就曾经参与过 这场拍卖会的拍卖品鉴定 如今既然有人出来质疑自己 他有如此的表现 自然也是情理之中了 杨峰看到这里有如此多人 自然是知道 不能在大庭广众 让人下不来台 干脆装傻地挠挠头道 那啥 我刚才瞎说的 不好意思啊 哼 既然敢开口了 可就别不敢承认啊 韩云福冷哼一声 呵斥道 也不怕你知道 这个青花词 就是老夫亲自鉴定过的 莫非你觉得老夫的眼光有问题 没有 您自然是说的对的 我刚才也是脑子抽抽了 我 够了 装疯卖傻 想要蒙混过关 今日你要么说出个道理来 否则就别怪老夫对你不客气了 韩云福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杨峰 此时的杨峰表情无奈到了极点 他环顾四周 在人群中 甚至还有之前见过的顾永贵 韩云福见杨峰不说话 当即又冷嘲热讽道 怎么 刚才敢说这种话 现在就只敢装聋作哑 唉 杨峰叹了一口气 还是缓缓地走到了拍卖台上 聚光灯此时都打在了 他和拍卖台上的青花词身上 杨峰也是缓缓开口道 这件青花词 看上去确实做得完美无瑕 如果只说拼接做工 那绝对是非常顶级的 拼接做工 你小子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韩云福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旧底星平 特殊之处 就在于它并非是从平底开始拼接 而是从平身的三分之二位置开始拼接 杨峰指着其中一个地方 道 具体的拼接处就在这里 可能是因为材质和时间的关系 这里的拼接处 已经出现了极其细微的痕迹 他说着 韩云福也立刻走到了他的身边 仔细地打量起了眼前的青花词 如此看了一番之后 冷冷问道 你怎么知道是在这里 可这上面分明没有痕迹 其实这个不难 只需要把灯关了 用强光手电筒照射在那个地方 凭借您的眼光 应该就能发现端倪了 杨峰开口 韩云福没有丝毫的犹豫 当即到 马上把灯关了 他的话音落下 现场的灯顿时熄灭 旁人递过来一个手电筒 而韩云福也是在此时 顺着杨峰所说 开始朝着青花词打光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他的脸色逐渐低沉 开灯 韩云福的声音又一次出现 在场的人都看向了他 发现此时的韩云福 已经脸色阴沉到能滴出水了 老韩脸色很难看 难道是因为被这小子耍了 所以不高兴 我是第一次见他这样 台下不乏认识韩云福的人 此时都面面相去 如此沉寂了一小话 才见韩云福 终于在此时抬起头 看向了杨峰 他要完了 得罪的这个人 好像很厉害 陈吉月都在此时小声地说着 可一秒 便见韩云福突然深吸一口气 随后诚恳道 小友 谢谢你 此话一出 顿时让在场的人一片哗然 众人面面相去 只有赵竹威在此时 反倒是露出了些许调皮的笑容 看来这个家伙 并没有糊弄自己 跟赵竹威的淡定相比 现场的人此时可都傻眼了 怎么回事 韩老跟这家伙道歉了 难道这年轻人不是胡说八道 看来此人大有来头啊 众人的心中 都在此时感觉到了不可思议 尤其是顾永贵此时 更是心中暗自窃喜 还好自己早早地 就跟杨峰搭上关系 现在看来 他绝非常人 自己这是找到了个潜力骨 韩云福此时已经接受了事实 深吸一口气道 很抱歉诸位 这次奸商所用的材料 应该是极其特殊的新材料 所以我没有辨认出来 我 不 这是因为当初鉴定的时候 有人算准了时间 杨峰在此时开口 继续道 这种材料 只能维持非常短暂的时间 在之后便会氧化 如果韩老跟我一样 是现在才开始看的话 必然是能分辨出来的 他的话 让众人在此时恍然过来 怪不得刚才的韩云福 又能看出破绽 此时的韩云福心中 更是对杨峰钦佩 刚才自己对他口出恶言 这个人还能如此帮自己说话 谢谢 我想跟你交个朋友 韩云福的心中感激着 他也是个大度之人 否则也不会如此当众承认错误 有了二人的肯定 立刻也就有人报警 抓走了那个造假的人 杨峰也因此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不过杨峰并没有在意 依然是平静地等待着拍卖会的第一轮结束 这个江城的群鹰会翠 只是刚刚开始 接下去还有着一轮选食活动 所谓的选食 便是在一楼的大厅 摆放出经过老师傅所选的精品翡翠原石 每个人对于心仪的石头出价 然后购买下来 这里的翡翠原石 个个都不错 许多人本来也是冲着翡翠原石来的 自然是在此时异常的兴奋 一楼大厅内 此时的企业家们身边 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内行人 帮忙选着石头 杨峰和高荣海则是在四处看着 这里的石头凌亡满目 但是每个标价 基本都是六位书记 饶视高荣海这样的小老板 也感觉到心中发虚 只有旁边的杨峰 倒是在此时摸着下巴 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你也要买石头吗 赵竹威的声音又一次出现在了旁边 杨峰在此时才回过神 发现赵竹威此时的手上 正在晃着刚才买下的翡翠玉镯 笑盈盈的似由所指 高荣海知道赵竹威不搭理自己 倒是聪明的没有上去凑热闹 我想要碰碰运气 杨峰随口地回答着 赵竹威的眼睛眯成了月牙状 嘿嘿道 你刚才好像对这个手镯情有独钟 嗯 杨峰小声地嘀咕着 说了自己不小心看走眼 把手镯当避祸卖他的事情 此言一出 旁边的陈积月都连连摇头 道 威姐 我就说她肯定是瞎猫碰到死耗子的了 连遇到好坏都分不清楚 别胡说 赵竹威轻轻打断 摸着下巴思索了一下 随后道 要不这样吧 今天咱们再合伙一次咋样 她的意思是跟那天一样 自己出钱让杨峰挑选石头 杨峰看她似是又兴起的模样 脑脑头无奈道 那天是运气好而已 我今天可没什么大气韵傍身 这里的石头都很贵 可别赔本了 没事 刚才我们买古董 还剩下一点钱吗 赵竹威嘿嘿笑着 她所说的一点 可就是一百多万 杨峰略微有些犹豫 不过此时旁边的高荣海 已经站了出来 嘿嘿笑道 赵小姐 我是杨峰的朋友 也是一家翡翠玉石店的老板 我从业已经十年了 要不我给你选几个 你也懂 赵竹威奇怪地看着高荣海 后者一听 立马拍拍胸脯道 那是自然 我通过表皮和开窗 就能分辨出原始的好坏 也算得上内行了 谢谢 不过我还是想跟杨峰合伙哦 赵竹威婉拒了高荣海 后者顿时郁闷到了极点 杨峰看她执着 也只能道 那行 我一会儿打算买几个石头 我看那边的比较便宜 我们就买那的吧 嘿嘿 行呀 赵竹威笑眯眯的表情 带着陈吉月 已经朝着大厅的右侧 角落过去 那边摆放着一些大厅内 相对便宜的石头 杨峰刚要追上去 却被高荣海拉住道 杨峰 你跟赵小姐 到底什么关系啊 他咋对你这么好 这是我第二次见他 阿呸 少糊弄我 高荣海乃能相信这鬼话 又继续道 那你一会儿 真打算要跟他一起买石头啊 你对这个 真的很懂吗 上次那个 你该不会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吧 其实高荣海回去之后 仔细地想了想 总感觉不对劲 自己从小认识杨峰也十几年了 现在还是住同一个小区 可是自己却根本没有听过 他跟人学过赌石的事情 杨峰摇摇头 道 上次那个是顾老板特意关照我的 等会挑选 就指望你给我把把关 啊 高荣海愣住了 不过这个时候 赵竹威和陈吉月 已经在叫着杨峰了 杨峰也走到了二人身边 来这里看的人不少 整个大厅有着几十个人 在旁边还有个小厅 摆放着切割机 他们在挑选石头的时候 小厅内也传来了高兴和沮丧的声音 我靠 老子这三百万 一刀下去就切没了 真倒霉啊 这欲点连不起来 不行 再来一刀 我不服气 随着切石头的人逐渐增多 抱怨声也多了一些 赌石赌石 要是赚钱的人比赔得多 又怎么能叫赌石呢 他们那边高价买的原石橙色 都好像不太好啊 威姐咱们 真的要在这里选吗 陈吉月听着隔壁的抱怨声 有些心虚地看向赵竹威 不管怎么说 那一百多万块钱 有钱也不能这么白送出去啊 赵竹威在此时看向了杨峰 问道 你看上什么石头了吗 这边的石头 好像普遍四五十万起 重量大概几十公斤的样子 杨峰思索着 旁边的高荣海仙开口道 这边的石头 表皮看上去都一般般啊 最多也就开出橙色一般的糯冰种 而且里面的橙色不稳定 可能只有一小部分有欲 剩下的都是废料 跟其他地方相比较 这里的便宜东西 确实是橙色不好 杨峰四处看了看 装模作样的 用手电筒照了照 随后突然指向一个三十多公斤的石头 就这个吧 杨峰开口 吸引了旁人的注意 毕竟有赵竹威在这里 本就是引人注目 不过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男人的声音也从背后传来 殷勤道 竹威 你真的在这里啊 这个惊喜的声音出现 打断了大家对于赵竹威的关注 众人回过头看去 立刻认了出来 这是江城长青贸易集团的少公子 朱云 江城是个贸易大城 而长青贸易能在这座城市 有一席之地 可见其地位 但他的出现 却让赵竹威活泼漂亮的脸颊 露出了不悦 你怎么又跟来了 赵竹威不满 朱云连忙走过来 殷勤道 我听伯父说 你可能会在这里玩赌石 所以特意带来一个老师傅 他可以帮你选一些石头 到时候肯定能开出好东西 在朱云的旁边 确实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这家伙是赌石行业内 都极有名气的刘金宝 外号叫做钻石手 之所以能得到这个名声 是因为他在赌石的时候 有着特殊的辨认办法 能够比常人更加容易 看出一块石头的好坏 曾经最高的时候 帮人开出来过一块 价值过亿的玉石 刘金宝出现在这里 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只有赵竹威 此时根本没有搭理他 不满道 我已经选完石头了 用不着你帮忙 就是这小子选的 朱云似乎看出了情况 赵竹威冷哼一声 道 有什么问题吗 竹威 虽然家里也不差这点钱 可是这小子 也不知道是从哪冒出来的 他 对我朋友说话尊重点 赵竹威直接打断 朱云只能停顿片刻 随后道 但是不管怎么说 赌石都应该找行业内的人来看 我带来的人业内 可称之为钻石手 这小子能有他的眼光吗 朱少 依我看这个石头 如果买下来 恐怕是一定亏本的 刘金宝在此时开口说话了 他的话 立刻让朱云大喜 连忙转过头道 朱威你看 这小子十有八九 是忽悠你呢 怎么 你还要教我怎么花钱 赵竹威活泼的脸上 已经露出了几分大小姐的气色了 毕竟是赵家的独苗 从小到大 都是当大小姐的人 朱云的心中憋屈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的刘金宝继续说着 这个人好像不太懂赌石 他选的这个石头 糟糕透顶 此话一出 让朱云大喜 而旁边的其他人 则是纷纷看向了刘金宝 毕竟是圈内有名的钻石手 众人还是想要在他身上 学到一些东西 赵竹威虽然不想听他胡说 可是却也有些好奇 朱云更是得意道 老刘 你就说说这个石头的问题 免得让这个小子 在这坑蒙拐骗 胡说八道 他得瑟的小表情 瞥了一眼杨风 杨风倒是并没有生气 一如既往的平静站在旁边 刘金宝只是缓缓走到了石头面前 指着石头表面的一片微弱绿色 道 这个石头的表面 虽然已经展现出了非常多的绿 可是在内行中 有您买一线 不买一片的说法 什么意思 旁人问着 刘金宝露出笑容 道 意思是 宁愿买一线的绿袋子 也不要买一大片的绿色表现 绿袋子可以渗透到翡翠内部 沉到石头内部 而片色大多是跑皮的暴松花 一般情况下很薄 也有人总结为片色如纸 线色沉 刘金宝的话 让众人都在此时明白过来 紧接着 刘金宝又继续道 而且这个石头 还有另外一个更加致命的问题 先生请讲 旁边的人听得已经入迷 刘金宝指着石头的另外一边 道 这边已经显露出些许的紫色 在夜内称之为春色 一般赌石都知道有春色死这四个字 简单的说 就是紫色的翡翠跟绿色 是很难共存的 所以再加上刚才另外一边 大片绿色表现 可以直接判断 这是一块废料 他的最后一句话 几乎就是给这个石头判了死刑 现场的人听了 无不是点头赞许 朱云更是在此时得意到了极点 看向了杨峰道 小子 听到没有 这个才是大事 你敢把一块废料给诸位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旁边围观的众人听了 也看着杨峰露出几分遗憾 他们不少人 都是从拍卖回过来的 认识这个小子 刚才还跟韩云福交朋友 对于古董辨别似乎有些东西 可是到了这个赌石的时候 他显然就是装腔作势 硬着头皮胡说了 杨峰感觉到周围人那嫌弃的目光 还有朱云得意的表情 他并没有生气 而是看向了旁边的赵竹薇几人 此时赵竹薇的表情毫无波澜 反倒是问道 你的人说完了 主位 你都听到了 就算家里再有钱 也不能这么祸祸 你说这 那个人过来一下 我就买这个石头 赵竹薇没有理会朱云的话 直接对不远处的工作人员叫着 这可让那工作人员愣住了 就连旁边的陈吉月和高荣海都意外 别人都直说 这石头是个废料了 赵竹薇竟然还敢买 要知道这个石头的价格 可是飙了四十万 杨峰的心中 其实颇为感动 只有朱云在此时着急了 连忙道 竹薇 你怎么就相信这个小子呢 这么垃圾的一块原石 他就是故意胡说八道的 你 这位帅哥 老是在我面前指着我鼻子骂 这不好吧 杨峰终于在此时说话了 朱云冷哼一声 直高气昂地看着他道 小子 你只不过是无成本的 在这里骗人罢了 莫非你还真以为 这石头能开出东西 我觉得可以 杨峰微笑 朱云本来是想要激怒杨峰 见他不生气 自己反倒是急眼了 道 那你敢赌吗 现在 难道不是在赌吗 杨峰好笑地看着他 朱云冷哼一声 道 你我额外的赌局 如果这石头 要是开不出好东西 你就自己 把这石头的钱给了 别让女人给你花钱 如果要是开出好东西呢 哼 那我再单独给你一百万 这里有如此多人作证 朱云高昂着头 看向了周围的人 如此多人在江城 都算得上是 有头有脸的人物 不过就在他话音刚落的时候 赵珠威先开口道 朱云 我跟我朋友玩赌石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更何况赌石营啊 本来就是小概率的事件 你怎么好意思拿这个出来打赌 看得出来 其实赵珠威也很清楚 十读九书 朱云撇撇嘴 道 珠威 这小子摆明了 就是糊弄人不嫌是大 我只不过是想要帮你省点钱 也免得被人忽悠 罢了罢了 这小子既然不敢接赌局 只敢躲在女人背后的话 那我也就算了 他的言语中充满了讽刺 也让周围的围观者摇头 不过杨峰却在此时目光平静 开口道 我答应你的赌局 什么 众人一愣 没有人想到杨峰竟然会真的答应 要知道 根据刘金宝的话 这个石头几乎不可能开出东西 更何况 看杨峰的打扮不太像是有钱人 竟然真的要为了一时冲动 花费这么多钱 赵珠威也有些担心 拉了拉他的衣角 小声道 你不用打理他 这 没事 就当堵着完了吗 杨峰打断了赵珠威 看他脸上淡淡的笑容 没有担心和紧张 可赵珠威却是觉得不对劲 高荣海也在此时 小声道 哥们 要不见好就收吧 你昨天才刚刚挣了那四十多万块钱 没必要今天就全赔进去吧 没关系 千金散尽还付来吗 杨峰平静地回答 赵珠威见他如此执着 也只能道 那行 就这块石头 拿去开吧 其实赵珠威都想好了 如果真的没开出东西的话 那就自己私下 把钱给杨峰 只是有了朱云这一闹 整个会场都在此时 变得有些振奋了起来 随着石头 抬到了小厅的切割机上 所有人的目光 也聚集在了上面 众人都在此时充满期待 只有高荣海几个人 心中紧张到了极点 而在看朱云 此时满脸得意 自己随便一击 这小子就上当了 这次定然要让他赔得倾家荡产 伴随着切割机的铿锵声 石头的侧面被一点点的切开 也是在这个时候 众人的眼睛睁到了极大 我靠 怎么可能 众人已经看到了一部分横切面 竟然是满绿色的苹果掠 而随着切割机停下 整个切面露出来 这赫然就是一个果冻中的苹果绿翡翠 哇 现场一片哗然 朱云和刘金宝二人的表情 在这个瞬间凝固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刘金宝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刚才根据外表看去 这个分明就应该是一个废料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横切面 是果冻中的满绿色呢 好家伙 就凭这一面的橙色 这个三四十公斤的石头 就足够卖三百万以上了 一个人在此时感慨 一刀 竟然就将这个石头的价值 直接翻了将近十倍 就连放弃希望的赵竹威 也在此时顿时惊喜了起来 魏剑 咱们发来 陈吉月兴奋的样子 他刚才都沉默了 现在才反应过来 杨峰说的 竟然是真的 这不可能 我可是钻石手 眼光绝对不会出错的 刘金宝在此时开口了 这只是巧合 对 这是巧合 里面一定会变种 他此时急眼了 语调着急的 又带着几分嘶吼 旁边的朱云 更是在此时气急败坏道 小子 你敢再切一刀 看看里面有没有变种吗 他的话已经有些过分了 旁边一个人听不下去 哦 朱公子 人家这一刀 已经赚了将近十倍了 你还非要人家 再切一刀不合适吧 就是啊 依我看这一刀下去 就已经可以卖了 我 不 杨峰突然在此时 打断了他的话 微笑道 既然朱公子开口 要再来一刀 那就再切一刀吧 此话一出 又是震动众人 这家伙疯了 被人刺激一句 竟然就要放弃 这稳稳的幸福 要知道 如果下一刀 要是切垮了的话 这块石头的价值 也几乎可以说是 大打折扣了 不如趁着现在 大转的时候 直接给出手了 但是朱云听了 却是心中大喜 连忙对着那工作人员 叫道 快点切 听到没有 他说再切一刀了 此时的朱云 就寄希望于 这一刀切垮了 那工作人员 有点犹豫 看向了杨峰 得到了后者的认可之后 才在另外一边 缓缓地切了下去 而这一刀所在的地方 正是刚才带着春色的方向 按照大部分情况下 春不生绿 所以这一刀下去 必然是不会有 之前那种满绿色的 可是让众人 都难以置信的是 这一刀下去 春色的表皮 被缓缓地卸下来 而在里面 除了一些 极少数的春色之外 剩下的 竟然又是绿色果冻中翡翠 这一次 众人没有哗然 而是齐刷刷的沉默了 他们面面相去 随后所有人 看向了杨峰 眼中充满了崇敬 只有朱云和刘金宝 在此时崩溃了 二人的身体一软 似乎都在这个时候 失去了力量一般 竟然真的 有这种事 刘金宝的声音都在颤抖 他根本不会想到 自己鉴定为废料的石头 在此时 又是如此漂亮的一刀 只看这个橙色 如今这个石头的价值 已经在千万之上了 要知道 这块石头的分量 可有四十公斤 而一个果冻中的满绿玉琢 都可以随随便便 卖几十万块钱 两刀如此完美 即便是变种 也不会变到哪去了 此时别的不说 我买了 赵竹威毫不犹豫地开口 他家就是翡翠生意的 如今有这么好橙色的翡翠 又再可能轻易放过呢 杨峰听到赵竹威要收购 便没有再切下去 抬高这块翡翠的价值 而是道 那让人来估个价吧 一边说着 杨峰看向了 旁边已经双目无神的朱云 朱云此时清醒过来 咬牙切齿地盯着杨峰 道 小子 你 一百万 想必朱公子应该不会在 如此多人的面前耍赖吧 杨峰的言语中带着几分打趣 周云看着四周的江城名流 死死盯着杨峰 道 我记住你了 说吧 他一招手 让人给杨峰打了一百万 随后脸红地离开了这里 众人也在此时看向杨峰 今天这个事情 可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没有想到 杨峰竟然真的有这样的眼光 而这块石头 最终的估价也出来了 能达到一千三百万的级别 不过杨峰却坚持觉得 这是自己跟赵竹威合伙买的 便只要六百五十万块钱 赵竹威觉得杨峰真的很有意思 明明自己看上去不是很有钱 可是对于不属于他的钱 即便是巨款 也一分不收 让人带走了这块石头之后 杨峰几个人 也一起走出了这家酒店 此时的酒店大门口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杨峰挠了挠头 问道 那什么 你刚才买的那个玉镯 能不能卖给我 这个玉镯没花钱买的 那坑你的老板 已经因为诈骗被抓进去了 赵竹威把玉镯递给了杨峰 杨峰又见到熟悉的玉镯 心中顿时激动 道 谢谢你 没关系 不过过两天 我会去找你 到时候可能有事情 要找你帮忙 可不要拒绝哦 赵竹威的大眼睛眨巴 杨峰听得奇怪 问道 什么事情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再见了 赵竹威挥挥手 带着陈吉月离开了这里 杨峰挠了挠头 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总感觉 这个大小姐怪怪的 不过就在此时 他却突然发现 旁边有一个诡异的目光 在看着自己 转过头 竟然是高荣海的眼睛里 透出的羡慕极度恨 重色轻油 高荣海咬着衣领 眼神中的羡慕 都快要流泪了 杨峰有些无语 道 你小子没毛病吧 住口 你这里有钱人 高荣海的语气中含泪 道 刚才竟然没有跟我一起 选一个玉石 说好一起穷到头 你却偷偷举了油 杨峰有些不知该怎么办了 不过就在此时 里面却走出来了一个 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他看见了杨峰 刚才在拍卖会里的事情 主动过来打招呼道 杨先生好 我叫向盛辉 希望能跟您交个朋友 你 你好 杨峰有些僵硬打招呼 向盛辉似是看出杨峰的想法 微笑道 你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对赌食感兴趣 我其实是一个古董收藏家 一边说着 他事意随从亮出了 自己买的古董 杨峰看上去 还真是不熟 足有四五件 看上去价值不菲的东西 我看到刚才老哥能通过观察 就发现了那件青花瓷的破绽 否则我差点就出高价买了 所以也是特地来道歉 向盛辉微笑 看上去十分的随和 杨峰点头道 谢谢 那只是一个意外 实际上 这个拍卖会还是很严格的 你不就买到了不少好东西吗 哈哈 不过是各位朋友给面子 不跟我抢罢了 向盛辉笑着 杨峰对于古董不太懂 看到眼前有如此多的真古董 倒是真的好奇了一些 哦 对了 我能看看这些东西吗 先生开口自然是可以 正好你也帮我看看真假 免得青花瓷的悲剧重演 向盛辉微笑 杨峰拿起了一个青铜碑 好奇地看了看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用灵眼 看看这种真古董的价值 他的目光一点点的深邃 看着面前的青铜碑 也是在这个时候 杨峰突然发现 青铜碑上 游离着一股特殊的朦胧气息 这是自己在任何地方 都没有看到过的 咋回事 杨峰的心中嘀咕 再朝着其他古董看去 他发现这些古董上面 竟然多数都有着 这样的特殊气息 此时的杨峰 突然感觉到了一点怪异 而就在他眼睛 如此盯着其中一个古董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眼睛 和这上面浮动的灵气 连接了起来 紧接着 杨峰突然感觉到 这股灵气朝着自己飞过来 缓缓地进入到了自己的丹田 而这一幕 只有杨峰自己能看见 旁边的人还以为 他在欣赏古董 根本没有打扰他 随着这一股灵气 缓缓进入到身体内 杨峰感觉到 自己体内似乎壮实了一些 之前因为用眼睛的疲劳 也在这个时候减弱了一些 杨峰愣住了 这是 杨先生 您怎么了 向盛辉奇怪地问着 杨峰清醒过来 干咳一声道 没什么 这些都是好东西啊 向先生果然是买到宝贝了 哈哈 其实我是想说 刚才看杨先生的模样 应该也是个圈内人 所以如果以后 要是有什么好宝贝 可一定要联系我 我会高价收购的 向盛辉说着 给杨峰留下了 自己的电话号码后 离开了这里 杨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总感觉到奇怪 这个人买的古董 大部分都有那种特殊灵气 难道只是巧合 他的心中泛起嘀咕 不过在这种时候 旁边的高荣海 已经看向了他 道 杨峰 你要不要回家 你今天挣了大钱 赶紧请我吃顿好的 你小子别太羡慕了 我就是运气好 不过以后 咱俩迟早会发财的 杨峰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过二人 还是趁着时间还走 去找了个地方 入串喝了几杯 杨峰刚刚吸收了 这让他对那些 带着灵气的古董 越发感兴趣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杨峰的电话却响了起来 是刘青岚打过来的 杨峰刚刚拿回了他的手镯 此时心情大好 接起来便问道 刘青岚 你有啥事 你在哪 我刚赚了一笔钱 我手镯还在你那没 刘青岚一如既往豪爽的声音 杨峰听了 马上说出了自己的坐标 而刘青岚很快就到了这个夜市 烧烤店内 刘青岚从外面走进来 看见杨峰和高荣海之后 倒是爽快道 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我去 是个妹子 高荣海一看见女的 顿时眼睛都在冒绿光 不过刘青岚的性格 一向都十分的大大咧咧 没有理会他的轻挑 而是坐到杨峰对面道 我刚才把借的钱给你转过去了 我玉琢还在吧 在这呢 杨峰把玉琢递给了他 刘青岚看到了熟悉的玉琢 这才脸上露出笑容 看得出来 这个玉琢对于他十分重要 即便是当初那么缺钱 玉琢的时候 店内却有一个男人 顿时盯上了他们 只不过高荣海在此时却惊奇着 哎 这个玉琢就是他的呀 嗯 你还给别人看了 刘青岚奇怪的表情 杨峰的老脸一红 瞪了一眼高荣海 示意他不要乱说话 毕竟现在的玉琢已经拿回来了 可别就在让刘青岚知道 自己之前被骗的事情 不过好在刘青岚也没有再多问 二十道 对了 你们咋突然想起来这里了 来参加个拍卖会 随便看看 这小子都挣了七百多万了 你还敢说随便看看 高荣海这一次可是憋不住了 这话一出口 刘青岚都是一个踉枪 差点摔到了椅子下面 吹牛不带这么吹的吧 刘青岚瞪大眼睛 杨峰无奈 其实他说的也是真的 所以你要是缺钱的话 我现在还能见你点 嘿 你挺仗义的嘛 刘青岚咧嘴一笑 道 还以为你会活在前女友的阴影里 没想到走出来的这么快 不过 你也不用啊 最近我再跟人做了点生意 也不太缺钱 做生意 对啊 所以前两天手机关机了吗 刘青岚满不在乎 道 回头再给你慢慢解释吧 这里人太多了 看得出来 刘青岚做的应该是很隐秘的事情 杨峰也没有追问 不过 高荣海见到个妹子 倒是在这个时候 献起殷勤 刘青岚也是个爽快的人 大快朵頤的吃东西 没有在乎旁人目光 三个人在这里吃完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等到他们离开这里之后 一路上轻松的朝着家里走去 高荣海顺便也在此时 添油加醋的 把杨峰这两天挣钱的事情给说了一遍 刘青岚听得一愣一愣 没有想到 你被开除之后 反倒是开窍了 刘青岚打趣着 杨峰无奈 道 就是运气好 本来想着 就剩下一点钱破釜沉舟 随便玩玩 没想到 就正好挣了一点钱 哎 人有钱了之后 是不是都喜欢 开始不说人话 刘青岚鄙鄙视的表情 他跟杨峰的关系 那可真是 从小到大的铁哥们 刘青岚小时候 就很像男孩 那时候跟杨峰这些人 天天招猫斗狗 也是高中的时候才分开 后面又到了一个城市工作 几个人 走在夜晚大街上 闲聊散步 不过 就在他们到了一个 无人的街道之时 高荣海看见了前面的黑色人影 道 哎 前面那个人在干什么 他的话 让刘青岚和杨峰看过去 是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衣的 蒙面男人 此时正好挡在了他们的去路 大晚上的 在这玩cosplay呢 刘青岚也感觉奇怪 不过他们 总感觉不对劲 因为这个蒙面人露出的那一双眼睛 带着无穷的冷裤 交出玉拙 人可以走 蒙面男人的声音 十分低沉 冷力的似是如同刀子 几个人脸色也变了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 玉拙竟然就被盯上了 妈的 你什么档次的 一个人就赶来抢我们三个 高荣海在此时怒了 喝了点酒的他 当即上前 凭借着体型优势 上前就想要给蒙面人一个大逼兜 可就在他抬手的瞬间 蒙面人的眼中闪过一道凌冽 身形朝着后面退了半步 一脚直接打在了他胸口 咔嚓 骨头裂开的声音传来 高荣海的身形 瞬间被踢飞出去机密远 撞在了墙角滑落下来 这让刘青岚和杨风 都瞬间清醒了 高荣海在此时 感觉到彻骨的疼痛 只有对面的蒙面人 此时目光一如既往的冷峻 我不想再重复刚才的话 蒙面人的声音 又比刚才低沉了几分 这是个职业打手 不 是职业杀手 可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冲着自己来 杨风的心中也感觉到震惊 刘青岚在此时紧张到了极点 他没想到 自己刚才还是漏才了 我 刘青岚刚要服软 可就在这个时候 杨风却先开口道 这位朋友 我还有几百万块钱 你先放他们俩走 我把钱给你 杨风以为这人图钱 可是蒙面人却冷笑一声 道 就你那点钱 我没有兴趣 可 够了 我就数三下 蒙面人的手上亮出了一把匕首 锋刃在黑夜中透露出死亡的良意 杨风本来不想跟他交手 一来此人是个职业杀手 二来他知道自己的眼睛一旦用多了 就会陷入到极度的过劳疲惫 可现在的情况来看 是不得不动手了 要不 把手镯给他 我们的安全重要 刘青岚不想连累朋友 杨风摇头 问道 这个玉镯应该对你很重要吧 刘青岚低头 没有说话 这是他去世的母亲 留给他的唯一信物 杨风明白过来 向前走了一步 摇头道 说实话 本来想要和平把事情解决的 看着他的身影 躺下的高荣海和刘青岚 都奇怪地看向他 这家伙 在这种时候 还想跟杀手吹牛逼 蒙面人更是没有想到 杨风竟然敢在这个时候 站出来 小子 在我面前装枪做事 只会自寻死路而已 蒙面人眯着眼睛 杨风的表情依然平静 道 如果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哼 找死 蒙面人冷哼一声 手上的匕首 在此时闪烁的寒芒 让人感觉到背后发凉 刘青岚此时纵然是想要阻止杨风 可对面的蒙面人却已经上前了 他的速度极快 甚至于让人看不清他的动作 只是瞬间 他的匕首便已经出现在了杨风的面前 而此时的杨风的眼睛 看着眼前蒙面人的动作 又是定格那般 缓慢到了极点 刷 匕首看上去凶猛地朝着杨风的胸口刺去 蒙面人想要一击干掉杨风 然后抢走刘青岚的玉拙 可就在此时 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眼前的杨风 杨风竟然是预判了他的动作了一般 朝着旁边一个轻松的躲闪 匕首正好扎空 杨风感觉到自己的行动 竟然又比之前更敏锐一些 抓住了眼前蒙面人的胳膊之后 膝盖直接砸在了他的小腹上 蒙面人顿时为海翻腾 可还不等他再有动作 杨风又是一脚踢在了他的胸口 扑 一口鲜血吐出 蒙面人被击退了鸡米远 你 你竟然 竟然有这样的实力 蒙面人傻眼了 杨风眯着眼睛 道 我说过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给我等着 蒙面人说完 看着旁边的一道围墙 纵身一跃地抓着围墙的顶部 翻了过去 消失在了视野中 从刚才的交手 他就知道自己不是杨风的对手 而杨风也没有继续追 他没有那个体力 而且这个人看上去 没有那么简单 也不宜冒险去追 只是他感觉到 自己今天似乎又比昨天强一些 难道是因为 吸收了之前那个古董的灵气 杨 杨风 你没事吧 刘青岚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打断了他的思索 杨风回过头 下意识地朝刘青岚手上的玉镯看去 此时的玉镯 竟然也显露出了 跟那古董一样的灵气 我好像明白了 杨风在此时恍然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刚才那个职业杀手 宁愿要这个玉镯 都不要自己的几百万 这人恐怕就是冲着这东西来的 可是除了自己之外 竟然还有人知道灵气的存在 杨风的心中 感觉到了几分危机感 不过刘青岚此时 只是呆呆地看着他 自己跟这回认识这么久了 怎么不知道他还有这身武艺 杨风对于这个也没多解释 随便敷衍了几句之后 才到 这个东西 你可得收好 可能还会有人抢 啊 刘青岚一脸猛逼 杨风不能多解释 只是提醒了几句 不过就在二人说话的时候 一个幽怨的声音 从不远处传来 二位 能不能先关心一下病号啊 这个幽怨的声音 正是在墙角躺着的高荣海 刚才喝了点酒 本来还有些醉意 现在全醒了 杨风叫了救护车 顺便报了警说自己被抢劫的事情 等做完这一切 杨风回到了家的时候 也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杨风疲累的倒头就睡 第二天 日上三干 杨风在家中随便的吃了一些东西之后 打开了电视 此时的电视里正在播放新闻 是一个叫做江城清零科技集团的公司 在本地搞出了什么厉害的机器人 这是一家江城本地的高科技企业 不过让杨风意外的是 他听到了新闻里说 这家公司CEO名字正是林雪 巧合 杨风感觉奇怪 不过那天看林雪 似乎真的是有钱人 算了 不想这个了 杨风摇头 他还是得想办法挣钱 虽然手头上已经有几百万块钱了 可是对于杨风来说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尤其是尝到了甜头的他 更是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停下来 但要是每次都说自己是赌食挣到钱 那用不了多久 就一定会被人怀疑的 要不我也弄个公司 杨风的脑海中闪过一缕灵光 如果自己弄个公司的话 到时候就能算是公司产出了 也不那么容易被人怀疑 去医院找高荣海去 杨风当即想到 这种事情找高荣海错不了 这小子人还不错 而且跟自己认识这么久 算是信得过 到时候 自己肯定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经营公司 而他又有开店的经验 想到这 杨风便毫不犹豫地出门 作为没车的穷人家 杨风把所有的钱用来买房子了 如今要去医院也只能打车 他现在也没时间买车 便匆匆地到了医院内 昨天高荣海想要跟人动手 还好那杀手 只是弄断了他的一根肋骨 检查之后 没有太大的问题 休息一个月便能好 不过就在杨风准备走进医院 住院部的时候 迎面却走出来了七十多岁的老人 他似乎有什么急事 正好迎面撞上了杨风 杨风的心中郁闷 大碍于对方是老人 刚准备要问有没有事的时候 眼睛却下意识地捕捉到了 这老人眉心的一团黑色 嗯 老人家额头上有眉灰 杨风提醒着 这老人有些奇怪 拿出手机照了照自己的额头 却发现 上面除了褶皱之外 没有任何东西 哎 年轻人你这个可就不厚道了呀 我撞了 你是不小心的 你可不能拿我老头子寻开心啊 老人的性格倒是不错 杨风感觉奇怪 回过头再看 发现老者眉心的黑雾又消失了 咋回事 杨风泛起嘀咕 不过此时的老人 似乎还有什么事情 便急匆匆地朝外面走去 杨风似乎在这个时候 猛然反应过来了什么 又回头叫住他道 等等 年轻人还有事 老人奇怪的表情 杨风将丹田之气聚集在眼睛里 果然看出了 眼前老者的眉心之间有着那团黑气 这个在古代可就是硬堂发黑啊 而那天给自己这双眼睛的老者曾经说过 自己的眼睛可以趋及避凶 莫非这就是其中的征兆 杨风看着眼前的老人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 只能开口道 老先生 您最近可要注意身体啊 哈哈 多谢你的关心 没事我可就走了 老人没当回事 爽朗的大笑一声朝着外面走去 杨风看他见朗的样子 觉得自己应该是多想了 便朝着高荣海的病房走去 而杨风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刚进去不久 正在外面走着的老人 便脸色逐渐痛苦 随后 直接马路旁边倒下 此时的杨风 刚走进高荣海的病房 哥们 你今天这么快就来看我了 高荣海看见杨风 立马在那想要打招呼 杨风把水果朝着旁边一放 无奈道 你小子消停便 医生说 你的病最少要休养一个月 哎呀 这波医院太无聊了 电视里也不给放点攒劲的节目 高荣海满脸遗憾 他住的还是个单人病房 自然是无聊到了极点 杨风摇头 无语着 你小子是不是以前卖片卖多了 现在开始怀念从前 要不你趁着人家护士不在 我弄点片子 进来你慢慢看 嘿嘿 开的玩笑嘛 不过你今天咋一个人来的 昨天跟你在一块的那个美女呢 高荣海的眼睛朝着后面看去 杨风的脸色一黑 道 你小子什么时候 看见妹子就走不动到了 那么多年的月片 经历全白瞎了 你懂个屁 我就觉得 昨天的妹子对我脾气 你喜欢母老虎或者男人婆 你是没从小认识她 我跟你说 她 杨风的话刚说到一半 突然感觉到背后发凉 猛地回过头 正是刘青岚杀人的目光 在盯着自己 刘 刘姐姐 你啥时候来的 杨风的语气顿时僵硬 刘青岚眯着眼睛 我要是不来 就听不到这么精彩的演讲了 我 思 啊 杨风感觉到自己的胳膊肉 被重重地揪住 撕心裂肺的惨痛叫声传来 就连躺在床上的高荣海 都在此时背后发凉 这姐姐 果然彪悍啊 哼 我带了一点吃的 赶紧吃吧 刘青岚报复完之后 给高荣海递过了一份肉丸 高荣海顿时惊喜 道 生病住院 第一次有妹子给我送吃的 我这前面二十多年白活了 你别误会 我就是因为你受伤是被我连累 所以才来看看你的 刘青岚撇撇嘴 杨风无奈 指得道 我没她那么虚伪 我这次来是找你小子商量商量 开公司的事情 她把自己要开一家 玉石公司的事情 跟高荣海和刘青岚说了一遍 杨风最后还转头问着 对了 刘青岚同志有没有兴趣一起 我这两天没时间 哎 你昨天说跟朋友做生意 你干啥呢 杨风也是这才想起来 刘青岚倒是没有要隐瞒 就是道 我跟一个朋友在翡翠的物流中心呢 他 就是这里 还不等刘青岚的话说完 门口突然传来了激动的声音 这让几个人都朝着门口看去 几个看上去西装革履的男人 最前面的看上去是个大领导 连忙走到杨风面前问道 您是不是见过林老 林老 杨风奇怪的表情 疑惑到 我没听说过呀 就是之前在医院门口 你跟他打招呼的老人 哦 我想起来了 有事吗 请您跟我们去楼上病房一趟 这人表情大喜 连忙邀请着 杨风感觉这家伙很奇怪 不过还是起身跟着他离开了 此时在楼上的VIP病房外 走道内已经站满了人 而此时病房里面 安静的可怕 杨风跟着人走进了病房 奇怪道 叫我过来有什么事情吗 他看病房内 似乎都是社会名流 怎么还跟自己过不去呢 林总 刚才老爷子嘴里 念叨的就是这个人 这人立刻跟在病床旁边的女人 汇报着 杨风这才看清 病床上此时躺着的病号 正是自己中午 有过一面之缘的老人 此时的他已经全然没有了之前见了 躺在床上 脸色苍白 彻底的失去了意识 床边坐着的女人 缓缓转过头 他看见来人竟然是杨风 瞬间便愣住了 是你 这人不是其他 正是林雪 而杨风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又在这里见到他 那啥 叫我过来是有事吗 杨风更加奇怪了 你今天是不是跟我爷爷见过 林雪询问 杨风点头 说了自己中午 见到他爷爷林景华的事情 林雪明白过来 可随即又是疑惑地看着他 道 你懂治病 不太懂 就是会一些官人说 杨风随口解释着 又补充道 我之前认了个师父 他懂得许多 所以我跟他学了一些 原来如此 林雪似乎明白过来 可看着床上躺着的林景华 担心道 我爷爷这次 能撑过去吗 要不我看看 杨风虽然不懂治病 可是却能通过眼睛透过身体 看出一个人的生理状况 找到病因 林雪点点头 主动地让出了位置 而病房内的众人 也在此时紧张到了极点 他们其中 大部分都是公司的高管 还有老爷子帮助过的人 听说林景华生病 便匆匆地赶了过来 可在听到医生说 根本找不到病因 不知如何医治的时候 又是心中咯噔 如今 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家伙 真能找到病因 杨风走到病床旁 眼睛看着床上的林景华 随着眼睛逐渐穿透躯体 杨风发现 林景华的身体表面 并没有太大的毛病 但是却脖梗处 却似乎卡着一团黑色 嗯 杨风有些不解 但他还是缓缓地走过去 想要把林景华的脖梗扶起来 可就是这个动作 顿时让房间内的人 想要阻止 让他看看 林雪的声音叫住了众人 但此时杨风的动作 看上去极其不专业 一个医生也在此时忍不住 担忧到 林总 林老的身体本来就虚弱 要是这么折腾 万一要是 医生没敢再继续说下去 可言语中却透露出 对杨风的不信任 其实林雪的心中 也是十分忐忑 尤其是在听到了医生的话之后 更是紧张地看向了杨风 这个医生 其实是隔壁医院 赶过来的顶级医生 连他都无法诊断的病因 杨风能诊断出来 你 真的行吗 林雪有些担心地看向杨风 杨风缓缓地放下了林景华 转过头问道 你们从仪器上 有没有检查到 他脖子的问题 脖子 在场的人愣了一下 那医生听了 更是在此时 忍不住地露出几分比 这位年轻人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林老在昏迷之前提到 让你过来救他 可你如今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有问题 这种病情 如今林老十分痛苦 失去了意识 这病症 要么在大脑 要么就是肝脏等地方的障碍性疾病 怎么又跟脖子扯上关系呢 医生已经可以确定 杨风就是在信口开河 此时的林雪 也感觉到杨风似乎不靠谱 但是 看他的表情 并不像是开玩笑 与此同时 人群中突然有个紧张的声音 叫着 快看 林老好像又开始了 此言一出 众人朝着躺在床上的林景华看去 此时的林景华表情痛苦 脸色越发的苍白 额头和手心 甚至朝着外面滴答汗水 如此可怕的一幕 医生当即道 所有人出去 医生护士进来 医生已经准备施救 这次要是就不好 林景华可能真的就熬不过去了 但其实他自己也没什么信心 毕竟刚才能做的检查都做了 根本不知道林景华这次的病因是什么 不过 就在此时 杨风突然开口道 能给我准备一根针吗 我想试试 他的眼睛看着林景华的驳梗 那团黑气正在搅动 可在场的其他人已经怒了 当即指着杨风的鼻子骂道 开什么玩笑 都到这种时候了 你还想要浪费时间 要是林老有个三长两短 你 医生 你有多少把握救下我爷爷 林雪在此时开口询问 一旁的医生顿时沉默了 林雪明白过来 道 去给他找一根针 再给他两分钟的时间 什么 众人不可思议地看着林雪 此时的杨风虽然不懂医术 但是他却已经猜到了救治的办法 随着一根针 缓缓地扎进了林景华的脖梗处 杨风将甘甜之气 缓缓地顺着银针 灌入到了脖梗中 脖梗中的黑气在此时顺着银针 缓缓地流淌出来 周围的人在此时只看见了 更加痛苦的林景华 医生更是忍不住怒声道 你住手 你不过是在折磨病人 真是个混蛋 竟然跑到这边来招摇撞骗 林总 你快点让他住手 这小子就是个江湖骗子 他分明是想要害死林老 就连几个董事都在此时开口呵斥了 这些人想要制止 可此时的杨风根本没有理会他们 只能听见这些人痛骂的声音 还有着林雪在拦住他们的冷力语气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杨风的额头也滴答出汗珠 让在场众人惊奇的是 本来脸色惨白 十分痛苦的林景华 在此时突然缓缓地恢复了 怎么回事啊 林老好像恢复了许多 本来剑拔弩张的众人 一时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片刻后 他们才猛然注意到 刚才那根插进脖梗的银针 在此时已经变成了黑色 杨风把银针丢在了一旁的盒子内 露出了笑容 应该好了 杨风说完 看了一眼众人 随后平静地走出了病房 他没有与这些人计较 病床上的林景华 正好在这个时候醒了过来 他缓缓睁开眼睛 看着四周熟悉的面孔 掀开口问道 是谁救了我 刚清醒过来的他 意识还很清醒 所有人在这个时候 顿时沉默了 他们纷纷低下头 想起刚才对杨风的恶言相向 林景华似乎在此时 明白过来什么 用着有些虚弱的声音 却还是生气道 你们对人不敬吗 就完人之后他就走了 我会去找他的 林雪在此时主动开口 林景华看着孙女的模样 点头道 记住 这可是个能看出我病情的高人 他背后定然还有更厉害的师父 一定要找到他当面感谢 是 林雪不敢多说 林景华的心中叹气 其实他的这个毛病一直都有了 只是之前并不严重 可是没有想到 这次差点熬过不去 还好在昏迷之前 他想起了杨风跟自己说过的话 否则自己这条老命 真就交代在这了 不过此时比林景华更加震惊的 莫过于在场的人 他们亲眼看着杨风救人的场景 尤其是如此多人恶语相向的时候 杨风救完人之后 还能那样平静地离开 从始至终 杨风都没有看过他们一眼 这种态度 比训斥和责骂他们难受一万倍 甚至于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 想起来这件事 他们恐怕都要给自己一巴掌 然后骂着我真该死啊 而林雪也感觉到 杨风的性格 似乎真的跟一般人不同 只是此时的杨风 并没有再理会众人 回到高荣海的病房内 这小子还在休养 不过他还是特意请求着 杨风也答应下来 就当去熟悉一下翡翠市场了 毕竟现在的他 除了用灵眼挣了一些钱之外 对于这个市场并不是特别懂 他接下去 可是要做一个翡翠原始的贸易公司 到时候也方便选石头的时候 一起放进去当成是公司的货物 这就不容易被人发现了 不过此时的杨风并不知道的是 在江城一个隐秘的翡翠市场店内 一个熟悉的身影已经逃到了这里 这个身影刚进店内 便听到了严厉的训斥 福田 你昨天真的没有说谎吗 一个中年男人坐在店内 正是昨天想要抢劫杨风的蒙面人 此时的蒙面人退去了伪装 露出了本来的模样 瘦小的脸上 有着尖锐的小眼睛和长疤 在听见中年男人的训斥后 福田卫央连忙低头 用着不太标准的滑下语 道 村上大人 我可以保证 昨天我去了之后 那小子把我 把我给击败了 听得出来 福田卫央应该是刚掉过来不久的杀手 村上千家眯着眼睛 冷冷道 可根据我们的情报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而且窝囊到在几个月之前 被女朋友甩了 到现在还找不到工作 但 但我说的是实话 福田卫央欲哭无泪 昨天要不是自己跑得快 真就死在那了 那家伙的身手要是普通人 自己明天就去参加残傲会 村上千家看他不像说谎 摸着下巴嘀咕道 莫非这人平时都是在隐藏身份 绝对是这样 福田卫央立刻在此时开口 道 村上先生 这小子实力远高于我 甚至不像是个普通的极限 不像是个普通人 难道说 是华夏那个部门的人 村上千家立刻想到了什么 有些慌张道 不好 你必须立刻隐藏起来 很有可能已经暴露行踪了 这两个人 是岛国人 可是谁也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杨峰更是不知道 自己莫名其妙的 就卷入了一个惊天阴谋中 天色彻底的黑了下来 晚上八点多 杨峰到了市场内 帮高荣海看着店 门前市场大部分人都是卖伪料的 但却也是十分热闹 毕竟大多数人只是来随便玩玩 这个地方要比其他的市场更加便宜 只有十几平米的小店 货架上却摆满了各种翡翠原石 杨峰突然想看看 高荣海这小子收的货色 便认真地朝着货架上看去 不得不说的是 这小子还真没怎么吹牛 他确实有两把刷子 货架上的这些石头 或多或少都能值个几百上千块钱 虽然不算特别高的价格 但是高荣海的进货渠道 本来就是别人挑选过后的伪料 能拿到这些东西 其实已经不容易了 杨峰刚看完 门口也悠悠传来了个声音 请问还在做声音吗 这个声音的主人 正是白天见过的林雪 他的声音辨识度很高 如同冰山一样冷清 却又让人感觉到 如同月光洒在雪上的心旷神怡 杨峰走出来 看见林雪还是找过来了 无奈道 你有事吗 这是你的店 林雪走进去 店里就一个玻璃茶几 旁边放着几张小凳子 杨峰知道他为什么而来 提前道 我救你爷爷的事情 只是凑巧 我不是什么艺术大师 不愿意承认也没关系 我不会到处乱说的 林雪笃定了杨峰在装低调 他看了看四周的翡翠原石 问道 我想买点翡翠原石 你做生意吗 店是我朋友的 我只是帮他看着 那你要把朋友店里的生意 给推出去 这 行吧 那你看上哪个石头了 杨峰无奈 他感觉到 这姑奶奶就是来找事的 林雪扫了一眼 道 东西我全要了 能不能帮我送货到家里去 啊 杨峰愣住了 猛逼地看着他道 你要这么多石头干什么 别墅院子缺点东西点缀 我想用这个石头 每个小山 框鸡 杨峰一个亮呛 差点没摔地上去 听过有钱的 但是真没见过有钱人 是这么花钱的 但好歹是个大生意 而且是高荣海的店 自己今天帮他把东西全卖了 也省得他在医院里操心 行 我给我朋友打个电话 问问总共多少钱 杨峰拿出了手机 此时的高荣海在病房内 护士正给他检查着身体 他好不容易找到个人说话 正在那不断找话查 听见杨峰的电话 高荣海有些郁闷到 正在跟护士小姐姐聊天呢 你啥事啊 这边有人买石头 但是我不知道价格 上面都有写了编号 三位数按照数字开头 就是石头的价格 四位数的也是 他买的可能有点多 能不能给点优惠 杨峰看了一眼旁边的灵雪 高荣海此时哪有心思管这个 撇撇嘴道 我医院养伤呢 更何况就那破市场 能来什么大客户 又没几个有钱人去那买石头 他可能要全部石头 行行 你随便给他打个九折吧 我 等等 高荣海的表情骤然变化 瞬间从病床上坐起来 睁大眼睛道 你说什么玩意 小心伤 护士紧张提醒着 此时的高荣海眼睛都在放光 对着电话激动道 我这他娘的还养个屁伤啊 这得是什么大客户 你等着 老子马上亲自回去 你可打住 就说个价格就行 不是 我 高荣海又感觉到胸口的疼痛 只能道 那要不你自己合计合计 反正全部加起来 给人打个折呀 行 那我可就按照你说的卖了 杨峰挂断电话 林雪听着二人的话 好奇道 你要出什么价格 我算了算 这里的石头 总共估计得要个七八十万块钱 我按照那小子说的 给你打个八折吧 就收你六十万 杨峰倒是爽快 他其实也知道 高荣海进货肯定低于这个价格 林雪倒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啊 行 但是你得帮我送到家里去之后 再付钱 那我叫个人过来拉货 杨峰倒是爽快的很 石头全部送到了别墅院子内 拍了拍身上的石头灰尘 拿出手机道 你转账还是手机支付 我家有现金 啊 杨峰愣了愣 看着里面亮着灯的大厅 似乎在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过来林雪的目的 这是想钓鱼 隔着给自己打窝呢 林雪此时已经轻松地走进了家中 杨峰郁闷得很 只能跟着一起进入别墅大厅 里面装修虽然简约 却展现了一股特殊高贵和华丽 客厅的天花板是精美的吊顶 用白色的墙壁和一些古画点缀 特殊的夜色 上次走得急 没有好好看这里的装修 杨峰这次要轻松一些 在沙发上坐下 桌子上放着一箱子现金 还有着一张银行卡 杨峰无奈 道 你就打算用钱收买我呀 这个是我爷爷交代的感谢费 林雪如实地说着 啊 里面的钱不多 但如果你不收的话 我爷爷可能会觉得我把事情办杂了 你们有钱人真有意思 钱多到费要送出去 我是有钱 不是有病 林雪白了他一眼 道 给你钱 是你救了我一次 也救了我爷爷一次 嗯 那我拿了钱就可以走了 杨峰问着 林雪总感觉这家伙很有意思 问道 你好像在失业 有想过要找一份工作吗 你要给我安排工作 如果你需要 当然可以 林雪爽快地回答 杨峰笑了起来 打句道 你知道我怎么被上家公司开除的吗 听说好像跟你前女友有点关系 我跟一个富二代 同时喜欢上了个女孩 那个富二代游手好闲 而我是个拼搏勤奋的穷小子 杨峰平静地张口 道 有一天 我跟那个富二代 同时去了女孩的家楼下 富二代开的是兵力 我是走路去的 那女孩就告诉我 有钱虽然很好 但是并不代表一切 只要努力 就一定可以 杨峰话说到一半 突然停下 林雪好奇 道 后面呢 那辆兵力提速太快 她坐在上面 后面的话我没听清 扑吃 饶是林雪如此严肃的人 在此时忍不住扑吃地想要笑出来 可随后又立马道 我不是故意笑的 只是忍不住 行了 爱笑就笑呗 反正第二天我就被开除了 后面接连找了两份工作 不过都没有超过一天就被开除 杨峰没有继续说 可是林雪却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虽然不知道 那个富二代是什么人 不过应该不敢招惹到我的头上 你可以放心到我公司上班 林雪还是爽快 不过杨峰却只是拒绝 眼睛则是看着墙上挂着的几幅画 这几幅画应该是古董 而且即便是杨峰如此不懂艺术的人 都能感觉到这画的生机勃勃 杨峰的眼睛在此时深邃了起来 也是在这个瞬间 他突然发现墙上的其中一幅画 竟然也附着特殊灵气 而且这幅画的灵气比之前的那些古董都要浓郁 这幅画是谁的 杨峰立刻转过头问起了这个 林雪没想到杨峰对这个感兴趣 平静道 你眼光不错吗 这张画是李唐的作品 我爷爷买了之后没地方挂 就挂到我这了 这幅画多少钱 当初拍下来的时候是五百多万吧 林雪梅说 这画按照现在的价格 最少也得两千万以上 杨峰听到这价格顿时扎舌 好家伙 自己赌时找到了那么逆天的翡翠 才挣了几百万块钱 在有钱人的眼里 就是一幅画的钱 但是这幅画上的灵气 对自己太重要了 我想买这幅画 杨峰开口 林雪早就看出来了 答应道 行 一会儿你带走吧 既然你不收钱 这个就当谢礼了 谢谢 杨峰这次没有再客气了 正在二人说话之间 保姆也从外面进来 道 林总 您的朋友在外面带东西进来了 让她进来吧 林雪约了自己的闺蜜李文飞 没想到她提前来了 不一会儿 外面就传来了个脚步声 随后 是李文飞抬着个箱子 大大咧咧地叫着 小雪 叔叔之前打招呼 让我给你带来的古董 我都带过来了 你看放哪儿啊 就放楼上的储藏室吧 过两天 我爸就该从国外回来了 我爷爷也还在住院 林雪答应着 李文飞刚好在此时走了进去 看见了坐在林雪旁边的杨峰 在瞬间 他立刻就愣住了 男的 活的 李文飞满脸不可思议 忙不迭地放下手里 架值千金的一堆古董 朝着杨峰走过去 最后指着林雪道 你竟然金屋藏胶 别 别胡说 林雪被说的脸色顿时有些微红 解释道 他对我家有恩 所以 所以你就以身相许 怪不得我说 昨天你咋突然不接我电话 该不会就是正在 你打着啊 还有人在呢 林雪哪能跟李文飞一样 性格大大咧咧 李文飞见林雪不说 立刻转过头看向杨峰 怀疑道 老实交代 你们这种地下情 持续了多久 为什么瞒着我 地 地下情 杨峰猛逼了 这姐姐 怎么比刘青兰还豪放 不过好在 林雪此时反应过来 转移着话题道 对了 这次带来的古董橙色怎么样 我爷爷在昨天 还说起这个事情 知道知道 你爷爷是收藏大家吗 平时也喜欢用这些交朋友 李文飞咧嘴笑着 道 不过这次的东西 肯定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跟人亲自去挑选的 一般人不知道 李文飞其实从小就接触古董字画 所以 在这方面 算得上是个内行 林雪 在此时想起来什么 道 对了 那你等会挑一幅画出来 我墙上这幅画 正好要送给杨峰 但是这墙壁上 空着又不好看 嘿 你的阿娇 也喜欢古董字画呀 扑吃 杨峰听到阿娇两个字 差点没一口茶喷桌子上 连续咳嗽了几声之后 才缓和过来 不过李文飞 却十分怀疑地看向杨峰 笑眯眯道 你该不会是知道 小雪的爷爷是收藏家 故意投其所好吧 这句话 听上去像是开玩笑 杨峰却听出了 几分质询的意思 林雪自然也明白 道 文飞你别疑神疑鬼的 杨峰今天还救了我爷爷一次 更何况 他只是想要一幅画而已 至于搞得你这么逼问人家吗 我这不是怕你上当吗 上次彭雷那个教训你忘记了 李文飞问着 林雪提起这个 眼神都冷立了几分 道 我从始至终也没搭理过他 只不过是我爷爷对他感兴趣而已 所以说啊 他还救过你爷爷 说不准真是故意的呢 李文飞看向杨峰 上下打量的 似乎非要从他身上 这位姐姐你要是真闲得慌呢 就去直播咬个打火鸡 算了 看在小雪的面子上 就不问这个了 李文飞在此时打开了箱子 哦 你要是真的懂的话呢 要不就帮我看看这些古董咋样 我无所谓 反正就当开开眼界了 杨峰满不在乎 他本来就是想要看看 这些古董里 还有没有附着这灵气的东西 随着箱子打开 里面摆放着一些独立的盒子 盒子内就放着许多的物件 随着这些东西 一个个的摊开放在桌上 总共有着八大箭 李文飞开始介绍到 这个是唐朝的三彩幼桃 那个玉如意 据说是宋朝达官贵人才能用的 还有这些 他给林雪介绍 也是希望他把东西转交的时候 能给林景华说清楚 不过随着他说了半天之后 发现旁边的杨峰眼睛 却一直在盯着角落的一块破损玉石 你看什么呢 李文飞打断了杨峰的思索 随后打句道 行了 我看你的样子就知道 肯定是夜宫耗龙 实际上对于古董不太懂吧 我是不会为难你的 毕竟小雪好像挺喜欢你 别胡说 林雪叫住了他 可回过神 杨峰此时确实在认真地看着那块玉 这块玉已经缺了一角 本来是个四方形 但是上面雕筑的东西 已经有些脱落 只能看见 还剩下一些特殊的字 这个玉我找人鉴定过了 虽然上面的字是唐宋时期的 但是根本无法确定 这个东西的具体归属 或许是什么民间地主之物 估计不怎么值钱 我拉过来凑数的 李文飞的意思 也是希望杨峰搞清楚情况 不要在那不懂装懂的瞎琢磨 他不知道 此时杨峰分明在这个玉石内 看见了极其浓郁的灵气 而且与之不同的是 这灵气的颜色 有些偏向于金黄 虽然色并不纯正 但是却能微弱地感受到 里面龙银之声 杨峰被吓了一跳 猛地朝着后面推了半步 额头上露出了汗珠 我去 你啥情况啊 这么大表现 李文飞奇怪地问着 林雪也十分怪异 道 杨峰 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下 不 不是休息的问题 杨峰突然深吸一口气 道 这块玉 很有可能是传国玉玺 什么 林雪和李文飞 几乎同时发出猛逼的声音 随后 便是李文飞无语道 你能不能别不懂装懂啊 就这玩意 除了长得方正一点 哪里像是玉玺了 传国玉玺上面 可写着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 当然不是那块玉玺 但是这个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某个歌剧政权的玉玺 唐宋时期的文字 应该是那时候 某个小国的玉玺 杨峰十分笃定 因为除了玉玺 自己的眼睛 不可能会看到那样的灵气 还有着那些许的龙影声 李文飞摇摇头 叹了一口气道 小雪 你找的这个朋友 是真不靠谱啊 他是什么牛都敢吹的吗 杨峰 文飞他可是从小 就看着古董长大的 你就别在这个方面 跟他抬杠了 林雪也提醒着 杨峰笑了起来 道 那只说明了他走眼了 或者是学艺不惊 哎 我这暴脾气 李文飞顿时站起来 要跟杨峰理论 等我回头再给你好好算账 李文飞被质疑 不爽地瞪了一眼杨峰 随后接起电话道 韩老 有什么事情吗 李小姐 刚才我经过和古书的对比 终于知道 你那块玉石是什么了 那是五代诗国时期 其中一个国家的玉玺 韩云福的语气带着激动 此话一出 李文飞和林雪 都几乎同时愣住了 怎么可能 二人不约而同地 朝着的杨峰呆呆地看过去 这家伙 没有胡说 李文飞不可思议的眼神 说话都结巴了 另外一头的韩云福 有些奇怪 问道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我这边有个人 他也看出了这个 李文飞从震惊中清醒一些 解释着 韩云福听了 当即有些不幸 道 李小姐不要拿我老头子寻开心啊 这可是 我找了几部古书 才终于从那景圣的文字里 找到的线索 江城的其他同藏 还能直接看出来 韩云福的话说到一半 突然想起来了什么 他的语气变得有些振奋 问道 莫非是那个小友 他叫杨峰 真是他 韩云福听到这个名字 便恍然大悟 随后又大笑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也服气了 二人寒暄几句 便挂断电话了 可此时的大厅内 却也陷入了沉寂 李文飞和林雪 都是呆呆地看着杨峰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人 如果不是对于古董的研究 深刻到极点 根本不可能一眼认出这块玉玺 要知道 就连韩云福这样的大家 都得在古书中寻找答案 你 你到底什么人 李文飞的语气 都变得比刚才尽重许多 杨峰露出了个轻松的笑容 道 我只是来帮朋友领钱的 他指了指桌上的一箱子现金 阿呸 不说拉倒 李文问撇撇嘴 杨峰转过头 又道 不过现在 我其实还想请林雪帮个忙 你打算要跟小雪求婚了 李文飞立刻打趣着 他可是第一次见到 林雪带亲属之外的男人到家里 杨峰白了他一眼 看向林雪道 我想要买下这块玉玺 可以吗 你想要的话 送你就行了 林雪倒是没有当成一回事 不过杨峰却摇头道 算了 刚才你已经送了我一幅画 已经算是人情两清 这个就是纯粹的交易 这位帅哥 可得搞清楚 这块玉玺 现在已经确定价值了 按照市场价 最低的两千万以上 你确定能拿得出来这么多钱 李文飞十分怀疑 杨峰沉默了片刻 缓缓道 后天 后天我会把钱打到你的账户上的 看他目光之中的自信和坚定 也让林雪二人愣住了 这家伙 不像是口出狂言的样子 行 东西你先带走 林雪爽快地回答 杨峰没有客气 把高荣海卖石头的钱收下之后 又带走了两个古董 林雪和李文飞看着杨峰到门口 自己打车去医院 看着车消失在视野中 李文飞有些奇怪 问道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林雪摇头 道 不知道 你们古董圈没有听说过他吗 还真没听说过 但是这家伙的眼光十分毒辣 理论上来说 不应该是极机无名的 李文飞越发感觉到奇怪 可林雪此时有些担心 让李文飞奇怪 问道 你怎么了 我查过他 并不是什么有钱人 后天真的能拿出两千万吗 林雪的美眸充满怀疑 两千万块钱 那可不是个小数字 普通人要在两天内拿出来 怎么可能 但此时的杨峰似乎并没有多担心 离开这里之后 他先去医院看了看高荣海 并且把店里卖石头的六十万给了他 最后 杨峰才回到家中 大厅内 只有昏黄微弱的灯光 杨峰拉上了窗帘 坐在沙发上 刚刚得来的玉玺和一幅画 闭上眼睛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 那两件古物上的灵气 龙玉的灵气 在此时因为杨峰的丹田运转 一点点地被吸引 一夜过去 第二天上午 杨峰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感觉到神清气爽 再朝着眼前的桌子看去 那两件古物 在此时彻底地散失了往日的光滑 价值几千万的古董 在此时变成了一张废纸和石头 好家伙 几千万啊 杨峰感慨着 自己一晚上的消耗 竟然就花费了几千万的经费 不过他此时似乎已经猜到了几分 这些古董上附着的灵气 肯定就是自己修炼需要的东西 那种灵气 可能曾经在地球上出现过 但是后面消失了 但还是有一部分的灵气 参与在了这些古董上 如果这一切成立的话 想到之前在不断搜集古董的那些人 他们肯定也知道灵气的存在 但是他们要做什么呢 杨峰总感觉事情怪异 不过此时的他已经顾不得多想 毕竟自己还需要在明天之前 挣到两千万 杨峰起身 刚要离开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这张桌子 似乎跟平时不一样 我记得这张桌子之前 有好几个缺角啊 杨峰自言自语 随后猛然反应过来什么 啊 难道灵气可以修复东西 如果是这样的话 杨峰意识到自己要发了 古董的成交价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完好度 如果自己可以用灵气 修复古董的话 那在垃圾的古董 自己都能变成价值不菲的好东西 想到这 杨峰便迫不及待地出门 外面已经是正午 烈日炎炎下 杨峰选择先打车去了 顾永贵的店 看看能不能开个石头 挣够两千万 上次去的时候 自己没有本钱 对于那些昂贵的石头 都只能看看 这次就不一样了 不一会儿 杨峰到了顾永贵的店内 一楼大厅里 这里比往常要热闹 快看 杨先生也来了 有个员工看见了杨峰 立刻叫着 顾永贵此时 正在跟一个中年男人聊天 听见这话也立刻道 胡先生 这是又来了个买主了 哦 能让顾老板认识的人 想必也不一般吧 胡雁明大笑着 他刚刚用一个五十万的石头 开出了价值两百多万的翡翠 此时正是心情大好 等胡雁明转过头 发现是个矛头小子 你说的人就是他 胡雁明奇怪地问着 顾永贵在此时连忙介绍道 杨先生可是高人之徒 高人 在江城这个圈子里 还没有几个人 敢在我面前称高人呢 胡雁明高昂着头 问道 小朋友 你是不是谁啊 不好意思 我是来玩赌食的 杨峰没有理会他的话 罢了罢了 趁着现在运气不错 顾老板再把你们店里 最好的那几块石头拿出来 我要看看橙色 到时候开一个 胡雁明虽然不高兴 却也没有理会 顾永贵在此时看向杨峰 问道 杨先生这次也只是来玩玩 还是要看大石头 我也看看 有没有合适的吧 好嘞 陈经理你带几个人 去把仓库里那几个大家伙搬出来 给店里的客户们看看 顾永贵很懂得做生意 并没有把注意力 集中在胡雁明和杨峰身上 而是照顾到了 也朝着一楼的货架上看去 货架上摆放着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石头 这些石头重的有二三十公斤 轻的则只有几公斤 不过这些石头的表面橙色算不上好 如果全开了的话 肯定是赔钱的 毕竟赌石 本来就是赌的那千百分之一的概率 如果能长胜的话 那还叫赌吗 当然 这里还是有一位 把赌石当成踢款机的人 杨峰看了一会儿 最后盯上了一个十几公斤的石头 这石头标价只有十万块钱 正当杨峰看着的时候 一旁胡雁明却在此时撇撇嘴道 年轻人要赌就赌个大的 你看这些东西 是爱小孩子过家家的吗 我没有你那么富有 所以过家家也未尝不可 杨峰微笑 更何况 你赌石如此之久 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做一小博大 真是开玩笑 我在赌石圈子内也算有些地位 你这毛头小子 倒是开始教训起我来了 胡雁明大笑 道 我知道你看的是哪块石头 不过这块石头的橙色 我想 只要在店内玩过赌石的人 都应该清楚怎么回事 说着 他直接把那块十几公斤的原石 放在桌上 众人听见声音 便朝着这边看过来 杨峰没有搭理他 只是看向了顾永贵道 顾老板 我要买这块石头 啊 您这是 顾永贵看了一眼桌上的石头 脸色大变 瞪了一眼旁边的人 道 陈经理 我昨天不就让你把这个石头 当成伪料处理了吗 怎么现在还放在这 怎么回事 杨峰奇怪地问着 这 顾永贵的表情有些尴尬 胡雁明看杨峰单纯的样子 更是大笑起来 道 哈哈 你真是纯道家的新人 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吗 这话 也让周围的其他客人摇头 来这里的都是行家 可不是一般凑热闹的人 俗话说 外行看热闹 那行看门道 这块原石上 有着好几道小缝隙 而且在旁边的风化层 显然是有过开窗的痕迹 但是后面却又用填充掩盖过去 当初这个石头刚送过来的时候 因为起手艺好 而且价值也不高 所以就没有去细看 算是上当了 可随着时间过去小半年 这块原石也露出了本来的模样 这恐怕是已经有人开过窗 觉得质量不行 所以填充上去 用来骗人的废料吧 胡雁明眯着眼睛 道 而且看着表皮的雾 还有着几乎没有表现出来的 选和松花 这种伪料 只配处理到最低级的市场里 老胡你还真是人意啊 不如让这小子亏点钱算了 何必还要告诉他呢 一个客人在此时打去着 不过顾永贵却连忙道 诸位对不住 这块石头我 本来已经让陈经理去下架了 估计是耽搁了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把这块石头 拿出来卖的 行了 赶紧拿走吧 刚才就当是我 免费给他上一堂课了 免得走进来 就是目中无人的样子 胡雁明的鼻孔朝着杨峰 似乎都不愿意再正眼看他 这家伙 能是什么高人的徒弟 胡雁明撇撇嘴 满脸不屑 顾永贵拍了拍杨峰的肩膀 一边安慰着他 一边让手下的人 去把这个石头抬走 在众人的不羡目光中 这件事情 本来就要如此接过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杨峰却缓缓地开口道 顾老板 这个石头卖给我 什么 顾永贵愣了一下 以为自己听错了 胡雁明和几个客人 也回过头 疑惑地看着杨峰 随后才听胡雁明 轻蔑的笑容 道 可不要为了面子 非要买得破石头回家哦 虽然十万块钱不多 但是买得破石头 可就太浪费了 哎 老胡你可就不懂了 人家这是用十万块钱 捡回来的面子 哈哈 老张你说的对 要是十万块钱 能捡回来的面子的话 这钱倒是不错 只不过 我看他现在 不仅没有捡回面子 反倒像是个冤大头 胡雁明大笑 故意拍拍杨峰的肩膀 哦 年轻人 我们这个圈子 就需要你这样 有钱的冤大头 否则那些废料 谁去买啊 哈哈 哈哈 大厅内 响起了一阵欢快的笑声 只有此时的顾永贵 憋红着脸 他知道杨峰不是普通人 不知道他今天 怎么会有这样的低级失误 可杨峰自己 此时却一副 风轻云淡的表情 杨先生 要不咱们再看看 其他原石 这 就先开这个吧 我就要用十万块钱 买了这个石头 杨峰又一次开口 这次的语气依然平静 可是却让顾永贵 更加难办了 杨峰今天到底怎么了 非要这个废料 真是好言难劝该死鬼 老爸我看你也别同情他了 既然他非要当这个冤大头 你就让他当呗 一个客人满脸鄙夷 顾永贵也无奈 只能道 那杨先生 这个石头我就给您了 你确定现在开 是 从这边上一厘米的地方开始切 这 好吧 但如果开不出东西 就当我送您的 咱们交个朋友 顾永贵也算得上是个后导人 说吧 他便也让伙计拿着石头 到了一旁的切割机上 杨峰走到切割机旁边 似乎还真的有所期待的表情 客人们此时也凑着热闹 一起在切割机旁边围着 我倒要看看这个冤大头 能开出什么废品 胡彦明撇撇嘴 切割机在此时一点点地切开这块原石 如同杨峰所说 切割机是从边上的一厘米切下去的 不过就在切割机刚刚切到一半的时候 众人本来调侃的表情逐渐不对劲了 露出来的那一半 竟然有着一条颜色很深的绿带 再看其通透度 高冰种 靠 靠 大厅内几乎同时有着人爆粗口 他们眼看着那一刀切完 这块石头裸露出来的切面 水头十分高 不过就在此时 一个客人却认出来了这翡翠的真正名字 这是一条品质极高的金丝种 这人的话在瞬间点醒了所有人 所有人本来只顾着看重水和颜色 可是在此时才猛地反应过来 这赫然就是翡翠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种水 金丝种 所谓的金丝种 指的是翡翠里面 有和底色完全不同的鲜艳绿线 绿丝 这类翡翠一般种水都比较好 底色比较浅 这个绿丝绿线颜色又非常鲜艳 在很好的种水映衬下 显得像闪闪发光的金丝一样 这种翡翠 要求的就是种水特别好 否则绿线是无法出金丝的效果 而眼前的这块切面 赫然就是顶级的金丝种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块石头的价值恐怕又要更高一些了 大厅内几十个人 此时一片死寂 就连刚才还在不断笑着的胡彦鸣 都在此时表情凝固了 十万块钱的原石 一刀开出了几百万 这 怎么可能 不过就在此时 杨风却开口道 在背面再来一刀 我想看看背面的橙色 哗 此话一出又惊醒了众人 年轻人 你可别是疯了吧 已经足够你翻几十倍了 至于这么拼吗 就是啊 万一要是另外一刀变种了 到时候可就没那么执行了 几个客人都在此时提醒着 杨风并没有理会 看向顾永贵 道 让人动手吧 顾永贵也很想让杨风再考虑一下 可是看着他淡然的表情 还是让手下动手了 那切石头的伙计 此时的手都在颤抖 他已经好久没有开架值这么高的石头了 随着又是一刀落下 没变种 依然还是高兵种的等级 而且 这一面的绿色袋子 比刚才的要更加密集漂亮 最少千万 一个人在此时开口了 只凭这两刀 就已经足够证明 这块翡翠的价值了 杨风露出了个笑容 道 其实我还打算再切一刀的 不过没必要把这块石头的价格抬太高 说着 杨风看向了顾永贵 顾永贵似乎在此时才反应过来 大喜郭望道 我马上让人估价 他激动坏了 杨风竟然愿意 把这个石头让给自己回收 橙色如此好的翡翠 一转手都可以赚不少钱 随着称重加上紫细对橙色的估价 这块石头最终的价格 一千两百万 现场的气氛 在这个瞬间 比外面三十六度的天气还要更热 所有人看着杨风 宛若看见神明一般 这家伙 太神了 谁 是谁在放赌神的BGM 妈的 还收图吗 所有人此时眼睛里都是泛红的 十万块钱 开出一千两百万 他们不少人 即便是入行如此之久 这样的事情也只是听说 杨风确定了价格 并没有跟众人再多说 而是指了指大厅内的不远处 道 东西都搬出来了 你们不去看看 此言一出 让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真正要看的 是这几个一百公斤以上的大石头 这次抬出来的大石头 上面都写着编号 从DG01到DG05 总共五个石头 每个看上去都十分的不错 这种大石头跟小石头之间 最大的差异 就在于最终的雕工 大石头 可以做成大百件 甚至于还有人把翡翠做成狮子 那种东西 简直就是天价 只是可遇不可求 而小的翡翠原石 即便是开出好东西 也只能做玉佩手镯之类的东西 随着五个石头摆放在面前 众人都拿起了强光手电筒 不断地照射在石头上 他们都是有钱人 如果真的看到成色特别好的 定然是会出手 在这其中 胡彦明更是感觉到 刚才被杨峰羞辱 这次他一定要开出好东西 把被杨峰抢了的风头 全部抢回来 但是想到刚才杨峰那毒辣的眼光 此时店内的所有客人 还是若有若无地 把眼神放在杨峰身上 杨峰的旁边眼睛里带着几分期待 杨先生 你有没有看上哪个 顾永贵小心翼翼地问着 杨峰露出了的笑容 道 再看看 他故意没有开口 众人顿时失望 如此大的石头 实际上赌信也是最大的 这几个石头里 最便宜的一个都要一百万 而如此高昂的价格 很有可能会因为一刀切下去 一百万的现金就打水漂 虽然这帮人都有钱 但那毕竟是一百万 要是切垮了 连个响都听不到 这钱要是点二奶买个包 好歹还能听一声X总好 看得出来 真到这种时候 大家的目光的都在互相看着 没人吃得准 哪个石头能开出好东西 人在迷茫的时候 总是愿意相信别人 比如刚才开出了天价翡翠的杨峰 尤其是胡雁明 他在观察了半天之后 发现这些石头 并没有看出哪个特殊 便暗自地观察起了杨峰 而就在此时 杨峰终于开口了 顾老板 就给我这个石头吧 杨峰指了指其中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的价格是一百五十万 重量一百二十公斤 杨峰一开口 众人的心中顿时懊怒 不过就在此时 胡雁明却开口道 等等 胡先生 您这是 顾永贵奇怪地看着他 胡雁明眯着眼睛 道 顾老板 我记得当初这个店里是有个规矩的 如果两个人同时看上一个石头 是可以通过架高者得的 对吗 他这话一出 无疑就是说 他也看上了这块石头 杨峰的眉头皱了皱 道 还有这种规矩 这 规矩倒是有这个规矩 只是我仓库里还有一些石头 胡先生 您没必要 够了 有这个规矩就行 正好刚才开的那个石头 挣了两百多万 那我就开价两百万 要了这个DG03的石头 胡雁明的底气十足 顾永贵为难地看向了杨峰 杨峰此时的表情不悦 但却还是道 既然有这个规矩 那我便尊重规矩 但是我也出个价格 三百万 二人为了这个石头杠上了 不过在这种时候 大家都联想到了 刚才杨峰开出金丝种翡翠的场景 胡雁明莫非是在赌杨峰的眼光没看错 他们猜的没有错 胡雁明自己看不出来的明信 不过既然杨峰看出来了 自己就得抢 我出价五百万 胡雁明毫不犹豫 这一次 他不仅把之前挣的两百多万吐出来 还要再赔两百多万买这个石头 杨峰有些郁闷了 无奈道 老兄 我买这个石头 纯粹就是兴趣 你真没必要出这个价格 跟我抬杠 老子就是钱多 愿意抬杠 怎么低吧 胡雁明气焰嚣张的样子 杨峰无奈 只能忍痛歌爱的表情 道 我没那么多闲钱 算了 二人的一番出价中 胡雁明以五百万获得了这个石头 他连忙让顾老板安排伙计 先把这个石头开出一个窗口 此时大厅内的气氛已经空前热烈 五百万块钱的赌石啊 这个在江城都是很少见到的 没想到 今天竟然会见到如此热闹的场景 顾永贵一边安排着伙计 一边看向杨峰 杨峰的表情逐渐的平静 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石头被抢了而生气 伴随着切割机的铿锵声音 胡雁明的心揪到了极点 握紧拳头的一点点看着切面出来 伴随着石头露出了一个切口 现场的气氛在此时逐渐地沉寂下来 所有人看向了胡雁明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 老胡 你 跟他一起来的陈凯已经愣住了 这一刀 切垮了 切面上除了点点的玉石之外 根本看不到其他的绿色 水头也十分一般 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胡雁明的口中还是重复着这句话 随后突然想起来什么 转过头愤怒地看着杨峰道 小子 你刚才明明看中了这个石头 是啊 我本来想买的 外表看上去这个石头 好像挺不错的 本来以为能开出好东西 没想到内部竟然是这样的 杨峰的表情也是郁闷 道 不过好在你高价抢了 否则亏钱的人就是我了 你 胡雁明气急败坏 可此时又没有任何办法 刚才是自己非要抢这个石头的 更何况 在石头被开出来之前 没有任何人会知道这石头的内部情况 看杨峰的样子 也不是在故意坑自己 爱堵石堵石 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围观者叹了一口气 刚刚才看见杨峰大传 现在他又亲自挑选了一个大石头 却窥成这个样子 不过最倒霉的 莫过于最终买单的 还是胡雁明 此时的胡雁明 乐狠狠地盯着杨峰 却发现 后者已经带着顾永贵 走到了一个无人角落 顾老板 你知道江城哪里能逃到古董吗 我想要去看看 杨峰问着 顾永贵在拍卖会上 见过杨峰的神乎其神 此时连忙道 那边不仅有着大量的交易市场 而且旁边就有股玩鉴定中心 常有区内的大行家出没 谢谢 杨峰微笑地答应着 现在的杨峰手头上 已经有接近2000万 但是他还需要一大笔钱 用来成立公司 昨天的时候 他偷偷用灵器 帮高荣海养过伤 所以这家伙 大概半个月就能恢复如初 到时候 就必须要创建一家玉石交易公司 将自己逃来的石头 全部打乱放在公司内 这样才不容易招人怀疑 杨先生 如果将来有用的上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顾永贵在此时开口 杨峰看了看他 笑道 肯定会的 这老板人倒是不错 而且又是翡翠店的大内行 到时候 自己少不了要找他帮忙 不过现在的杨峰 还是得去古董市场看看 一来是看看 能不能捡漏一些值钱的东西 二来也是要看看 能不能找到一些 带着灵器的古董 不过 就在他刚要去古安城的时候 电话却在此时响起来 看来电显示 是赵竹威打过来的 杨峰想起来 之前他曾经跟自己说过 这两天会有事情找自己帮忙的 在接起电话后 凑巧的是 赵竹威让杨峰 去西江区古安城旁边的咖啡厅那碰头 杨峰答应下来之后 便到了古安城旁边 古安城内 百邻咖啡厅 此时的咖啡厅内人不熟 杨峰找到了 他靠近玻璃墙壁的位置坐下 赵竹威应该有事情耽搁了 杨峰也并没有催促 透过玻璃 杨峰能看见 外面来来往往的人 古安城的街道十分热闹 不过就在看了一会儿之后 杨峰突然在咖啡厅的门口处 看见了个十分不愿意看见的熟悉身影 他的前女友 江敏 这几个月 其实杨峰早就觉得自己把这个人忘记了 可是没有想到 竟然还是在这里遇到了他 跟江敏在一起的 依然还是那个男人 杨峰的嘴角微微的抽搐 低下头刚要隐藏起来 不过此时的江敏和张亮 已经走到了里面 还是张亮在此时 看见了里面的杨峰 明明 快点看看 前面那是不是之前那个窝荡废啊 张亮的声音中顿时带着几分打趣 他这种身份的人 早就已经不在乎钱了 唯一喜欢的 就是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优越 就如同人民币玩家 喜欢侃林冲玩家一般 江敏被他提醒 朝着那边看去之后 也认了出来 撇撇嘴道 跟这废物还有什么可说的 在这里都能遇到 真会气啊 二人一边说着 故意提高音调的走到了杨峰的对面 杨峰自然知道躲不过去了 看着眼前的江敏 才几个月 他的变化已经很大了 一身的名牌服装和包包 还有着浓妆艳抹和一股香水味 又见面了 听说你还在试验呢 张亮故意带着江敏在对面坐下 杨峰此时的脸色并不好看 张亮的一只手搂在江敏的腰间 眯着眼睛的看杨峰道 你要实在是找不到工作呢 要不去我公司吧 那扫厕所的活正好归你了 我们公司马桶八年没通了 就需要一个你这样的人才 大笑声吸引了咖啡厅里其他人的关注 江敏在此时满脸嫌弃 哦 亲爱的 我看咱们就别在这跟这窝囊费浪费时间了 免得沾上晦气 没事没事 咱们家有钱不怕晦气 哦对了 我听说他还在还房贷呢 废物 你下个月的房贷有着落了吗 张亮又故意问着 二人一唱一和 就是要让杨峰下不来台 杨峰本以为自己跟江敏怎么说 也认识了几年 分手后不至于太难看 可没有想到短短几个月 他的变化会如此之大 如果你们没其他事的话 现在就可以换个座位 一会儿我还有朋友要来 杨峰忍住心中的怒气 江敏冷笑一声 不屑道 哼 我们愿意坐哪出坐哪 反倒是你这穷酸样 等会还付得起钱吗 江敏 你不要太过分了 杨峰不希望在这里闹大 江敏却更加大笑起来 道 哈哈 你个窝囊费 还有资格几眼了 亲爱的你知道这窝囊费 每次发红包就发两百块钱 都不够我喝奶茶的 他还以为对我很好吗 哈哈 那不还是穷吗 没事 你那个包多够他奋斗一年的呢 张亮的笑容之色更深 杨峰深吸一口气 摇头道 真没有想到 认识你这么久 结果几个月的时间 你就变成了这样 你可别套近乎 我可从来没有看上过你 更别说现在了 江敏高昂着头 得意地搬出他的经典语录 道 被狮子保护过的女人 又怎么会看得上野狗呢 此话的杀伤力 让咖啡厅内人 都同情地看向了杨峰 杨峰在此时 突然不那么生气 平静道 你好像忘记了一件事情 哦 狮子保护的是狮子 而不是保护母狗 你说什么 江敏在这个瞬间爆炸了 猛地站起来 愤怒地指着杨峰 咖啡厅内的其他人 擦了擦汗 这哥们骂人真狠啊 杨峰此时也懒得 计较过去的情分 道 不过你说的也没错 咱们认识那么久 除了牵的手之外 也没干过其他事情 现在终于找到个合适的 恭喜你 哼 只是你这废物 现在连饭都吃不起了 只配打一辈子光棍 江敏被骂了 气急败坏地 已经上升到人身攻击 正在他说着的时候 门口在此时 走进来了个轻快的声音 哎 不好意思啊 路上堵车来晚了 赵竹威熟悉的声音 走到杨峰旁边坐下 看着对面站起来 剑拔弩张的江敏 还有一旁轻蔑的张亮 赵竹威有点奇怪 问道 哎 你朋友啊 他好奇的表情 增加了几分特殊的呆萌美感 而咖啡厅内的人 也在此时愣住了 这是赵竹威 长得实在是太过惊艳 对比江敏 简直就如同天鹅和丑小鸭一般 而且 这人似乎是来找杨峰的 江敏此时也着急了 瞪着赵竹威道 你是什么人 我是杨峰女朋友呀 咋了吗 赵竹威满脸奇怪的表情 这话一出口 顿时让几个人脑瓜子嗡嗡的 就连杨峰都猛逼地看着他 江敏此时着急了 当即指着杨峰鼻子道 你知不知道他 现在穷的饭都吃不起了 是不是他欺骗你什么了 你不要相信他 这窝囊废 是农村来的穷小子 他没有背景的 还行吧 起码自力更生 没有天天想着帮大款 比很多人强了呀 赵竹威听上去俏皮的话 却正好扫了一眼旁边的张亮 不过随后才又也遇到 不过你这个大款的眼光 好像也不怎么样嘛 你 你说什么 说错了吗 赵竹威笑眯眯 看上去人畜无害的表情 却每一个字都是刀子一般 江敏气的脸色战红 他看向旁边的张亮 想要让他帮自己说话 不过此时的张亮 却早就把目光 江敏故意提高语调 搂着张亮搔手弄姿 张亮这才反应过来 但却还是没有止住自己的目光 反倒是看向赵竹威 问道 这位美女要不要考虑认识一下 即便是江敏在旁边 张亮都没有丝毫的避讳 赵竹威瞥了他一眼 又看向那气急败坏的江敏 道 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女人 会长期反复地被男人欺骗吗 因为他们的要求 只有骗子才能满足 而正常人是做不到的 你 江敏听出了赵竹威语气中的羞辱 不过此时的赵竹威已经站起身 看向杨风道 要不咱们走吧 你前女友好像已经不太高兴的样子 她微微一笑 带着几分可爱的狡诈 杨风也不愿意在这里继续待下去 甚至没有再看江敏一眼 便离开这里 哎 我突然想起来了 刚才那个女孩 是不是赵家的大小姐 咖啡厅内 还是有些人能认出来赵竹威 赵家 那个江城珠宝集团的赵家 对 我想起来之前见过她 长得这么漂亮 肯定错不了 就是她 这人越发笃定 而他们的话也让张亮和江敏愣住了 怪不得刚才赵竹威甚至不愿意搭理张亮 人家 真不差钱 杨风和赵竹威离开了咖啡厅 此时 外面已经艳阳高照 赵竹威突然把手背在腰后 笑音音地看着杨风道 我又帮了你一个大忙 怎么感谢我啊 你 你刚才听到了 杨风的表情有些动容 这女孩聪明到了极点 而且确实又帮了自己一次 赵竹威黑黑笑着 是不是觉得我刚才很厉害 嗯 很厉害 杨风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只能连忙转移着话题道 对了 你这次是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帮忙吗 我要买一点古董 你眼光很不错的吗 帮我挑一件咋样 赵竹威说着 又补充道 这个要送人的 而且越有意义越好 你要送人呢 算是吧 赵竹威没有说明实情 只是敷衍了一句 杨风总感觉赵竹威有事情瞒着自己 不过想到他帮了自己这么多次 还是道 行 前面街道上有很多卖古玩的 我们去看看能不能简陋 你喜欢简陋呀 赵竹威好奇地问着 又道 不过你好像确实眼光很好 你师父教过你 嗯 你师父到底是什么人啊 赵竹威可忍不住问着 杨风停顿了片刻 最后笑着道 以后有机会告诉你 哦 赵竹威见杨风不愿意说 有些郁闷地嘟着嘴 在古董城内 有着四条城景字的街道 街道的四周 有着各种摆摊和古玩店 江城本就是个大城市 再加上这些年经济的发展 不少人都想要来这里玩一些新奇的东西 赵竹威对这些东西本来就十分好奇 跟在杨风旁边 眼睛一直看着摆摊上罗列出来的玩意 有小瓷器 有各种字画 还有这些青铜器 要是普通人进入到了这里 只要你表现出对某个东西的关注 摊主就会对你大肆吹嘘 不太懂得外行 甚至可能忍不住就买了 但是对于赵竹威来说 这些不过是一些破铜烂铁 没有什么可看的 毕竟他家的东西都可以开个小博物馆了 二人逛了一回 时间便已经快十一点了 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好东西啊 要不还是去前面的大店看看吧 赵竹威问着 四周的噪声让他有些疲惫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杨风却停在了一个摊位面前 他的眼睛扫过 却看见了一本古籍上 此时正在发光 要知道 能让杨风眼睛看出如此光亮的东西 绝对是价值不菲 不过杨风却是不动声色 走到了摊位面前后问道 你的这些东西怎么卖啊 哟 帅哥是要买古丸吧 你看看这些 那都是好东西啊 那个是据说是大汉的皇家青铜杯 还有这个碗据说是三国时期小桥用过的 摊主刚要吹捧 被杨风打断 杨风指着旁边一个平平无奇的古书 问道 这个东西多少钱 听到杨风竟然看上这个破烂 让摊主大失所望 旁边的赵竹威也感觉奇怪 老板心不在焉 这本书是古籍 已经破损严重了 而且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玩意 所以一万块钱卖给了杨风 杨风欣然付了钱之后 找到个袋子装了起来 说完 杨风便朝里面走去 而此时的赵竹威十分好奇 他看杨风的表情怪异 问道 你咋突然看上这么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看上去容易糊弄人 就随手买了 杨风并没有多解释 他当然不会告诉赵竹威 这本古籍发出的亮光 说明他的价值最少两千万以上 赵竹威只是感觉杨风很奇怪 不过还是道 算了 你下午有时间没 倒是没啥事 你 杨风停顿了一下 奇怪地看向赵竹威 问道 你该不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吧 没有没有 我这不是好心来陪你转转吗 正好一会儿 我还打算请你吃饭的呢 赵竹威的眼睛宛若月牙 可爱活泼 但他虽然看上去如此人畜无害 可杨风却总觉得 他好像在忽悠自己 不过此时的杨风心情已经大好 刚刚的那本书 自己已经可以确定 价格最少在两千万以上 而且杨风还想要试试用灵气修复 如果真的能修复完成 那价值定然得翻几倍 不过此时的赵竹威 没有在关注杨风的想法 而是不经意之间 二人走到了一家茶馆门口 这家茶馆开在古玩城的旁边 总共三层 从装修上看 很有低调奢华的气质 门口有一个停车场 和种着树的院子 如此大的一片地 足可见这个茶馆 应该十分尊贵 我刚刚突然想起来 我爸今天好像也在这里 要不咱们进入里面找找他 赵竹威一副恍然的表情 杨风有些不幸 怀疑道 你确定是突然想起来 哎 你该不会是怀疑我吧 这 当然不是了 不过我见你爸不太合适吧 杨风之前特意问过高荣海 赵家的企业市值几百亿 而且在珠宝行业 全国范围内都是极有权威的 这种身价的人 杨风这辈子都没见过呢 赵竹威拍拍杨风的肩膀 安慰道 不用紧张了 不过截于刚才你没找到 什么合适的东西 所以我买了个小玩意 你等会见到我爸的时候 记得送给他 啊 杨风一下有些摸不着头脑 可赵竹威此时 已经给杨风递过了个盒子 啊 这是我之前买的晋朝时期青铜杯 你见我爸 肯定还是要送点小礼物的 为什么 别想了 等会按照我说的做就行 说完 赵竹威便拉着杨风的胳膊 朝里面走去 此时在茶馆内 大堂里的人并不多 四处站着身材笔挺 五官精致的服务员 赵竹威拉着杨风 到了二楼的大厅 此时 这里已经多了几分喧闹了 大厅门口的守卫 十分的森严 不过赵竹威的这张脸 可比邀请行管用 而就在二人刚走进去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 就从不远处招呼过来 竹威 这边这边 竹威激动的 从里面小跑出来迎接 可走近之后 才发现 后面还跟着个杨风 杨风此时 还在看着二楼大厅的布局 这里看上去 像是个古董文物的拍卖会现场 不过 旁边就是古完成 这边再开拍卖会 倒是挺合理 赵竹威没有搭理竹威的招呼 拉着杨风 朝前面的一排座椅过去 此时在拍卖会的最前面一排 已经坐着几个人 其中一个脸形方正的中年男人 正是赵竹威的父亲 赵国锋 爸 赵竹威拉着杨风 到父亲旁边坐下 赵国锋回过头 刚准备要训斥一句 女儿迟到的时候 却看见了他在拉着一个男人的胳膊 怎么回事 赵国锋见女儿 跟陌生男人混在一起 有些不高兴 赵竹威笑眯眯地拉过杨风 在旁边跟自己坐下后 声音轻松道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要带个朋友过来 你 赵国锋愣了 他本来以为 这丫头会带陈吉月 或者谁过来玩 可是谁知道 竟然带了个男的过来 只是旁边的朱云 此时却是郁闷了 他之前就跟杨风有矛盾 没想到在这里 又遇到这家伙 伯父 这 朱云看向赵国锋 后者点头 道 先坐下吧 拍卖会马上开始了 好 好的 朱云只能答应下来 眼睛却闪过一丝阴痕 他的余光 看了一眼旁边的杨风 此时的赵竹威 特意跟杨风咬着耳朵 似乎在窃窃私语着什么 可是他们中间 隔着个赵国锋 朱云又听不清 此时的赵国锋 也发现赵竹威没个正行 旁边又有如此多人 当即训斥到正经点 哦 赵竹威不情愿坐直 要说此时最无奈的 莫过于杨风 他就是被拉过来顶包的 而且 他已经猜到了原因 我跟你说 你妈这次给你相了好几个人 我看你 也别天天到处瞎转悠 该说说新旧 他喜欢像是他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这丫头 家里就你这么个女儿 你要是不正经的 好好学经商 以后那么大的家业怎么办 赵国锋训斥着 赵竹威扭过头 道 要不你自己扔个翼子呗 你旁边那个 不就是来当你儿子的 人家朱云是特意来找你的 你这丫头 一点良心都没有 你才没良心 知道我讨厌她 还非要让她过来遭罪 赵竹威的脾气 有几分倔强 二人争执起来 不过好在这个时候 拍卖会也已经开始了 为了会场的安静 赵国锋也停下了训斥 他也是个收藏家 所以特意来这个拍卖会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在江城的一些圈子里 许多名流觉得送钱庸俗 就是喜欢这些古董字画 作为一个生意人 赵国锋难免也是要收藏一些东西 避免不时之需 不过这次的拍卖会 并不是特别的高端 虽然拿出来的东西 有超过千万以上的 可是实际成色 却是比较一般 朱云在此时才道 伯父 其实在这个拍卖会之前 我就已经找人买下了一件青铜器 是个东汉时期的古物 青铜铸造的龙雕 是皇家所用 哦 赵国锋没想到 朱云早有准备 露出几分惊奇 朱云在此时 给了远处的人一个眼神 那人走过来 送上了一个红木盒子 前排的几个人 也觉得这个拍卖会无聊 纷纷朝着这边看过来 他们也好奇 这贵公子准备了什么东西 讨好未来老丈人 随着红木盒子的打开 里面赫然就是一个青铜百剑 这个百剑 有着两个拳头大 看上去充满了岁月的痕迹 在座的各位都是行家 一眼就能看出 这个百剑的价值 朱云感受到周围这些人的目光 心中顿时得意起来 这前排的除了商人之外 还有几个可都是大收藏家 从这些行家的目光中 能看出这个东西的珍贵 真是个好东西啊 旁边一个年老的收藏家 都忍不住感叹 东汉时期的东西 能保存到现在 还有这样的橙色 绝对是价值斐然 就连赵国锋都在此时忍不住 用手从红木盒子中 拿出了这个青铜杯 一股清凉传来 赵国锋闭上眼睛 感受着这跨越了 将近两千年的一次触碰 不得不说 这个青铜作品 确实给人一种古朴的感觉 随着赵国锋的眼睛缓缓睁开 连连点头道 这种作品还是雕刻的龙 如此好的品项 价格不低吧 我知道伯父喜欢这些 所以在之前特意亲自带人 去挑选的 只要伯父喜欢就行 竹云笑容十足 又故意提高 语调地继续道 来见伯父 又怎么能空手而来呢 他的话 显然就是说给不远处的杨峰听的 此时的赵竹威气死了 他想要让杨峰 把自己准备好的青铜杯拿出来 可随后便又感觉不行 有着这个东西 注意在前 这个青铜杯拿出来 恐怕更容易被嘲笑 这混蛋 竟然拿这么好的东西来 收买我爸 赵竹威的表情不满 此时的赵国锋 已经把青铜龙 缓缓地放回到了红木盒子里 他看向了旁边的几个朋友 问道 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如何 根据我的眼光 这个东西的价格 最少千万以上 从橙色到作品 而且我看到上面 非常细致的印记 不出意外 肯定是某个皇家所做 甚至有可能是 光武帝时代的东西呢 那朋友感慨着 这人是个大行家 他的话 无疑就是对这个东西 最大的肯定 能送出这样的东西 看来朱云对你 可是孝顺得很了 又是一个中年男人 开口说着 朱云得意的笑容 道 几位伯父谬赞了 我不过是凑巧 发现这样的东西 自己不认识 所以才献上来 也是希望让大家帮忙看看 哈哈 好好好 那我们就算是一保眼福了 这些人言语着 赵国锋看向旁边的女儿 道 小薇 你看见了吗 人家朱云的一片心意 你这丫头在外面天天瞎蹦打 还不如人家 我才不惜的这些东西 赵朱薇鼓着腮帮子 扭过头不想理会二人 他这次确实吃扁 朱云这家伙讨好长辈太过卖力 让自己都十分意外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杨峰突然拉了一下他的衣角 道 对了 刚才我说要送给你爸的东西 好像找到了 啊 赵朱薇愣了一下 随后才立刻道 算了 不送给他 这人见到好东西 就走不动道 其实赵朱薇是觉得 自己给杨峰的那个青铜杯 是在比不过朱云的礼物 不过旁边的朱云倒在此时 故意开口道 哎 我看 既然他也准备了东西 今日这么多伯父前辈都在 不如让他拿出来看看 他故意刺激 就让前排的几个人 都朝着杨峰看过去了 而杨峰也在此时 缓缓地拿出了 在地摊上购买的那本古籍 这古籍拿出来 让赵朱薇顿时用手捂住了额头 满脸都无语 这家伙该不会是想要用 这一万块钱的东西 糊弄这么多行家吧 自己完蛋了 好不容易找个人过来撑场子 结果现在是感激跑了媳妇 丢大人了 而这东西拿出来的时候 果然也引来了朱云的嘲笑声 开什么玩笑 这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破烂 想要在这里糊弄几位大行家 你不是疯了吧 朱云本以为 这小子最少能掏点 几十万的小玩意出来 没想到最后竟然掏出 这么个破烂 几个人看了一眼 也是纷纷摇头 但是赵国锋在这个时候 还是把古籍接了过去 这是个什么东西 赵国锋感觉奇怪 接过去之后 看着上面的字 这些字还算清晰 能看见上面写的什么 但是许多却连不成一句话 反倒像是个字典的样子 不过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年长者 却在此时发现了不对劲 这个是宋朝的文字 这老者突然地开口 让周围的人都朝着这边看过来 宋朝的东西 这个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就连赵竹威 都在此时好奇地 看向了那本古籍 而此时的杨峰表情平静 并没有多说什么 事实上 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 只知道这个很贵 而且当刚自己用灵气 修复了些许 导致其完好度 又高于买来的时候 不过刚才的赵竹威 自然是看不出来 但是对于在场的这些行家 那可是顿时炙热了起来 此时的拍卖台上 正在卖一个 看上去不贵的玉石雕塑 但是台下人的目光 都已经被吸引到了前排 几个行家此时凑过来 随后又仔细地翻了几页之后 老者突然在此时继续开口道 这是宋朝的科路本 什么 此话一出 可经到了众人 宋代的科路本是极其珍贵的 很多学者和收藏家都争相收藏 这古籍竟然就是科路本之一 而且看其保存的完整度 不仅是有着收藏价值 甚至可能有学术价值 这一刻 大家可真的吃惊了 宋朝科路本啊 最便宜也得千万以上 更何况这个保存程度 旁边的赵竹威 本来都已经做好了原厂的准备 可没有想到 杨峰简陋的这个东西 竟然还有如此背景 他早就看出来了 赵竹威猛了 他知道杨峰的眼光不错 可怎么都不会想到 他竟然能如此快速地 简陋到一个千万以上的东西 赵国锋也在此时好奇 道 黄老 您怎么会如此确定 通过这样形式印刷 直至纹里有韧性 版是书朗 这样的纸张手感和程度 也绝对不是做旧的 黄老在此时眯着眼睛 紧接着诱导 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不是普通的刻录本 那是 这本古籍 其实是宋代克制的 礼部运略 是广运的修订本 简单的说 是科举的时候 给那些学生当字典用的 黄老思索着 道 只要细揪下去 就可以看到 是哪个时期的官方运输 官方运输 这四个字 简直就代表了天价 再加上杨峰刚才 用灵气 修复了这本古籍的完好度 这本书的价值 绝对在八千万以上 甚至可能是我保守了 黄老的话质地有声 看向了对面的杨峰 眼中都透露出了激动 现场在此时突然陷入寂静 事件在这个刹那 似乎也停止了 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杨峰 根本没有人会想到 这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古籍 背后竟然是一个 大朝代的官方刻录本 而且保存度如此高 就连赵国峰 都在此时心中震撼 他紧接着又拿起了书 仔细地看了一会儿之后 不同凡想 我想起来了 我家之前有一本残破的刻录本 也有类似的字体 如果不是黄老提起 恐怕我还想不到 这是同一种东西 赵国峰说着 看向了杨峰 又看了看自己女儿 此时的赵竹威早就傻眼了 八千万的古籍 即便她是大小姐 也没有想到杨峰带来的东西 竟然会有这样的价值 年轻人 你果真要把这个古书送给我 赵国峰试探性地询问 所有人都在此时看向了杨峰 尤其是朱云 更是清醒过来之后 死死地盯着他 杨峰露出笑容 轻松自在的样子道 我并没有很好 蕴藏纸张的条件 如果送给叔叔的话 或许也能更好地保存 他轻松的模样 似乎并没有把 如此珍贵的一个文物 给放在眼里 众人都呆呆地看着他 只有赵国峰 在此时大笑了起来 道 好啊 真是年少有为 不过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他把书还了回去 众人看着他有些吃惊 这样一个收藏大家 竟然拒绝了 如此珍贵的收藏品 能看过就已经很好了 不过如此文物 我看你还是收好 赵国峰说着 起身道歉道 诸位 我与小女孩有话要说 先走一步了 看得出来 赵国峰对这个拍卖会上的东西 都没有兴趣 他此时也看出来了 自己女儿找来的这个朋友 可绝对不凡 尤其是从杨峰的打扮上来看 这家伙并不是个有钱人 但是出手却是如此 价值连城的鼓舞 再看他刚才淡然的表情 赵国峰突然觉得 这小子似乎有些对自己的脾气 只是在这个时候 旁边的朱云有些着急了 连忙道 伯父 那我 朱云 你的礼物也不能收 但是我很感谢你的诚意 回去之后 替我跟你父亲问好 赵国峰说完 便朝着外面走去 赵竹威在此时拉着杨峰 欢快地跟在了后面 心情一时间活泼到了极点 他看着杨峰的眼神 都多了几分激动 本来以为今天要倒霉了 不过真没有想到 杨峰竟然在那么多人面前 把面子扭转了过来 只是再回忆一下 这个家伙刚才的古籍价值不菲 如果真的要出手的话 那可算得上是亿万富翁了 赵国峰走到了停车场 今天他没有带司机 而是让赵竹威帮自己开车 他则是跟杨峰坐在后排 车在马路上缓缓前进 杨峰坐在后面 总感觉浑身不自在 自己旁边坐着的这个人 可是个商界大佬 而且是翡翠珠宝行业的大佬 以后自己难免要跟这种人打交道的 赵国峰似是看出他的想法 微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你很紧张 我 还好 杨峰的语气略显僵硬 赵国峰笑了起来 哦 刚才不要介意 朱云是这丫头他妈找过来的 而且 这丫头之前也没有跟我说过你的事情 所以 不是 叔叔你误会了 我跟他就是普通普通朋友 杨峰连忙解释着 赵国峰笑了起来 并没有多说 而是道 那一会儿去我家吃个便饭可以吗 这个 杨峰挠了挠头 道 我等会可能还有事情 哦 这么着急拒绝吗 赵国峰有些意外 平时自己约人吃饭 哪个不是上杆子来 这小子倒是有点傻乎乎的 杨峰指了指自己袋子里的古籍 道 我等会打算要去把这个给卖了 我答应过要在明天之前 给一个朋友打过去两千万 原来如此 赵国峰明白过来 思索了一下之后 才道 那我看 要不这样 我认识一些拍卖会的朋友 而且就在今天晚上举行 等会我让人去安排 帮你把这古籍送上去拍卖 叔叔 你 你是小微的朋友吗 这个就算是简单的帮忙 但是作为回报呢 你得回答我个问题 赵国峰微笑 问道 你的古籍最少可以卖八千万以上 那剩下的钱 你打算要做什么 我是打算要开个公司 翡翠行业的 杨峰没有避讳 不过他说起这个的时候 前面开车的赵珠威 反倒是兴奋起来 扭过头道 爸你不知道 杨峰除了看古董特别准之外 看翡翠也翡翠厉害的 之前我挣了那几百万 就是他帮我的 我想起来了 就是那天让你去拍卖会的事情 赵国峰一听 更加笑了起来 道 真没有想到 那天这丫头说的人 就是你啊 嗯 不错 赵国峰微微一笑 他感觉这小子 越发的对自己的脾气 看他的样子 肯定不是早就有钱的人 不过那天 却能给自己女儿 让利了几百万 要知道 普通的商人 或许是应该算计 但是更高级的企业家 就应该学会 如何聪明的让利 杨峰也不知道 赵国峰对自己什么想法 但是 既然有人帮自己卖东西 他也是欣然乐意 随着车辆 停在了一个别墅庄园门口 这就是赵竹威的家 杨峰跟着进去之后 顺便见了赵竹威的母亲 秋月香 秋月香第一次见女儿带人回来 但是 在知道杨峰是个白丁之后 似乎并不是特别的满意 而赵国峰也并没有跟他争执 显然二人都还在考验杨峰 随着天色黑下来 杨峰在家中吃完了饭 最后 也得知了拍卖会的最终结果 这本宋朝的克鲁本古籍 因为完好度和价值 最终拍出了八千九百万的高价 因为是赵国峰的朋友 所以最终只扣了百分之五的手续费 实际上 这种拍卖会 一般手续费都在百分之十以上 加上之前赌时挣的钱 杨峰真的一跃成为富豪了 几天时间 从身无分纹的穷小子 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跨越 但是对于现在的杨峰来说 他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 吃过了一顿饭 杨峰的钱数额太大 还没有下来 不过赵国峰也答应他会在明天到账 随着晚上的夜幕之色越深 杨峰也没有要在这里留宿的想法 赵国峰送着他到别墅门口 危险道 小峰 如果你真的要开玉石公司的话 有好的玉石 欢迎随时跟我联系 只要成色好 我们都有实力 照单全收 我明白 一定会的 杨峰答应下来 很多成色好的玉石 本来就是可遇不可求的 比如大的翡翠玉石 即便是很多大企业 都没有几个 所以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如此重要的原材料来源 其实也是商业资源之一 寒暄了几句之后 杨峰便走路离开了这里 虽然赵国峰想要让人送他回家 不过杨峰还是拒绝了 如今的他 需要吹吹风清醒一下 短短时间 自己挣了如此多钱 这在以前 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 随着杨峰到家的时候 才看见自己的银行卡提醒 之前就已经到账了1200万 这是之前 在顾永贵那开赌时政的钱 应该是刘成 走完给自己打过来了 这老板很守信用 家中 杨峰在沙发上躺下的时候 看着短信上的八位数余额 深吸一口气 自言自语道 给家里打一笔钱 然后小诗那丫头打一笔钱 虽然之前给他打了2000块 但想到这是 他这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月了 杨峰又打了一笔钱过去 他没有打太多 也怕吓到自己家人 不过 就在他刚把钱打过去之后 就接到了自己父亲的电话 杨峰接起来之后 问道 爸 你咋了 小峰啊 你怎么又打钱回来了 家里的钱都够用 这钱你自己留着 不要再给家里打钱了 杨安田是怕自己儿子 在外面受苦 杨峰笑着 自信道 爸 你放心吧 咱家现在不缺钱 我过段时间 忙完了就去看看 你跟老妈 哎 你这小子又瞎说大话 不过我还有个事情 跟你说 就是之前村里 要搞开发 要集资的事情 书记也发通知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 到时候都回来 到时候给出出主意 杨安田说话轻松 他不算是没有文化 在那个年代 也有高中毕业 只是后面 为了故土 留在了村子里当老师 最后村子里的小学撤了 他也就成了一个 全职的农民 杨峰听了 略微明白过来 点头道 我知道了 等我忙完就回去看看村里 二人又说了几句之后 便挂断了电话 杨峰觉得自己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搞钱 不过除此之外 就是那天的事情 他一直耿耿于怀 杨峰很清楚 肯定有特殊的组织 在寻找那些 带着灵气的鼓弯 而且 他们很有可能 拥有检测灵气的手段 虽然跟自己的眼睛不一样 难道他们也修炼 杨峰奇怪地自言自语 不过很快 他也便没有再多想这些 一晚上过去 第二天开始 杨峰便忙碌起了 开公司的事情 对于创业他不太懂 不过好在这件事情 可以找林雪帮忙 杨峰在这种时候 才感觉到人脉的重要性 林雪建议杨峰 通过一家投资公司 同时控股两家公司 一家是股玩交易 还有一家则是翡翠交易 在林雪的帮助下 杨峰几天 就搞定了 开公司的一切事宜 杨峰竟摇身一变 真成了几家大公司的老板 而几天时间过去 今天也是去接高 荣海出院的日子 这小子在医院 休养了几天之后 竟然就恢复得差不多了 不过这可能 也跟他只是肋骨裂开 并没有完全断开有关系 医院门口 高荣海走下来 便看见了不远处的 杨峰和刘青岚 这边这边 高荣海从里面走出来 兴奋地朝着二人招手 杨峰翻了个白眼 道 你小子还没好利索呢 别瞎蹦的 哈哈 在医院躺这几天 可把老子给憋坏了 早就他娘的想出院了 高荣海感受着外面的阳光 现在是上午十点多 正是最温和的时光 杨峰无奈 道 对了 我之前让刘青岚跟你说的事情 你记得了没 记得记得 不就是帮你找点翡翠原石的路子吗 回头我找老顾商量商量 高荣海爽快说着 道 不过 最好的翡翠原石 还是在南京的山城附近 还有一部分是在其他国家 尤其是那边有很多老坑 这件事情可就全部交给你了 到时候最好也招点人 要把公司搞起来不是一招一袭的 杨峰希望高荣海能上心 其实他看得出来 高荣海也是憋屈二十几年 而且 人虽然性格比较爱逗乐 可办事 却也算得上靠谱的人 不说这个了 好不容易出院 咱们等会要不去找个4S店吧 高荣海黑黑笑着 道 你小子之前帮我卖了一整店的石头 我正好空出一笔钱 要换辆车 你至于这么着急吗 这个我都跟清兰说好了的 等换了车就带他去兜风 我可没答应 刘清兰白了他一眼 二人看上去关系处得倒不错 杨峰没有多说这个 回想起来 自己也得买辆车了 等把江城的事情处理完 杨峰就准备回老家一趟 他的老家距离江城 也不算特别远 开车几百公里就能到 那是一个落后的小山村 杨峰如今有能力了 他一想回去的时候 看看是否能在当地 搞一些开发投资 就算是亏钱 也就当回馈故乡了 高荣海此时还不知道杨峰脑海中 已经有了商业帝国 他打了一辆出租车之后 刘清兰坐在前排 杨峰和高荣海坐在后排 对了杨峰 你的翡翠公司 第一步投资多少钱啊 高荣海问着 他记得杨峰之前 挣了几百万块钱 猜测估计就是那些钱 杨峰看向窗外 轻松道 第一步先投了四千万 哦啊 高荣海猛地蹦起来 脑袋正好冬地 撞在了车顶上 啥玩意 我住院这两天 你特么抢银行啊 高荣海猛逼了 看他夸张的表情 引得司机师傅摇头 爱都沦落到打车的地步了 还搁着吹牛逼呢 司机叹了一口气 如果不是因为车费 他应该一脚油门 就在精神病院门口停下 不过随着出租车 停在了一家4S店门口 高荣海在下车的时候 已经是满面红光了 妈的 今天怎么说 也得买个贵的 好歹是几千万公司的总经理 高荣海这家伙得瑟瑟的 看得刘青兰都在旁边摇头 道 你可别吹牛 人家杨风只是让你进公司 什么时候说要让你当总经理了 嘿嘿 先自封的吗 高荣海咧子一笑 几人有说有笑的 走进了这家店 这是一家国产汽车品牌的4S店 不过最近却是热度很高 三人刚走进店内 一个销售经理就在此时 笑容满面地迎上来 道 几位 是要看车吗 之前有没有在网上 看过相关类型的车 我这两天在网上看了 我要你们那个叫做H的车型 高荣海早就看准了 销售经理一听是个大客户 立刻便又领着他朝那边过去 但与之不同的是 杨风只想买个十多万的代步车 他并没有那么多的精神需求 开车只是为了方便 杨风四处看了看 最后走到了一个Q型号的车面前 这辆车十万出头 虽然杨风不太懂车 但是却也在网络上 看到了许多这辆车的信息 不过正当他看着的时候 一个声音却在不远处 惊奇地叫着他的名字 杨风 这个声音有些诧异 杨风也在此时回过头 才看见这人竟然是自己的老同学 贾文博 贾文博是个富二代 家里有钱有势 从小就看不起杨风 高中时 贾文博经常欺负杨风 嘲笑他穷酸和香巴佬 买车呢 贾文博的眼睛 余光看了看杨风所观望的车型 也遇到 就买这破车呀 家里没车 买来代步 杨风平静地回答 并没有因为他的轻蔑而生气 贾文博听了 顿时大笑 说的倒是挺好听的 这是在自己骗自己呢 什么意思 嘴里叫着代步 实际上就是买不起吧 贾文博故意讽刺着杨风 继续道 读书的时候 你不是还挺傲气的吗 咋如今混成这个德行了 贾文博故意地言语刺激 杨风的表情微微有些变化 我买什么车 跟我混成什么样并没有关系 杨风依然没有生气 贾文博听了更加笑的前胸贴后背 一只手指着杨风 真没有想到 你小子这种时候还这么嘴硬 真是小刀拉屁股 给我开眼了 他这边刚说着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傅店长走了过来 这人是听说贾文博买车 立刻就亲自出来接待 见到贾文博跟人正在说话 连忙道 贾先生 这位是 是范店长啊 这是我高中同学 哦 你好你好 范淑青刚要伸出手跟杨风握手 可在此时 贾文博却撇撇嘴道 你跟他握什么手啊 穷逼一个 此话一出 范淑青连忙收起自己的手 立刻用毛巾擦了擦 嫌弃道 差点脏了我的手 哈哈 范店长还是性情重人啊 贾文博当即戏谑地看向杨风 正在此时 刘青兰和高荣海也走过来了 二人见杨风在这里跟人聊天 咧嘴笑道 嘿 杨风这人是谁啊 你朋友 有何 穷鬼还组团来买车呢 贾文博又笑了起来 二人的笑容戛然而止 杨风本来都不打算搭理他 听见这话 立刻冷冷道 贾文博对我朋友尊重点 哈哈 你的穷鬼还想要尊严 贾文博捧腹大笑 啊 一个臭香巴佬 读书的时候 老子就瞧不起你了 过两天同学聚会的时候 要不要带上你啊 让你看看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我对你们的事情不感兴趣 嘴硬 又嘴硬是不 贾文博撇撇嘴 道 罢了罢了 懒得跟你这香巴佬浪费口舌 赶紧给我让条路 别耽误 我买新到货的车 他满脸嘲讽之后的快感 眼睛看向了远处的一辆好车 范淑青大喜 连忙拍马批道 贾先生 这次到货的YW9车型 早早就给您准备好了 好好好 贾文博大笑 瞥了一眼杨峰 指着那辆刚到货的豪车 道 看见了吗 那辆车 180万 你们三个穷鬼 可能这辈子都做不上吧 杨峰 这地主家的傻儿子 是谁啊 怎么家里有俩钱 还不够他祸祸吹牛逼的 自己没事 对镜子吹吹牛逼就算了 还特么跑我们面前吹牛逼来了 高荣海言语讽刺 人母狗样的 小耗子戴个蛤蟆镜 愣装精干小保镖呢 刘清兰的语调故意抬高 妈的 臭娘们 你说特么谁呢 贾文博被刺痛了 当即抱了粗口 老娘说的就是你 敢说就敢认 咋的吧 刘清兰也是个暴脾气 眼看着几个人起冲突 旁边的范淑青 立刻呵斥道 住嘴 谁让你们对贾先生 如此不尊重的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是4S店 范淑青顿时站在了 贾文博的面前 随后冷哼一声 保安 把这几个穷鬼赶出去 没几个钱 看着破车 还敢在这里骂贾先生 回去再攒两年前吧 范淑青此时 已经彻底撕破脸皮了 只要能保护到贾文博 他乃能愿意搭理这三个穷鬼 而如此大的动静 再加上保安朝着这边围惧过来 顿时也吸引了周围不少人的目光 大家看着这一幕 尤其是看见贾文博此时的 得意表情之时 心中也十分不爽 太过分了 竟然这么偏他有钱人 就是啊 我刚才都听到了 明明是那家伙先嘲讽别人的 群众的声音逐渐的尖锐了起来 贾文博跋扈惯了 根本不搭理这些人的指指点点 而是对着几个保安遗址气势道 还不把这三个乞丐赶出去 他们在这里太爱眼了 几个保安在此时有些犹豫 不过就在此时 一个中年男人 中气十足的声音 突然从人群外传来 谁也不许动 这个声音带着些许威严 也让店内的员工 纷纷朝着那边看去 让出了一条道路 来人正是这家店的店长 周长根 贾文博也认识他 见到他走到面前 才道 周店长 怎么你也亲自过来了 不过周长根并没有给他好脸色看 只见周长根看向了杨峰 连忙道 杨先生实在是非常抱歉 这次让你有不好的购物体验 你认识我 杨峰略微有些意外 周长根点头 道 是的 刚才林总特意打电话过来交代过 您在这里选购的车辆 全部由他买单 林总 你说的是林雪吧 杨峰立刻想起来 自己之前找他帮忙的时候 他就问过自己 要不要买车 但是杨峰那时候 随便敷衍了几句 要买这个品牌 没有想到 他还真给店长打过招呼 可旁边的贾文博 在此时听到林雪的名字 却立刻反映过来 不可思议道 你们说的 难道是江城清零科技的林雪 这个瞬间 贾文博自己都傻了 这穷小子竟然会认识那么大的人物 贾文博的家中虽然有些钱 但是跟林家比 那简直就是皮肤汗术 林家所设计的投资 其中有几个公司市值都在百亿以上 就比如这家科技企业 估值也早就超过了两百亿 他提起这个时候 那脸上凝固的表情 也让高荣海几个人反映过来 这个林雪的身份非同反响 我 我只是住了几天院啊 江城咋 咋变天了 高荣海一脸猛逼 这几天的时间 杨峰到底做了什么 不过只有此时 杨峰的表情平静 微笑道 没关系 看得出来 周总是个不错的人 是是 周长根得到杨峰的认可 也擦了一把汗 随后怒瞪着那颤抖的范淑青 冷冷道 等会自己去财务领工资 店长 我 国恩 周长根不容置否的语气 让范淑青根本不敢再多说什么 杨峰在此时看向了贾文博 他此时刚刚回过神 杨 杨峰 咱们可是 可是老同学啊 过段时间 咱们还得 还得一起参加同学会呢 贾文博在这个瞬间害怕了 开始打感情牌 他家的公司跟林家有合作 杨峰跟林雪的关系如此好 要是因为自己 导致合作的结束 那他回去 可得被他爸用皮鞭抽死 听说过死灰复燃的故事吗 杨峰淡淡的话语 贾文博的身体颤抖 他突然意识到 杨峰从刚才到现在 都是这样的瓶颈 这家伙的气度 早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穷小子了 你还不够资格 让我来处理 杨峰说完 不再理会他 他转过头 指了指眼前的车 道 我就要这辆 他所指的 正是这个只有十来万的Q车型 有人买单 但杨峰还是选了 店里最便宜的一款车 旁边的人都恨铁不成钢 妈的 要是自己有人买单 不得选择那两百万的 周长根也意外 甚至小心翼翼地问道 杨先生 您真的不再挑选一下 你要实在是想多送点 就把我把两个朋友的单一起 给买了 杨峰看向了后面的高荣海 和刘青岚 二人都愣了一下 他们虽然看好了车型 可怎么都不会想到 竟然有人帮忙买单 二人所看中的 都是二十多万的车 不过想到让别人买单 他们都显得很犹豫 杨峰让他们放心 并且签了合同之后 车明天就会到 买完车 三人从4S店内走出来 此时的高荣海和刘青岚 都有些停下脚步 感受着外面火辣的太阳 二人好像才突然清醒过来 杨峰 你 你跟那个林雪 到底什么关系 高荣海呆呆地问着 他觉得杨峰这小子 怎么近认识大人物呢 杨峰并没有多解释 只是道 我一会儿还要去见个人 刘青岚你要不就送他回去吧 他又不是没长脚 我等会还得去上班呢 刘青岚撇撇嘴 高荣海在此时 突然捂住了胸口 脸色变得有些痛苦的表情 道 不行了 我感觉我就伤腹发 可能需要 需要人照顾 我一口气 一口气传不上来了 别装了 真没时间 刘青岚没好气的样子 道 我最近在翡翠物流中心那工作 下午应该就会来一批货 到时候运气好的话 就能低价买一批原石废料 怪不得你之前说 跟朋友合伙做生意呢 嘿嘿 那些石头本来就是超低价处理的 我跟我朋友买了之后 在低价卖给那些市场地摊 运气好能挣个几万块钱 刘青岚咧嘴笑着 他性格大大咧咧 而且从杨峰认识到他到现在 一直都是追求自立更生 杨峰也没有拦住他 只是说 让他干完最后一票之后 就来公司跟高荣海一起上班 等跟二人交代完 杨峰也打车离开了这里 搞定了翡翠公司的人 杨峰还需要给古安公司招人 而在这方面 他认识真正专业的 只有之前的韩云福 此时的韩云福 正在给一个朋友的拍卖会 做古安鉴定 云雀拍卖场 后台内 外面都已经是守卫森严 杨峰报了韩云福的名字 走进门之后 便看见里面的架子 摆满了写着编号的真奇古安 这里的古家具和陶瓷字画 简直就如同个小博物馆一般 韩云福此时正在看着一个瓷器 给旁边的后背介绍着 在这个圈内 韩云福的地位很高 对于这里的人 而言他就是一言九鼎 此时自然也是 纷纷当起学生模样 明代的瓷器 通常质地厚实 细腻 采用青花或红花装饰 而清代的瓷器 则更注重装饰和雕刻 质地相对叫轻薄 明代更注重形式的变化 和文式的细腻 所以这个初步来看 应该是明代的瓷器 韩云福开始侃侃而谈 旁边的人受益匪浅 杨峰此时到这里之后 也并没有去打扰他 而是独自一个人 在后台看着 这里的都是真东西 而且在前面 还有这个牌子 挂着拍卖底价 杨峰到了这里 简直就如同 到西门庆进了五大郎家 就想搞点东西走 不过就在他看着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人 注意到了他的身影 当即呵斥道 你是什么人 韩老在讲课 你还如此心不在焉 这人生气地呵斥杨峰 也引来了众人的注意 韩云福也在此时回过头 随后猛地露出惊喜表情 韩老 他 这人刚要训斥 韩云福已经放下手里的东西 激动到 小友可算是又见到你一面了 哈哈 他大笑的表情 上前握住了杨峰的手 刚才还有着大家风范的韩云福 见到杨峰的时候 却激动万分 而且 这不是对后辈的态度 更像是一种真正的朋友 这是咋回事 众人愣住了 韩云福一般只有见到 圈内顶级人物的时候 才有可能如此 怎么今天见的年轻人 也是这副态度 杨峰没有特别大的表现 露出了笑容道 韩老 好久不见 哈哈 我之前都从李小姐那听说了 真没有想到 我回去之后 翻阅资料查了许久的玉玺 却被小友一眼便看出来 韩云福感慨着 道 我真是姥姥 他在杨峰面前谦虚的样子 也让在场的人猛逼了 好家伙 平时一向高傲的韩云福 在此时竟然对杨峰如此浮起 刚才训斥他的人 顿时也在此时低下头红着脸 自己还让他听韩云福传授功课 感情人家俩是一个等级的呀 不过好在杨峰并不计较这些 而是道 韩老 我看这拍卖会的东西 似乎卧虎藏龙啊 可不是吗 不过为了保证拍卖行的信誉 所以我们也需要做一些鉴定 确定底家是否合理之类的 韩云福笑着 道 如果不是这家拍卖行的老板 是我的老朋友 我还真不愿意来呢 是 那我还有时间 韩老我看您刚才正在忙 不如就把剩下的工作结束了之后 我们再谈 杨峰并没有要打扰他工作 韩云福拉过他的手 道 哎 在场的人倒吸一口凉气 好家伙 韩云福要向一个年轻人请教 此时的杨峰心中也发出 连忙道 韩老您太客气了 我哪能有资格指教你 小友莫有客气 你过来看看 这个青铜器是何等东西 韩云福带着杨峰 到了一张桌案面前 眼前放着一个破旧的青铜铁卷 上面写着一些特殊的文字 和符号标记 韩云福此时摸着下巴 啊 这个东西 我们一直拿不定主意 小友可否能看出端倪 我来看看 杨峰其实并不懂这些 但是他可以用眼睛 看看这张青铜铁卷的价值 只是杨峰刚聚集灵力 就猛地看见 青铜铁卷的闪闪发光 就连上面的文字 都在此时仿佛要漂浮起来 这是 杨峰第一次遇见如此场景 刚才他看了其他的古物 后台如此多东西 没有任何一件古董 如同这青铜铁卷悬呼 韩云福几个人不敢出声打扰 但杨峰在看了一会儿之后 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眼睛 似乎看懂了上面的文字 这似乎就像是脑海中 突然被塞进了知识 杨峰感觉这铁卷上面的文字 很有可能跟修炼有关 明白了这一切 他也缓缓地闭上了灵念 杨峰的体力并不支持 一直看下去 不过旁边的韩云福 已经在此时期待地看着他 问道 小友觉得 这个青铜铁卷是何等东西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很有可能是春秋时代的产物 杨峰的脑海中 似乎多了一些东西 韩云福听了 当即感慨道 看来跟我想的一样 旁边的人也在此时点头 不过他们看着杨峰的眼神 已经充满了尊敬 韩云福是通过查阅资料 许久之后才敢确定的 可杨峰却能一眼看出来 这个东西的年代 足可见他的知识储备 可能在韩云福之上 这可能是皱纹 杨峰又突然开口 他的话 让韩云福愣了一下 不过紧接着 韩云福便明白过来杨峰的意思 点头道 小友真是深不可测 连如此小众的东西都知道 不 只是运气好 杨峰的心中已经在狂喜 这个东西的灵气很浓郁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上面的文字 可能就是灵力的使用方法 杨峰一直苦于不知道 自己的眼睛能如何开发 如今真是雪中送炭 这个青铜卷轴是谁卖的 价格如何 杨峰开口了 韩云福有些意外 不过随后便道 这个东西 卖家给的底价是50万 小友应该知道 那时候是青铜器的黄金时期 生产的数量比较多 所以留下来的也比较多 价格上就不太高了 我想要买这个 可以帮我联系买家吗 这当然可以 韩云福爽快答应 二人在这里说定 最后鉴定完几个谷物之后 二人便离开了后台 到了拍卖行一楼的茶厅座下 茶厅内 有着许多年长者 还有一些人 准备参加晚上的拍卖会 所以提前在这里喝茶消遣 杨峰跟韩云福说了 自己要开股玩交易公司的事情 希望他能帮忙介绍一些人 韩云福听了 当即大笑起来 哈哈 小友如此毒辣的眼光 果然是打算进入这个行业 韩云福感慨着 道 既然你都开口了 我自然是会经理 到时候 我们公司可能要收过一批文物 也需要韩老帮忙鉴定 杨峰知道 他虽然得到韩云福的认可 可是这个行业十分讲究权威 而韩云福就是这个行业的权威 得到他的支持 杨峰也是心情大好 正在二人聊着的时候 韩云福的助理在此时小跑过来 道 韩老 调查局的人又来了 怎么又来了 那您看 哎 让他们过来这里吧 韩云福说着 助理离开 杨峰才有些奇怪 问道 这个调查局是干什么的 之前找过你 是华夏一个特殊的调查局 据说全名叫做超能调查局 反正是一个挺厉害的部门 最近老让我配合调查一些事情 韩云福也无奈 但又道 不过听他们的语气 好像事情很重要 我也是一把老骨头了 所以能帮国家做点事情 那就帮一些吧 原来如此 那我给他们腾个位置 在隔壁坐着 等我的青铜铁卷送过来 好好 那就麻烦小友了 韩云福答应着 二人在这边刚说着的时候 助理已经从不远处 带着两个人走过来 一男一女 男人替着板寸头 而女的则是穿着牛仔裤 一头短发 二人坐到韩云福的对面 麻烦韩老 我们还是需要您帮忙 确定一下之前那几件谷物的归属 男人满脸抱歉的抱歉 女的则是已经拿起一个本子 开始记录 杨峰在旁边喝着茶 听着两个人的问话 随后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用灵眼看向了那个男人 在这个瞬间 杨峰的表情突然猛的凝固了 在杨峰的眼睛里 分明看到这个男人的身上 有着极其特殊的经络 这些经络 从脑袋连接到了丹田处 杨峰甚至还能看到那些经络 流淌着特殊的白色气息 这事 杨峰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想到这二人的身份 杨峰突然明白过来 这俩不是普通人 可能是超能力者 不过他们身上的气息并不强 杨峰感觉 他们应该没自己厉害 只是他们调查 跟古物有关的事情 莫非就是因为之前那些 到处搜集古物的人 这些人显然都有能力鉴定 东西古物上是否附着灵气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他们要找韩云芙了 二人问完话 表达感谢之后离开了这里 韩云芙也是松了一口气 看向后面的杨峰 无奈道 不知道最近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们特意交代 有的收藏品不允许拿出来卖 还要让我注意那些买家的信息 可能是为了保护文物吧 杨峰并没有多解释 看向了离开的二人 在对面露天饮料店 此时已经有一个女人 在帐篷下等待着这两个人 这个女人坐在路边 就已经吸引了周围 所有路过人的目光 她穿着一系白裙 漂亮到极点的脸上 带着温柔的笑容 此时她眼睛似水一般的流转 隔着几十米的透过玻璃 正好看见了坐在里面的杨峰 作长 我们回来了 调查局的二人回到女人的面前 却发现了她目光奇怪 朝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二人才发现 慕容婉竟然是在盯着杨峰 组长 你咋了 女成员奇怪地问着 慕容婉摇头 轻松道 没什么 就是突然发现了一点有趣的东西 你说的该不是那个男的吧 刚才我们俩也注意到 她在旁边听我们说话了 不过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吧 男人不太理解 慕容婉并没有解释 只是道 行了 该去下一家了 今天的任务很重 那些人已经在江城搜集好几天的古玩了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会继续 必须要抓到几个成员 是 二人都立刻答应下来 杨峰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注意到了 她用两百万买下了青铜铁卷之后 杨峰便回到了家中 今天在外面用眼过度了 杨峰回到家 便要好好地休息一番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到了晚上九点多 杨峰刚睡醒 准备起来吃点东西修炼 就听见门在此时被咚咚地敲响 卧槽 峰哥 快点开门啊 门口传来高荣海的叫声 当初这小子卖骗的时候 警察上门都不见他这么着急 杨峰打开门 就见高荣海跟个大黑耗子似的钻进来 情绪有些激动到 青蓝他失联了 失联 你俩什么时候恋爱过 啊呸 是失联 是感激跑了媳妇 打人丢了 高荣海激动中 带着担心 杨峰翻了个白眼 吴雨道 你咋知道的 我刚才给他打了仨电话 一直都没人接 后面就关机了 高荣海说着 又连忙道 你说该不会遇到什么绑架案之类的吧 大哥 他家跟我一样三代平隆 谁先就没事绑架他 现在不一样了 他可是咱们公司高管了 身份地位刷的一下就上去了 肯定会因此遭人妒忌 所以 咱们的公司到目前为止 总共就咱们撒人 人家绑架这一波公司的高管 还不够绑匪的来回游费 杨峰有些无语 不过 看高荣海着急的样子 才道 算了 既然你这么着急 那要不咱们俩去看呢 我记得 他好像就在西区的浴室仓库 现在过去 也就半个多小时 那咱们赶紧出发啊 你好歹 让我先吃点东西 别吃了 回头我请你吃龙虾鲍鱼 那玩意一样能吃饱 高荣海是果真担心 杨峰只能答应下来 二人打车 朝着刘青兰所说的那个仓库过去 到了一个江城 一个偏僻街道的旁边 这边有着一片空地 全是铁皮房制作的仓库 而此时的里面 还灯火通明 有着机器和人工作的声音 在最中间的仓库 就是负责承担玉石的仓库 此时的刘青兰 刚刚奋捡完 推着个车 上面在这一两百斤的废料翡翠原石 不过就在他回过头之后 才发现 杨峰和高荣海 已经到了背后 你俩咋来了 刘青兰奇怪地问着 高荣海见到刘青兰没事 终于长出一口气 旁边的杨峰摇头 无奈道 我也不想来 说着 他忧愿地看向了高荣海 高荣海顿时脸色一红 甘咳一声道 那什么 我们不是听你说 这里是原石的粪捡仓库吗 所以想来 想来看他货 他连忙找了个借口 这小子 当初他高中看片 被自己发现的时候 都没见他脸红过 刘青兰哪能相信他的话 看向杨峰道 咋回事 没啥 我们确实想来看看 杨峰也没拆穿高荣海 正在三人说话的时候 不远处也走过来了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穿着长袖 此时脸上还带着刚干完活的灰尘 青兰 这俩是你朋友啊 这男人走过来 刘青兰介绍道 他就是这个仓库的刘老板 这些货全部都是他进的 刘老板你好 杨峰打着招呼 眼睛的余光扫着四周的翡翠原石 这个仓库里的原石翡翠很多 看上去马上就要运到每个市场分卖 青兰 你这个朋友也是做玉石生意的 刘景山有些意外 但还是笑着道 年轻人 不好意思啊 我这边只做批发 如果你想要买翡翠原石的话 可以去各个市场里 我就是做批发的 年轻人 我意思是 我这里批发最低可都得两千万起步 刘景山就差直接说 这里不接待小客户了 杨峰露出了个笑容 道 刘老板为何这么怕我们付不起钱啊 哦 刘景山还真有些意外 他知道刘青兰并不是有钱人 所以其实每次都处于好心 就会把废料低价 给他们这些人 让他们也能挣点 可是刘青兰的朋友 还能是有钱人不成 不过刘景山算得上厚道 在此时还是道 既然这样 那我带你看看吧 多谢 杨峰答应着 这个仓库内 此时只剩下了五六个员工 而运来的翡翠原石 也已经在此时全部分减好了 根据每公斤的价格 刘景山分成了五个部分 这也就是在仓库内 相当于多了五座小山 这一堆石头呢 每公斤的价格是五百块钱 算是比废料强一些的 旁边这一堆 每公斤一千块钱 橙色都不错 还有这些 刘景山坎坎坎 给杨峰介绍着 这些石头 最重的高达一万块钱一公斤 那都是一些大石头 而且橙色比较好 刘景山确实十分有耐心 介绍完之后才道 我看你们如果真想要买的话 我看那边每公斤五百块钱的 其实也不错 我可以着急给你们降低批发门槛 不 都要买一些 杨峰的眼睛里闪烁着金光 直接道 这次我直接批发三千万的翡翠原石 真的 刘景山有些不敢相信 就杨峰这身行头 不像是有钱的生意人啊 杨峰露出笑容 拍了拍旁边的高荣海和刘青岚 道 忘记给你介绍了 这两个是我公司的总经理和副总 扑痴 刘景山忍不住笑了出来 但随后又摇头道 年轻人 我可是好心好意想要做生意的 你若是要拿我寻开心 这可就不太厚道了 哎哎 刘老板 你咋看不起人呢 我好不容易混上的总经理呢 咱多少尊重一下 高荣海在那挺胸昂头的表情 刘景山看了看他 无奈道 对不住对不住 实在是老弟你这气质没跟上 他连连道歉 不过回过头 在看二人的时候 还是有些怀疑 这家伙真的没有钱 我的公司前两天 已经找到自己的仓库了 现在可以直接运过去 马上就让人给你付钱 杨峰知道刘景山的担心 刘景山看他淡然的样子 就知道此人不像是吹牛 那您看中了哪些石头 是需要自己挑呢 还是直接让我的人给你打包好 刘景山问着 在这里如此多的石头 很多时候 其实都是客人先带人来挑选一批 然后运走的 这个也是批发的规矩 杨峰也不例外 点头道 我们仨自己挑吧 正好高荣海 你小子也好好挑 以后这种活 免不了要让你带人干 真让我挑啊 废话 那些便宜的不要挑 就从几千块钱一公斤的开始挑 明天开始 你去安排人 先开一批看看 杨峰跟高荣海交代 高荣海大喜 这是杨峰给自己表现的机会 哪还能推辞啊 不过对于杨峰而言 这自然是一个浑水摸鱼的好办法 他已经看准了好几个橙色极好的石头 这几个石头只要开好了 全部加起来 价格肯定能过亿 到时候再让高荣海 弄一些橙色不那么好的石头 用公司作为掩护 也就不容易被人怀疑了 在白天见到了超能调查局的人之后 杨峰越发的警惕 他发现这个世界上 有特殊能力的人不只是自己 万一要是回头 真的被发现眼睛的事情 只怕是这条命都要交代在那了 一晚上的时间 高荣海和杨峰都挑选了一批石头 刘景山亲自让人过来 给他们运到了新成立公司的仓库 而剩下的事情 杨峰便让高荣海处理了 其实他已经知道这些石头 能开出多少钱 对于高荣海 这算是杨峰给他的一个小考验 所以杨峰并没有要监督他切开石头 而是全部交给了他负责 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随着夜色深了 回到了家中 寂静得夜 房间里只有昏黄的灯光 杨峰已经拿出了中午买的青铜铁卷 放在了床上 他在铁卷面前打坐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灵气在此时开始跟青铜铁卷连接 安静的环境中 杨峰更加清晰地感觉到了 这个铁卷之中的文字似乎灌入脑海中 铜树 地附 铜树 溯源幽0027 杨峰并不知道这两个铜树意味着什么 但他只是按照上面在灵力流转 一遍遍地将灵力在眼睛旁边冲刷 这一晚上过去得很快 等到杨峰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 外面日上三竿 杨峰看向了床上 那青铜铁卷已经彻底地氧化 变成了一堆破铜烂铁 想必是因为灵气被自己吸干的原因 而床上 此时也已经有着一滩被汗水浸透的痕迹 他洗了个澡 又收拾了一番之后 已经快到中午了 杨峰刚才厨房煮个泡面 准备吃饭的时候 门在此时被敲响 谁啊 杨峰郁闷 打开门之后 发现此时的门口 站着之前见过一次的李文飞 杨峰颇为无语 道 怎么是你 嘿嘿 来拜访一下 不欢迎啊 李文飞笑眯眯的样子 杨峰没多说 只是让他进门之后才道 你这种大佬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该不会是来找麻烦的吧 单纯来看看你哦 李文飞走进门 看着桌上的方便面 李文飞诧异 打句道 你现在都已经是亿万富翁了 怎么还吃着方便面 那你们有钱人家 也不一定非要用金马桶啊 我吃点泡面咋了 杨峰满不在乎 他一个犀溜 毫不在乎地吃了几口之后 看着坐在对面的李文飞 才想起来道 你吃过了没 我冰箱里还有泡面 算了 我还是看着你吃完吧 李文飞似乎还真有事 杨峰扫了一眼 他手上提着的袋子 才道 你是想让我给你鉴定古董的吧 遇到了的难题 愿意帮忙吗 李文飞把木盒子放在桌上 咧嘴笑道 我听说 之前你还帮韩老监定过一个青铜器 自己买了 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 就是他推荐我来的 李文飞性子直 也没有拐弯抹角 杨峰昨天刚学会两个铜树 其中一个便是溯源 他正筹没有地方试验 现在正好爽快道 行 那你等我吃完的 对付了几口饭 杨峰让李文飞打开了盒子 里面赫然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陶瓷器 这个陶瓷器约莫有着二十几厘米高 虽然不算是特别漂亮 甚至于没有轻佑 但器具本身透露出的古朴气息 让人一眼就感觉十分的昂贵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在陶瓷器的身上 似乎刻着几个模糊的文字 这个东西的鉴定 怕是有些难熬 李文飞打去着 不过 他并没有瞧不起杨峰的意思 要知道这个瓷器 他自己已经仔细地看过了 不仅如此 而且还找过了几个 金石学出身的人合对 最终得到的评价 却并不相同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李文飞一直拿不定主意 决定来杨峰这里碰碰运气 不过 他也并没有对杨峰抱多大的希望 杨峰此时拿起了这个特殊的瓷器 用手触摸 其手感跟之前 自己遇到的其他瓷器没有区别 杨峰的眼睛开始如同往常地 看着瓷器的内部 看这类瓷器 只是单纯的透视 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杨峰没有太强的古丸知识 不过他却可以通过这件古丸 发出的亮光 看出其价值 李文飞一直在盯着杨峰 李文飞感觉到可怕的是 凭借他如此多年的察言观色 从杨峰的脸上 却似乎感觉不到太多的情绪 尤其是那双眼睛 此时的杨峰 在看出这个瓷器的底细之后 使用昨天所学的溯源 一道灵气缓缓地附着在了瓷器上 这件瓷器竟然真的开始 一点点地回到过去 杨峰的眼睛似乎在这种时候 看见了瓷器前世的画面一样 只是这画面的变换 很快就停下来 杨峰最后露出了个笑容 李文飞看他的样子 连忙问道 感觉怎么样 这个附瓷器上面的那些文字 应该是战国时期的楚国的文字 而且从字体上看 应该是文人骚客留下的 杨峰淡淡地说着 他的话让李文飞狂喜 当即道 没错没错 看来你果真是懂 李文飞刚才没有告诉杨峰这个 一来是怕影响他的判断 二来也是想要看看杨峰 是否真的能看出来 现在看来 他果真名不续传 那按照你的意思 这个应该就是战国时期 所流传下来的对吗 李文飞问着 杨峰没有回答 问道 你这个花多少钱买的 是我一个朋友收购的 他的收购价是一千万 还不错 这样的做工 一千万就当欣赏公益了 杨峰打趣着 李文飞的表情微微有些变化 道 什么意思 这是上周的 上周 上周 一个星期前 能理解了不 啥玩意 李文飞顿时坐起来了 他一脸猛逼地看着杨峰 有些难以置信道 这怎么可能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东西应该是有一个真品 但是人家并没有把真品卖给你 而是通过工艺仿制出验品 所以才做得如此真实 杨峰说着 又敲了敲瓶身 道 他们的真品应该是有缺陷 然后他们通过了 对真品材料的分析 比如石灰 石鹰 高领土这些的配比 最终做出了这个 以假乱真的东西 可 你怎么看出来的 瓶身内部 有一个制作过程的破绽 就是里面有些许的小孔 但是后面用材料 封住表面 如果你舍得的话 可以把这个瓶子砸开 看看内部 杨峰坍坍手 李文飞拿出了手电筒 朝着瓶身内部看去 他用手轻轻地敲了一下 随后用指甲刮下内部的一层 这里果真如同杨峰所说 有工艺缺陷暴露出来 而就是这个缺陷 看着里面的成色 他基本可以判断 这就是现代工艺品了 李文飞有些沉默了 但并不是因为他亏了多少钱 而是不会想到 眼前的杨峰 竟然能如此快速地看出 这个东西的缺陷 再加上刚才他看出 这个楚国文字 这个人的知识储备太可怕了 你 你师父到底什么人 李文飞忍不住问了 杨峰坍坍手 道 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 你咋还打听起别人隐私来了 他的话让李文飞无奈 只能收起了瓶子 谢谢你 李文飞起身 看着他桌上刚吃完的泡面 问道 你吃饱了没有 我再请你吃一顿 拉倒吧 我一会儿还打算去提车 提完车还得公私呢 就是你那个翡翠和古丸的公司吧 李文飞听说过 才道有没有兴趣让我入股 我可以投资一笔钱 而且只占干股 那公司暂时还用不了太多钱 那如果以后需要投资的话 随时可以来找我 李文飞豪爽的样子 不过话说到一半 他突然又笑了起来 嘿嘿道 哎 你知不知道小雪是什么人啊 电视上听过 不是什么公司的老总吗 那林家呢 我昨天买车的时候也听说了 好像挺厉害的 不过我也没戏酒过 杨峰一问三不知的样子 李文飞看他傻乎乎的模样 打句道 你该不会是故意装作 漫不经心吧 啥意思 想不想跟小雪出对象啊 不吃 杨峰刚喝了一口水 直接喷在了桌子上 睁大眼睛道 姐姐 你 你没毛病吧 哎呀 给你说的没 瞧给你激动的 姐 你这么有钱 去找点其他乐子不行吗 非逮着我这一只杨号 杨峰感觉自己的心脏 有些受不了 不过李文飞 却笑容越发地爽亡 道 你真不打算考虑一下吗 小雪家可老有钱了 而且长得还漂亮 你俩一出对象 你说不准 直接就上富豪榜了 你也挺有钱的 要不咱俩凑合过 就算了 你别和和人家了 杨峰贪贪手 李文飞咧嘴笑眯眯的表情 道 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那咱现在走 我家可宽敞了 要是咱俩过日子了 你说不准 也能上富豪榜 到时候 得得得 你打住 不要试图用金钱 腐蚀我的灵魂 我可是要做父一代的人 绝对不会受到 你们这些富婆的诱惑 杨峰捂住胸口 誓死抵抗 正在他说着的时候 门在此时被咚咚地敲响 紧接着 门口便传来了高荣海激动的声音 杨峰 峰哥 赶紧开门了 咱们公司发财了 他这激动的样子 杨峰打开门 就见高荣海跟个大黑耗子 一样钻进来 也是在这时候 他才发现 家里还有个漂亮女人 卧槽 我 我来的不是时候 高荣海一脸猛逼 李文飞大大咧咧地笑起来 挥手道 你好呀 不明白什么情况 杨峰白了一眼李文飞 继续道 你别打理他 继续说你的 咱们昨天收购的那批石头 我今天上午带人去开了一批 你猜开出了个什么 高荣海激动又带着几分神秘 杨峰思索了一下 道 高冰种 高绿 三刀下去 玻璃种帝王绿 二十公斤 高荣海激动到了极点 他这话一出口 就连旁边的李文飞听了都惊奇 道 那不是发达了 最少一个亿 刚刚找人沽的价 接下去就等联系人收购了 高荣海这兴奋的模样 他真没有想到 第一天去开一些石头 竟然就能开出这样的东西 剩下的几个石头虽然赔了 但是却也赚妈了 杨峰似乎并没有特别惊喜 道 我等会给你个电话 到时候你找江城珠宝公司收购就行 啊 这种翡翠可是各个公司都抢着要的 咱们要不都试试几家 高荣海询问 不过随后突然反应过来 道 哦对了 你跟赵竹威认识 嗯 赵家大小姐也认识啊 李文飞在此时又搭话 高荣海更好奇了 问道 风哥 他是谁啊 你该不会金屋藏娇吧 是啊是啊 当才我还在讨论用金钱俯视他呢 李文飞在此时立刻截查 根本不给杨峰解释的机会 我去 富婆 高荣海顿时激动了 杨峰没好气地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道 你小子没毛病吧 他就是灵雪的朋友 而且你脑子里除了富婆 能不能有点正经东西 当时有 风哥你知道我的梦中情人吗 小泽玛丽亚 还是苍老师 总不能是泛倒爱吧 别胡说 我梦中情人还在梦里呢 高荣海干咳一声 眼睛里充满了渴望 道 我的梦想是 等我这年纪再大一点了 到时候出来一个漂亮的妹子 她用金钱俯视我的灵魂 用豪宅束缚我的肉体 再用豪车游艇束缚住我的脚步 然后呢 每当我追求理想的时候 她总是出现在我面前 狠狠地用一捆钱摔在我的脸上 当然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她还将为我生了孩子 用孩子威胁我不要出去工作 最终我在金钱和家庭中迷失了自我 放弃了伟大理想 走向了堕落而无趣的一生 高荣海描述着她的梦中情人 杨峰在沙发上愣住了 就连旁边的李文飞又停顿了一下 最后才一点点看向杨峰 缓缓道 我突然感觉 好像你的灵魂确实比她高尚那么一点点 二人的表情让高荣海反应过来 算了算了 跟你们俩凡夫俗子说不清楚 高荣海叹了一口气 李文飞看了一眼手表 只能在此时起身道 算了 我还是说另外一件正事吧 一边说着 李文飞从包里掏出了一张烫金的邀请函 这个邀请函十分华丽 足可见价值不菲 这是林雪他爷爷 七十大寿的晚宴邀请函 到时候会去非常多的社会名流 小雪说你也开公司了 所以让我给你送一份 到时候能跟他们交流交流 李文飞说完 又笑眯眯道 这可是我第一次见小雪对人这么伤心 你要把握住机会啊 说完 李文飞便跟二人道别 乐呵呵地离开了家里 杨峰送着他出了门 等再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高荣海已经在那研究邀请函 卧槽 这上面好像是真的金子 最少有好几颗 高荣海感慨着有钱人家的排场 不过杨峰似乎并不是特别在意的样子 而是问道 对了 公司今天招人的情况怎么样了 之前 你不是让林雪帮忙找了一批管理和运营人员吗 现在都已经上岗了 不过还有一批需要招聘 再加上工作的交接挺需要时间的 高荣海说着 咱们到时候还得开一批门店 提升一下咱们翡翠原始的品牌度 你知道我之前在那开店的时候 就有一个公司的连锁店展示 嗯 初步先在江城 这批翡翠卖出去的钱主要用于扩张 杨峰交代了一些 其实他知道高荣海有许多事情不太懂 所以也特意让林雪派了些靠谱的人过来 公司刚刚开始 一切都还需要时间 不过话说到最后 高荣海的表情似乎又变得有些为难 峰哥 你说我这一个人去给别人面试 难免会看走眼或者犯困 怎么着也得再来个人陪我去啊 高荣海说到一半 眼神暗示着杨峰什么 杨峰迟疑了一会儿 才道 你想要让刘青岚陪你一起面试吧 哎呀 要说还是兄弟 你懂我 兄弟跟你心连心 你跟兄弟动脑筋 我羞涩吗 行 一会儿我给他打个电话 杨峰答应下来 在他刚说完的时候 电话在此时响了起来 看来电显室 竟然还是赵国风打过来的 杨峰记得 上次他们家对自己的态度 其实一般般 虽然赵国风似乎对自己没意见 但是赵竹威的母亲邱月香 对杨峰几乎可以用笔意来形容 说说 有什么事吗 杨峰奇怪地问着 赵国风刚听见杨峰的声音 就有些着急道 杨峰 竹威这孩子 你见到了吗 我 没见到他 杨峰有些猛 自己这几天 一直在忙着公司的事情 哪有时间联系赵竹威 赵国风着急了 连忙道 这孩子 他已经好几天没回家 也没跟家里联系了 啊 杨峰猛逼了 赵国风连忙道 那你回头要是看见他了 可一定要告诉我啊 我再派人出去找找 那傻啊 其实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 就算他真离家出走 也不会来找我的 杨峰挠挠头 有些无奈 正在他说着的时候 又有个电话打了进来 杨峰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 心中一咯噔 竟然还真是赵竹威打过来的 赵国风此时还没察觉 只是道 那行 回头要是有他消息了 可得第一时间告诉我 嗯 我知道了 杨峰答应着 挂断电话之后 杨峰接起了赵竹威的电话 喂 杨峰你在哪呢 我在你家附近广场 这的奶茶店里呢 赵竹威问着 杨峰无奈 呃 我在家 你先在那等我 他交代了几句话 挂断电话后 便看见对面的高荣海 正在那看着自己 峰哥 你该不会真要跟赵家 大小姐出对象吧 你想吃软饭 高荣海十分怀疑地看着他 随后又猛地咬牙道 这种好事咋没到我头上了 我也不想奋斗了 滚滚滚 你一会儿赶紧回去给人面试 我看看什么情况 杨峰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让高荣海走了之后 顺便让他带个人 帮自己去提车 天蓝广场 今天这里人山人海 十分热闹 杨峰顺着赵竹威所说 到了一家奶茶店 赵竹威正坐在那玩着手机 杨峰走到对面坐下 随后才道 你咋一个人出来了 诶 你来了呀 赵竹威笑眯眯地放下手机 杨峰看他乐呵呵的样子 奇怪道 我听你爸说 你好几天没回家了 他还打电话给你了呀 你没告诉他我在这吧 倒是没说 那就对了 急死他俩 赵竹威的眼睛里充满了不高兴 杨峰看他的表情猜出了几分 道 你妈给你介绍相亲对象了 要相亲他自己相去 竟然还带家里来 赵竹威冷哼一声 看得出来 估计是家里把他给逼急了 杨峰知道他的性格跳跃 也只能道 那你现在咋办 我这不是来找你帮忙了吗 找我 杨峰疑惑地看着他 道 我能帮你干啥 帮我在附近找个房子吧 我要搬出来住 你可别闹 自己家那大豪宅不住 出来找什么房子 那都是我爸妈的 回头要是他们趁着我在家睡觉 又带什么相亲对象 回来咋办 我才不愿意 跟他们天天住在一块 赵竹威嘟囔着 杨峰其实也理解 现在的年轻人 愿意跟父母住在一块的 本来就少 更何况 还有天天给他安排相信的老妈 杨峰也没有办法 道 对了 你之前那个朋友呢 你说小月啊 刚才我给他打电话了 你惹麻烦 赵竹威嘟囔着 哦 总之我得搬出来住两天 等我妈不天天朝着家里 待人了 再考虑回家 正在他说着的时候 陈吉月也从不远处走过来 威姐 陈吉月小跑过来 连忙道 你咋跑这里来了 还有这个好像是骗子的人 威姐 你咋来找他了 四这姑娘 麻烦你好好叫我的名字 杨峰倒吸一口凉气 陈吉月才不在乎这个 反倒是转过头 看着赵竹威 眼睛里带着兴奋道 威姐 听说你离家出走啊 那要不你去我家住吧 不行 我打算就在附近找个房子 那正好我也搬出来 跟你一块住 陈吉月兴奋的样子 道 离家出走 想想就很刺激 这二人似乎真的商量好了 不过他们说完这个伟大计划之后 却发现旁边的杨峰一直无动于衷 杨峰你咋了 赵竹威奇怪地问着 杨峰的眼睛看向了广场不远处的人群 在那人群中 分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这里 目标是赵竹威 我记得你爸应该不知道你在这吧 杨峰突然问着 赵竹威点头 道 当然不知道了 我这两天忙着找工作呢 才没空里他们 嗯 要不你们还是回家吧 杨峰突然感觉 那些人似乎并不是普通人 尤其是赵竹威的身份不一般 杨峰总怕他遇到危险 不过赵竹威此时已经没有再多想这些 而是起身道 我们俩还有事情要出去 你记得帮我们找房子的事情啊 说完 这俩人便离开了 杨峰看着二人离开之后 那股怪异的眼神 也在这个时候消失了 真是来找赵竹威的 杨峰感觉到不妙 与此同时 在远处的人群中 走出了两个穿着休闲装 戴着深色墨镜的男人 二人都戴着耳机 似乎在汇报着情况 其中一个人表情疑惑 对同伴小声道 我感觉刚才那个男的 好像在看我们 跟赵竹威在一起那个 没错 我们不会被他发现了吧 这人有些担心 另外一人立马摇头 道 不可能 应该是你的错觉 他不过是个普通人 不可能在那么多人里发现我们 在这种时候犹豫怎么跟上头交代 是 我明白了 二人商量着 杨峰确实没有想到 一场阴谋已经在此时悄悄酝酿 在他刚准备帮赵竹威找个房子的时候 路边却在此时停下一辆黑色的轿车 这辆车杨峰认识 而此时在车上走下来的两个人 正是赵国锋和秋月香 秋月香刚刚下车 就立刻挡在了杨峰的面前 怒斥道 你把我女儿偷偷藏到哪里去了 杨峰听到这居高零下语气 皱了皱眉头 上次去赵国锋家里的时候 他对自己的态度便是遗旨气使和鄙夷 不过出于在别人家 而且这人是赵竹威的母亲 所以自己对他客气一些 没想到这女人变本加厉了 我没有藏她 她只是刚才凑巧在附近给我打了个电话 杨峰依然压着脾气 不过秋月香此时却更加怒了 冷声道 我告诉你 竹威她是我的独女 你不要对她有任何非分之想 否则 阿姨 你好像没有搞清楚状况 杨峰直接打断 瞇着眼睛道 把她逼得离开家里的人不是我 好像是你自己 我那都是为了她好 你懂什么 为了孩子好 这是最正义 也是最冠冕堂皇的话 杨峰有几分吃笑 秋月香没想到 杨峰竟然敢跟自己叫板 更加生气道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我 你 我不是你儿子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我 杨峰反问着 你 秋月香一时间有些说不上来话了 好在此时 赵国锋开口瞪了一眼秋月香 道 别说了 秋月香冷哼一声 扭过头 赵国锋在此时才叹了一口气 道 对不起 我老婆她有点着急了 不过小峰 你刚才见过竹薇 应该知道她去哪了吧 刚才跟陈吉月出去 好像买什么东西了 那你能不能给她打个电话 赵国锋问着 杨峰没多想 拿出了手机打了赵竹薇的电话 不过奇怪的是 刚才还能打通的电话 此时却已经关机了 应该是手机没电了吧 打不上 杨峰把手机递给了赵国锋 后者又打了一个 确定打不通之后 脸上露出了愁容 几天没听到女儿说一句话了 刚才好不容易通过监控 查到赵竹薇在这里见过杨峰 结果没想到却走得这么快 唉 这孩子啊 赵国锋也无奈 道 那小峰 拜托你下次再见到他的话 就让我跟他通过话 可以吗 如果再见到的话 当然可以 谢谢 赵国锋答应着 可旁边的秋月香有些不乐意了 道 这孩子真是太调皮了 都这种时候了 还躲着我们 他 这话刚说到一半 赵国锋的电话 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看见来电显示 赵国锋心中一喜 道 是小薇打过来的 快点开免提 秋月香连忙说着 赵国锋打开免提 接起电话 还不等他开口的时候 另外一头却传来了个阴沉的男人声音 是赵董事长吗 这个阴沉的声音中 有几分可怕 而这个声音的出现 也让几个人的心中一咯噔 你是谁 赵国锋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男人发出阴沉的笑容 董事长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只需要知道 你的女儿在我手里 这就行了 此话一出 夫妇俩的表情可见得难看 秋月香连忙抢过电话 道 你 你们抓小薇要做什么 不用着急 我们还不会对他怎么样 男人的声音带着几分戏血 赵国锋深吸一口气 他明白了对方的来意 说吧 要多少钱 赵国锋知道 这样的匪徒定然是图彩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 男人说着 钱就不必了 那东西太陈又难带走 几百万现金 就够把我们给累死的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听说赵董事长的家里 有一幅无道子的老君刺单图 男人问着 赵国锋的脸色顿时阴沉到了极点 没有想到 这家伙竟然还调查过自己的珍藏 那一幅图很轻 价值可就上意呢 我想你应该明白怎么做吧 男人阴沉的话语 又带着几分威胁 赵国锋不假思索 直接道 我马上会带话去熟人 你人在哪 到时候亲自把东西 送到东区的青年路尽头 垃圾桶旁边 我会派人去取的 等我取到东西之后 你的女儿还给你 男人说着交易方式 赵国锋冷哼道 你要是拿了东西不放人呢 你用什么保证 亲爱的董事长大人 你好像没有搞清楚情况啊 现在不是你跟我谈条件的时候 当然 如果你想要看到自己女儿 每天手指被剁下一劫的话 我会满足你的 够了 我现在回去取图 你在这段时间 一定要保证我女儿的安全 否则你什么都拿不到 这是自然 它可是我们的摇钱术 男人说完 电话便在此时挂断了 秋月香听着着急了 连忙道 老赵 这些人要是真的拿了东西 不放人怎么办 他们 我们俩回去取话拖住他们 在车上的时候报警 赵国锋说着 又最后看了一眼杨峰 上车离开了这里 杨峰此时的表情阴沉 他没有想到 刚才的预感来得如此之快 不过根据时间来看 他们应该跑不远 人肯定就在附近 随着赵国锋报警之后 警方也很快地就行动了起来 但是对于这种在暗处的人 他们其实也只能第一时间 做监控筛选 而且就算找到人 凭借绑匪的专业程度 恐怕也容易对人质造成伤害 只有杨峰在看赵国锋离开不一会儿之后 独自一个人逆行地 走向了其中一条街道 从刚才开始 杨峰就发现了那个地方 有一双眼睛盯着这里 这双眼睛 在见到赵国锋离开后 也紧跟着离开了这里 杨峰立刻跟上了这个人 他这个家伙脚步很快 不过杨峰的身体素质远超从前 快步地跟了上去 直到了一个极其破旧的城中村 这家伙才放慢脚步 杨峰揉了揉眼睛 准备继续追上去 可就在他刚走了没两步的时候 眼前突然有一把枪 在此时指着自己 小子 你的跟踪技术不太行 冷力的语气 血腥的目光 这男人不是那种 普通混混的地痞流氓 而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杀手 杨峰看着眼前 距离自己只有三米远的男人 他只需要轻轻扣动手上的枪 自己就会死在这 危险 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 另外 一边的警方也马上在这个时候 通过监控 定位到了赵竹威最后消失的地方 他们通过大面积的排查 尤其是取货点的青年路附近 更是安排了大量的警力 而此时的赵国锋 已经回到家中 取出了无道子的话 他坐在车上 打通了电话 东西我已经取出来了 现在正朝着青年路走 你让我跟我女儿通话 赵国锋冷冷地说着 劫匪阴沉的声音 踹了一脚在旁边坐着的赵竹威 道 嘿 臭娘们 跟你家里说句话 爸 竹威你别害怕 我马上就把他们要的东西送到了 你 行了 给你电话 不是让你闲聊的 刚才我改主意了 我突然想换个交易地点 你把这幅画送到百花街 劫匪突然改口 赵国锋的脸色一变 连忙道 可你们刚才 少他娘的废话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 已经报警了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半个小时内送到百花街尾 否则你女儿就死定了 阴肯的声音 让赵国锋连忙道 我马上去 马上去 他挂断电话 连忙让司机换了个方向 而此时警方 也终于用电话的基站排查加监控 锁定了城中村 只是此时的城中村内 杨峰依然被枪指着 赵竹威被关在这里面吗 杨峰看了一眼后面 平静地询问着 握着手枪的男人冷笑一声 道 怎么 你现在还想救他 他是我的朋友 我看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倒是还有闲心关心别人 男人大笑着 带着几分变态的笑容道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送你上路 然后再送你那朋友上路 你不是说拿了话 然后放人吗 那娘们已经见过我们的脸了 而且把人还给他们 只会浪费我们逃走的时间 男人眯着眼睛 杨峰感觉到背后发凉 这个家伙确实是职业杀手 而且绑架十分专业 肯定早就想好了撤退路线 不过很可惜 今天他遇到了杨峰 去见阎王吧 男人缓缓地要扣下扳机 可就在这个瞬间 他突然感觉到 浑身被一股强大的束缚力包裹 地球的引力 仿佛在这个瞬间增加了几倍 他的身体变得沉重 当他想要扣下扳机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根本在原地动不了 告诉我 赵珠威被关在哪 杨峰的眼中已经露出了冷力 这就是童术 地府 男人不可思议地看着杨峰 道 你 你难道是超能力者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杨峰下了他手里的枪 随后一个肘击 打在了他的脖梗上 扑通 男人的身体重重倒在地上 杨峰用他的手机报了警 让他们的人过来这边接收杀手 而自己则是朝着前面继续走去 这个城中村很大 杨峰的眼睛在此时透过一道道墙壁 极力地想要看穿每一栋楼 他的额头低答着汗珠 直到看见了在一栋楼的三个劫匪 还有绑在地上的赵珠威和陈吉月 杨峰快速地到了这栋楼的三层 他站在房间门外 杨峰可以通过透视看见了里面的人 此时的三个人正在分别站岗 一个在阳台 两个在大厅 杨峰此时从旁边的阳台 一点点地摸了过去 悄无声息地干掉阳台的绑匪后 杨峰躲在了阳台后面 剩余的两个绑匪 此时正在大厅内聊天 完成这一单之后 就可以去国外了 这是老子最后一单了 到时候金主给的钱 够咱们后半辈子花天酒地 另外一个劫匪眼中露出兴奋 杨峰听到这话 表情有些许的停滞 这些绑匪如果真的屠材 那应该是一起行动 然后变卖无道子的话才对 可是他们竟然提到了背后的金主 这说明他们拿到这个话 还有其他的作用 难道跟灵气有关 杨峰自言自语地嘀咕着 他的声音极其微小 但还似乎被绑匪马上发现了 是谁在那 绑匪的声音刚出现 杨峰自知藏不住 从阳台猛地冲出来 此时被绑着的赵珠威二人 看见杨峰的身影 有些难以置信 杨峰 赵珠威不可思议地 看着眼前熟悉的身影 可下一个瞬间 他便看到绑匪 在此时抬起了手枪 不过他的动作 似乎比平时更慢 杨峰的身形 在这个瞬间 已经冲到了他们的面前 啪 碰 两个拳头 击打在脑袋上的声音 两个绑匪 在瞬间眼前一黑 倒在了地上 房间里又陷入了寂静 怎 怎么回事 赵珠威和陈吉月二人被绑着 可是 他们眼中的震惊 却如何也掩盖不住 他们甚至没有看清 发生了什么 就见到两个劫匪 被杨峰击倒 杨峰已经走到了他们前面 解开了绳子 他的额头 在滴答着汗珠 赵珠威 似乎也感觉到了他的疲累 担心道 杨峰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跑得有点远累了 休息一会儿就行 杨峰露出个勉强的笑容 随着赵珠威 又打通了一次电话 警察也几乎同时 在外面找到了这里 但此时的杨峰 早就已经累得坐在了墙角 闭上眼睛昏睡了过去 此时外面的赵国峰夫妇俩 也终于在此时 匆匆地赶来 如此一场绑架案 也短暂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但是 杨峰不知道的是 他这冒失的一次行动 已经将他的名字记录 进了超能调查局的管理系统内 江城 中兴市区 超能管理局大厦 在一个桌上堆满文件的办公室内 站着几个人脸色凝重 王菊 刚刚根据调查 这次绑架赵珠威的人物的 可能是吴道子那话中的灵器 他们背后还有主谋 一个青年站在办公桌前 汇报着情况 眼前这人 是超能调查局的副局长王志华 同时也是这个部门 在江城的最高决策者 王志华看着现场传过来的照片 最后指了直躺在角落的阳风 问道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这个人我们之前去找韩云福的时候 曾经见过 是一个古玩和翡翠的行家 他的资料 我们刚刚已经调出来了 青年指了纸 桌上外面的文件 王志华拿起了文件 仔细地看了一会之后 眉头皱了皱到 他之前的履历好像很普通吗 是的 不过根据我们对他最近的了解 这个人的心性十分沉稳 就比如跟韩云福认识的时候 明明剑拔弩张的拍卖会 青年显然是做过功课的 王志华看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把眼神 看向了正在望着窗外风景的女人 慕容 你觉得他怎么回事 王志华的语气显然柔和了一些 眼前这人 是这个局里最让人猜不透的慕容婉 平时永远带着笑容 似乎亲切万分 他目前担任调查组的组长 可是却一直没有对杨风发表意见 我不太清楚 不过目前看来 他应该就是个挺不错的人吧 起码他救人的时候 很有勇气不是吗 慕容婉微笑地说着 青年在此时有些异见了 连忙道 组长 这家伙看上去 好像并不是那么能打 而且能够发现绑匪的地址 还单枪匹马地 干掉了那几个持枪的家伙 这 如果是偷袭的话 相当一部分受过训练的人 就可以做到 可是 青年还想要说什么 不过王志华却在此时打断道 行了 这件事情就交给慕容办了 不过目前最主要的 还是要揪出这些家伙背后的人 敢在江城绑架老臣的女儿和赵竹威 这胆子也太大了 是 我们马上会调查的 青年只能答应下来 一场普通人所不知道的风暴 在此时悄悄酝酿 杨峰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在现场被带到了医院去做检测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便就近在医院睡了一觉 直到第二天上午八点多的时候 杨峰才从病床上睁开眼睛 可他第一眼看到的 却是一双灵动的眼睛 希希 你醒了呀 赵竹威笑盈盈的脸颊映入眼帘 杨峰从床上起来 揉了揉自己的脑袋 问道 你没受伤吧 没有没有 昨天的事情 谢谢你啊 我只是凑巧 发现了那家伙 跟上去之后 才发现是绑架你的人 杨峰敷衍的解释了一番 赵竹威重重点头 连忙道 你肚子饿了没 我让人去给你准备吃的吧 那麻烦了 杨峰道也不客气 赵竹威走到门口 吩咐了几句之后 又小跑回来道 对了 你要起床了吗 啊 我也没啥事 就是睡了一觉 你昨天看上去 好像很累很累的样子 我还以为你受伤了呢 我最近有点失睡 杨峰伸个懒腰 她的话不多 可是这却让赵竹威 对于她更加好奇 自己之前只知道 她像是个怪人 可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家伙的身手 竟然会那么好 哎 你以前是不是学过 散打之类的东西啊 赵竹威的大眼睛眨巴 杨峰看着小姑娘 跟个好奇宝宝一样 无奈道 昨天就是特殊情况 所以才激发潜力了 平时我哪有那么厉害 你都不知道 你昨天的时候可是 赵竹威刚要继续说 门口在此时 出现了急促的脚步声 是赵国锋和秋月香夫妇俩进来 小峰 你可算是醒了 赵国锋长输一口气 在他旁边的秋月香 则是此时低着头 他知道了昨天的事情之后 见到杨峰多了几分愧疚 经过审讯得知 那几个绑匪 其实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放过赵竹威 如果不是杨峰 及时赶到的话 恐怕赵竹威昨天 就真的遇害了 叔叔 我没啥事 就是睡了一觉 一会儿吃点东西就好了 杨峰满不在乎 赵国锋听了 连忙道 刚才我已经让人准备了吃的 小月那丫头 马上就给你带上来 他激动的表情 杨峰并不喜欢 这兴师动众的场景 跟他们寒暄了几句之后 陈吉月带着吃的上来 杨峰也不客气 大口吃完之后 跳下床道 要是没啥事的话 我可就走了 我今天还得去公司看看呢 先等等 秋月香叫住了他 杨峰在病房门口转过身 疑惑问着 还有事 那个 昨天的事情对不起 这里是一笔钱 请你务必收下 秋月香拿出了一张银行卡 这是国内最顶级的黑卡 里面的存款 最少也在五千万以上 不过杨峰只是看了一眼 最后才笑着道 谢谢 说完 杨峰却并没有伸手去接 而是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里 秋月香一时间愣住了 好在此时 赵竹威快步地追了上去 直到医院门口 赵竹威才叫住杨峰道 哎 你等等我呀 还有啥事 昨天的事情谢谢你 我爸猜到了你不要钱 所以想问问你 公司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赵竹威的眼睛期待地看着杨峰 杨峰思索了一下 随后突然笑着道 还真有个事 等你爸有时间的话 能不能让我看一下绑匪药的话 这个肯定行 赵竹威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杨峰点头 那除了这个 我就没有什么需要你们帮忙的了 正在此时 高荣海开车也到了医院门口 杨峰跟赵竹威道别之后 便上了车离开这里 车朝着公司的方向驶去 高荣海此时还不知道绑匪的事情 只是好奇到 峰哥 你咋跟赵小姐从医院里出来 是不是做产检去了 是不是在你眼里 我跟任何一个女的待在一块 总得发生点不健康的事情 你昨天不是一晚上打不通电话吗 我看片里都是这么演的 滚滚滚 就该把你小子送导国去 我觉得 那玩意才是你的专业对口 杨峰美好气地叫着 高荣海黑黑一笑 啊 等以后赚钱了 咱就去导国拍片 度过无聊的后半生 打住 你先跟我说说公司这两天 干得怎么样了 杨峰开始问起了公司的正事 嘿嘿 这两天招了不少员工 还有大部分在招聘 但是咱们公司待遇好 肯定很快就能来人的 高荣海得意地说着 正好手机也在这个时候想了起来 应该是招聘软件的面试者来信了 你帮我回忆一下 高荣海在开着车 让杨峰帮忙 杨峰拿起了他的手机 打开招聘软件 里面确实有个女应聘者 发过来了个信息 你好 请问您是找人吗 这应聘者询问着 杨峰回了一些基础信息 随后突然看见这女的开始询问道 对了 你多大了 25 有房有车吗 算是有吧 哦 那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我爸妈和我妹妹 你上次分手是什么时候 几个月前吧 才分手几个月就出来相亲 姐 这是某某招聘 不是某某家园 你是不是上错软件了 哦 不好意思 最近相亲多了 条件反射 杨峰陷入了沉默 就这软件上都是什么神仙 她看向了旁边的高荣海 后者也贪贪首道 我每天遇到这样的很多的 以前还真不知道 招聘可真难啊 我之前让林雪帮忙找了一批专业的人 现在咋样了 人都过来了 不过缺口依然很大 也不能只指望他们 高荣海放慢车速 继续道 目前我们还需要做官网 还要在网上做宣传 或者是网购平台 都需要很多程序员 还有直播的风口也得赶上 听得出来 开个公司并不容易 杨峰本来想就这两天回去老家一趟 不过现在看来 暂时是抽不开身了 我想起来 今天晚上好像是林景华的寿宴 要不然我去看看 能不能有什么合作商 杨峰突然觉得 林雪想的比自己有预见性 毕竟人家是大家族出来的专业人员 高荣海听了倒是十分赞同 道 这个倒是不错 不过 你要是真去的话 是不是得准备点什么 你说礼物 那肯定的 到时候那么多社会名流去参加宴会 你空着手去 你咋好意思的 高荣海无语的表情 杨峰被他这么一说 倒是真的陷入了沉思 片刻后 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个古董街吧 就前面不远 那我去看看 你先去公司 杨峰记得林景华是很喜欢古董文物的 自己去逃一个 顺便也看看 那种地方有没有带着灵气的古董文物 车停在了古董街外面 杨峰下车之后 便走进了这条热闹的街道 古董街 一条不算宽敞的街道 只有一片老建筑和两条青砖路 这两条路组成了个石字 在旁边有着摆摊 也有着各种老店 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十分的多 不少人都是想来这里碰碰运气 但是捡漏本就是极其小概率的运气事件 又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捡到呢 来这里的人大多都是看了许久之后 又叹气离开 杨峰四处转了转 最后走进了一家老店 店内 架子上摆放满了各种古玩 不管是钱币 瓷器 还是青铜字画 在这里应有尽有 一个中年男人见客人进门 迎上来满脸笑容道 这位老板 是要买点喜欢的东西吗 嗯 我想买个东西送人 老板你这里有没有什么推荐呢 杨峰一边问 眼睛已经看向了四周的古玩 这里的古玩 没有一件事带着灵气的 估计是已经被人扫荡过一次了 中年男人浑然不知 依然是笑脸相迎道 我叫吴生 也是这的老板 先生 您是要送给什么人 关系如何呢 送的是 一位朋友的爷爷 想必您这位朋友身份不一般吧 吴生又问着 杨峰有些意外 道 你怎么知道的 哈哈 我们这店里只有好货 更何况看先生的眼神 就知道是个董藏的人 就如同你一直看着的这个玉币 那可是唐代的官家人所用 价值不菲 吴生立刻介绍着 杨峰略微点头 问道 那这块玉币的价格如何 先生不先拿起来好好看看 吴生有些意外 第一次见到看货 连手都不要碰的 杨峰笑了笑 道 我问问 并非一定要买的 哈哈 没事没事 这块玉币是出土唐朝的 市场价在百万以上 先生如果有兴趣 可以好好看看 吴生还是十分有耐心 杨峰点点头 又看向了其他的东西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门口也传来了个叫嚷的声音 老板 把你的镇店之宝给我拿出来 今天晚上我就要送人 这个响亮的声音 吸引了店内的顾客 所有人看向他的时候 眼中不禁有几分恭敬 此人是皇家公子 黄文浩 吴生连忙招呼着 店内的其他人过来 自己又上前道 黄公子真不好意思 您先好好看看 我这里还有个客人 他 别跟他废话了 这人一看就什么都买不起来 这边瞎逛的 你先给我拿东西 黄文浩瞥了一眼杨峰 直接对老板说着 杨峰也并没有生气 二十道 老板 要不你先去忙吧 我自己随便看看 那先生如果有看中的 随时叫我 吴生道 是也很客气 随后才朝着楼上走去 杨峰并没有太在意 正看着的时候 一个温柔的声音 从旁边传来 带着些许的轻笑道 看到好东西了吗 这个声音温柔似水 仿佛在梦境中听到一般 让人感觉到一股天烂 杨峰奇怪地回过头 才发现 这是一个穿着长裙的女人 她的腰间有着一条黑色细带 淡淡的笑容 加上漂亮到极点的脸颊 让人感觉到一股极致的亲和力 我随便看看 杨峰以为是路人问的 便回答着 不过 慕容婉的眼睛 似乎就在此时看着她 轻声道 我听说 你好像对于古董十分有研究 可以帮我 鉴定一些古董吗 听谁说的 杨峰感觉慕容婉有些怪异 似乎是 来者不善 慕容婉微笑道 你最近似乎挺高调的 在哪里听说的也不那么重要哦 你 杨峰目光变得有些尖锐 她仔细地打亮着眼前的女人 这一双温柔的眼睛 似乎能看穿自己的想法 你到底是什么人 杨峰感觉到了不妙 慕容婉此时随手拿起了一个古丸 一边把玩着 一边轻声道 你真不怕被人发现吗 发现什么 你的秘密啊 慕容婉轻松的话语 杨峰的心中咯噔 但还是镇定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是吗 慕容婉把手上的一个陶瓷碗递给杨峰 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这是哪个朝代的 我没兴趣 拒绝得太伤人了吗 慕容婉并没有生气 杨峰越发感觉到她的怪异 最后她才想起来什么 问道 你是超能调查局的人 很聪明吗 是不是感觉到我与常人的不同了 慕容婉说到一半又改口道 哦不对 不应该说感觉 应该说看到 对吗 你 杨峰在此时意识到了什么 难道这个女人 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眼睛特殊 慕容婉摇头 微笑说着 放心好了 我只是闲逛的时候 凑巧走进来 并不是来调查你的 不会打扰你买东西吧 她的笑容 依然是那么的温柔 可是在杨峰的眼里 这个女人比任何人都要可怕 你不是要买东西吗 慕容婉折指四周 杨峰深吸一口气 道 不想买了 她说着 又仔细地看着慕容婉 后者此时 一直在看着店内的谷丸 似乎没有再特意地找她搭查 我能 请你去外面 喝点东西吗 杨峰问着 慕容婉白袭的手 缓缓放下谷丸 点头道 你这是约我哦 我只是 有事情想要问你 杨峰被说得顿时 脸色一红 她也觉得自己 有泡魅的嫌疑 慕容婉指了指对面 道 那就去对面的茶馆可以吗 好 杨峰爽快答应 不过二人在这边离开后 黄文浩和老板 正好从楼上走下来 黄公子 这是我们可以卖的东西里 最好的镇店之宝了 你要是送给 林老爷子的话 一定会验经四座的 吴声在夸赞着 黄文浩大笑起来 道 哈哈 托老板急言 马上你帮我包装一下 晚上我可有大用 是 我马上让人去准备 老板当即答应着 杨峰还不知道 刚才进来的黄文浩 就是要跟他参加 同一场晚宴的公子哥 古董店对面的老茶馆内 杨峰找到了个窗边位置 此时的他 在慕容婉面前 显得有些许的紧张 这不是因为慕容婉的身份 而是他觉得这个女人 跟之前遇到的 任何人都不同 老板 给我们两杯铁观音 再要一些茶点 慕容婉倒不客气 回过头 他发现杨峰此时 还在那看着自己 一直盯着女孩子的脸看 好像不太礼貌吧 慕容婉打去着 杨峰干咳一声 道 不好意思 我其实想问问 关于那些人的事情 你说搜集古董的那些人吗 慕容婉问着 杨峰点头 道 他们好像有特殊的目的 但是我不知道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慕容婉有些无奈 道 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猜测 在古代的时候 很有可能存在一种 极特殊的人群 他们依靠自然中的气息修行 就是那些古董中的灵气 嗯 不过可能是某种变故 这种灵气在世界上消失了 但是灵气的本质 是带着几分自然的灵性 所以他们可能会附着在一些雕刻的文字 或者是大师的画作上 慕容婉说着 又道 比如画圣无道子 他下笔皆有灵 所以他的画大多都带着灵气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不知道 我们跟他们交手横手 不过起码可以确定是 他们可能有西方的血迹者 也有岛国世神 至于目的嘛 可能是为了增强实力 慕容婉好像并没有对杨峰有丝毫的隐瞒 这让杨峰很意外地看着他 啊 这应该是你们的机密吧 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告诉我 因为我也知道了你的秘密 不是扯平了吗 慕容婉微笑地回答 杨峰感觉到这个女人越发的可怕 不过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慕容婉的身上 有着一股熟悉的气息 这股熟悉的气息 跟超能调查局的那二人不同 那二人只是脉络中 输送些带着杂志的气 可慕容婉身上的灵气 却十分的纯粹 跟自己一模一样 你 杨峰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我跟你不同 或许你比我更幸运哦 慕容婉微笑 杨峰根本没有想到 除了自己之外还有这样的人 在这个瞬间 他感觉到惊喜 又有几分的挫败 但他还是很有耐心 询问着许多 关于这些古玩灵气的事情 杨峰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这边 正在跟慕容婉聊天的时候 茶馆的窗外 正好走过来了两个 十分熟悉的身影 林雪和李文飞 哎 小雪你看那边的人是不是杨峰啊 李文飞突然发现了杨峰的身影 林雪回过头 看见杨峰在这里有些意外 刚准备上去打个招呼的时候 才发现 她的对面正坐着个慕容婉 这女人的漂亮程度 丝毫不输自己 而且此时满脸笑容 似乎跟杨峰 正在谈着什么高兴的事情 看样子 她好像比想象中的 要受欢迎哎 李文飞打趣着 林雪的脸色一如既往的冷清 扭过头道 跟我们没有关系 嘿 小雪你真是这么想的呀 赶紧走了 去取完东西 就该回公司了 我下午还有工作 林雪朝着前面走去 她决然的样子 让李文飞有些无奈 贪贪手地跟了上去 慕容婉在此时 嘴角勾起一丝笑容 眯着眼睛道 好像有人误会了 什么 晚上你应该就知道了 慕容婉微笑中 透露出些许的有趣 杨峰总感觉自己 容易被慕容婉卖了 还得替她数钱 不过 她似乎还有其他的事情 微笑道别后 起身离开了这里 杨峰看着时间也不早了 自己应该再去附近转转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足够合适送给林景华的礼物 其实杨峰并没有要讨好 林景华的意思 不过毕竟是 受邀去顶级规格的寿宴 自己要是送的东西 太过于廉价 也容易被人误会成 自己因为救过它 所以适才自傲 走到了古董街的地摊 和一些二手市场店 杨峰四处转了转 直到最后一家古玩店的时候 杨峰才叹了一口气 无奈地嘀咕着 看来这种地方 都已经有行家来过 简陋真不那么容易 如此看来的话 自己只能实打实地 花点钱买好东西了 好在是他现在有些钱 花个几百万 也能买到物超所值的古玩 正当他准备 对老板开口的时候 眼睛却在此时 发现了在角落 无人问津的一幅画 这幅画已经卷了起来 看上去并没有被重视 但是杨峰在这张画中 却分明感觉到了刺眼的亮光 这张画 价值不菲 杨峰心中狂喜 连忙对着老板道 老板 这幅画能拿出来给我看看吗 这位客人对画感兴趣呢 老板心中一喜 立刻把这张画拿了出来 给杨峰在桌上铺开 这张画已经有些破损了 很多地方可能因为潮湿 都变得有些散漠 至于这幅画的内容 本质是一幅水墨画 又带着些许的华夏画颜料点缀 主色为水墨 旁边点缀有些许的红色花朵树木 还有绵绵细雨 以及亭子里坐而论到的两个人 上面有着两个红色盖章 这是张大千的作品 杨峰认出了这东西的价值 老板微笑 道 客人您觉得呢 这是真的吗 这不是假的 老板显得有些奸哗 这个也是行业那些人的特殊画术 你若问他古玩的真假 他不会告诉你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只会说一句 这可能不是假的 杨峰已经明白了老板的意思 问道 这幅画什么价格 十万块钱 我可以送你个木盒收藏起来 老板十分爽快 杨峰故作犹豫了一下 最后才道 行 我就要这幅画 老板心中狂喜 他其实知道 这幅画是假的 因为当初收购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鉴定过这幅画了 而且 这幅画的真品 就在同一条街的另外一家店里 不过这个虽然是仿制品 却是做得十分像样 所以老板才一直留着 就当成是工艺品卖了 不过如今没有想到 有杨峰这个大鸢种来买 他自然是高兴坏了 收拾好了这幅画之后 杨峰准备看看时间 回家洗个澡 不过就在他转过身之时 有着一个惊奇的声音 叫出了他的名字 杨峰 你怎么也在这的 这个声音杨峰也十分熟悉 朝着声音的源头看去 正是自己的初中同学于建涛 见人涛 杨峰几乎不假思索地喊出口 紧接着又干咳一声道 那啥 老于 哈哈 我还是觉得上个称呼亲切一点 于建涛大笑着 上前给了杨峰一个熊抱 随后才道 你也喜欢这些东西 偶尔玩一玩 今天要去参加个宴会 到时候可能要送个礼 所以买了些小玩意 杨峰随口解释着 于建涛听了 点头道 看来你还是挺有心的嘛 买了个啥让我瞅瞅 一幅画 杨峰要打开盒子 不过老板在此时连忙拦住 道 二位 可以出去电外聊 我这里马上要继续做生意了 老板是生怕于建涛懂行 他要是看出这是纺制品的话 万一杨峰直接找自己退货 可就麻烦了 于建涛哪能不明白 这老板的意思 眼神看向杨峰 杨峰一副无所谓的淡然样子 让于建涛明白过来 行 咱们去外面坐一会吧 哥俩好久不见了 前面就有个苍蝇馆子 好好喝一杯 我这晚上 哎呀 走了走了 这不是才下午呢吗 有什么事情晚上再说 于建涛拉着杨峰出去 二人到了外面的一个小饭馆内 饭馆内 这个时间并没有客人 杨峰跟于建涛二人在大厅 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于建涛见到老朋友 可激动坏了 说着 你说这事瞧不瞧 我今天去那买东西 就总感觉那家店里可能有什么西石珍宝 感情是你的召唤 把我给整过去了 你平时经常玩这个 也谈不上 不过 我在那条街买了一点点商铺 就是之前投资的 所以偶尔会过去看看 于建涛的话 让杨峰有些惊奇 我去 你现在都成包租公了 杨峰感慨着 他知道 于建涛的父母都是老师 这家伙家里并不算是有钱 没想到这些年不见 已经混得这么好了 于建涛无奈 呃 前两年去了国外混了一下 挣了点钱之后就回来了 话说你当时读书那牛逼劲 都给我羡慕坏了 听说你高中是直接进国内天才少年班的 后面呢 杨峰问着 于建涛说起这个 有些遗憾 低头道 后面没有再走科研的道路了 去国外做了个经理人 但是那边的环境不太好 没两年就回来了 想家了 爱想什么家呀 于建涛指了指自己的黄色皮肤 杨峰似乎明白过来 道 排外 只有到了那种环境才知道 人家根本不信任你 干得不高兴就回来了 于建涛无奈 呃 其实我也才回过没俩月呢 之前听说你在江城本来想去找你的 不过一直忙着安顿的事情就耽误了 二人在初中的时候 是最铁的关系 而且在那个时候 于建涛作为一个老实眼中的乖孩子 甚至还为杨峰出头 最终跟人打了一架 为这事都惊动了家长 你背上那块疤还在吧 杨峰突然问着 于建涛咧嘴一笑 拉起自己袖口 露出肩膀的伤疤 满不在乎到 估计是恢复不了 也没啥关系 都是老爷们 身上哪能没几块疤呀 他这块疤 就是当初帮杨峰出头的时候 被划出口子的 这道伤当时很深 于建涛也休养了大半个月 杨峰有些遗憾 道 真没有想到你回国了 否则我前两天 就该请你好好喝一顿 现在不也一样吗 于建涛好爽地拿起酒杯 二人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于建涛的表情 微微有些沉寂 看着对面的杨峰 与其故作轻松地道 哥们 我前段时间 其实听说了一点你的事情 他没有明说 不过杨峰却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哥们分手了 无事一身轻不是挺好的吗 杨峰轻松地笑着 于建涛无奈 呃 我听说你找工作也不太顺利 现在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 杨峰干脆地说着 于建涛随手夹起一块肉 不以为意的语气道 我看要不这样吧 我最近其实在这古董街里 开了一家新店 但是你知道我没有什么时间 要不你到时候 过来这边当店长 让我当店长 我可不太懂这个 我到时候会给你找个懂行的 你帮我看着点就行 于建涛随口回答 杨峰看这家伙的表情 他一直故作喝酒加菜 说得很轻松 实际上就是害怕 刺痛自己的自尊心 还记得自己 跟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也跟自己说过 要是在国内创业了 可以找他投一笔钱 毕竟这家伙大学的时候 听说就已经靠着软件开发 挣了几百万 你知不知道 我最近找工作的时候 都有人在背后使绊子 真不怕到时候 我连累你啊 杨峰打去着 于建涛摆摆手 道 无所谓 反正我就是开几个店而已 法治社会 总不能叫人来砸场子吧 他倒是真的轻松 杨峰笑了起来 道 说得也对 不过你的好意 我心领了 你不愿意啊 于建涛放下了筷子 奇怪地看向他 杨峰笑了起来 道 以后再说吧 哥们 就咱们哥俩这关系 真没必要跟我客气 人这一辈子 谁没走过辈子 于建涛拍拍杨峰的肩膀 喝了几杯酒 脸色微红的 看上去比平时 更多了几分豪迈 杨峰点头 道 算了 我最近其实也正在创业 创业 于建涛清醒了几分 于众心肠地提醒道 创业可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啊 我记得 你也是农村来的 可不要轻易冲动 他从大学开始 就接触了大量的创业者 而且还在国外 有那么多年的生活经验 自然是十分清楚 创业究竟有多难成功 对于许多人来说 创业基本就等于白送钱 杨峰没有多说 只是道 我做的也是玉石和股丸的生意 不过以后 可能会投资一些其他的行业 比如科技产业 哦 于建涛越听越迷糊了 这些行业的投资成本 那都是千万起步的 杨峰之前有那么多钱 于建涛有些怀疑 还是道 你可不要为了面子拒绝我 咱们哥俩没必要 我知道 所以我也没有跟其他人说 但是就跟你说了 杨峰微笑地回答 于建涛看杨峰的表情 感觉有些疑惑 不过正在此时 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你先接电话 于建涛说着 杨峰接起来 另外一头传来了高荣海的声音 风哥 我们刚才联系上 江城珠宝集团的人了 他们的出价格 比预期高五千万 要卖吗 高荣海知道 这个价格远超市场价 但是这肯定不是 他们善心大做 大概率是因为杨峰 跟赵家认识的原因 杨峰自然明白 道 你找人工的市场价是多少 目前的估价 是一亿两千万 那就按照这个价格卖 不要多收钱 是 高荣海明白过来 杨峰又交代了几句 最后才挂断了电话 等他回过神的时候 才发现旁边的于建涛 已经在猛逼的看着自己 你 开玩笑 嘿 咱们哥俩的关系 我开这种玩笑干啥 杨峰咧嘴一笑 最后喝了一杯酒到 我最近刚开了个公司 要不要过来帮我 什么公司 我现在控股的 是枫叶投资公司 下面有两家公司 杨峰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最后又道 如果你来的话 我也给你百分之五的初期股份 你 于建涛愣住了 他本来是打算帮扶杨峰的 怎么到现在 自己成帮扶对象了 哈哈 杨峰啊 于建涛大笑了起来 道 好好好 到时候 我一定会考虑 那今天的酒就喝到这了 我一会儿洗个澡 还得去参加宴席呢 杨峰起身 于建涛看着杨峰离开的背影 突然想到了什么 问道 你今天要去参加的是什么晚宴 有个人生日 我去凑个热闹 难道是邻家的老爷子受宴 于建涛毕竟是有见识的人 马上便反应了过来 杨峰笑着点头 走出了于建涛的视野 看着昔日的同学背影 于建涛心中止不住的震惊 这家伙到底干啥了 发达成这样 下午的时间过得很快 晚上六点 江城大酒店 这个江城最豪华的酒店 此时又被包下来了 四周到处都有着人在这里站岗 保护着今天来这里的社会名流 二楼大厅内 此时 这里已经摆满了十几桌 最前面的主桌 此时已经坐着几个人 除了邻家的重要成员外 还有着一些 在江城举足轻重的大鳄 邻景华此时正在各桌之间走动 跟大家有说有笑的交流 他在江城的地位不一般 不过这次请的人其实不多 只有一些关系极好的朋友 和占亲戴故的亲戚 林雪一直在看着门口的来人 打了个哈欠 她好像还没来哦 李文飞的声音突然从旁边出现 林雪转过头 美好气地看了一眼自己这个闺蜜 哦 别胡说 我就是昨天没睡好 有点困了 我也没说是谁啊 李文飞打趣着 继续道 不过她要是真来了的话 要不帮你问问她 跟那妹子是啥关系 万一这家伙是有夫之夫呢 你不要胡说 人家跟前女友都分开好几个月了 而且据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还被人骗了钱 林雪立刻说着 随后又马上补充道 是我爷爷让调查她背景的 我又没说啥 你这么着急解释呀 李文飞坏笑的表情 正在二人说话的时候 杨风也带着礼物从外面走进来了 他来得有些早 里面的人并不算多 杨风刚放下礼物 准备走进去的时候 旁边又急匆匆地跟过来了个身影 这人急匆匆地 正好撞上了杨风 杨风回过头 却发现眼前这人十分熟悉 竟然就是白天在古董街见过的黄文浩 嗯 这不是之前那个古董街 买不起东西的人吗 黄文浩看了一眼杨风放下礼物的样子 鼻一道 没想到让你混进这里来了 他不屑的样子 特意绕开了杨风 似乎生怕跟他沾上晦气 杨风也懒得跟他计较 自己朝着里面走去之后 找到了个比较靠近后面的位置坐下 他在这边坐下 发现旁边的人眼神 几乎都朝着主桌的方向看过去 仿佛他们就是来这里当观众的 不过好在 旁边有一个跟杨风年纪相仿的人 跟他主动打招呼道 哥们 你也是替家里来的 我 那啥 就是来凑个热闹 杨风其实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难道说是林雪邀请自己来的 不过 这人却爽快道 不用这么紧张 我也是跟我父亲来的 咱们其实都一样 原来如此 你家是做什么生意的 一些小生意 做媒体广告的 是一些林家的边角料 这人倒是健谈 也伸出手道 认识一下 我叫何旭东 杨风 杨风自我介绍着 笑着道 我是做玉石和鼓玩生意的 原来如此 怪不得也跟我一起坐在这呢 何旭东打趣着 杨风听得有些好笑 问道 坐在哪里还有区别吗 这当然有区别了 何旭东摇头 指了指主桌的方向 道 你不知道 在主桌的 都是林家的核心人员 比如林家大小姐 还有他父亲林立农 还有的就是一些江城跺跺脚 都可以震三震的人物 那是挺厉害的 你看第二排那几个 也是江城举足轻重的人物 或者林家庞系 后面的就是一些大生意人 何旭东给杨风介绍着 不过他也好奇 道 哥们 你来之前没做过调查的 我 就是以为来这里吃饭的 顺便认识认识大家 原来是这样 看你的样子 应该也是个刚刚接手家里产业的吧 没有 我是自己创业 啊 何旭东惊奇地看着他 随后不禁笑起来道 可别吹牛逼了哥们 能来这个晚宴的年轻人 哪个不是跟着家里来的 你这年纪 能靠自己进来 这人显然是不信 杨风也并没有多解释 只是道 那你家里公司咋样 嘿嘿 互联网公司 估值小几十个亿 等上市呢 何旭东有些得意 杨风觉得这家伙很有意思 笑着道 那以后 说不定咱们还能合作一下 那必须的 咱们哥俩在这里认识 就算是缘分 以后要是有啥媒体宣传之类的 欢迎来找我 给你打折 何旭东咧嘴笑着 正在二人聊着的时候 晚宴的人也逐渐地增多了一些 何旭东在此时 突然把眼睛盯着主桌 你看见主桌那个人没 何旭东突然问着 杨风奇怪地 顺着他所说的看过去 问道 怎么了 那个人就是灵雪 据说他可是深得灵老的喜爱 以后可能就是要继承灵家的人 之前还有人说 谁要是娶了他 那就是娶了灵家 何旭东的眼睛里 多了几分憧憬 感慨道 而且灵小姐还长得这么漂亮 不知道是哪个上辈子 拯救地球的家伙 能特么帮上这种白富美 你家里已经够有钱了 还想着帮富婆呢 你懂啥 就冲灵小姐的美貌 我就愿意捐出所有家产 这里经见不少公子哥来 据说就是为了给他留下印象的 何旭东满脸的八卦和羡慕 他话音刚落 呼吸突然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我去 你这又咋了 笑喘犯了 杨风有些无语 这家伙怎么一会儿兴奋 一会儿呼吸急促的 灵小姐好像朝这边走过来了 快看快看 何旭东连忙提醒着杨风 他那不敢直视 又偷偷看的样子 让杨风有些无语 不过此时的灵雪 确实一步步地朝着这边走过来 何旭东的心情越发紧张 难道说 灵雪注意到自己了 何旭东立刻骚气地摸了一下 自己根本不存在的刘海 心中开始感激父母 给的这副英俊皮囊 灵雪似乎就听到他的召唤一般 真的走到这里之后 在他面前停下了脚步 何旭东激动得很 连忙要打招呼的时候 灵雪却先开口道 你怎么做这了 动听的声音开口 可何旭东却突然发现 灵雪并没有看自己 而是对着旁边的杨风说话 杨风无奈 我就是来这里随便看看的 主桌我看人挺多的 就不过去了吧 别胡说 我爷爷特意交代的 赶紧起来了 灵雪叫着 让杨风只能在此时起身 何旭东在旁边呆呆地看着他 猛逼道 哥们 你 那啥 对不住啊 我估计得换个位置了 杨风满脸无奈的表情 眼看着灵雪亲自带着杨风 朝主桌走去 何旭东呆呆看着杨风的身影 他想不明白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圣 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年轻人 突然出现在主桌上 也果然吸引到了众人的注意 尤其是坐在第二排的黄文浩 在看见杨风 竟然被灵雪带去主桌的时候 脸色变得铁青 这穷小子 竟然跟灵雪的关系这么好 黄文浩咬牙切齿 可紧接着 他突然看向了刚才收礼物的地方 眼中多了几分奸诈 杨风被带到主桌上 显得有些拘束 毕竟一桌十几个人 他就认识个灵雪和灵景华 不过此时的灵景华 刚刚跟一个客人聊完 看见杨风已经到了 大喜道 杨先生也来了 好啊好啊 灵景华自知杨风 对自己有救命之恩 所以他对于杨风 是十分尊重的 此时的主桌上 其他人却惊奇地看着他 众人都在打量 想要看看这个家伙 到底是什么身份 可是不管他们怎么看 都觉得这个人平平无奇 好在此时 灵雪的父亲 林立农开口道 我都听说了 谢谢你在医院救我父亲的事情 真没想到年纪轻轻 就有如此艺术 连林家现在实际的管理者 林立农都如此说话了 众人也在此时 跟杨风说着话 杨风的表情有些为难 道 我救人不过是运气好 也谈不上什么艺术 杨先生谦虚了 我今日能过这个气势大寿 可都是所托杨先生之福 所以才特意邀请先生 过来赏光啊 林景华大笑着 他现在的身体恢复的 已经非常好了 晚宴也在此时热闹了起来 按照规矩 接下去将会有人在饭桌上 轮流给林景华敬酒 热闹的场面下 之前早有准备的黄文浩 在此时拿起了一个木匣子 缓缓走到了主桌的旁边 哦 是黄家的小孩 我记得你 林景华在这种场合 很给黄文浩面子 黄文浩听了 心中狂喜 又连忙道 林老能记得我这后辈 实在是让我受宠落惊 这是我刚才准备的贺礼 我怕放在外面容易弄坏 所以特意带了进来 哦 能让你这么上心的贺礼 想必非同反响吧 林景华有几分好奇 黄文浩听了 笑起来道 我听说林老特别喜欢画 尤其是喜欢张大千的作品 张大千的作品 林景华更加惊喜了 这个可绝对是对他口味的东西 在场的也有 非常多喜欢张大千的人 听到这个都不禁惊喜起来 老林 我看既然今天高兴 不如就把画打开 也让我们一保眼福吗 李家的李德轩 在此时开口了 林景华大笑 道 好好 既然你都这样说了 那麻烦小黄你就把画展开 就当我跟大家同乐了 好嘞 黄文浩立刻招手 让旁边的服务员过来帮忙 打开了木匣子 里面有一张保存完好的画 这张画的尺寸 足有一米长 四十厘米宽 展开之后 赫然就是一幅 极其漂亮的雨后风景图 漂亮的梅花点缀 写一的亭子 还有里面坐着的闲聊人物 杨峰看了一眼之后 表情微微的有些变化了 黄文浩在此时 在注意到他的脸色变化后 心中更是得意 只是坐在旁边的林雪不知真相 小声地问着道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杨峰摇头 可是他哪里会不知道 这黄文浩跟自己送的东西 不仅都是张大千的画 而且还是同一幅作品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二人之中 至少有一幅画是假的 杨峰的心中 还真有些梦了 真没有想到这世上 竟然还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此时的众人 见到了如此作品 纷纷都凑过来一堵真容 随后发出感慨 林景华更是张大千的老粉丝了 见到这幅画之后 感慨到 这是泼墨画 雨后青山 真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个时候见到 只要林老能喜欢 那晚辈的努力也算是值了 黄文浩笑着 道 不过 我刚才在送礼的地方 凑巧发现有个人 好像也是送的张大千作品 哦 来人之中 竟然还有如此有幸之人 是啊 林老要不也看看 黄文浩问着 林景华见到大家开心 当即到 去把那副作品拿过来 也打开给大家看看 说着 一个人也赶忙从不远处走过来 递过了个木盒子 这是哪位朋友所送啊 林景华高兴地询问着 但是 杨峰没有第一时间站起来 黄文浩在此时 直接将尖锐的目光看向了他 故意道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好像看见 就是这位朋友送的 没错吧 是杨先生送的 林景华顿时诧异了 张大千的话 随便一副 都是价值不菲的 没有想到 竟然是杨峰送的 杨峰也轻轻点头 道 是我送的 没想到 还被人看到了 哈哈 那就打开看看 先生您不介意吧 我没关系 杨峰倒是无所谓的样子 而在场的人 也在此时掉足了胃口 就连林雪 都想要在此时看看 杨峰送的张大千作品 究竟是什么水平的 不过随着这幅画 缓缓地展开 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气氛也变得十分热烈 可片刻之后 会场便逐渐地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面面相去 都从对方的脸上 看出了迷茫 怎么回事 难道搞错了 所有参加晚宴的人 都猛逼了 这幅画展开 其画中的内容 竟然跟刚才黄文浩所送 一模一样 黄文浩的嘴角 勾起一丝得意 但很快 又装作无辜的样子 道 诶 这是怎么回事 杨先生您送的画 怎么好像跟我一样呢 他看似询问 实际上众人 都在此时明白了过来 这两幅画之中 必然有一幅画是假的 而且看黄文浩的样子 再加上皇家的实力 完全不可能送假画 那么真相只有一个 众人都在此时 看向了杨峰 就连林景华 也深吸一口气 道 我看 这不过是一个宴会上的小乐子 其中可能有些什么误会 说着 林景华便要让人 把画收下去 黄文浩羞辱杨峰的目的达到 心中不惊得意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沉默的杨峰突然开口了 既然已经打开了 为什么大家不好好看看呢 杨峰淡然的话语 一时间让众人愣住了 这小子疯了 拿了个假货 竟然还要让他们戏看 林景华的本意 是要帮杨峰化解尴尬 可听见他的话之后 表情顿时有些停顿 杨先生 您这是 林景华不明白他的意思 旁边的林雪 也偷偷地在桌底下 掐了一下杨峰的腰间软肉 似乎是在提醒他不要乱说话 杨峰却浑然没感觉到一般 微笑着道 我说的是 既然大家都对张大千的作品 如此喜爱 为什么不好好看他呢 他又重复了一次 刚才的话 林景华似乎在此时 才反映过来杨峰的意思 黄文浩更是感觉到好笑 高道 这位杨先生 我的画可是在古爹宣买的 你要想清楚了 莫非大店买的东西 就一定要更高贵吗 杨峰反问着 这话让气氛都陷入了沉寂 林景华也在此时道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如就来好好看看这幅画 不管真假 起码是一件艺术品吗 他开口了 众人便也在此时收敛了许多 而且他们也好奇 杨峰的这件艳品水平到底如何 不过只有此时的黄文浩表情中 带着几分嘚瑟 本来他只是想给杨峰一个小教训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小子主动找死 在如此多人面前 今天他可是要丢大脸了 在场的大家 其实也第一印象的 就已经把黄文浩的作品当成真的了 现在欣赏杨峰这幅画的时候 更多的是带着几分批判的眼光 想要找出其中破绽 就连林景华都在此时略微有些疑惑 但是片刻之后 大家都在此时略微的沉默了一些 他们仔细地朝着这张画观摩 却根本发现不了到底是哪里作家 怎么回事 李德轩在此时有些好奇了 林景华也感觉到奇怪 道 要不把另外一幅画也拿出来看看 我看这是正好的 对比一下吗 大家立刻答应着 因为凭借他们这些人里的内行眼光来看 却根本分辨不清 这个作品的问题在哪 正是因为这个 所以气氛略微的有些胶着起来 林雪并不懂这些 只是好奇地看了一会儿 最后小声地问着杨峰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幅画 是我从一个店里淘的编脚料 花了多少钱 十万块 什么 林雪差点没忍住掉凳子底下去 十万块钱简陋的东西 要知道 人家黄文浩送的东西 买的最少可都是千万以上 她的心中在此时已经有结果了 无奈道 刚才我爷爷给你台阶下 你不应该再惹事的 没关系 让大家看看吗 杨峰并不在乎 自顾自地在那吃着东西 他轻描淡写的样子 也让不少人对他好奇 不过此时 大家研究两幅画 最终却似乎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林景华也在此时求助地 看向了不远处的一位朋友 道 老丁 你怎么看 他所说的老丁 是在这个圈子内 十分权威的丁坤 这人的专业方向 就是画作鉴定 跟韩云福那种金石学的略有不同 毕竟这个行业是没有全才的 丁坤在旁边 其实已经看了许久 最后走到了黄文浩的那幅画面前 如此一幕 让众人似乎也明白了过来 爱看来还是贵的东西好啊 群众叹了一口气 纵然是这个赝品做得再真 可终究还是骗不过行家的眼睛 大家在此时看向了杨峰 表情中都多了几分同情 这小子在如此大庭广众之下 自取其辱 现在终于到了要被人揭穿的时候 老丁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说出来道不用紧张 但是根据我对张大千 那么多幅作品的研究来看 众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但是黄文浩却越发得意 这个黄家的后辈送的东西 才是赝品 丁坤终于开口 黄文浩还在那美呢 嘚瑟道承让承让 我只不过是知道 林老喜欢张大千 所以什么 我的是假的 黄文浩随后猛的反应过来 一脸猛逼的看着丁坤 众人也不可思议的表情 这怎么可能啊 别说他们 就连林家的人都此时 有些难以置信 是在包装上 还是来源上都远不如黄文浩 林锦华是个正直的人 他在此时表情认真 道 老林 虽然杨先生救过我 但是如此多人的场合 你可不要因为这个而刻意迎合 否则对于黄家的后辈不太公平 我还不至于为了这个 砸我自己的招牌 丁坤大笑着 让人将两幅画全部挂起来 随后才走到前面 道 第一眼看上去 这两幅画的区别确实非常小 不过若真要细看 其实还是能看出区别的 快说说 张大千的画风有三个时期 早年学习石涛和八大山人 中期受敦煌壁画影响 晚期创新颇墨颇彩 他的用笔灵秀利落 色彩明快丰富 气韵生动神似 丁坤说着 继续道 至于伟作的画 则比例软弱呆板 色彩暗淡单调 神韵缺乏整体感 你的意思是 虽然是刻意模仿 但是右边的这幅画 整体性却明显不如左边这幅 而且这幅画是晚年所作的颇墨画 左边的色彩和搭配 很显然更利落生动 而右边的则更像是东施笑评 丁坤的话 让众人毛色顿开 他们仔细地朝着手笔之处看去 果真在此时 发现了些许的端倪 再看纸张 张大千的话 大多用宣纸和卷本 而且选择的时候 是质地厚实 还有些许的水印 这幅艳品的模仿程度 虽然非常的高 但是从手感上 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还是有细微的差距 丁坤微笑 看向了黄文浩道 你这幅画 是很顶级的艳品 可是艳品终究是艳品 能骗过大多数人 却骗不过我 丁坤话中的自信 有着他多年 经营在这个领域的傲气 可是 却也让现场的人 都看向了黄文浩 此时的黄文浩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他的那幅画 明明是在一个店里剪的边角料 怎么可能 怎么是真品 黄文浩难以置信 可他的画 无疑也代表了 他是故意 想要给杨峰难堪 只是没有想到 自己手里的 竟然反而是假画 但是丁坤在此时 对于杨峰 却多了几分欣赏 竟然是简陋所得 看来这位杨先生 对于画作 也是十分的熟悉 否则绝对不会发现 如此萌尘的作品 丁坤感慨着 众人看着杨峰的眼神 多了些许的尊敬 怪不得这家伙 刚才那么自信 原来他知道 自己送的才是真品 而且再看这幅画 如果是真的 其价值最少在2000万以上 出手便送这样的厚礼 这家伙什么身份 杨先生 理太重了 林景华也在此时 叹了一口气 杨峰无奈 我就是觉得 不能空手来 随便找了个东西而已 他对于这幅画 并没有太多的在意 对比下来 刚才的黄文浩 拿到这幅画 作为礼物的时候 可是特意过来 嘚瑟了一下 再看杨峰 只是单纯地 把礼物放在了接收处 两个人的品行 一目了然 黄文浩丢了个大人 众人看着他 都有些滑稽 不过好在林景华 并没有再追究这件事情 而是让大家 各自回去位置 继续今天晚上的宴会 杨峰在这件事情之后 也没有再多说话 晚宴到了后半段的时候 各桌便都有人起来敬酒了 杨峰找了个 安静一些的桌子坐下 不过却还是陆续有人过来 跟杨峰打招呼 这些人是试探杨峰的家业 杨峰倒是实在 跟他们应酬完之后 才见到林雪跟李文飞 从不远处过来 真没想到 你不只是懂瓷器 连张大千的话都这么精通 李文飞坐下的时候 语气中带着诧异 杨峰摊摆手 李文飞打趣着 林雪倒对这些没有太大的兴趣 只是问着 对了 你一会儿要回去吗 嗯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爷爷等会还有个茶会 你要不要去坐一会儿 林雪没有说 这个茶会去的是什么人 但肯定是一些大佬 可让林雪意外的是 杨峰似乎并不想去炎富士 而是伸了个懒腰 道 算了 我不太适合那些场合 那你 我其实有个事 想找你帮忙 杨峰岔开话题 道 我想要回去老家做一些投资 但是我对这些不太懂 所以我想要问问你 有没有办法 想回馈家乡 林雪听出了杨峰话中的意思 摸着下巴思索了片刻 哦 这个其实每个地方都不一样的 不过你这个想法 其实也不难 到时候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人 他们帮你去做实地调查 实地调查 没错 调查一下当地的人文气候 还有特色 比如有景点开发的话 可以适合开发旅游项目 如果有非常多的土地资源 可以做农业生产 林雪侃侃而谈 杨峰在做生意这方面 跟他比确实差远了 我到时候 帮你派两个人过去调查一下 以你的名义 跟当地的镇长书记沟通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政策之类的 林雪最后说着 杨峰点头 道 谢谢 没关系 以后好好去给林家当女婿就行 李文飞的声音 又从旁边冒了出来 林雪听得脸色微微一红 随后白了他一眼道 别胡说了 有人在呢 哎 这不是之前你的想法吗 我帮你说出来了而已 李文飞笑眯眯的样子 杨峰也干咳一声 道 那啥 我一会儿还有事情 要不先回家 等等 林雪突然叫住了他 杨峰有点奇怪 问道 还有啥事 这个 林雪显得十分难为情 还是旁边的李文飞爽快 道 小雪想跟你出对象 啥 杨峰一个亮呛 林雪被说得红着脸 连忙解释道 别听他胡说 就是回头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能不能陪我回趟家 啊 我爸和爷爷 有些喜欢念叨你 林雪平时一向冷清 脸上多了些许异样 马上又补充道 就是单纯见个面 你不用多想 这个 杨峰挠挠头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要是直接拒绝的话 似乎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了 可他还真是不愿意 跟这样的大家族打交道 别多想了 就这么定下了 哪来那么多的磨叽 李文飞干脆的样子 呃 就大后天 到时候你记得去啊 好 好的 你看 这事不是挺简单的吗 李文飞咧嘴一笑 杨峰的表情有些僵硬 连忙道别之后 才离开了这里 走出了酒店之后 杨峰才长出一口气 正当他准备 在路边打辆车回家的时候 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道 诶 杨先生你也出来了 这个声音杨峰有些熟悉 他回过头看去 发现竟然就是上次 在拍卖会外遇见的那个男人 你是向盛辉 杨峰想起来了 这个人的名字 向盛辉大笑了起来 道 难得杨先生这么久了 还能记得我啊 我记得那天你好像说过 你是做古丸收藏的 杨峰回忆起来 这家伙在拍卖会上买的古丸 绝大部分都是带着灵气 他肯定不是普通人 向盛辉笑着 啊 没错 杨先生如果有合适的古丸 随时可以联系我 比如刚才那幅画 就非常好 他看到了宴会上的事情 杨峰也并不意外 问道 向先生是私人收藏 还是开博物馆 仅仅私人收藏而已 向盛辉说着 看了一眼手表 道 不好意思 我马上还有事情要离开 待日一定登门拜访 好的 随时欢迎 杨峰答应着 看向盛辉急匆匆离开的样子 杨峰的目光逐渐深邃 他刚才特意用灵眼 看了看向盛辉的经络 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也就说明 真正掌控那些资源的 肯定是他背后的人 但是杨峰并不知道 这家伙是好还是坏 估计慕容婉知道吧 杨峰突然想起来 慕容婉白天跟自己说的话 杨峰觉得自己 好像已经被卷入到了一些事情中 但是对于杨峰来说 他其实并不喜欢那些纠纷 俗话说 天塌了 有高个子的人顶着 现在的他 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喽啰 应该没那么多人关注自己 想通了这个 杨峰便打了辆车 朝家里回去了 到了家里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杨峰刚洗了的早 刚准备睡觉 电话就在这个时候 响了起来 看着来电显示 杨峰的脸上 就露出了笑容 按下接听键 哥 你睡觉了没啊 这个声音不是别人 正是他那个 在外地读书的妹妹 杨峰听着熟悉的声音 无奈道 你又有啥事 嘻嘻 我给你打的钱收到没有呀 杨小师笑嘻嘻地问着 杨峰有些奇怪 仔细地看了看手机屏幕 才发现 自己刚才还真收到了一笔钱 你给我打了三千块 杨峰奇怪的表情 问道 咋回事 这可是我兼职正的 是不是很厉害 杨小师的声音中带着自豪 杨峰知道这丫头 平时喜欢搞一些副业 但还是道 那你就自己留着 你哥我像是缺钱的人吗 这不是觉得 你可以跟我一起 享受胜利的果实吗 杨小师欢快地语气 杨峰有点奇怪 哦 你干的到底是什么兼职 可别耽误学业了 等我过几天回家 你就知道了吗 先保密 你这丫头神经兮兮的 先挂了 我已经打开游戏 今天可是要开始上大分的人 杨小师眼看着时间 已经快十点了 连忙挂断了杨峰的电话 登录上了游戏账号 未为 杨峰还想要叫住他 却发现电话里只传来盲音 这丫头 杨峰露出了个无奈的笑容 把手机朝着床上一丢 他本来想跟妹妹说说 自己近况的 不过回过头一想 估计他也不关心这个 高中的时候 杨小师还是在江城读的 他的爱好 就是宅在家里打游戏 或者睡大觉 为此 杨峰还吭哧吭哧地 帮他做过作业 并且间接地回忆起了 高中的噩梦生涯 而最让杨峰感觉到不公平的是 书本的知识 就像会飞到他耳朵里一样 就他这么不学无数的 一个高中生涯 能让他能考上 国内最好的大学 时间不早了 杨峰没有再多想这些 倒头便睡了过去 第二天到来 杨峰睡了个觉 去4S店提了自己的新车 虽然这个车很便宜 但是对于杨峰来说 却是刚刚好 开着车 杨峰打电话给了高荣海 公司已经开张好几天了 自己却还没有去看过 市区内 一栋办公大厦门口 此时这里人来人往 杨峰的公司 租了这大厦的四到五楼 作为办公地点 到公司里 杨峰看着现在的公司 已经有着二三十个人了 心中还是有些感慨 这个可是他第一次当老板 正在他想着的时候 高荣海也从里面走出来 咧嘴笑道 峰哥 你可算是来了 一边说着 高荣海顺便给杨峰 介绍了一下办公室内的员工 这些人将来可都是 公司的骨干力量 杨峰跟大家认识了一番之后 才进了高荣海的办公室 现在公司怎么样了 杨峰问着 高荣海黑黑一笑 道 一切良好 前两天咱们进货的 刘老板你还记得吧 就刘青岚打工那地方 对对 就是他 我告诉他 咱们公司开出价值过亿的石头之后 可把他给高兴坏了 非要联合咱们做个宣传 我也答应了 高荣海是这个行业的老油条 他知道翡翠这些奢侈品 品牌的信任度和知名度 往往是最重要的 同样一个东西 放在不同的品牌专柜卖 价格也截然不同 高荣海介绍了一些 最近公司发展的方向 最后还道 对了 我们招了几个漂亮的女孩 主要是做直播间 做网络宣传的 不过现在人气有点低 你小子该不会是打着公司旗号 搁着找妹子吧 杨峰十分怀疑的表情 看了一眼四周道 你没找女秘书吧 别胡说 我像是那种人吗 更何况 直播那块都是刘青岚待人负责 我也不管啊 高荣海满脸委屈的表情 杨峰看他委屈巴巴的模样 才道 对了 你之前说 要去南京山城看看石头 什么时候出发 估计得过段时间 我把公司的事情想简单了 一会儿还得去老姑那 找几个人过来帮忙 还有就是 谈几个需要翡翠的大顾客 高荣海跟杨峰汇报着 他们虽然有了赵家 这个江城珠宝的大合作商 不过高荣海却并没有打算 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杨峰也明白这个道理 道 过段时间我也一起去山城 到时候选一匹好的石头 全部运过来 嗯 不过真要是想拿到一手货源 还是得出国一趟 去南边的干国 他们那边有很多的老坑 我目前的打算 就是有钱了之后 去包下一个老坑 高荣海说 这件事情的时候 语气都还有些激动 这个可是他之前 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现在却真的成为了现实 杨峰听了 也点头道 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 我亲自选一个 嘿嘿 峰哥你的眼光肯定错不了的 高荣海对杨峰的信任程度 就像武则天守寡 失去理智了 只是随后 高荣海就想起来正事 道 对了峰哥 你回头要不也在家里 开个直播间吧 我们这边的人气 要是做不起来 估计还得靠你 直播 我直播什么 杨峰奇怪的问着 凭借你的眼光 到时候帮人鉴定翡翠赌食 或者古玩的 肯定能成为全网第一红人 高荣海期待的目光 杨峰之前没搞过这个 但是听了之后 倒是觉得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流量为王的网络时代 他们公司若是没有知名度 再好的东西 恐怕也卖不出去 行 我回头 有时间就开个直播 杨峰答应了下来 高荣海一听 当即咧嘴笑道 别回头啊 就明天晚上七点吧 咋样 啥情况 我都准备好宣传稿了 高荣海从桌上 找到了几份文件 杨峰看了一眼 随后忍不住无语 高人大弟子 精准看穿翡翠原石 准确率90%以上 杨峰看着上面的宣传字样 感情这小子 早就已经谋划好了 嘿嘿 峰哥你要是愿意直播 帮人看看赌石或者古玩的 人气肯定十分火爆 更何况 你还有那么多圈子里的朋友 高荣海可是知道 杨峰跟韩云福等人的关系十分好 杨峰感觉到自己上当 无语道 你小子把主意打我身上了 峰哥 咱们得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高荣海这几天 其实兴奋的都没怎么睡觉 每天几乎都在研究公司的事情 再加上公司来了一些专业的经理人 高荣海跟他们学习了许多 杨峰看他没有因为身份的变化而膨胀 放心了许多 这个只是我们的起点 如果以后挣到的钱足够多 还要投资其他领域 尤其是科技公司 杨峰跟高荣海先交了个底 高荣海倒是郁闷 无奈道 眼前这个公司 都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呢 哪里顾得上以后啊 说的也是 那我们 杨峰这边话刚说到一半的时候 门突然在此时被敲响 外面传来了个员工的声音 叫道 高总 外面有个很漂亮的女孩 说是要来找 找杨董的 他的话音刚落 就见到赵竹威 此时从门口走进来 笑嘻嘻道 你都成董事长了哈 我来看看你啊 看到赵竹威 高荣海似乎马上明白过来 甘咳一声道 风哥 我这边一切都好 我看你今天还是别来了 别啊 我一会儿 还打算去刘青岚那看看直播呢 我 别看了别看了 回头我给你发视频 高荣海推着杨锋出门 赵竹威倒是明白他的意思 笑嘻嘻的挥手道别 拉着杨锋一起走出了公司 杨锋略有些郁闷 看着旁边的赵竹威 奇怪道 你怎么会来这里 我去你家找你 你电话关了 人也不在 所以我猜你可能会在公司 就过来了呀 赵竹威倒是不隐瞒 杨锋看了一眼手机 道 还真是 这个手机的电池待机老不行 那要不趁着现在有时间 你先去换个手机吧 我爸说他今天傍晚才会到家 赵竹威跟杨锋说着 杨锋也想起来 上次自己说过 要看那幅无道子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是 杨锋想看看 赵国锋家里 还有多少带着灵气的藏品 他知道 那些灵气对自己的重要 如果真的能获取 那对于身体绝对有质变 就比如现在的他 已经感觉到 使用眼睛透视 不会如同之前那么累 身体也比之前要敏锐很多 那就先去附近的手机店看看 行 我带你去 赵竹威这里轻车熟路 二人离开了这里 宝龙商场 这里有许多手机直音店 就在二人刚走进一家手机店的时候 才发现此时的店里还有熟人 于建涛 他此时正在看着新款手机 看见了杨锋进来的时候 于建涛惊喜道 这要巧 哎 这位是 这是我朋友赵竹威 陪我一起来的 赵竹威 这名字好像有点耳熟 于建涛想了想 随后惊奇道 该不会是赵家那个大小姐吧 你还知道这个 我开古玩店的时候听过 于建涛的语气 有些不可思议 这小子泡妞 都泡到赵家的大小姐 赵竹威倒是在此时 主动打了个招呼 道 你好呀 你好你好 杨锋这小子真是傻人有傻夫 老子混了这么多年 咋就没这样的白富美看上我 妈的 我也想吃软饭 于建涛一副恨天不恭的样子 杨锋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到 都跟你说是普通朋友了 吃个屁的软饭 得得得 不管什么朋友 我先跟你说个正事 过段时间同学小聚一下 你要不要去 可以带个家属 于建涛一边说着 一边有意的看向了赵竹威 杨锋看他那模样 郁闷着 我以往都不太喜欢参加这种聚会的 而且我再重复一遍 他不是家属 那你真不去看看吗 李汉秋据说也会去 他现在可是上市公司老总了 我记得你跟他关系不错 这个 杨锋想起来 之前买车的时候 还遇到了贾文博 他好像也说过同学会的事情 于建涛看他犹豫不决 干脆道 就这么定了 地点定在清水大酒店 到时候可别忘记了 看他定下来 杨锋也只能点头答应 其实他知道于建涛的性格 并不是好视群众 杨锋猜测估计 因为剧上有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才特意要拉上自己 那行 去的时候你打电话给我 杨锋答应下来 不过随后 他又问道 对了 我上次跟你说的事情 考虑的怎么样 之后再说吧 于建涛拿起了刚刚买的手机 对着店员道 我哥们买单 说完 于建涛便乐呵呵地朝外面走去 杨锋无奈 刚准备要拿起手机要付钱的时候 才反应过来 自己的手机没电 买个屁的单啊 他顿时把求助的眼神 看向了旁边的赵竹威 赵竹威露出个活泼的笑容 嘿嘿道 你真打算要吃软饭呀 我 我这不是没现金吗 杨锋老脸一红 不过赵竹威也只是打趣一句 还是很爽快地 从口袋里 掏出了手机付款 与此同时 门口正好走进来了一对情侣 我就是看中了 那个新款的手机吗 亲爱的你给我买好不好 那女孩发点的声音传来 男生哪受得了这个 当即答应着 买买买 你要什么都买 看他答应得如此爽快 女孩似乎这才满意的点头 可等他们走进店里的时候 突然看见收银台处 正在给杨锋付钱的赵竹威 你要不再多买一台 到时候就当备用机 还能用俩卡 赵竹威询问着 杨锋点头 道 也行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说着 杨锋又拿了一部新款手机 随后便见到赵竹威扫码付钱 离开了手机店 这对情侣看到这一幕 在原地愣住了 卧槽 男生一脸猛逼 随后表情逐渐从之前的平静 变得极度 看看人家 看看人家 男生急眼了 对着自己的女朋友 生气道 不行 今天你必须得给我买手机 而且我要买两部 妈的 大家都是人 凭什么人家女朋友那么漂亮 还给她花钱 自己就得当大冤种 女孩也在那被吓住了 弱弱地掏出手机道 我买单 一时间 二人似乎攻守一行了 短短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店员感觉到自己大受震撼 杨锋此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跟赵竹威离开了这里之后 又去外面吃了个饭 等到傍晚的时候 才开着车到了他家 这个地方杨锋之前来过一次 再回来的时候 也没有太多的感慨 把车停在了车库 杨锋看着车库里五六辆豪车 随便一辆拿出来 都可以买自己这几十辆了 不愧是有钱人家 自己这车放在这 估计也就是人家一个咕噜的价格 你要不回头也换辆好车吧 反正你现在也不差钱 赵竹威的声音从旁边传来 杨锋满不在乎 道 算了 我对车其实兴趣不大 能开就行 二人说着便朝家里走去 今天的秋月香是亲自下厨 让保姆给他打下手 上次杨锋没有收下他的感谢费 这让他一直都十分内疚 别墅大厅内 桌上已经放着几道菜了 此时的秋月香正端着一盘炒肉出来 见二人已经回来 才笑着道 小锋来了呀 洗洗手准备吃饭了 老赵刚刚回来 在书房回个信息救下来 谢谢阿姨 杨锋虽然对于他印象一般 但还是主动地答应着 天色在此时也逐渐地黑了下来 赵国锋从楼上下来 餐桌旁坐着四个人 今天的家里多了的客人 也让赵国锋的心情 比平时要好上许多 吃完了这顿饭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走 去我的收藏室看看如何 赵国锋终于提出了邀请 杨锋就冲着这个来的 干脆道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哈哈 提什么客气不客气的 我都听说了 你跟韩云福可是好朋友 还在临家的宴会上 送了一副张大千的话 说明你对这个可十分精通啊 赵国锋大笑着 看来江城的富人圈子真不大 赵国锋竟然连这个都知道 杨锋只能谦逊低头 道 那不过是运气好 爸 我也想去看看 赵珠威在此时蹦跳过来 到了杨锋的身边 看他大眼睛好奇的样子 杨锋有些奇怪 道 你平时在家不经常看吗 我爸可小气了 平时不让我随便进去 赵珠威嘟囔着 赵国锋无奈 还不是因为你这丫头 毛手毛脚的 回头要是把我的东西 弄坏了怎么办 要不你们都去 我一会儿去门口把花交了就来 秋月香在旁边说着 赵国锋也没有再多说 带着杨锋和赵珠威 到了二楼走到的尽头处 这里只有一个房间 就是赵国锋的收藏室 随着门打开 三人一起走进去 看到里面第一眼的时候 杨锋忍不住有些感慨 什么是真正的有钱人啊 这房间里 恒温恒室的配置 就已经价格不菲了 再看架子上摆放着的 都是珍贵瓷器 自画这些比较难以保存的古丸 就会用特殊的材料保护起来 整个房间有着几十平米 但是就看这些架子上放的东西 价值肯定都已经超过了几十亿以上 其实我也算是个小收藏家呢 这里很多藏品 都是我在十年前 甚至是十几年前逃换回来的 大部分买的价格 其实都不算高 不过现在应该经费西比了 赵国锋给杨锋介绍起来的时候 语气中还是有几分自豪 毕竟他知道杨锋懂古丸之后 就想过要让杨锋看看这收藏室了 再有钱的人 也避免不了 炫耀自己成果时候的成就感 赵主威之前进来过 看了一会儿之后 突然指着旁边的一幅画道 那天绑匪要的 是不是就是这幅画 对 这幅就是吴道子所作的老君词单图 赵国锋介绍着 这张画被材料保护起来的同时 外面有着一个特制的玻璃围绕 在玻璃里面 则是有着非常柔和的黄色亮光 正好照射在画上 看得出来 赵国锋为了这个收藏室 也是没有少花钱 杨锋仔细地看着这幅画 目光逐渐深邃 片刻后 他的表情便露出了几分笑容 不出意外 这幅画上 确实带着非常浓郁的灵气 甚至于比之前 任何一个古玩都要浓郁 画圣无道子 下笔皆有灵 果然名不虚传 杨锋看了一会儿之后 又把眼神看向旁边另外的一幅画 这幅画也有着不弱的灵气 但是上面却并没有落款 杨锋有些好奇 道 这幅画是谁的作品 这是之前我一个朋友 在拍卖会上买回来的 从才智和风格来看 应该是唐宋时期的作品 但我们确实还不知道 这作品的主人是谁 赵国锋介绍着 继续道 其实我这有不少作品都是这样的 并非一定知道出处 比如那些瓷器只是知道朝代 但是却并不清楚具体的历史 古玩收藏 图的是一个跨越几百年 甚至几千年的精神连接 所以赵国锋也并没有强求 一定要知道出处 话说起来 杨锋你不是对古玩好像挺懂的吗 要不你帮我爸看看 这是什么人的话 赵主威想起来 杨锋在拍卖会上的场景 不禁对他充满信心 但赵国锋听了 却立刻道 别胡说 这种话没有史料记载 莫款保存又不完整的 充其量只能欣赏 不可能找到出处的 啊 我刚知道嘛 赵主威这才明白自己说错话了 杨锋倒是笑了起来 道 或许可以 啊 小锋你可别听这丫头胡说 这幅画 我都已经找过许多人鉴定了 除了一些杂七杂八的眉目之外 实在是没有太多的信息可以判断 赵国锋是生怕杨锋下不来台 但杨锋却清楚 这幅画上能有这么浓郁的灵气 说明了奇不简单 如果用童树溯源的话 或许就能知其底细 赵国锋也并非吝啬之人 见杨锋如此感兴趣 也把这幅画干脆的给杨锋取出来 杨锋的一只手摸上去 随后眼睛盯着这幅画的线条 这是一幅水墨画 画中是一个人站在悬崖上 仰天作诗的模样 这人一袭长衣 看上去带着几分洒脱 杨锋的眼睛不断地开始溯源 直到最后 一幅画面在他的脑海中出现 那是一个人影画画的样子 紧接着 杨锋便突然睁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幅画 怎么可能 杨锋顿时睁大眼睛 不可思议的样子 让旁边的赵国锋十分奇怪 就连赵竹威都疑惑 杨锋这突然是怎么了 在此时 杨锋缓缓地拿起了这幅画 最终仔细地看着那缺失的一角 那一角还残留着四个文字 那本应该是一首诗 但因为年代的久远 两个字已经模糊 剩余可以辨认的两个字 写着的应该是秦来的意思 这幅画 有什么问题吗 赵国锋奇怪地问着 杨锋深吸一口气 道 这幅画并非是名家制作 虽然其画功非常好 但是这作品上 真正关键的是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 赵国锋朝着那几个字看去 随后摇头道 这个我们也已经找人去鉴定过了 可确实是找不到处处 他们的胆子太小 不敢认 杨锋眯着眼睛 赵国锋听着越发奇怪 连忙问道 小枫 你这话的意思是 这是李太白的字迹 什么 这一次 可不只是赵国锋 就连赵竹威 都不可思议地看着杨锋 你可别 别胡说啊 赵竹威的心中颤抖 李太白 那是何许人也 华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都被称之为诗仙的存在 在文坛这种地位的人 所留下来的真迹 目前已知的 就只有一副 怎么可能会再出现呢 杨锋似乎感觉到二人的惊讶 笑着道 不用这么紧张 这幅画虽然是李太白的字迹 但却并非出自他的手 应该是后人临摹 这话 让二人都略微地平静了一些 可即便是如此 他们还是感觉到不可思议 即便是这样 那也是真凭 可你如何敢这么确定 赵国锋疑惑了 他有些不信 虽然知道 杨锋可能对古玩很有见解 可是这幅画自己找人鉴定过无数次 也没有人敢说这是李太白的字 杨锋笑了起来 道 这个其实不难 根据上面的字 想办法复原 再根据其他流传下来的作品 去比对字迹 应该就会有结果 其实即便是如此说 杨锋的心中 都还是有几分震撼的 不愧是一代诗仙 即便是临摹的作品 也能留下这样的灵气 赵国锋此时的心中 早就已经高兴坏了 当即道 我马上让我朋友去确定一下 他此时已经有些许激动了 如果说自己无意间买的东西 上面真有李太白的字迹 那这幅作品的意境 又完全不同了 更为重要的是 这很有可能就说明了 画家所画的这个音诗人 就是李太白 这幅画可是唐宋时期的 虽然不知道具体 但是那个时代的人 一定会更加准确地知道 李太白的外貌 换句话说 这幅画很有可能具有历史意义 想到这 赵国锋更加激动 杨锋并没有再多说 而是继续看起了 收藏室内的其他古文 在这里的上百件东西之中 其中只有十几件拥有灵气 而且其中还有不少灵气较少 看样子 要找到拥有灵气的古文 概率是很低的 看完了东西之后 几个人也从收藏室里走了出来 外面的秋月箱早就准备好了茶点 三人在大厅的茶几旁坐下 正在此时 门外传来了门铃声 随着赵国锋让保姆去开门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急匆匆地冲进来 老赵 你那幅画 还在吗 男人着急激动 他是赵国锋的朋友陆金红 在江城也是出名的收藏家 赵国锋见他的样子 心中似乎就察觉到了什么 问道 老陆 你这是 真的 是真的 陆金红放下了手上的东西 展开之后发现是一幅书法 他对比着赵国锋发给自己的照片 与其亢奋道 不会错的 这绝对是李太白的字迹 而且上面的那首诗 如果以李太白作为线索的话 我也找到了他的原诗句 我最欲眠亲且去 明朝有一抱擒来 赵国锋似乎也反应了过来 没错没错 就是这首 陆金红说着 连忙又问道 对了 到底是哪个高人帮你看出来的 他走了吗 我能不能见见他 比起发现李太白的字迹 他更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高人 竟然能辨认出这幅作品 这人一定是古玩界太陡 赵国锋看他着急的样子 无奈地看向了旁边的杨风 陆金红也发现了他的表情 奇怪道 怎么了 他就是你说活的高人 赵国锋打趣着 可陆金红听了 却露出怀疑的表情 最后道 老赵 咱们俩这么多年的关系 你可别糊弄我 他见过大师无数 可怎么都不可能愿意相信 眼前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 能有这样的眼力 此时的秋月相见他不幸 也主动开口道 老陆 瞧你这话说的 老赵这能忽悠你吗 更何况 我们家今天 也就来了这么一个客人啊 真的 陆金红将信将疑 他在将目光看向杨风的时候 发现后者表情淡然 陆金红的心中有些震撼 眼前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会有如此可怕的眼光 年轻人 你是江城人吗 陆金红立刻问着 杨风刚喝了口茶 回答道 我老家是石城的 哦 那距离这里也不算特别远 陆金红点头 他仔细地打量着杨风 最后还是道 真是你认出来的 听得出来 陆金红其实还是有几分不信 杨风倒是无所谓 不过赵主委可受不了 他被这么怀疑 当即鼓着腮帮子道 陆伯父 你可别瞎猜了 就是杨风认出来的 是是是 我的错 陆金红大笑了起来 赵国锋也无奈 道 我家这丫头也是见证者 不过老陆你这个 没什么 我也带来了一样东西 不知道杨先生能不能帮我看看 陆金红在此时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件青铜器 这件青铜器如同一把小刀子 刀把上有个圆环 看上去充满了古朴的气息 杨风看了一眼 随后才笑着道 陆叔叔这样的收藏家 还需要让我帮忙看吗 哈哈 其实不瞒你说 最近古城正在举办两年一度的健保大会 这就是健保大会入门的小测试 陆金红也并非婆婆妈妈之人 继续道 当然了 这个也是我们朋友之间私下玩的一些小游戏 如果杨先生不愿意的话 当然也可以拒绝 看上去陆金红还是觉得 杨风即便是刚才认出来 也不过是运气好 赵竹威可不服气 在此时期待地看向了杨风 其实杨风并不喜欢这种无聊的游戏 不过毕竟是在赵国风的家里 要给他的客人一些面子 杨风朝着这件青铜器看去 随后 他又用手摸了摸 约莫过去了一分钟 杨风才露出了几分笑容 如何 陆金红问着 又道 如果杨先生觉得难以判断 可以查询古籍 或者是让我提示你一些 这个其实也是在规则允许之内的 这件青铜器有些冷门 所以陆金红才把它作为标准 杨风摇头 道 不用了 不过 我还真没有想到 你们是拿这种东西做测试 杨风 你这话是啥意思啊 赵竹威好奇地问着 杨风看向他 问道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 看上去有点像是小刀子 难道是什么武器 不是 但这个东西可以购买武器 杨风平淡的话语 让陆金红的脸色微变 这人真的如此轻易就认出来了 这东西的名字俗称六字刀 实际名字应该叫做 奇返帮长法画 是一种战国时期的纪念货币 我说的对吗 杨风看向了陆金红 后者连连点头 胆慨道 没错没错 真没有想到 朋友如此年轻 竟然会有这样的造诣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要知道 就连江城的一部分专业人员 都得花费时间 才能看出六字刀的身份 可是没想到 杨风竟然在短短一分钟 就看破了端倪 赵竹威此时可得意了 咧嘴笑道 我就说杨风很厉害的吗 杨先生 你有兴趣参加我们的健保大会吗 这可是两年一次的盛事 陆金红连忙问着 杨风在此时没有回答 反倒是问着 您跟赵叔叔是朋友吧 这是自然 我跟老赵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陆金红回答着 不明白杨风为何突然提起这个 赵国风却看出了异样 问道 小风 你这是发现了什么吗 这个六字刀 是假的 杨风就如此平静地说出来 在场的几个人脸色都一变 赵国风连忙道 小风 你可不要胡说啊 老陆他还不至于吃这种亏 你 不 他说的是 真的 陆金红打断了赵国风的话 可此时的他 脸上早就已经布满震惊 和难以置信 这个东西 确实是假的 是他亲自找人做 并且联合了几位大师指点 最终才做成这接近完美的样子 这本是他与朋友 用来打赌作乐所用 即便是顶级健保师 也容易打眼 可是陆金红 怎么都不会想到 他们的得意之作 竟然会被一个后生 仅仅看了一分钟 就直接看穿了 而且他不知道的是 杨风之所以故意看了一分钟 是怕自己认出来太快 他自己接受不了 太可怕了 陆金红的眼睛 看着杨风 他从一开始的怀疑 到欣赏 再到现在 有几分敬畏 这个人的健保能力 绝对不在自己之下 赵国风没有想到 这背后的真相 竟然如此 我终于明白 为何韩云福那样较真的人 能愿意跟你做朋友了 赵国风感慨着 陆金红听到韩云福的名字 惊奇道 难道说 之前老韩说的那个人 就是他 你也听说过 前两天去老韩家里喝茶的时候 才听他提起 当时我还以为他只是跟我们开玩笑 所以说的太夸张了 陆金红回想起来 道 如今看来 他不仅没有夸张 而且还保守了 杨先生的能力 神乎其身 能得到陆金红这样肯定的人 即便是赵国风 也是第一次见 真没想到在你嘴里 还能听到这样的话 赵国风有几分诧异 可他们看向杨风的时候 后者却已经在此时起身 道 时间不早了 我也该走了 诶 杨先生等等 陆金红连忙叫住了他 还有事吗 杨风奇怪地问着 陆金红连忙从自己的包里 掏出了一张古铜色邀请函 递给了杨风 道 杨先生 请您一定要来健保大会 杨风接过邀请函 看举办时间 应该下个月的一号 距今只有十几天了 杨风感谢 道 我一定会去的 好好 那到时候见 陆金红心中大喜 杨风这种等级的大师过去 无疑就是给健保大会增添色彩 而且 如此年轻的健保大师 可想而知会引起什么样的轰动 赵国锋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只是起身 送着杨风到了大门口 看着杨风开车离开 他才也露出了欣慰笑容 不过 同样站在门口的陆金红 在此时立马转过头 问道 老赵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他的师父是谁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我能认识他 可是因为我女儿 赵国锋看着 已经走回去的赵竹薇 陆金红 似乎是有些明白过来 道 我刚才就看出来了 这丫头可是对杨风喜欢的紧啊 哈哈 这小子可不仅是健保能力非凡 而且 有这个翡翠交易公司 开张第一天 你猜猜营业额多少 赵国锋问着 陆金红疑惑 道 一百万 两百万 太保守了 往大的菜 一千万 一亿两千万 啥 陆金红确实猛逼了 他看石头的眼光很高 帝王绿的翡翠石头 让他给开出来了 赵国锋笑着 道 他的将来 前途不可限量啊 听得出来 你这是打算再给自己找女婿啊 嘿嘿 那也得看人家 愿不愿意 赵国锋的笑容中 带着些许无奈 他听说了杨风 在凌家的事情 心中自然也明白 他为何被人奉为座上宾 杨风不知道 自己被人如此看重 离开了这里之后 他开车便朝家里回去 在家里 洗了个澡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 杨风回到房间 躺在床上 看了一眼手机 最近他的大数据 经常会给他推一些 健保类的资讯 不过 看着信息上 有个自媒体 脆交易公司 这就是杨风开的 上面赫然就写着 明日晚上七点 将要在国内 最大的视频平台上 直播的事情 看着文案 把自己吹嘘的天上地下 杨风都感觉到脸红 不过很快 杨风就感觉到了不妙 他想当的是生意人 而且没有要抛头露面 当明星的想法 万一要是真太火爆了 以后出门 岂不是不方便 想到这 杨风立刻打了个电话 给高荣海 跟他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不过高荣海表示 到时候可以给他 打上脸部的特效 杨风这才放心许多 此时的杨风还不知道 在江城还有一个人 比他更加关心这场直播 他正是之前两次 被杨风所打脸的朱云 在一个豪宅内 朱云躺在大厅的沙发上 旁边的女技师 正在给他按摩 旁边一个手下 在此时走进来 汇报着道 朱手 刚刚打听清楚了 这小子开的公司 就是那个长河翡翠交易公司 而且明天 他还会亲自直播 这小子倒是胆子挺大的 竟然想靠着 直播给他们公司打广告 朱云眯着眼睛 手下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 问道 需要给他找点麻烦吗 他直播的内容是什么 根据广告来看 应该是帮人鉴定赌石 然后现场切开 手下如实回答 朱云思索了片刻 坏笑道 你去找几个人 弄几个赌石 给他添添乱 我明白了 手下立刻明白过来 朱云摆摆手 示意着让他离开 自己则是又在沙发上 翻了个身 对着技师道 给我采采呗 是 技师立刻答应着 一夜过去 第二天上午 杨峰睡到了十点多才起床 拉开窗帘 感受着外面的阳光 杨峰这几天 都在忙碌着健保的事情 几乎就没有什么时间 安静下来 今天的他 倒是真有几分惬意 吃了个早饭之后 杨峰坐在家里 打开了电视 本地新闻里 正在报道一个历史博物馆 失窃事件 那是江城最大的历史博物馆 而被盗窃丢失的文物 是一件汉朝时期的玉碧鞋 所以玉碧鞋 便是用上等好玉 雕琢成神兽的模样 最早记载于汉朝 这博物馆 所收藏的如此天价真品 平时保护的十分严密 如今丢失了 可是一个天大的新闻 杨峰的表情 微微有些变化 他现在有些敏感 总觉得这样的事情 可能背后 就是那些人在作祟 就如同之前有人绑架赵竹威 想要那副无道子的话一样 真是猖狂 杨峰的眼中露出不悦 这帮家伙 对于华夏文物的觊觎之心 已经昭然若揭 不过这件事情 最终一定会有 超能调查局的人去处理 自己倒是不用太操心 正在他准备换个台的时候 电话在此时响了起来 是林雪的私人号码 杨峰有些奇怪的接起来 问道 啥事 我昨天已经让人去你老家 考察投资环境的事情了 我等会把联系方式给你吧 林雪问着 杨峰这才想起来 自己确实还拜托过 林雪这件事 谢谢 没关系 不过我看他们初步的报告 要投资拉动整个镇的话 要的钱恐怕不少 林雪应该是已经看过情况了 杨峰自然也知道 自己现在这点钱 还不够带动整个镇子的 我最近有些闲钱 正好要建一个新的工厂 要不要考虑一下 林雪又开口问着 杨峰听了 心中一喜 她知道 一个工厂随便就可以带动 几百上千个人的就业 而且以林家的产业来看 工资待遇肯定 远高于自己老家那穷乡僻壤 不过杨峰又有些担心到 这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 要是亏钱的话 没关系 你先跟考察的人联系上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再问我 林雪并没有再多说 挂断了电话 她的性格略微冷清 但是办起事情来 却是不拖泥带水 正当杨峰嘀咕着的时候 门却在此时被敲响 她有些奇怪 自己家里今天怎么会有客人 走到门口 等她刚打开门 就看见此时的门口 站着活泼的赵竹威 嘻嘻 上午好呀 赵竹威笑盈盈的表情 让杨峰有些猛逼 你咋会来这的 杨峰奇怪地看着她 赵竹威得意地指了指隔壁 今天起咱们就是邻居了 啊 杨峰有些猛 这大小姐放着好好的别墅不住 跑到这商品房 挤个什么劲 不过回想起来 上次她好像就跟秋月相闹掰 一直想要搬出来自己住 现在看来应该就是这么想的 我记得隔壁很久没人住了 你买下来了 杨峰问着 赵竹威连连摇头 道 还没有 我是租的 扑吃 杨峰差点没一口茶喷出来 你可别开玩笑了 就你家车库里 随便一辆车都购买这里两套房的了 你还需要坐 杨峰满脸不信 赵竹威提起这个还颇为不满道 我要经济独立 从今天起要花自己挣的钱 我记得你好像研究生刚毕业 对啊对啊 所以我准备找工作嘛 赵竹威黑黑笑着 杨峰有些好奇 道 你是哪个学校的 本科是京城大学 研究生也是在那面的 又来个学霸 杨峰突然感觉到了郁闷 赵竹威黑黑笑着 不说这个了 你有时间没 你要干啥 咱们俩去家具城吧 我家还需要好多家具 赵竹威拉起杨峰朝着门外走去 杨峰本来想在家里休息一天的 被他拉着只能朝外面走去 此时的外面 炎炎夏日 中午十二点正是太阳最火辣的时候 杨峰对附近倒是熟悉 带着赵竹威在附近买了许多家具 让人送上门之后 又是逛了许久的超市和商场 买了一些新衣服和日用品 等在回过神的时候 发现已经下午快四点了 从商场走出来 赵竹威看杨峰一副疲累的样子 敲了敲他的肩膀道 哎 你咋这么容易就累了 你之前救我的时候 明明那么厉害 你看那条狗 杨峰可怜兮兮的指着不远处的一条小白狗 此时的狗子趴在地上 吐出舌头不断的大口哈气 陪女孩逛街 就算是狗也扛不住啊 赵竹威干咳一声 道 那要不我带你去个能免费喝东西的地方吧 茶饮店 你看前面 啊 杨峰奇怪的朝着那边看去 发现是一家珠宝店 上面挂着的牌子赫然是江城珠宝 那不是你家的店吗 杨峰顿时翻了个白眼 走啦走啦 去占便宜吗 赵竹威拉着杨峰朝里面走去 江城珠宝集团 在全国范围都很有影响力 在江城这个大本营更是极其的豪华 这家店开在了一楼 占地足有一百多平民 看见两个人进来 服务员立刻迎上来 热情的招呼道 二位 请问是要买首饰吗 看上什么东西了没 我们先看看 赵竹威镇定的样子拉着杨峰走了进去 在珠宝的柜台前面放着一些高脚椅 坐在上面就能很轻松地观察玻璃柜子里的珠宝 作为一个大公司 江城珠宝集团的经营范围很广 从各类黄金 薄金等重金属 再到翡翠钻石等贵重宝石 二人所坐的地方正好是翡翠砖柜的前面 店员也在此时给二人端上来两杯水 赵竹威想起杨峰似乎很懂这些 好奇地问道 杨峰你平时会买这些东西吗 我其实对玉石这些不怎么感兴趣 也不喜欢身上带着东西 杨峰倒是直言不会 不过他的这句话刚说出来 旁边一个擦身而过的女人便露出吃笑 买不起就买不起 还给自己找个理由 这女人的声音传来 杨峰回过头 才发现这家伙竟然是自己的前同事 是他在公司上班时候的部门经理 吴碧兰 杨峰跟他并不对付 他在公司的时候是小主管 但工作的时候 这个娘们总喜欢找茶 而且为了讨好上面的大领导 即便是他们把工作做完了 也每次都要在下班之前召集他们开会 故意单得到大领导视察 最后他得到了大领导的夸赞 而策划部门的倒霉蛋们 则是一个个只能坐着晚上的 最后一班地铁回家 杨峰 这么久没见了 还是这么会吹牛逼呢 吴碧兰故意讽刺着 他搂着一个男人的肩膀 这个男人看上去年龄不小 而且杨峰见过他 是之前来分公司视察过的 总公司副总前盛辉 杨峰看到他表情并没有波动 只知道 我已经离职了 哈哈 我知道 你的开除报告 可是我亲自批的 吴碧兰得死的表情 讽刺道 当初你不是跟那群员工关系 搞得挺好吗 你真以为靠着他们几个人 就能当把我弄下去 自己当经理了 他得死的样子 钱盛辉倒是想起来了 道 他是不是就之前策划部那个 你们分公司还说要提他做经理 可不就是他吗 结果他现在滚蛋了 王志宇没多久 也跟他一起滚蛋了 吴碧兰得意的表情 杨峰听到这话 脸色微变 冷冷道 老王爷走了 就你走第二天他就滚蛋了 你还不知道啊 好像就是受你连累哦 吴碧兰得意的样子 道 哦对了 忘记告诉你了 他滚蛋之后 现在分公司的副总是我 一边说着 他特意拉着情人在旁边坐下 对着店员招手道 把这个柜子里最贵的东西 拿出来给我看看 我跟那些穷人可不一样 他们只是来这里蹭空调和饮料的 他的话 充满了胜利者的傲娇 在公司的时候 王志宇对杨峰就很照顾 在得知杨峰的能力之后 他差点就当上了策划部的经理 不过很可惜的是 因为张亮的插手 导致了杨峰被公司开除 可他没想到 王志宇也走了 当初老张的儿子打招呼 亲自让开除的 就是这小子 运气倒是不错嘛 这么快又换了一个 钱盛辉看到赵竹威的时候 眼睛也在发亮 但吴碧兰此时搂着他胳膊 让他不敢多造次 对了 这位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美女 我可提醒你一下啊 这小子满嘴人意道德 但是之前在公司的时候 可是偷偷出卖过公司情报的 你最好不要被他的冠冕堂皇给骗了 吴碧兰开始跟赵竹威说起了话 赵竹威本来以为 见到杨峰的前同事 还能打个招呼 可是没有想到一个印第安老班纠 而且跟杨峰有仇的样子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在别人的朋友面前说他坏话 也是不道德的行为 赵竹威不满地问着 吴碧兰大笑 道 哈哈 那我也比他强 就像他刚才说的 什么对玉石不感兴趣 我看他就是买不起 你知不知道 他连下个月的房贷 都快付不起了 我也不喜欢玉石 赵竹威平静地回答 小姑娘 你要是不喜欢玉石的话 进来这里干什么呢 无必蓝撇撇嘴 道 不要在这里装模作样了 像你们这样的人 我见多了 不过就是 知道自己买不起 又想过过瘾 所以只能来店里摸一摸 他轻蔑的表情 似乎是看穿了一切 旁边的钱盛辉也在此时道 美女 我看你长得这么漂亮 要不我给你介绍个有钱人 何必跟着这小子吃苦呢 谁说不是呢 一个进了珠宝店 却什么都不给买的男人 这种废物竟然还有连找对象 无必蓝故意挑衅杨峰 当初在公司的时候 整个部门的人 可都是向着杨峰的 如今想到杨峰被开除了 自己却成了分公司的副总 无必蓝怎么能不享受一下 作为胜利者的喜悦 赵竹威没有想到 家伙如此咄咄逼人 眼睛里露出了几分怒气 不过就在此时 杨峰却平静到 真正漂亮且有地位的女孩 可能不太需要这些东西 去彰显自己的气质 反倒是有些人 长得不怎么样 就喜欢老黄瓜刷绿漆 我觉得这种人 确实应该多买一些珠宝 你说对吗 杨峰故意转过头 似是询问赵竹威 可语气中的讽刺 让无必蓝的脸色 顿时变得脏红 你说谁呢 无必蓝愤怒地指着杨峰 随后 他又瞪着周围的店员 道 你们还不管管吗 这臭小子 在这里出言不逊 我可是你们的大客户 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大客户的吗 这 店里的人也不敢说话 杨峰倒是面带笑容 我刚才说的是有些人 可从来没有说过 要针对你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你 无必蓝急了 好在此时的钱盛辉 在旁边冷哼一声 道 蓝蓝 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 他不过就是过过嘴瘾 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废物 恐怕下个月连饭都吃不起了 也就徒一时口舌之快 这话 让无必蓝逐渐地缓和过来 哼 说的也是 有张绍在 他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 到时候吃不起饭 倒是可以去我家门口 我可以考虑 给你一些剩饭剩菜 无必蓝对杨峰以止气使的样子 显然把自己当成了上位者 不过赵竹威在此时倒是想起来了什么 转过头问着杨峰道 他说的那个张绍 是不是就是上次咱们在咖啡厅遇到的那个二傻子 嗯 你也见过张绍 无必蓝有些意外 赵竹威摊摆手 道 还真是那个二傻子啊 看来这俩人的智商还不如纳祸呢 他一直生气道 你知道张绍是什么身份吗 我告诉你 要是得罪了他 你的下场就会跟这个小子一样 在江城这辈子都找不到工作 是吗 我还真想试试 赵竹威可是大小姐 他怎么会吃这一套 杨峰摇头 这俩人估计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呢 你别跟他们计较 杨峰 莫非你找到工作了 无必蓝听杨峰如此猖狂 以为他已经找到工作 杨峰露出笑容 道 找不到工作 就不能给自己一份工作吗 你 什么意思 要么说你蠢啊 这都听不明白 杨峰摇头 钱盛辉倒是在此时似乎明白过来 冷冷道 莫非你创业了 你看 还是这个总公司的副总比较有见解 杨峰微笑着 可他的话一出口 便让钱盛辉和吴碧蓝四目相对 随后这珠宝店内 发出了讽刺到了极点的笑声 哈哈 真没有想到你竟然还敢创业 就张绍的身份 你什么身份的 敢在他眼皮子底下创业 他这是怕亏得不够 估计还借了钱 想要翻盘呢 真是无知无味 二人一唱一和 大声的嘲讽语气 也让店内的不少人看了过来 我说这位美女啊 趁着这个小子还没有家破人亡 赶紧离开他 否则到时候负债了带上你 那可就不好跑了 钱盛辉在此时又看向了赵竹威 拿出了一张名片道 这是我一个朋友 你随时可以去找他 凭借你的姿色 每个月一两百万 那是随便拿的 妹妹 听姐一句劝 不要跟这个穷逼魂 白白浪费了这青春的漂亮脸蛋 吴碧兰也装作一副 关心赵竹威的样子 实则是语气中充满了讽刺 赵竹威贪贪手 道 一两百万 很多吗 嗯 吴碧兰和钱盛辉二人同时看向他 这女孩怎么出口 突然这么狂妄啊 赵竹威摇摇头 看向杨峰问道 这俩人怎么跟没见过钱一样 张口闭口的 就把一两百万挂嘴上 爆发户吧 娘们 你说谁呢 钱盛辉这次可不高兴了 因为他确实是靠着特殊手段 才爬到今天这个位置 最讨厌的 就是别人骂他是没有文化的爆发户 赵竹威听了 却笑起来道 看 被戳到痛处了吧 你 哼 就凭你们两个 连工作都保不住的废物 竟然还有脸 在这里跟我夸夸气叹 钱盛辉冷笑一声 吴碧兰更是对着店员命令道 让这两个人滚蛋 我今天就买你们店里 最贵的宝石 他的话故意提高语调 珠宝店内还有十几个客人 听见这话 都朝这边看了过来 他们没有想到 在这里竟然看到如此豪横的人 不过人家虽然豪横 但是真的有钱啊 众人都在此时看向了店员 这些店员也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面面相去的没有说话 好在此时店长从外面回来 连忙道 这是怎么了 这几位先生小姐 你们这是 你就是店长啊 吴碧兰看了他一眼 刚要继续说话 就在此时 赵竹威先开口了 对着店长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夏熙山 店长回答着 以后这个店 不做他们俩的生意 赵竹威有些生气 夏熙山被他这么一训 自己也愣住了 吴碧兰感觉这姑娘疯了 讽刺道 你是什么身份 敢对店长这么说话 他真以为自己是富家大小姐呢 是不是小说看太多 有点分不清大小王了 钱盛辉附和着 可就在此时 夏熙山却好像认出了 赵竹威的身份 你是赵大小姐 夏熙山的话 让店员们朝着这边看过来 在这里能称得上赵大小姐的 不就是这家店的真正老板 赵国锋的女儿吗 赵家的大小姐 店里的顾客都忍不住惊奇 没想到竟然会这么漂亮 吴碧兰二人的笑容 在这时凝固了 你 吴碧兰难以置信地看着赵竹威 又看向了杨风 这穷小子 怎么会认识这种身份的人呢 上次我去开会的时候 见过您 夏熙山已经确定了 赵竹威的身份 语气变得恭敬 怪不得他敢这么跟自己说话 赵竹威露出笑容 看向了吴碧兰道 我好像不会被赶走 你 吴碧兰张大嘴巴 却蹦不出半个字 他这辈子见过最大的 就是他们游戏公司的老板 市值也不过一百多亿 可眼前这女孩 可就是几百亿集团的大小姐 他俩还不如 之前那个二傻子好玩呢 赵竹威摇头 当他再一次骂张亮二傻子的时候 在场没有人敢说话了 人家这身份 骂两句都是轻的 算了 准备回去吧 晚上我还有事情 杨峰伸了个懒腰 自己晚上七点 还得直播呢 赵竹威倒是很听杨峰的话 笑音音道 那行 咱们早点回去 正好到时候 你帮我整理一下家具啊 行 杨峰爽快答应 随后看向了吴碧兰和钱圣辉 他眯着眼睛 缓缓道 我会去公司看你们的 这句话 让二人背后发凉 眼看着杨峰跟赵竹威离开 钱圣辉和吴碧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根本不会想到 这就是三个月前 刚被他们排挤走的杨峰 二位 请你们离开这里 下溪山的声音 突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背后 一时间 吴碧兰俩人 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发生什么的时候 就已经被赶到了大门口 世界的变化 就是如此之快 另外一边 杨峰跟赵竹威回到了家里 杨峰有些累了 坐在了家里的沙发上 倒了一杯水 他并没有因为刚才的场面 而有成就感 反倒是脸上忧心忡忡 你怎么了呀 赵竹威奇怪地问着 杨峰摇摇头 啊 我想起来之前的一个同事 就是他们刚才说的 那个什么王副总啊 嗯 他叫王志宇 是我之前在公司的朋友 杨峰没想到 他也离开公司了 当初自己被开除的时候 他曾经试图保过自己 后面他的离开 恐怕也是因为 跟被自己连累 打了个电话 发现王志宇的手机 正在停机中 别瞎想了 他之前既然是副总 肯定是有点家底的 这才没两个月 不至于出啥事 赵竹威安慰着 杨峰也是如此想 深吸一口气道 算了 我先帮你收拾一下家具 然后再开直播吧 赵竹威搬过来 而且就在隔壁 杨峰多少地照顾着他 帮忙收拾好了家具 天色也在此时黑了下来 高荣海和刘青岚一下班 就直冲着杨峰的家里来 哎呦我去 赵大小姐也在这啊 高荣海诧异的表情 刘青岚在此时盯着杨峰 道 卧槽 这么漂亮的妹子 妹子 有没有兴趣来公司开直播啊 刘青岚 你搞业务搞疯了吧 杨峰美好气地看着俩人 刘青岚走过去 拍了拍赵竹威的肩膀 道 妹子 说说怎么被骗的 杨峰这小子 运气咋弄得好呢 我 我就是住隔壁 赵竹威可有点受不了刘青岚的直接 高荣海听了一口水呛着 猛逼道 我去 你真搬过来了 杨峰美好气地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道 你俩 还记不记得到我家干啥来了 哦对了 就得开始直播了 高荣海想起来正式 杨峰指了指自己的房间 道 电脑刚安装好直播软件 测试了一下没有问题 不过今天要直播多久啊 嗯 第一次直播的要一个多小时 而且我们会从观众里 随机挑选一些人 帮他们鉴定赌石 这些都是全国各地赌石市场的买家 还会有跟另外一个主播的现场PK 到时候可就得看你的实力了 高荣海还是略微的有些紧张 毕竟是打了那么多的广告了 万一要是杨峰发挥不好 可就真的丢大人了 杨峰倒没多紧张 只知道 这种小圈子直播 人应该不会太多吧 刘青岚摸着下巴 说着 按照业内的情况来看 也就几千个人看 顶不上万人 咱们当当起播 这也是办法的 也行 就当练练手了 杨峰答应下来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开启直播 不过 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朱云安排的人 也早就等待着杨峰开播 在赌石这个圈子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杨峰回到了房间 打开了直播软件 刘青岚当他调试好了之后 直播便随时可以开始了 在最后的时候 高荣海还是提醒到 风哥 这一次我在宣传上 给你打造了人设 叫做江城狂少 等会你得狂一点 才能符合人设啊 啥玩意 直播还给我整个人设 那可不 现在直播竞争老大了 虽然我知道 风哥你长得帅 人还谦逊有礼 但是在镜头前 咱可不能这样 否则没人气的 高荣海提醒着 杨峰毛了挠头 道 我这活了二十几年了 也没怎么狂过啊 这个狂到底要怎么演 这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你自己看着来就行 高荣海最后说完 拉着刘青岚走出了房间 房间里马上就只剩下了杨峰一个人 随着直播开始 直播间内一直在等待的人 也终于在此时兴奋了起来 快看 主播出来了 终于来了 老子倒是要看看这主播有多牛逼 刷个新闻 老是他请的水军 没事 今天直播间 我可是看到好几个熟悉的ID 都是咱们赌视圈子的老哥 他不可能买通这些人的 直播间内不断刷着信息流 杨峰看着直播间一千多个人 表情又扫了一眼直播间的那些ID 诸位 今天是我第一次开直播 先说一下规矩 杨峰的语气淡然 脸庞被特效挡住 众人只能听到声音 停顿了片刻 杨峰才继续道 第一 如果要帮忙鉴定赌食的 最少要刷一个皇家礼炮 第二 以礼物价值的排名 作为先后顺序 价高者先见 他一开口 顿时引爆了直播间 狂 太狂了 这家伙一次鉴定 就说最少一个皇家礼炮 还得拍卖制的价高者的 要知道 一个皇家礼炮的价格 就是6666块钱 这家伙真不怕疯大闪了舌头 杨峰看着信息流 不断地刷过讽刺声 却并不在意 赌时鉴定的结果要是出错 一次赔付一百万 杨峰平静地话出口 煞时间让在场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家伙疯了 绝对疯了 赌时 这玩意没有任何人敢说自己百发百中 即便是仪器都检测不精准 更何况隔着屏幕 听着他狂妄的话语 在房间外面的高荣海几个人也猛逼了 这他娘的说自己不知道怎么狂 高荣海傻眼了 这家伙咋比自己还不要脸呢 妈的 有没有人要试试水 只恨老子不在赌时市场 否则老子高低得挣着一百万 快看 就连大主播董毅也来了 直播间内进来了一个大佬 紧接着 杨峰便看到一个至尊礼炮的特效 在此时响起 正是这个董毅所打赏的 杨峰将他提上了麦 跟他连上了视频 董毅的画面出现直播间 众人看到他此时 就在一个赌时市场的里面 哇 来砸场子的 看来董毅就是要开着第一单了 直播间在此时热闹了起来 人数也上涨到了两千多个人 董毅在屏幕面前 看着躲在特效后的杨峰 撇撇嘴道 哥们连脸都不敢露 该不会是来开直播圈前的吧 现在可都是石明志 吹出去的牛 不带收回的 这是当然 杨峰的语气一如既往的淡定 董毅很是不爽 道 好 既然你敢这么说 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现在我背后就是赌石市场 刚才我凑巧就买了个赌石 你来鉴定一下 能开出什么样的翡翠 说着 董毅拿出了一个石头 放在了摄像头面前 在直播间里 有不少人都是行家 看到这个石头 便立刻明白了过来 这个石头的难度可不低 从外观上不好分辨 表皮模棱两可 一刀切下去 什么都有可能会出现的 直播间内 观众都看出了 董毅是在故意为难杨峰 年轻人 你现在 把刚才的话收回去还来得解 否则到时候 你要是赖账不赔一百万 我可是不认的 董毅在此时讽刺着 杨峰笑了起来 道 麻烦你再把摄像头 转到石头的每个地方 然后打光 哼 我就按照你说的 免得你赖账 董毅立刻按照杨峰所说 给石头打光 杨峰的目光深邃 这个瞬间看穿了石头的内部 片刻后 他便道 够了 怎么样 你能认出来吗 董毅高昂着头 得死的表情 杨峰微笑 道 刀下去也就切出痘种的样子 从这份量上看 总价值不会超过一千块钱的 轻描淡写的话 却否定了董毅这个 翡翠直播圈大佬的眼光 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董毅选的石头 董毅选的石头 会是个痘种 我不信 俗话说 这您买一线 不要一片 我看这个石头绿下去的概率 分明不低 直播间的行家 在此时不信 董毅在此时也略显不悦 冷声道 竟然敢质疑我的眼光 那你可就准备好一百万 说完 董毅便拿着手机和石头 走到了一个水切机面前 机器面前的小伙 早就准备好了 问道 董哥 怎么切 就按照这狂小子说的切 从右手边开始 切一刀下去 董毅说着 看向了直播间 道 现在的直播间 可有三千多个人 都给我看着 别到时候 这个主播商号跑路了 他的话 无疑让直播间更加热闹起来 我们会看着的 这小子太狂了 必须要让董哥制止他 快切 直播间看热闹的观众迫不及待 他们看着董毅那边的镜头 水切机 已经开始一点点的切开石头的一侧 直播间那个人 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等第一刀切完之后 就要集体刷屏讽刺杨峰 此时就连高荣海几个人 都紧张了起来 只有杨峰在此时轻松的表情 甚至拿起了手机 播放了一首喜羊羊 美羊羊 正在直播间的观众 觉得这会太装逼的时候 董毅那边的画面 也逐渐的显露了开来 那从表皮看上去十分不错的石头 一刀下去 切垮了 怎么可能 董毅在这个瞬间傻眼了 他怎么说 也是这个圈子里的老行家了 这个石头 自己可是花了一万多块钱买的 快看 真的是斗中 靠 切垮了呀 他喵的 这主播真是公牛 给他老亲人开门 牛逼到家了 直播间在这个瞬间沸腾 这家伙狂 有狂妄的资本啊 有请下一位观众 杨峰在结束之后 甚至直接就把董毅的画面给下了 狂妄和傲气的样子 如果放别人身上 会觉得这家伙 看不起直播间观众 可是回想起刚才的场景 直播间只剩下海量的牛逼弹幕 还有屏幕面前震惊的观众 礼物在这个时候 开始疯狂地刷了起来 这一轮过去 竟然只靠着礼物 都已经足有一万多块钱了 下一个刷了至尊礼泡的观众 也在此时被杨峰提了上来 进行了连卖 这次是个青年 背景是一个赌石店 赌神大佬 我刚刚买石头的时候 跟一个老板讲价 现在我趁着他上厕所 紧急给你刷个至尊礼泡 一边对厕所的方向叫道 老板 你继续拉 我会帮你看着店的 他说着 小心翼翼地走到店门外 生怕被老板知道自己找了外援 杨峰觉得这小子挺有意思 便笑着道 那行 你想要看的是哪个石头 就是这个 青年连忙拿出了一个 将近二十公斤的原石 摄像头凑进去 整个直播间都在此时热烈了起来 我打赌 这个石头肯定会溃 好像是啊 这个松花颜色很浅 而且其他地方几乎没有松花 不好说啊 我看旁边侧翼有一条蟒 激烈地讨论 如此热闹的气氛 即便是不懂赌石的人也被感染 纷纷开始猜测起 这个石头的真面目了 杨峰仔细地看了两分钟 突然听见视频里又传来了个声音 哥 那老板已经被我锁厕所里头了 你放心的 让赌神帮咱们看石头 这阴险的声音 显然是这青年的同谋 直播间集体猛逼了 感情是兄弟俩联合作案 好在此时 杨峰也看出了石头的端倪 道 这个石头其实橙色不错 虽然表面松花不多 但是从深入的颜色来看 应该是有一部分松花被表皮遮挡 想要切出翡翠的话 需要朝深一厘米的方向切下去 大概能切出个糯冰或者芙蓉种 颜色的话就不会太好 卖的话价格会在十万以上 杨峰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青年一听 心中狂喜 正在此时 直播间后面那老板提着裤子 就从厕所里跑出来 一把抢过了自己的石头 骂骂咧咧道 妈的 你特么把老子锁厕所里 你疯了 嘿嘿 老板我这不是刚才 想让你多唱快一会儿吗 刚才我们兄弟俩商量过了 就这个石头 两万块钱买了 青年爽快的样子 老板有些疑惑 道 哎 你小子刚才不是油盐不尽 觉得太贵吗 刚才我愚昧了 你卖不卖吧 我要献欠 没有问题 先付钱 我马上给你欠 老板倒是爽快 直播间的观众 在此时 也已经高达三万多人了 这哥俩的耍宝 直接把不关心堵石的人 都拉过来看直播了 随着水切机 缓缓地切开了石头的一边 手机摄像头 对着石头拍过去 不出所料 诺冰种的紫白色翡翠 虽然水头不高 但是足以卖出 十万以上的高价 直播间在此时也沸腾了 又猜中了 这家伙真神了 就连大厅内的赵竹威 都在此时兴奋地跳了起来 直播间内 开始争相刷榜的人 多了起来 最后一个用户 直接十连刷至尊礼炮 拿到了打赏榜第一的位置 杨峰不知道的是 这个账号的背后 正是自己之前得罪过的朱云 此时的朱云 就在自己的别墅里 躺着看杨峰的直播 他的旁边跟着狗腿子 连忙拍马屁道 朱绍 这次都安排妥了 不管他有什么样的鉴别能力 都绝对不可能鉴别出来的 呵呵 老子倒是要看看 他是不是真的要赔一百万 朱云得意的表情 他想起上次打赌的时候 输给了杨峰一百万 便挂满了阴霾 今天自己不仅要让这个小子 把那一百万吐出来 而且要让他在如此多观众面前丢人 此时的直播间 人数已经破十万了 平台注意到了如此精彩的直播 开始给了大力的推荐 杨峰也挑选到了下一位观众 随着连麦成功 一个尖脸圆眼的男人 出现在了直播间 他的眼睛里在刚接通的时候 有些闪烁不定 但很快就恢复了平时的笑容 主播你好 我是一个赌食店的老板 能不能帮我看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是我刚刚收购的 这个男人的笑容 总让杨峰不舒服 不过想到人家给自己 打赏了十个至尊礼炮 还是答应道 行 你把石头拿出来吧 就是这个 你看看 男人微笑 搬出了个石头 这个石头的分量不小 足有五六十公斤 就在直播间的人 看到这个石头都倒吸一口气 如此大的石头 如果真的能一刀切出东西的话 那价值极有可能 就是在千万以上的 杨峰没有直接看 而是让男人 把手机摄像头 磨到这块石头上 并且用灯光打上去 直播间里十万多人 都在此时充当起了赌食内行 纷纷地研究着 这个大石头的真相 各自猜测 最终切出来的橙色 男人的嘴角微微上扬 把摄像头 在石头的每个表皮 都打上光之后 让杨峰去猜测 杨峰从表面看不出破绽 直到他深邃的眼眸 透过石头 看穿了其内部 见到内部构造的时候 杨峰才明白过来 为何自己看这个人 一直很怪异了 直播间的人 都在等待着杨峰发言 不过杨峰却迟迟没有说话 这让连迈的男人不爽了 故意讽刺道 杨先生 您现在直播间 可有十几万人啊 你该不会是看不出来吧 不 我在想怎么跟你说 不用想 你实话实说 不过咱们话可提前说好了 我刚才可是给您 打赏了快七万块钱 你要是给我猜错了 得履约赔偿一百万 否则 你这就是诈骗 男人提前警告着杨峰 直播间的观众 一时间也感觉到了几分刺激 这家伙 怎么像是来踢馆的啊 不过刚才那个石头 表皮的橙色十分的好 再加上如此大的分量 随便猜一个百万以上的价值 应该都不会太差 杨峰笑了起来 道 你的这个石头 一文不值 哗 直播间的人都傻眼了 男人的脸色骤变 瞪着杨峰道 你胡说什么 这么大的原石 竟然敢说一文不值 我说出去的话 从不受悔 杨峰平静地开口 直播间这下可就爆炸了 坏了 赌神开始翻轴了 这么大的石头 表面那么完美 而且松花拉满 还有好几条绿线 他是不是没看清啊 听上去不像啊 该不会是赌神想要送福利吧 直播间的刷屏速 前所未有的快 甚至于要挤爆服务器一般 那连麦的男人此时脸色铁青 道 你敢如此胡说八道 你的观众都帮不了你 哼 如此下作之事 以为绑架观众舆论 就能威胁到我吗 杨峰又是一句话 让观众摸不着头脑了 只有男人在此时 脸色逐渐的难看 在房间外面的刘青兰几个人 更是一脸猛逼 怎么回事 杨峰的话什么意思 赵竹威奇怪地看向了高荣海 他们几个人中 就高荣海对翡翠最懂 可高荣海也是一脸猛逼 道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这个石头 从表皮来看 怎么都应该是非常好的料了 杨峰这家伙是怎么了 几人不解 不过杨峰已经在此时开口 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一块填充料 表皮是从上等原石上 一点点小心翼翼地取下来 然后贴合上去的 但是 你的手法并不高明 有一处的连接没有做好 虽然手电筒打进去有光亮 可是颜色太绿了 是你用绿色的牙膏挤进去的吧 杨峰的话 让这男人在原地愣住了 透过那点绿色 再朝里面看去 其实就很明显 那里面根本不是什么大鱼石 估计就是废料中的废料 你想要用这个 砸我直播间的招牌 我说的没错吧 他平静的话语落下 这男人在原地颤抖地不敢说话了 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 哪里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这家伙摆明了 就是故意搞这种橙色的石头 想要来骗杨峰的一百万 甚至于 有可能是同藏请来 恶意打击杨峰的 怎么样 你敢把这个石头切开 给直播间的大家看看吗 杨峰再一次质询 可他的话音刚落 这男人就已经灰溜溜的 连忙切断了连麦信号 屏幕也在这个时候黑了 这家伙逃走了 直播间在此时疯狂地刷过信息 观众甚至比杨峰还激动 太牛逼了 我不服赌神救抚你 从今天起 我就住在这个直播间 等大佬翻牌子 没有人会想到 杨峰竟然连这样的挑衅 都能看穿 人气在这个瞬间 彻底爆棚了 二十万 二十五万 三十万 杨峰接连又挑选了几个观众 不过在之后的准确率 似乎正在下降 虽然没有到不对的地步 但是观众显然都察觉出来 杨峰给的范围越来越大了 其实 这并不是杨峰看不出来 只是他很清楚 如果自己真的百分百给出结果 那真就成了别人眼里的神仙了 这实在是太过招摇了 杨峰更愿意做别人眼中的大师 而不是神仙 不过让所有都没有想到的是 在最后一位观众的鉴定中 杨峰走眼了 他勿将一个诺兵中的石头 而此时的直播间已经有着60万人 对不起 我毕竟不是神仙 实在是最后走眼了 所以这位观众到时候请在后台 留下联系方式 到时候长河翡翠交易公司 会给你打款100万 杨峰的话 质地有声 众人都没有想到 杨峰竟然真的要赔钱 不过对于杨峰来说 这点钱根本算不了什么 毕竟今天晚上收到的打赏 都有几十万了 对于他而言 最重要的是打响公司的广告 毫无疑问 这件事情必定会冲上热搜 杨峰也在这个时候 跟所有人道别 最终关闭了直播间 几乎也是黑屏的同时 房间门被推开 高荣海三个人激动地冲进来 卧槽 太牛逼了杨峰 节目效果和人气爆炸 高荣海激动到了极点地 抱住了杨峰 刘青岚的眼睛里 也在此时充满兴奋 他们本来的预计 最多也就是几万人在线 可是谁也不会想到 这次直播最多的同时在线人数 达到了60多万 再加上最后杨峰看走眼 现在的网络 顿时铺天盖地地开始了议论 高荣海的电话 在此时响了起来 喂 我是长河翡翠交易公司的总经理 高荣海对着电话里连连回答 刚才看到宣传的公司 已经开始找到高荣海的电话 寻求合作了 今天注定是他们公司 开始起飞的一个晚上 不过有人欢喜 有人愁 此时在一个别墅里 啪击 朱云狠狠摔碎了一个杯子 气急败坏地看着眼前性性的男人 臭骂道 妈的 真是废物 做了个原石 竟然被那小子看穿了 眼前这家伙 正是之前在直播间里 出现的那个观众 这男人低着头 战战兢兢道 朱 朱少 我也没想到 那小子眼那么尖 就那么点破绽 还被他看穿了 你他娘的 就不会做得完美一点吗 朱云又踹了一脚这家伙 男人在地上打了个滚 又连忙爬回到朱云的前面 一脸忠诚地说着 朱少 这小子真的很邪门 他肯定是高人调教出来的徒弟 咱们在翡翠上玩不过他的 耸包 真探娘废物 朱云吐了口唾沫 不过好在此时 旁边朱云的心术随从 也凑过来道 朱少 其实他说的没错 这小子虽然最后走眼了 也有几个取巧的判断 但是准确率 在业界来说非常高 废话 我当然知道 这小子有点东西 朱云冷哼一声 道 不过他现在 不是正在开个什么公司吗 玉石上玩不过他 但是开公司还玩不过吗 您的意思是 这还用我说 是是 我明白了 手下连忙答应着 如此不平凡的一个晚上 过去的也很快 第二天 长河翡翠交易公司 便接连的收到了 好几个合作商的申请 杨峰也把事情 全权交给了高荣海去办 自己则是趁着这个的时间 在江城的古玩城转悠 他主要是看看 还能不能再找到 带有铜数的古玩 自从上次学会 两个铜数之后 杨峰终于明白 该如何使用这个力量 只是目前的杨峰 掌握到的信息太少了 在古玩城转了一圈 杨峰倒确实是 捡漏了一些东西 不过价值也不算高 杨峰全部买下之后 让人过来取了回去 等到傍晚十分 夕阳西下 大地一片昏黄 杨峰本来打算回家 不过在这个时候 林雪已经给他 发了一条信息 也是在这时候 杨峰才想起来 自己还答应过 林雪今天要去林家的 杨峰把这事忘得死死的 连忙告诉了 林雪自己的地址 直到林雪开车 来接他的时候 还闻到了 他身上带着的牛肉汤味道 不是说 让你去我爷爷家吃饭吗 一个人跑吃牛肉面干什么 林雪有些无语 杨峰坐在副驾驶座上 嘿嘿笑道 这不是正好饿了吗 话说你爷爷 今天请了几个客人 就你一个 还有我爸妈 林雪倒是没隐瞒 杨峰有些疑惑 我记得那天去 参加宴会的时候 你们的林家 好像不少人吧 嗯 我还有个二叔三叔 不过他们 都有自己的公司 这就是个简单的晚饭 又不是家族聚会 林雪说着 杨峰并不太懂林家的事情 在车上 正好可以听林雪说一些 林家总共有三兄弟 各自有着生意 目前都不在江城 所以那天医院里 就只有一个最近的林雪 不过家族里 那些公司的真正的大股东 是林景华 因为原始资金 都是林景华投资的 杨峰一边听着林雪 说起家里的事情 车也在此时 停在了江城的一个郊区 前面是一片景色盎然的小山丘 但山丘的四周 都已经被栅栏围住 整个庄园占地 足有几公顷 除了中间有一栋别墅房子之外 剩下的地方 都是天然的花草树木和假山 虽然这里是郊区 不过 这里距离市区不远 只看这个庄园的面积 其价值绝对也是 在极意义上 杨峰每次跟这些人接触 都会感慨到 有钱人的世界 跟自己真的不一样 二人停好车 从车库里走出来之后 是一个五十多岁 带着眼镜的男人过来 欢迎道 大小剑 老爷已经在里面等你了 看长相 这应该是东南亚的确人 他叫树伯 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 去东南亚 从人贩子手上买回来的 现在是这里的管家 跟我爷爷已经三十年了 林雪跟杨峰介绍着 杨峰明白过来 招呼道 树伯好 先生太客气了 您可以叫我阿树 管家始终低着头 杨峰跟林雪 在他的带领下 走进了别墅里的大厅 这里的装修 非常的有华夏风格 此时林立农和妻子齐妮 已经早早到这里了 不过此时的爷俩 正在聊着什么生意上的事情 旁边的齐妮 也只能给二人倒水 老爷 大小就和杨先生来了 管家的声音 打断了二人的交流 林景华听了之后 当即脸上一喜地站起身 啊 杨先生 你终于来了 可让我好等啊 林老叫我小峰就行 我今天正好去古安城有些事情 所以来迟了 杨峰满脸愧疚 林景华爽朗地拍了拍他 道 来了就好 来了就好 阿树 通知后厨可以开饭了 是 管家朝着厨房走去 此时 外面的天色虽然已经黑了 可是灯光却在此时亮起 草坪和树木照亮 而大厅内也是难得的热闹 杨峰不知道 林家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能量 但是面对李景华的时候 还是本着尊老爱幼的十分恭敬 吃过一顿饭后 林景华拉着杨峰在茶几旁坐下 说实话 之前我听说 你一直不愿意接受我的感谢 还让你破费 送了那么贵的一幅画 我心中很有愧疚啊 林景华的脸上满是笑容 可他说着话的时候 却发现杨峰的注意力 并不在自己这 此时的杨峰 眼睛一直在看着屋内的陈设 还有着外面的景色 这别墅里的每个家具 每个百件都有着一股特殊的气息 似是白色的蒸汽线条 这些气息连接在一起 让这个别墅的气息 变成水流一般 不断流动 古人云 流水不服 这别墅也是一番清新脱俗 这就是风水吗 杨峰自言自语 杨峰突然想起来 之前那个给自己眼睛的钓鱼老嫂曾说过 自己的这双眼睛是趋吉避凶 肯定也就包括风水了 但林景华却听到了杨峰细微的自言自语 惊奇道 小峰你还懂风水 爸 你还不知道杨峰昨天在网上进行直播 对于翡翠的研究那可是入目三分 看得出来他的师父可是高人啊 林丽农在此时说着 琪你也想起来 恍然道 昨天那个直播的人就是小峰啊 我说这个声音为什么耳熟呢 二人一唱一和 让林雪奇怪 问着 什么直播呀 爱你这个丫头 平时就知道工作 如此大的事情都没有关注 林丽农把直播的事情 给几个人说了一下 林景华平时也玩赌食 听了之后顿感不可思议 道 还有这种事 他根本没有想到 杨峰除了精通古玩字画之外 竟然还会懂得赌食这种东西 而且 这准确率自己闻所未闻 爱如若不是那天在医院 你就吓我 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知道 江城还有这样的高人 林景华感慨着 杨峰不习惯被人夸赞 有些无奈道 其实那些不过是三分眼力 七分运气 我就是属于运气比较好的人 哈哈 小峰你莫要谦虚 既然你刚才提起风水 不如正好帮我看看 这房子的风水如何 林景华问着 他其实对于这里的风水 很是满意 而且是请了一个大师 来设计的 肯定不会有问题 但是这遭老头子坏得很 就想听杨峰夸奖自己的品位 杨峰还不知道他的想法 不过他确实 对这个十分感兴趣 俗话说 人这一生 一名二运三风水 四季应得五读书 风水自古以来都是悬而又悬 没几个人能讲得清楚 却似乎又时刻在身边 杨峰一股灵力提上来 眼睛开始观察着四周的风水 这里的陈设 确实十分的优秀 每个家具之间 都互相有所联系 而窗户的设计 还有着楼梯 都十分的契合环境 可让杨峰感觉奇怪的是 他就是总感觉 哪里不太舒服 直到他把眼睛 看向了靠着山丘的那边 那里有着一个后门 问题出在这 杨峰突然开口 林景华本来还以为 杨峰要夸赞自己 听见他竟然真看出问题来 笑容就逐渐凝固了 就连林雪都在此时 掐了一下他的胳膊 小声道 别胡说 我爷爷这里 是请了孟大师设计的 肯定不会有问题 不 让他继续说 林景华的眼睛 也在此时看向了杨峰 杨峰在此时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才道 林老 我就是刚才条件反射 我说的话不当真的 不 你说的是对的 林景华在此时 却认真了起来 道 当初老孟 给我设计的时候 确实说过 这里可能有什么漏洞 但是凭借他的眼光 还看不出来 而且 我平时也总感觉哪里怪异 是因为那扇门吗 杨峰指着不远处的 一个后门 林景华听了 连连点头道 没错没错 可那道门 又有什么问题呢 我对于风水 并非那么精通 但是我却知道 风水讲究通顺 背后山丘虽然景色宜人 但是却多了些许的煞气 可能是方位的问题 杨峰指了指后门 道 房间内的摆设 虽然十分优秀 可是山丘之中的阴气 却直冲这里 我想起来 那老孟也说过 叫做宁可青龙高万丈 不愿白虎一探头 林景华说着 又道 可是我已经按照他说的 把右侧的几个石头扳开了 可是这还不够 因为我看室内的摆设 虽然聚气 却也把不该招的气招了进来 杨峰的眼睛 能看到室内有些浑浊 才道 我的建议是 将那几个摆设 朝着右边挪一点 然后再将山丘下的 那几棵树砍了 或许能有效 他感觉到 那几棵树 就是阴气的来源 林景华听了 当即对着管家道 阿树 立刻按照小峰说的去安排 是 管家立刻带人开始处理 此时的林景华 洗上眉梢 拉着杨峰坐下道 真没有想到啊 连老孟都发现不了的事情 却被你给解决了 老孟要是知道了 恐怕得脸红一阵子咯 其实我对于风水并不精通 有些也是瞎说的 杨峰挠挠头 他确实不懂风水 只不过他的眼睛 可以看到风水罢了 可是这对于林景华一家而言 只不过是杨峰的谦虚 这年轻人 太容易给他们惊喜了 稍不注意 就能在他身上 发现闪光点 就连平时一向冷清的林雪 也忍不住多看几眼杨峰 这家伙的背后 到底有着什么人 没有人知道 这么一个可怕的家伙 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 不过林景华可以确定 杨峰背后有高人 所以他必须要拉拢住这个人才 小峰啊 我听说你最近 在投资许多公司 林景华说起了正事 这也是他今天找杨峰 他居然不知道杨峰是什么人 不过只凭借着杨峰最近的表现 还有如今腾飞后不骄不躁的样子 就足以说明了 这个人的心性和能力 林景华知道杨峰最近在投资 而自己则是想要投资杨峰 杨峰点头道 我最近确实在准备投资许多行业 不过目前才刚刚开始 原来如此 我在江城也算是有一些资产 林家的人不少也在自己创业 我对于他们都十分的支持 林景华话说到这 看了看杨峰 继续道 小峰你若是有兴趣 可以考虑一下跟他们合作 或者是我直接给你投一笔钱 到时候战股你说了算 林景华的话 让林丽龙都有些意外 他知道自己的这个父亲 其实早就已经不怎么管投资的事情了 更不可能对林家户外的人 说出这种话 这摆明了就是要扶持 甚至可以说拉拢杨峰 林家在江城的地位之高 杨峰现在或许是无法理解的 但是任何一个经商的人 听到林景华说这种话 恐怕都是欣喜若狂 可奇怪的是 杨峰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欣喜 不过目前我还没有特别需要钱的地方 所以很感谢您的好意 杨峰婉拒了林景华要给自己投资的打算 林景华没想到竟然会被拒绝 提醒道 小峰啊 你对于江城的事情 恐怕还不是那么了解吧 我确实不太了解江城 但也知道林家在江城是德高望重 只是我确实没有打算 要跟别人合伙的打算 杨峰有些抱歉 他的话让林景华明白了过来 哈哈好好 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抢求 若是你将来的想法改变 随时可以再来找我 我今天的话永远有效 即便是我这糟老头子将来入土了 你也可以找立农或者小雪兑现 林景华当着儿子和孙女的面 如此豪言壮语 这个承诺价值万经 在这之前 林景华不会给任何一个外人这样的承诺 杨峰还是独一份 就连林雪几个人都觉得吃惊 杨峰对于这种承诺还是十分感激 虽然他并没有要用的意思 林景华跟杨峰聊着许多江城的事情 看似是在闲聊 实际上却是给杨峰提醒了许多江城的事 在江城这个地方 除了林家之外 还有着皇家和李家 那都是大家族 即便是全国范围内都有非常多的声音 时间到了晚上八点多 管家在此时也终于带人 把整个房间调整好了 并且把后山的那几棵树砍下 如此一做 整个房间家里 确实在此时有着几分微妙的变化 正好在这个时候 林景华的电话响了起来 真巧了 是老孟来的电话 林景华看了 不禁笑着接了起来 不过他的电话刚接起来 就听见另外一头 传来了个中气十足的老人声音 道 老林 你在不在家 经过我这几天的研究 我终于知道 你家宅子的问题在哪了 是吗 我这边也正好找人调整了一下位置 所以 什么什么 老林你可太不厚道了 我亲自设计的宅子 你竟然还找别人瞎改 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二十分钟 不 十分钟 我倒要看看改成什么样子 孟德伟匆匆挂断电话 朝着这边赶过来 杨峰听着电话另外一头暴躁的声音 突然觉得自己不会挨揍吧 听上去 这老头的脾气可不太好啊 杨峰的心中其实也没底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 风水师设计的东西 林景华倒是在此时拉住了他 笑着道 既然这样 那小峰就再多留一会儿 等老梦过来可好好的 让他害羞一番 这个 要不我还是走吧 杨峰害怕的样子 林景华大笑起来 拍拍他的肩膀道 放心好了 不管设计的好坏 都不过是你们之间的切磋吗 更何况老梦这个人 就是脾气爆了点 人还是很好的 是 杨峰也不敢再多说 旁边的林雪和他父母三人 此时也在观察着房子内的新气象 实际上 他们也不懂风水 尤其是林雪 在此时更是拉了拉洋风 凑在他旁边小声问道 你确定没问题吗 我也是猜的 那你还敢瞎说 林雪满脸无语的表情 二人等了不一会儿 就已经从外面 走进来了个老人的身影 他是林景华的老朋友 孟德伟 在江城是极有地位的风水师 不过他一进庄园 人还没到便开始骂骂咧咧 老林 你真叹娘不厚道啊 竟然让人动我的设计 你真是 孟德伟的话刚说到一半 才发现家里此时 还有阳风几个人在 他的骂声戛然而止 林景华更是无奈 道 这不是你自己上次说 还差点意思 需要好好琢磨 才能知道办法吗 那你也不能随便找 其他人给我的设计啊 那人还在不在 孟德伟问着 林景华无奈 道 你先别问这个 看看我这修改之后如何 我看个屁我看 只要不是我做的东西 全都是垃圾 孟德伟像是个老顽童 不过跟林景华 能这么说话的人 也确实没几个 不过他嘴里虽然瞧不上 眼睛还是朝着四周看去 林景华在观察他的表情 孟德伟的眼睛 在看过四周之后 表情微微有些沉寂下来 刚才生气的表情 取而代之的是几分惊奇 他开始一步步地 朝着四周的陈设走去 直到走到了后门 最后看着远处 亮着路灯的后山脚下 那几棵树 此时也已经被砍了 孟德伟的表情停顿 又跑到楼上看了看 如此观察了十几分钟之后 才见他从楼上跑下来 我说老孟啊 你这忙上忙下的 倒是说句话啊 林景华给他倒了杯茶 孟德伟此时 哪里顾得上喝茶 眼睛里逐渐迸发出激动 问道 是谁 什么是谁 是谁修改的射箭 孟德伟的语气 变得兴奋了 林景华看他的样子 怀疑道 咋回事 你还真打算要上门 找人家复仇啊 我复个屁 这他娘绝对是盖世高人 孟德伟激动到极点 道 老林你真探娘不厚道 认识这种人 竟然不提前先通知我 他的话中 带着激动的崇拜 迫不及待的 似乎就要见到这个人 而他的模样 也让林雪几人愣住了 他们看向了杨风 没有人会想到 杨风刚才随意的几句话 竟然让他反应这么大 咋回事 怎么都不说话了 孟德伟奇怪地问着 看向杨风道 对了 这个人是谁啊 难道说 你孙女对象都领家里来了 别胡说 他叫杨风 之前就是他救了我的 哦 那你先别扯犊子了 先跟我说说 这是谁帮你的重新设计的 这是杨风 他 行行 我知道他是你恩人 但我关心的不是这个 我知道 我说他叫杨风 他 老林你没完了 看你的样子 我就知道 你想让人家当你孙女婿 但是你得先告诉我 到底是谁帮你改的设计 孟德伟急眼了 他现在哪有心思听他的家事 林景华无奈 道 你先闭嘴十秒钟 就能知道了 啥意思啊 他叫杨风 是我请过来的客人 刚才也是他看出问题 修改了屋子设计 啥玩意 孟德伟的语调 瞬间提高了几分 他难以置信的语气 转过头看向杨风 此时的杨风 都被这老头给吓坏了 眼看着孟德伟 在那围着自己转圈 杨风感觉背后嘎嘎发凉 老 老先生 您这是 杨风汗毛竖起 小心翼翼地问着 老林 你不会糊弄我吧 孟德伟怀疑的表情 继续道 这人毛都还没长全呢 他能有这种水平 他十分怀疑 又看向了林立农 道 立农 你比你家老头实在 你说说 到底是谁弄的 孟叔 真是小风给改的 而且就是刚才吃完饭的时候 人家就发现 这庄园里的风水有问题了 林立农也是无奈 只能回答着 孟德伟看他的表情 不像是说谎 你师父是谁 孟德伟立刻问着杨风 他的眼睛里 透露出的金光 杨风挠了挠头 道 我师父我也联系不到他 也不知道名字 嗯 影视高人 算是吧 杨风回想起那天老者的模样 孟德伟如此沉默了一小会 最后才终于深吸一口气道 看来我真是老了啊 就连一个这样的年轻人 都能有这种噪音 哈哈 老孟你这次服气了没有 林景华大笑着 服了服了 在这个圈子里 能有这样的年轻人 实在是 孟德伟也不知该说什么 杨风看着自己没挨揍 才开口道 那啥 我一会儿还得回去 能走了吗 哎 我才刚来你走什么 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孟德伟一听 连忙要拦住他 不过林景华在此时道 老孟你 差不多就行了 今天这个时间太晚了 反正人在江城 下次吧 你这不是存心吗 把我弄过来 结果还不让我跟人请教请教 不吃 老孟你可是第一次用 请教这个词啊 这叫三人行必有我师 我这人的爱好 就是学习 孟德伟虽然脾气暴躁 说起话来 倒是特别有意思 杨风看时间太晚了 还是跟他道别之后 便朝外面走去了 来的时候没有开车 林雪正好开车 送杨风回去 随着车离开了庄园 杨风擦了一把汗 今天差点就挨揍了 不过这也说明了 他的眼睛能看到极凶 这让杨风的心情大好 许多有价值的古玩 都是埋在地下的 如果自己的眼睛 能看出一片地方的极凶 那岂不是很容易 就发现灵气了 正在他心中激动的时候 回过神才发现 林雪正在一边开车 一边看着自己 你可好好开车 杨风连忙提醒着 林雪的目光满是打量 放慢车速之后 才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不就是个农村出来的 穷师八代吗 那你为什么会对风水 也这么了解 林雪的脸颊上 带着几分意思 他突然感觉 杨风的身上 藏着许多的秘密 自己之前发现的 似乎只是冰山一角 不过杨风只是坦坦手道 之前在一本书上看过 一个人的时间 应该是有限的 你这么年轻 看了那么多书 过目不忘 没办法 我才不幸 有人能过目不忘 天天忽悠我 林雪冷清的表情中 带着几分鄙试 随着车开到前面路边 杨风 干啥 杨风奇怪地问着 我想看看 过目不忘的能力 林雪突然认真了起来 杨风翻了个白眼 吴雨道 这大晚上的 再走几步 我都到家了 要不下次 那就算了 我也感觉你在吹牛 林雪要收回自己的书 杨风一听 这暴脾气就上来了 当即道 行行 不就是背书吗 你随便指一段 就第五页 你看一遍 然后背出来 林雪此时 是真想要见识见识 杨风是不是真有这种能力 这是一本经济学的书籍 杨风其实得到眼睛的第二天 就已经发现了 自己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看林雪还真叫上镜 便拿起来扫了一遍 一页约摸几百个字 杨风看完之后 把书还给了林雪 你确定能背出来吗 林雪在这种时候 还是十分怀疑的表情 杨风没有丝毫的迟疑 从第一个字开始背诵 经济学比别门社会科学有利之处 似乎是由下一世时产生的 他特殊的工作范围 是他 杨风的声音不大 却很沉稳 熟悉的理论 林雪一点点的对比着上面的字 通篇几百余字 一字不差 这家伙 真是天才 嘿 怎么样 杨风咧嘴笑着 林雪此时已经有些愣住了 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杨风 表情中的震惊 似是掩盖不住 你 怎么做到的 林雪第一次见到 竟然真有这样的家伙 以后再告诉你 前面就是我家了 要不你先回去吧 我想自己下去走走 杨风指了指前面 这里距离家门口 只有几百米了 真不用我送你到门口吗 无所谓 晚上我随便走走 杨风轻松地回答着 林雪见杨风坚持 只能点头让他下车 目送着他 走出一段距离之后 林雪才开车离开 杨风在感觉到林雪离开后 自己也松了一口气 这女人好像没那么好糊弄 要是不给她露一手 迟早得被她 发现自己的秘密 好在今天算是糊弄过去了 杨风轻松地 正准备朝着家中走去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本来准备回家的杨风 杨风听到动静 下意识地朝着那边看去 靠 那边怎么回事 杨风突然发现 自己的眼睛透过两道墙 竟然看见了几团灵力在碰撞 莫非是超能力者在打架 杨风没有见过这种场景 当即从旁边绕过去 趴在了一个墙头后面 看着巷子内的情景 巷子内 四周十分的昏暗 只有外面微弱的灯光照射进来 而此时 里面分成两派 站着四个人 其中两个人蒙着面 穿着夜行服 身上背着一个包 而另外一边的人 杨风却意外地认识 不就是超能调查局的人吗 杨风记得那天 在咖啡厅的时候 见过这两个人 一男一女的 二人此时额头低搭着汗珠 杨风透过眼睛 能看见他们身上的微弱灵力 二位 不要再硬撑着了 我们可无意要让调查局的人 暴毙在这里 但若是你们逼我们的话 我们也不会客气 蒙面人的声音沉闷 带着几分威胁 杨风看得出来 现在应该是这两个家伙站上风 哼 今日若不把东西留下 你们不要想离开这里 调查局的男人 在此时抬起手 见他是身体此时 又激发出了一股浑浊灵力 女人在旁边深吸一口气 道 卢哥 我们拖住他们就行 调查局人快到了 等会你住一段后 这俩货看上去并不好对付 卢一昌的眼睛里 透露出些许的冷力 蒙面人感受到了对手的坚决 在自己的包里 此时缓缓地拿出了一张剪纸 世神 他是岛国大家族的人 卢一昌当即看出了对手门派 所谓世神 便是一种普通人难以看清的下街灵体 或者是鬼怪 平日里 这些操纵世神的数者 被称为阴阳师 他们将这些东西 封锁在特殊的容器里 然后在需要的时候召唤出来 这个剪纸 就是容器之一 这是杨风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战斗 躲在墙头后面的他 不禁睁大眼睛 刺激着死 莫怪他人 蒙面人一股灵力 注入到剪纸中 剪纸顿时迸发出了一股强大的黑气 随后在空中不断地盘旋凝聚 最后形成了一个骷髅鬼怪的模样 散接世神 卢一昌看见了世神的模样 心中一咯噔 旁边的江苏兰 也已经在此时拿出了一把短刀 动手 二人先下守围墙 他们一人一边 几乎同时朝着这个蒙面人攻击过去 蒙面人冷笑一声 他所召唤出来的世神卷起一阵狂风 率先挡在了二人的前面 破风 江苏兰的短刀附着灵力 直接切向了世神的脑袋 卢一昌同时动手 从另外一侧朝着蒙面人攻击过去 然就在此时 另外一个蒙面人却突然动了 他的身形在原地瞬间消失 下一个眨眼间便冲到了卢一昌的面前 这是人朔 卢一昌冷哼一声 力量在瞬间附着全身 手中的灵力凝聚宛若丰刃 直接朝着这人的腰间砍去 杨风此时就在旁边看着 见到这一击 小声的言语 能命中 他感觉到卢一昌的实力确实不同凡响 可就在杨风以为 这场战斗要结束的时候 卢一昌的灵力锋刃 在这个瞬间 缓缓穿过了蒙面人的身体 不对 是假设 卢一昌猛地反应过来 这是忍者的惯用伎俩 可此时反应过来已经太晚 蒙面人的身形 在瞬间冲到了他的背后 碰 一脚拦腰 踢在了他的腰间 卢一昌在这个瞬间 感觉到骨头在瞬间剧痛 身体被踢飞到了空中 还不等卢一昌落地的时候 蒙面人已经提前出现在了他的上空 轰隆 卢一昌的身体宛若炮弹 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 另外 一边的江素兰 想要在这个时候上前支援 可世神在瞬间又爆发了一股力量 可怕的黑色 直接缠绕住了他的胳膊 死 江素兰感觉到一股黑气 在瞬间让他失去抵抗力 就在此时 一刀直接划在他的胳膊上 这两个人的实力 在蒙面人面前根本不是对手 杨风没有想到 来人的实力竟然如此之强 帮帮他们 杨风突然来了想法 虽然不知道这二人的实力如何 但是杨风的眼睛 却可以清楚地感觉得到 他们身上的灵力远不如自己 收拾他们应该很轻松 可自己要是出手的话 岂不是暴露了 杨风看向了这两个蒙面人 思索片刻后 脑子里突然在此时来了主意 此时在巷子内 江素兰和卢一昌二人 又一次从地上站起来 不过可见的是 卢一昌已经是痛入骨髓 还有江素兰 则是手上鲜血淋漓 可是 二人一定要在这个时候 将两个蒙面人拖住 等待着调查局的人过来 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 凭你们三脚猫的实力 不配与我交手 蒙面人的话语中带着轻面 他们俩都没有把卢一昌二人 当成对手 二人的心中 其实充满了绝望 但是使命感让他们清楚 就算是死在这 也绝对不能放他们离开 如果不把东西留下 你们今天不可能离开 卢一昌的眼睛里 在黑暗中依然迸发出金光 江素兰也在此时拿起短刃 上面闪烁着他仅剩下的灵力 就在二人做好了拼死一战之时 他们的背后 突然传来了个悠悠的声音 有热闹看了呀 杨风故意粗着嗓子说话 这让高度警惕的几个人 几乎同时朝着他看过去 此时的杨风 不知道从哪找到了的破烂不快 正好包裹住了自己的脸庞 是他们的人 卢一昌的心中顿时多了几分绝望 这家伙也蒙着面 肯定是他们的人 而两个蒙面人也在此时愣住 你叫的人 我以为是你叫的呢 另外一个蒙面人呆呆地回答着 杨风走到了卢一昌的旁边 微笑道 不用瞎猜了 我就是个路过的好事群众 什么 四个人都猛逼了 这小子来寻开心的 我们不是在过家家 马上离开这里 卢一昌意识到 这很有可能是个群众 不过杨风却在此时摇头 道 我就是来管闲事的 不着急走 你是什么人 叫我蒙面侠吧 杨风高昂着头 他的话 顿时更让现场的人傻眼了 片刻后 两个蒙面人大笑 哈哈 哪里来的二傻子 竟然敢管这里的事 还敢说什么 蒙面侠 这名字笑死我了 蒙面人垂着墙壁的捧腹大笑 杨风有些不高兴了 毕竟自己这个名字 可是刚才琢磨了许久才想出来的 你们两个 不准再笑了 杨风恶狠狠地叫住了他们 可两个蒙面人 只是停顿了一下 随后却笑得更大声了 妈的智障 哪来的精神病人 真他娘的晦气 蒙面人忍不住 爆出华夏国粹了 就连卢异昌和江苏兰 都一脸猛逼地看着杨风 只有杨风在此时生气道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了 小子 这里的水很深 不过既然你非要找死 就别怪我们了 蒙面人看向了自己的忍者同伴 忍者在此时向前一步 舔了舔舌头 手上出现了一把苦 这是忍者特用的兵器 从他眼中的杀意 四周的空气 都在此时冰冷了几分 快跑 卢异昌想要叫住杨风 可此时的杨风 竟然又朝着前面走了一步 去见阎王马 忍者的身形消失 杨风感觉到四周传来了无数的杀气 下一个瞬间 忍者已经出现他的右侧 可是这个 绝对不是真身 这个忍者的残影 手持苦无 在这个瞬间朝着杨风的脖梗扎过去 可让他感觉奇怪的是 杨风的脸上并没有惊慌 而是露出了几分冷笑 小儿科 杨风似是不屑的语气 他的身形一个扭转 一个手刀朝着虚无的空中劈过去 卢异昌和江苏兰二人 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突然看见了空中有一个身影出现 身身在哪 卢异昌惊喜 下一个瞬间 手刀附着灵力 直接劈在了忍者的脸上 轰隆 忍者的身体在瞬间飞出去 直接撞在了巷子墙壁上 墙壁在瞬间坍塌 石头直接掩盖住了他的身体 只露出了个失去意识的大脑袋 一击命中 直接击垮 现场在这个瞬间 鸦雀无声了 本来嘲笑的蒙面人 也在此时原地僵住了 还有你 杨风扭动了一下脖子 蒙面人在此时才反应过来 当即要给减脂注入灵力 召唤出自己的弑神 可就在这个瞬间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的身体动弹不得 太年轻了 杨风的身形 出现在了蒙面人的面前 蒙面人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杨风一步步到跟前 自己的身形 却被大山压住那般 动弹不得嘶吼 铜树 地副 你记住我的名字了吗 蒙 蒙面侠 蒙面人羞耻地喊出了杨风 给自己取的外号 杨风满意地点头 蒙面人倒在了地上 刚才强大的两个家伙 一前一后倒下 杨风打这两个人 就如同欺负了幼儿园的小孩一般 卢一昌和江苏兰傻眼了 这家伙 是什么人 此时的杨风 已经一步步地朝着他们走过来 你 你是 卢一昌呆呆地想说什么 又想到刚才杨风的话 连忙道 我知道你叫蒙面侠 你先别揍我 他生怕自己取笑这个名字挨揍 不过杨风并没有再跟他们说话 只是看了他们一眼之后 就朝着反方向离开了这里 他并不想自己被这两个人发现 随着杨风这边刚离开 超能调查局的人 也几乎同时赶到这里 领头的人正好是慕容婉 他匆匆到了这里 旁边还跟着几个人 可当他们见到地上 躺着的两个蒙面人之时 都愣住了 我去 你俩可以啊 这种高手都能放倒了 什么时候偷偷变强呢 一个男人去揭开面罩 发现了这二人的身份 正是他们一直在追查的岛国高手 这两个人的实力 他们之中除了慕容婉 没人能一对一打赢 不过此时的卢一昌表情却有些尴尬 道 这个不是我们打倒的 他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 即便是叙述的时候 语气中都还止不住的震惊 而听的几个人 更是一脸猛逼 江城 有这号人物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 这种实力的人 早就应该被他们调查局的人发现才对 而且绝对是能看大用 怎么会突然冒出来 而且蒙面侠这个名字 不吃这家伙有中二病吧 调查局的青年忍不住发笑 卢一昌摇了摇头 道 你知道刚才那俩家伙怎么挨揍的吗 咋挨揍的 就是因为那哥俩不喜欢他的名字 青年的表情逐渐僵硬了 不过此时的慕容婉已经看完现场 最后猜到都聊够了没 先把人带回去 再把玉碧鞋还给博物馆 组长 那这个蒙面侠 回头再调查 慕容婉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与此同时 杨峰已经绕路回到了家中 今天出去装了个高人 对于杨峰来说还是颇有成就感的 不过这个对于他而言只是个差距 毕竟他从来都没有打算过要跟那帮人抗衡 明天找个时间回一趟老家吧 杨峰想起来自己应该也要回去了 自己的老爸又打了电话过来 又提起村子里要搞开发的事情 他说是要集资修一条路和农家乐 然后各家出点钱一起干 其实就是个村办企业的意思 自己拿村子里穷 如果说这事真的能成 那对于所有人而言好事 一晚上过去的很快 第二天上午 杨峰收拾好了东西 准备开车回家 不过他刚打开门的时候 迎面就撞上了要敲门的赵竹威 哎 你要出眼门吗 赵竹威好奇地问着 杨峰点点头 道 我打算要回一趟老家 啊 那我这里以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呀 没事 高荣海和刘青兰俩人估计会过来 你到时候找他俩完 杨峰倒没多想 赵竹威撇嘴 道 才不要 我找小月去 说起陈吉月 杨峰倒都已经很久没见他了 而且杨峰想起来 上次好像有人跟自己提到过陈吉月 他的身份好像并不一般 那个陈吉月 他家也是经商的吗 杨峰忍不住好奇地问着 赵竹威猜到杨峰想要问什么 嘿嘿笑道 他家要是经商的话 可就有大麻烦了 啥意思 以后你就知道了 赵竹威没有多说 继续道 要不我送你去楼下吧 等你回来 记得给我带点你老家的特产 没问题 杨峰爽快答应下来 二人一边说话 一边朝着楼下走去 随着一辆车朝外面开去 赵竹威看着杨峰离开 摸着下巴思索了片刻 最后拿起了手机 小月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吧 赵竹威立马对电话里说着 杨峰还不知道 自己的老家 将要迎来两个重量级客人 此时的他开着车 一路上朝着家里过去 江城 是南江省最大的城市 在全国范围内 都属于经济发达的大城 不过谁也不会想到的是 这么个城市 却有着灯下黑 在杨峰把车开出了300公里之后 就已经感觉到 一片落后的乡镇 更别提的是 他老家石城 还是一个落后到极点的贫困区 如同名字一样 石城的地方是山多平原少 即便是高速公路和铁路 都是穿越隧道和架桥 再加上本地没有资源 又得不到投资 所以一直都不受关照 用许多人的话来说 那里可以称得上是穷山恶水 但对于杨峰来说 就是这个穷山恶水 陪伴自己度过了将近20年 如今 既然自己有能力了 他必然不能再看着老家这样 一直穷下去 就如同曾经有人说过 我们不断地成长和学习 并不是为了离开那个穷地方 而是为了改变那个穷地方 所以 杨峰觉得自己如今这个时机到了 六七百公里的路程 杨峰到了傍晚时分 才终于到了老家的镇子上 他习惯性地在镇上停下车 一股肉汤的清香 在此时飘进了鼻子里 这是他老家特色的牛肉汤 还有着代表童年的小吃 在他们老家叫做米板 杨峰走进了一家胖姐早餐店 店内 此时的生意不错 正是傍晚的饭店 老板 给我一碗牛肉汤 再给我三条米板 杨峰对老板说着 老板是个中年女人 手上此时带着油渍 她忙着也没看 只是一边干活 一边回答道 好嘞 你先稍等一下 马上就好 杨峰在旁边找到了个地方坐下来 看着眼前熟悉的场景 杨峰的心中还是有些感慨 过年的时候 为了敢进度 所以杨峰当时并没有回家 算来 其实已经有一年没回来了 如今被开除之后 好像才真有时间回去看看父母 正当杨峰准备饱餐一顿回家的时候 门口却在此处传来了个暴躁的声音 不满地叫着 老板娘 你这破店怎么还在开 我他娘有告诉过你 以后不许开吧 这个暴躁的声音 吸引了店内人的注意 杨峰朝着那边看过去 才发现是一个染着黄毛 穿着非主流破洞衣的青年 带着四五个人在门口转悠 老板娘听了 连忙放下手里的活道 几位 今儿个就最后一天 就这最后一天 明天我就肯定搬走 我这 够了 老子昨天就下了通知 今天还敢开张 是没把我们监督员放在眼里吗 黄毛不爽的猖狂语气 老板娘的脸色露出害怕 只能道 好 好的 那我也先给刚进来的 这几个客人做完 我就关店 我 少他娘废话 就现在立刻关门 否则我砸了你这破店 黄毛压根不给老板娘反应的时间 说着 黄毛还走到了杨峰的面前 他发现 后者此时在盯着自己 哼唧道 小子 你是从哪来的 看你的样子 好像很调啊 你是哪个村的 杨峰用家乡话说着 黄毛一听 竟然还是本地人 不禁更加猖狂起来道 怎么 你不知道 我们是市场监管的人吗 刚回来 还真没听说 镇上多了这好人物 有喝 听你小子的语气 很不服气吗 黄毛不禁笑了起来 道 你是哪个村的 丰田村 哈哈 你们那村书记 前两天才刚刚跟我喝酒 你小子倒是赶在这里出我眉头 真以为出去混两年 就能在这一亩三分地得死了 黄毛撇撇嘴 直接拿起了杨峰面前的瓷盘 重重地摔在地上 啪击 盘子四分五裂 黄毛警告地瞪了一眼杨峰 又看向老板娘道 老板娘 你还发什么呆 这小子 他只配吃屎 你赶紧关门 是是 我 我说不许关 杨峰的声音又一次传来 他已经有些生气了 不过此时他在说话的时候 老板娘在这个时候 似乎认出了他 小峰 是小峰啊 老板娘惊喜 他们是同一个村的 而且在小时候干农活 还经常互相帮助 杨峰笑着 道 梁沈 优鹤 你俩还认识呢 那不就更好办了 老板娘赶紧给他介绍介绍我 免得他这么不知好歹 黄毛一看 立刻得意了起来 梁沈是真怕这些人 连忙要拉起杨峰道 小峰啊 今天就先别吃了 要不回家之后 咱们两家在一起吃个饭 他们 可不要轻易招惹 他知道 杨峰这小子有正义感 可实在是不能让他掉进这火坑 不过杨峰却并没有起身 反倒是微笑道 梁沈你放心 今天这个牛肉汤 我是非吃不可的 至于这几个家伙 不用搭理他们 嗯 小子你说什么 黄毛目了 他背后的那几个人 也在此时上前一步 杨峰冷笑一声 道 怎么 还想要在这里打架 妈的 你是真不知道 老子跟派出所所长的关系是吧 黄毛抓起了旁边的一个盘子 直接便要朝着杨峰的脑袋上扣去 见他眼睛里带着凶狠 显然是经常打架 可是他在杨峰面前 连一只蚂蚁都算不上 眼看着盘子要落下来的瞬间 杨峰抓住了他的胳膊 黄毛感觉到 窝里横得废物 杨峰的手轻轻一用力 咔嚓 伴随着骨头断开的声音 他竟然直接捏碎了黄毛的骨头 这个瞬间 杀猪一般的嚎叫 方圆几十米 他的几个手下 此时看到 世上竟有这样的人 顿时颤抖地后退了半步 生怕杨峰在捏碎他们的头盖骨 滚吧 不想因为你们影响心情 杨峰一脚踹飞了黄毛 黄毛的身体 足足飞出去七八米 撞在了门口的马路边上 如此一幕 让店内死一般的寂静 在东河镇 没人敢这么打人 而且打的竟然还是市场监督的人 能进这个部门 肯定都是带着背景的 可是杨峰打了人之后 表情却十分淡定 梁沈 我的牛肉汤好了没 杨峰的声音又一次传来 这才惊醒了店内的众人 梁沈也是在此时才清醒过来 连忙道 小峰 你 你可惹大祸了 他的叔叔可是副镇长 你 没事 杨峰没在乎 他的心中还真有数 既然自己要回来投资 就必须要给这些家伙一点小教训 起码要保证 如此七行霸市的地头蛇 蜷缩回去 梁沈看着杨峰的样子 有些愣住 这小子一年多没见 怎么会变化如此之大 再看黄毛那几个跟班 此时根本不敢上前 就杨峰那手段 他们几个哪里是对手啊 滚 杨峰瞪了一眼几人 几个人连忙抬着黄毛 朝着外面溜走 杨峰也懒得搭理他们 在这边吃了个饭之后 满足地擦了擦嘴巴 梁沈我先回家了 回头记得来我们家玩 杨峰笑着便起身要付钱 梁沈见了连忙道 哎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怎么能收你的钱呢 嘿嘿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杨峰咧嘴笑着 可就在他说话之间 门口走进来了两个派出所的警察 就是他 这小子打得深歌 旁边的人正是刚才逃走的黄毛小弟 这两个人走到了杨峰面前 领头的警察冷声道 就是你在这里打的人 是我打的 跟我们走一趟 他的语气严厉 梁沈看了连忙上前道 老冯 这个人也是咱们镇上的人啊 刚才也是那刘深先动手的 他 够了 莫非这件事情 你也有参与吗 冯沈生冷声呵斥 道 我告诉你 你打了别人 老子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打刘深 不管你是天王老子 都得跟我走 即便是店内有这么多人 冯沈生的语气 依然是霸道无比 杨峰似乎早就猜到了 但还是微笑着道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 怎么 你还有话要说 有句话叫做 请神容易送神难 杨峰眯着眼睛 道 希望到时候 可不要求着我出去哦 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老子告诉你 今天不管你几天 你是真不知道 马王爷有几只眼 老冯生气 直接上前拷走了杨峰 杨峰却并不抵抗 而是跟在他后面上了警车 在临走的时候 还见那小弟满脸得意 猖狂道 小子 赶在这个地界动手 你就在里面等死吧 这人得意的样子 杨峰只是看着 露出了几分笑容 东河镇派出所内 杨峰已经被带到了审讯室 坐在了审讯室的椅子上 双手被手铐固定在桌上 审他的人 是之前抓他来这里的冯庆生 和另外一个青年 冯庆生三十多岁的脸庞 此时透露出年轻的狂妄 小子 就你他妈挺猖狂啊 一个破农民的家庭 也敢招惹留慎 冯庆生坐在对面 面前放着纸笔 旁边的摄像头 完全没有打开记录 足可见 这家伙是要准备给杨峰 说点不能记录的东西 杨峰就坐在椅子上 淡然道 你不问问前因后果 是非屈直吗 去你娘的是非屈直 在这里只要打了留身 你就得过来蹲着 这就是这里的规矩 冯庆生撇撇嘴 杨峰听得笑了起来 道 我明白了 看来你小子是存心找死 既然这样 那老子就让你在这里饿几天 看看你他娘是不是还这么硬气 冯庆生站起身 随后又得一道 哦对了 你老家是丰田村的对吧 一会儿 我或许还能看到你清殿 跪在我面前求我的样子哦 你最好不要找死 哈哈急了呀 可惜太晚了 冯庆生高昂着头 只有他旁边的青年警察有些担心 同情地看了看杨峰 道 队长 要不还是问问声哥吧 等私了就私了 他毕竟 闭嘴 谁允许你在这里废话了 冯庆生瞪了一眼青年 朝着外面走去 杨峰则是被锁在审讯室内 冯庆生就是要故意给这小子 一点颜色看看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在政委书记的家里 也马上要来的电话 政委书记郝山青 此时刚回到家 老好 你今儿的这是咋了 看你高兴的样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中彩票呢 妻子见他 回家乐呵呵的样子 就猜到有好事 郝山青放下了自己的包 得意道 这个可比中彩票值得高兴 你还记得 我昨天跟你说的事情 记得 不就是说有外地的大投资商派人来了 考察投资环境吗 对啊 今天我又去跟他们见了一面 你猜猜是谁 郝山青的眼睛里都透出亮光 妻子难得看他如此激动 好奇道 是谁啊 是江城的林家 我都打听过了 那在江城可是个庞然大沃 郝山青说着 又道 不过他们好像也只是辅助投资 真正对这里主投资的人 是另外一个人 哦 是谁对这里突然感兴趣啊 不知道 但我估计很有可能是本镇的人 否则其他地方的人 怎么可能会突然想到 来这里投资啊 郝山青感慨着 继续道 好啊好啊 这东河镇穷啊 如今终于要迎来改变了 只是我在这里待了一年 竟然也不知道 这里有人能跟林家有关系 看来你也终于能做出一些成果了 是啊 据说我明天就能见到 那个投资商了 到时候 可得好好地感谢人家 郝山青说着话的时候 声音都忍不住地激动 可就在他激动的时候 电话在此时响了起来 郝山青一看 当即道 你看 是那两个考察的人来电话了 肯定是告诉我 明天跟人见面的地点 一边说着 郝山青接起来 笑着道 孙先生 是您的老板 到了吗 郝书记 这边情况好像有些变化 电话的另外一头 传来了略微有些沉闷的声音 郝山青感觉这语气不对 连忙小心翼翼地问道 孙先生 您这是 我的老板确实到了 但是他刚刚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说是被你们当地的派出所抓了 好像是因为当地有人 对他动手的原因 这电话中的声音刚出口 就见郝山青顿时挨了当头一棒 什么 郝山青的语调顿时高了几度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去查 我马上去查 郝山青可真慌了 考察员在此时指道 那行 他的名字叫杨峰 现在应该就在派出所里 是是 请您稍等 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郝山青挂断电话 随后愤怒地摔碎了面前的一个杯子 啪 杯子瞬间四分五裂 他气得轻轻爆气 王八蛋 郝山青万万没想到 自己还没期待来第二天的谈判 今天就先传来了这么个消息 当地唯一的大投资商 跟林家称为朋友的人 竟然刚来镇上就被打 还进了派出所 他拿起手机 找到了所长的电话号码 所长现在也刚回到家 见到书记给自己打电话 书记有什么指示吗 丁所长 我看你这个所长是干到头了吧 郝山青刚接起电话 就勃然大怒 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丁克猛逼了 连忙道 书记 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派出所抓了我们镇最重要的一个客人 你说怎么了 郝山青更加来气 道 我告诉你 今天杨先生要是有任何的不高兴 我太娘打报告彻你的职 饶是一向斯文的郝山青 都忍不住接连报粗口 丁克连忙道 我不知道啊 我马上去查 他此时哪还敢耽误 匆匆离开家门 此时的派出所内 冯庆生正在悠哉地喝茶 吃着同事打包过来的饭菜 青年警察看了一眼审讯时 道 队长 咱们真的不用管他吗 管个屁 这小子我不饿他个两天 那都是我心慈手软 冯庆生冷哼一声 警告道 我劝你少管闲事 回头我还要跟刘绅交代呢 可 闭嘴 冯庆生叫住了青年 青年无奈 只能低下头 今天派出所内 已经回来了七八个人 此时正好聚集在一起 看见冯庆生得意的样子 众人都敢怒不敢言 毕竟这家伙跟所长丁克的关系好 而且还跟刘绅熟悉 不过就在此时 丁克急匆匆地从门外冲进来 看见了冯庆生还在吃东西 直接摔了他的饭碗 碰 冯庆生被甩了一脸的米饭 顿时梦了 他连忙立正起来 道 丁 丁所长 您怎么来了 妈的 你今天是不是抓了个叫杨峰的人 丁克怒声 冯庆生还以为丁克是为了夸赞自己 得意道 是啊 这小子正被我关着呢 我打算先饿他的几天 让他老实老实 看着他还得那美呢 丁克气得脸色通红 又把一碗汤泼在他的脸上 妈的 你也大惑了知道吗 丁克急眼了 就差动手给这傻子两巴掌 冯庆生被突然又泼了一脑袋 顿时梦了 呆呆问道 丁所长 我可是在为你兄弟出头啊 你他娘闭嘴 谁告诉你 刘绅是我兄弟了 我他妈有那样的混子兄弟吗 可 我告诉你 今天你抓的这个杨峰 是他娘要来投资咱们镇的 而且在江城非常有势力 那可是省会 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 你他娘就等死吧 丁克接连的粗口 终于把冯庆生骂醒了 他一脸猛逼 呆呆地看着审讯室的大门 傻眼道 怎么可能 我调查过他 这小子就是农民的家庭 他 放你娘的屁 你的消息 能有书记准吗 我告诉你 书记说他最多十分钟就到了 要是到时候让他看到这里的场景 咱们就等着卷铺盖滚蛋 丁克前所未有的气急败坏 都看待了派出所内的其他人 冯庆生万万不会想到 这小子竟然会有这样大的背景 他顿时心惊胆战 亮腔地朝着审讯室内跑去 此时的杨峰还被考在审讯桌椅上 他见到冯庆生如此跌跌撞撞地走进来 他的脸上露出笑容 道 这么快就回来了呀 是 是啊 冯庆生的声音颤抖 挤出来的极其难看的笑容 走到杨峰面前殷勤道 杨 杨先生 我给您解开 被这么考着肯定不舒服 我 哎 不用你打开 我觉得这么考着还挺舒服的 杨峰叫住了他 面带笑容道 我长这么大 还没坐过这种椅子呢 我感受感受 回去之后 我打算写一片观后感 杨先生说笑了 这这这这就是个误会啊 我刚才去研查了 发现事情就是跟您说的一样 完全就是留身先动手就由自取 您是正当防卫 冯庆生连忙拍着马屁 杨峰摇了摇头 道 哎 你此言诧异 我记得你刚才说过 这里的规矩就是打了留身 那就得吃牢饭 我虽然也是东河镇的人 但是我入乡随俗 不能破坏规矩不是 他笑着 又继续在那玩着桌上的手铐 冯庆生着急了 眼看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要是等会好山青真的来了 看到杨峰竟然还被烤着 自己可就真完蛋了 正在此时 丁克也连忙从外面跑进来 满脸讨好的表情 您就是杨先生吧 我早就听说过您了 丁克先拍了个马屁 又连忙道 今天这个事情真的是个误会 而且我也让人去查这件事情了 到时候 若是我们所里有任何人违规 我一定会狠狠地处罚 他说着 看杨峰被烤在桌子上 说着 杨先生 这里的空气不太好 要不您还是出去外面的办公室 喝口茶 不必了 我怕你们给我下毒 还是在这里待着就挺好 杨峰微笑 看向了冯庆生道 还记得 我来之前跟你说过什么吗 请 请神容易送神难 冯庆生呆呆地回答 他到现在才终于明白 杨峰刚才这话的含义 冯庆生打死都不会想到 丰田村竟然出了这么一尊大神 丁克着急地想要让杨峰出去 起码不能让郝山清看到这一幕 可杨峰又怎么会搭理这两个人 正在审讯室那两个人劝着的时候 门外也终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杨先生在哪 郝山清急错的脚步 直接朝着审讯室走进来 此时映入眼帘的 正是杨峰被靠在审讯室的样子 郝山清的脸色顿时变了 怒声道 这是怎么回事 这 这 丁克和冯庆生四目相对 结巴地低着头说不出半句话 这不仅是得罪郝山清 而且杨峰是大投资商 到时候就连县委书记都得亲自接见他 自己要是办不好 明天就要滚蛋了 既然这样对待受害者 你们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法律 郝山清的声调都变了 丁克连忙低着头 道 书记 是冯庆生他自作主张 我已经训斥过他了 一定会整顿的 可我刚刚听说 你似乎还有个酒桌上的拜把子兄弟 就是他对杨仙生动的手 郝山清的眼睛里透出几分冷力 丁克听了 身体猛的一颤抖 连忙道 书记 这个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民间留言 哼 难道不是吗 刘富镇长的侄子 没错吧 郝山清在路上 就已经让人调查这件事情了 后天县长就会亲自来这里 你们就等着组织的调查吧 郝山清的话 宛若是给了二人最后通牒 在这个瞬间 丁克彻底的傻了 他宛若烂泥的瘫倒在地上 郝山清拿过了冯青生的钥匙 走到了椅子面前 被杨峰恭敬道 杨先生 我给您打开 嗯 杨峰答应一声 郝山清心中 其实也松了一口气 看来杨峰并没有把木火 蔓延到自己身上 从椅子上再坐起来 杨峰甚至都没有在看地上的二人 而是带头走出了审讯室 此时的外面 早就聚集满了派出所的二十几个人 他们都听出了事情 想要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牛人 能把丁克吓成这样 不过在人群中 却还有一个女孩 却认出了他 风哥 女孩的声音极其震惊 杨峰回过头看去 发现竟然是 住在自己隔壁的杨巧兰 有喝 小兰子你也在这 都当上警察了 杨峰笑了起来 走过去跟他打招呼 杨巧兰此时一脸猛逼 看了看他 又看着在后面的好山青 这可是他们的书记 此时竟然亲自来提杨峰 而且态度诚恳到极点 风哥 这是 怎么回事 杨巧兰呆呆地问着 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不是刚刚被抓了吗 还好你们好书记过来捞我 不然今天恐怕就要 在这里过夜咯 杨峰打去着 好山青擦了一把汗 连忙道 杨先生您严重了 这个事情是个意外 我一定会彻查的 到时候肯定给您一个交代 希望这种意外少一些 杨峰平静的语气 杨巧兰看着好山青的紧张 心中更猛逼了 这可是这里的一把手啊 怎么对杨峰如此恭维 杨峰没有再多说这件事 问道 你下班了吗 要不等会一起回家 啊 好 好的 杨巧兰清醒过来 连忙答应着 杨峰刚出来 便先给自己父亲杨安田 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自己马上到家 让他不要担心之后 便跟杨巧兰走到了停车场 好山青送着二人到停车场门口 道 杨先生 那明天 好书见 叫我小峰吧 我也是这里的人 杨峰突然和气了许多 好山青连连点头道 行 那我们明天要不要约个时间 我们谈谈 我明天恐怕要休息 陪陪家人 而且我还要了解一下考察的结果 杨峰随口回答 随后带着杨巧兰上车朝着村里回去 看着杨峰走了 好山青才长松一口气 眼前这个可不仅仅是个大头自伤 还是江城林家的人 自己若是安排的不好 恐怕就连他的乌纱帽都难保了 从镇上开车到村里 约摸要十分钟 杨巧兰坐在副驾上 看着杨峰的时候 还是充满了惊奇 仿佛眼前这个根本不是他熟悉的那个人 峰哥 你 你到底在外面做了什么 杨巧兰不可思议的问着 杨峰看他傻乎乎的样子 道 我在外面做了一点小生意 这次打算回来再开个公司 原来是这样 杨巧兰这才明白过来 但还是道 真没想到 你现在都成企业家了 怎么之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我们都不知道 现在不就知道了吗 杨峰打趣着 杨巧兰黑黑一笑 道 说的也对 不过你这次可算是帮大家出了一口恶气了 那个留身仗着他书是副镇长 没少七行八事 我听他说 好像连我们村的书记都跟他很熟 杨峰想起来 之前留身挨揍前 说了这个事 杨巧兰立马点头 道 风哥你还不知道 咱们村现在可有点乌烟瘴气的 尤其是那书记马大头 还联合着几个人说 要在村里搞个什么农家乐开发 还要修路 我听说了 不是号召大家都出钱合资吗 可不嘛 但实际上就是互动钱的 不过村里的人也没办法 毕竟要是得罪他们家的话 到时候容易被穿小鞋的 杨巧兰对这个 似乎还知道一些内情 毕竟他现在就是在派出所工作 伴伴企业还真是带大家致富 没想到背后还有其他引擎 不过现在好了 风哥你回来投资的话 到时候肯定能带大家致富的 杨巧兰有些天真的傻笑 杨峰的心中也是叹了一口气 他放慢车速 看着路边一块块农田 还有着那些破烂的房子 自己的老家穷啊 这么多年了虽有些发展 却远远不够 现在急需一个人站出来 带领大家走向富裕 小兰子 等会到家的时候 先不要提我的事情 杨峰还是想先看看村里的情况 要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如今的身份 恐怕自己就不得安宁了 杨巧兰答应下来 随着车开进了杨峰家门口的院子 里面的人听见车的声音 纷纷走了出去 除了杨峰的父母之外 还有着早早回来的梁沈 和几个同村人 小峰 你真回来了 梁沈顿时激动万分 他根本没有想到 杨峰竟然这么快就被放出来了 他得罪的可是当地一霸留身 杨峰从车上下来 笑着道 我就跟他们说清楚了 这个可能是个误会 所以他们就放我回来了 原来是这样 梁沈听着他这样说 却还是感觉不可思议 不过杨峰的老妈已经走出来 上下打量着杨峰开回来的车 开心道 小峰 这个就是你的车啊 你都买车了 胡凤英看见自己儿子能了 那骄傲的表情都掩盖不住 杨峰微笑地点点头 道 一个很便宜的车才十来万 哈哈 有车就好 以后就方便多回来看看了 胡凤英大笑着 几个人在外面一边说话 一边朝着家里回去 杨峰在老家 有着一个二层的小楼房 这是几年前的杨安田盖的 那时候除了买一些材料钱之外 许多沙石还有地皮等 都是在农村里就地取材 两层的小房子 虽然比不上那些豪华的大别墅 可是大厅内挂着一个神像 再加上四周的摆设 十分有乡村气息 回到家里的客厅 这四五个正在闲聊的同村人 其实也算得上是半个亲戚 这些人看到杨峰 都纷纷打着招呼 说着许多好听话 胡凤英更是让儿子快点歇着 生怕他路途劳顿 反倒是杨安田这个老爷们 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 有些端着道 刚才我听你梁沈说 你把刘胜给打了 真没事吧 真没事 你看这不是小篮子 陪我回来的吗 杨峰笑着 杨巧兰也是在此时连忙道 田叔 这事情都处理好了 跟杨峰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就不用担心了 哎 这就好啊 可不要轻易得罪那刘胜 你是不知道 他跟咱们村那马大头的关系 到时候容易惹麻烦 杨安田放心了许多 杨巧兰的心中擦了一把汗 留身连自己所长都要滚蛋了 哪还顾得上这个马大头 杨峰并没有多说 只是道 我这次来 其实就是想看看家里的情况 家里一切都挺好 你还需要看啥 杨安田说着 又想起来道 哦对了 就是你们年轻人啊 回头得聚集起来 好好讨论那个 在村里办农家乐的事情 这个可是村里的头等大事 他毕竟是当过老师的 也觉得在村里要办个什么东西 才有可能脱贫致富 不过说起这个的时候 杨巧兰便把自己知道的事情 跟杨安田几人说了说 杨安田听了 有些不可思议到 马大头他敢这么做 他 他不敢吗 那可是大伙凑钱啊 哎 马大头不敢明目张胆 可到时候那些会计啊 采购啊 不全都是他找的人 这到时候要是一座账 咱们村里有几个人能看得懂啊 杨巧兰也叹了口气 他这么一说 大厅内的几个人 都感觉到背后发凉 可现在村子里的人 都已经都动员起来了 又该怎么办呢 爸 先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了 到时候肯定会有办法的 这个提议其实还是不错的 但到时候再想想办法 不让他们多插手就行 杨峰安慰着 可他这话一说 便让家里这几个人摇了摇头 小峰啊 你是真的遭眠待久了 不知道这村里的情况啊 四十多岁的董叔 在此时叹了口气 继续道 那在村里要是办点什么东西 你要是不跟马大头打好招呼 可就什么事情都别想办好了 可不嘛 之前那水生家说是 要去河里挖点沙子 结果就因为马大头不同意 他儿子马小山 把他的摩托车都沉在河里 逼着水生去买了高架沙子 梁沈也在此时说着 又道 可是就前段时间 他们家要建个什么牛栏的时候 那用的不全是山上的石头 和河里的沙子吗 谁说不是 但是人家跟副镇长关系好 咱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几个人顿时无奈 杨峰倒是听出了 这些人话中的意思 他深吸一口气 道 几位书审 这件事情我回头会去看看的 而且关于搞农家乐的事情 我觉得真不错 明天我也找他们谈谈 小峰 你现在说话可不能这么大口气啊 那我们待在村里这么久了 还能不了解这马大头是什么人 还有他那个儿子 爱一言难尽 这几个人都充满无奈 杨安田也是在此时道 小峰 你刚回来就不要多想这些了 要是真有俩钱 就好好攒着以后娶媳妇 不要老关心村里的事情 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走出去 不要一辈子都困在这山窝窝里 杨峰看向自己父亲 自己的父亲 并没有留下什么文艺的散文师 但是他却有布满双手的老姐 爸 我会处理好的 杨峰已经起身 不过今天不提这些了 小兰子你帮我把车里的东西搬下来 晚上叫容叔他们 一起来家里吃个饭 好 那我去叫我爸妈过来帮忙做饭 杨巧兰就住在隔壁 倒是十分方便 正好家里也有这么几个人 杨峰便叫上他们一起吃了个晚饭 这就是他回到家的第一天 等到了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大家才各自散了 朝家里回去 家里就剩下杨峰和父母 陪着他们聊了一会儿天之后 看着天色不早 杨峰便也回到房间休息了 他的房间在楼上 隔壁是杨小时的房间 而杨安田和胡凤英 则是住在楼下 也是为了方便不用爬楼梯 杨峰回到房间 房间内 四周一如既往的温馨 打开窗户 外面是一片黑茫茫的山 一眼望过去 几乎没有任何的光亮 这就是农村啊 杨峰感慨着 正好在此时 电话也响了起来 杨峰接起手机 发现竟然是好山青 给自己打过来的 好书记 这深夜有什么事情吗 杨峰奇怪地问着 另外一头的好山青欣喜 道 杨先生 刚刚我已经给上面打过报告了 县里陈书记 他也会亲自过来 到时候会有人彻查今天的事情 请您一定要放心 谢谢 不过书记 你叫我小峰就行了 老是这样杨先生杨先生的 显得太疏远了 杨峰无奈 好山青大笑 道 哈哈 好的好的 你要是有遇到任何的麻烦 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沟通 今天这个事情肯定是个意外 我们本地还是有非常好的投资环境的 是 我自己就是这里长大的 肯定会去走走看看的 这就对了 还有个事情就是 陈书记他正在去市里开会 但是他忙完事情之后 问我要不要约你吃个饭 好山青询问着 他们当地 显然都已经把杨峰当成财神爷了 这个可是跟江城邻家有关系的人 而且还是在这里长大的 要是杨峰看准了 随便投资一下 那最少都是八位数起步的 到时候得带来多少的就业和经济的发展 对于一个地方的一把手来说 最大的政绩就是把当地的经济搞上去 尤其是这个如此落后贫困的县城 杨峰也明白他的意思 道 那行 我恐怕要大后天才有时间 好的 那我到时候跟陈书记说清楚 你这两天刚回到家 就好好考察考察 看看 好山青笑着 他自然是知道杨峰的担忧 二人挂断了电话 杨峰坐在桌子面前打开了电脑 看着之前考察组给自己发过来的捷报告 他的目光逐渐深邃 在东河镇这个地方 其实还是有一些亮点 其一是有连成片的田地 而且土地肥沃 其二就是 有几个山之间风景宜人 而且山上面的土质不错 可以种许多品种的观赏树木 再加上一些山间的小溪流和平台 根据他们的推荐 应该是要做一个新农村的旅游景点 同时在多做宣传的时候 拉动当地的农家乐 或者是土特产消费 杨峰看到了后半夜 才终于缓缓地睡过去 第二天 杨峰睡到了上午九点多 起床在家里刚吃了饭之后 就早早地离开了家里 他今天是打算去马大头家 探探口风 杨峰还不知道 拉大头这个修路和农家乐的计划 进行到了哪部分 村里有多少人交钱了 不过杨峰也不知道 马大头现在住哪 正好让杨巧兰带着自己 杨巧兰倒是轻车熟路 带着杨峰到了靠近国道的村口 道 就是前面了 他的家怎么盖在这了 我记得 他之前好像住在村委啊 还不是为了方便呗 这里的地本来是永书的 不过他强行给 买了过来 就给了一万块钱 然后盖了个房子 从这边去镇上 就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了 杨巧兰说着的时候 还为永书有些不平 杨峰听得点头 跟着走到了一个院子面前 抬起头看去 眼前这个院子门口的两条大石柱 都显得虎虎生风 再看里面豪华的别墅 带着些许的欧洲城堡风格 每个东西看上去都是造价不菲 二人走进门 此时的家里 还有着热闹的声音 你怎么又没钱了 来 老子借你三千块钱 继续玩 马小山叼着一根烟 从面前拿出了三千块钱 推到了一个青年的面前 那个青年似乎也是城里回来的 脸色微微有些难看 连忙道 杨哥 要不就算了吧 我这会儿该回家准备吃饭了 吃个屁 这都才上午十点多 你饭桶吗 马小山撇撇嘴 非要拉着眼前的人继续赌钱 此时的一张玻璃圆桌旁边 坐着四五个人 面前放着钱和扑克牌 杉哥 家里来客人了 一个青年发现了杨风 马小山一看是杨巧兰 便笑眯眯道 兰啊 怎么亲自来这里了 是不是又遇到麻烦了 找杉哥帮忙 马小山你注意态度 我是带风哥认门 找你罢的 杨巧兰十分不爽地说着 马小山一听 才在此时仿佛认出了杨风 道 哟 这不杨风吗 都七八年没见到你了 在哪里发财啊 她的眼睛蹭亮 给杨风递过一根烟 杨风没有接 道 我不抽烟 不抽烟 那正好 我爸还得过一会儿才能到家 要不也来完两把 马小山立刻问着 他一边说 一边踹了一脚旁边的青年 道 你他娘当才不是没钱吗 赶紧滚回去吃饭 别在这里压眼 青年得到这句话 如灵大赦地离开了这里 杨风看在场的其他四五个人 问道 炸金花呢 哎呀 随便玩玩 杨风 哦不对 风哥 你是城里回来的 也知道咱们农村就这样 没事打打牌 马小山咧嘴笑着 杨巧兰冷哼一声 道 马小山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在做什么够当 别想拉风哥下水 哎 兰兰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我是看风哥刚回来村里 所以用最热情的方式接待他 你说对不 风哥 马小山问着 杨风笑了笑 道 玩多大的 风哥 你别跟他们玩 杨巧兰想要劝住杨风 不过杨风却在此时已经坐了下来 马小山一看杨风上套 顿时高兴坏了 连忙道 我们玩的不大 也就是十块钱的底 然后按照你自己下注多少都可以 这对于风哥来说 应该都是小钱吧 可以 那发牌吧 杨风干脆地回答 杨巧兰也不知他的想法 只能自己搬过椅子 坐在他的旁边看着 马小山几个人 此时眼珠里透露出些许的兴奋 看杨风刚从城里回来 口袋里肯定带着不少钱 他们平时最大的爱好 可就是找这帮城里回来的人打牌 然后从他们的口袋里把钱骗出来 本以为现在是年中没啥人回村 没想到有杨风这么个大冤种 风哥 要不要切牌 马小山洗好牌 特意装模作样地问着杨风 杨风摇头 道 就这样发 好嘞 那小虎你负责发牌 马小山把牌交给了的青年 高小虎接过去 笑眯眯地开始给桌上的每个人发牌 此时的桌上算上杨风 总共有五个玩家 不过这五个人都是跟马小山认识 随着三张牌发到杨风的面前 几个人纷纷下了底 这里炸金花的规矩最低一把十块钱 剩下的则是看玩家要不要继续下注 杨风看着牌放在面前 略微地透视一下 便能看见自己的牌是什么模样 看来这些人似乎是要放长线钓大鱼 第一把就给自己发了个金花 我不看牌 蒙一百块 杨风平静地从自己面前拿出一百块钱 他刚刚跟这些人换了五千块钱现金 马小山一听 当即兴奋了起来 几个人都跟了一轮 随后才见马小山跟杨风比大小 哎呀 风哥 你这运气太好了 我这把牌没你的大 马小山故作遗憾的表情 杨风收好了刚刚赢的七百多块 道 继续发牌 风哥 你 杨巧兰想要说什么 却被杨风暗示闭嘴 此时的牌又开始发了一轮 而发牌的高小虎 在这个村子里算得上是个赌数高手了 他能够从牌堆底部准备好三张牌 用极快的手法 从底部发牌给自己人 而其他人则是从上面开始发 换句话说 杨风只是靠运气看看 能不能拿到好牌 而高小虎几个人 则是事先准备好了大牌 这一轮 高小虎把一个最大的金花 发给了马小山 马小山一看牌 心中便得意了几分 再看对面的杨风 却继续选择了不看牌下注 风哥 道你下注了 马小山故意掩藏着心中的喜悦 跟杨风说着 杨风微笑着 道 我继续蒙一百块钱 我跟两百块 我不要了 几个人轮流下了一轮赌注 到了最后马小山那 他搓了搓手道 风哥又不看牌 看来对自己的运气很自信啊 既然这样 我就直接下一千块钱 他就是要抬高赌注 杨风故作犹豫了一下 旁边的杨巧兰有些着急 小声道 风哥 要不你把刚才赢他们的钱 书还给他们就别玩了 他可是担心得紧 之前已经不止一个人 因为老千被骗光了钱 可杨风却表情淡定 道 没关系 我继续不看牌 你下一千块钱的话 我是不是就得跟四百 没错 风哥就是大气 马小山不忘记吹捧一番 杨风又丢下了四百块钱之后 剩下的其他家都在此时丢牌了 就只剩下一个马小山 哎 既然风哥如此自信 那我也再跟一轮一千块钱 马小山又丢了一千块钱下去 杨风微笑道 我继续蒙四百块 风哥 你真不看牌吗 你不是说我今天运气好吗 好 既然这样 风哥我可涨价了 下两千块 你再跟可就要八百块了 马小山对杨风说着 杨风没有犹豫 又丢了八百块钱进了钱堆里 马小山没想到杨风如此投铁 不过好在此时 旁边的高小虎看了他一眼 提醒他不要一轮赢太多 否则杨风不玩了 马小山这才故作害怕的样子 道 嗨啊 既然风哥如此自信 要不就我开你吧 说着 他又丢下去了两千块钱 如今的堵住钱堆里 已经有七八千块钱了 我先亮牌 A K G的金花 马小山亮出自己的手牌 杨巧兰在旁边看了 顿时心中叹了一口气 这肯定是他们早就准备好的出签了 风哥 别玩了 杨巧兰又一次开口 不过杨风却在此时笑着道 小兰子 要不你帮我开开牌 说不准你的运气也很好呢 啊 难了啊 风哥都这么说了 你还不帮他开牌 马小山迫不及待地想要赢下这一局 然后开始下一轮 杨巧兰无奈 只能帮忙一张张地把牌掀开 第一张 二草花 第二张 三草花 第三张 四草花 花 在场的人脸色变了 尤其是马小山 笑容更是瞬间凝固 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这副牌 顺 顺经 马小山的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自己最大的金花 竟然还会输 看来小兰子的运气 确实不错嘛 杨风露出了个笑容 收起了桌上的七八千块钱堵住 马小山看着那些钱心中流血 那些钱可都是自己的呀 哎 怎么都看着我呀 继续发牌啊 下一把了 杨风提醒着高小虎 此时的马小山深吸一口气 凑近到了高小虎的耳朵旁边 小声道 这小子的运气有点邪门 这次给个更大的牌 瞧好吧 高小虎小声的回答 杨风看着二人在那窃窃私语 故意打去道 你们在那说什么呀 该不是要准备出老千吧 哈哈 风哥 你真会开玩笑 咱们都是同村的人 我们哪能干这种事啊 说得也对 只有阴阳人烂屁股 生儿子没屁眼的人干呢 是 是啊 马小山的表情僵硬 好在此时 高小虎又一次发牌了 此时在场的人 脸色都谨慎了许多 他们都很清楚 这一轮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帮马小山 把钱搞回来 随着又是一轮牌发完 这次的高小虎 给发了一个石炸 在炸金花来说 拿到炸弹 几乎就等于万无一失 尤其是石炸 属于比较大的炸弹了 马小山这次也学聪明了 跟着不看牌道 风哥 既然你今天运气这么好 我也不服气 所以跟你对着瞎按住 没关系啊 本来我也是这么想的 杨峰表情平静 马小山直接拿出了一打钱 道 我蒙两千块 好家伙 这上来就直接拉高到了两千块钱的地步 这已经快赶上赌场了 他摆明了 就是要在这一轮 把上轮输的钱全部赢回来 杨峰没有犹豫 推出两千块道 我跟 风哥你上轮可赢了有六千块钱了 那我再蒙四千块钱 马小山直接盯准了杨峰赢的所有钱 我继续跟 杨峰表情没有丝毫波澜 可这一轮上万块钱的赌局 看得旁边杨巧兰手心冒汗 尤其是他看到高小胡几个人得意的表情 就感觉不妙 不过杨峰如此赶下钱 对于马小山几个人来说 心中止不住的兴奋 这个家伙 还是不知道这里的谁有多深啊 马小山此时忍住心中激动 跟杨峰接连下了几轮之后 笑眯眯道 风哥 我看你的现金好像不够了呀 要不要再换一点啊 杨峰之前换了五千块钱 加上赢的七千块钱 现在已经全部用完了 杨峰此时似乎是有些上头 道 换 再换五千 好嘞 马小山给了手下一个眼神 杨峰给那人赚了五千块之后 换成了现金 眼看着杨峰又丢下五千块进去 此时桌面上的钱 已经足足有三万多了 马小山可终于宰到了一头肥羊 心中高兴到了极点 但他表面还是一副仁义的表情 道 既然如此 风哥 我也不想赌太大 我就开你吧 马小山说着 最后丢下了五千块钱 此时的桌面上 将近四万块钱放在上面 马小山为首的几个人 此时高兴的表情早就掩饰不住了 看来 今天晚上找个地方大宝剑了 高小虎的眼睛透出亮光 马小山在此时一点点地打开了自己的牌 第一张 石草花 第二张 石方块 第三张 石黑桃 炸弹 如此一幕 顿时让杨巧兰都猛地站了起来 你们出气 杨巧兰哪里不知道 这些人摆明就是准备好的炸弹 然后骗钱 杨峰拍了拍杨巧兰的胳膊 哦 小兰子 你可不要冤枉他们 大家都是同村的人 怎么可能会出签呢 你看看 还是风哥有格局 马小山当即在那吹捧着 杨峰也叹了一口气 哦 我这运气也确实不太好 我看这样吧 要不你们找个人帮我开牌 风哥 这么大的赌局 你可是从刚才连牌都没摸过 就放心我们帮你开牌啊 高小虎插嘴了 他有些意外 他可是在一直盯着杨峰呢 杨峰微笑 哦 没办法吗 我自己开的话 我怕运气太差 好 既然风哥都这么说了 我就帮你看 高小虎站起身 帮杨峰直接翻开了三张牌 优贺 三张人头呢 马小山第一眼没看清 还准备安慰一番杨峰 可下一个瞬间 随着小弟把牌完全摊开之后 他的笑容逐渐消失 本来准备好会所嫩磨的众人 表情也在此时僵住了 这一炸 杨巧兰不可思议地看着桌上的牌 这怎么可能 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不过片刻后 就见到马小山在此时直接一拍桌子 怒声道 这不可能 你出签 马小山仗红着脸 直指杨峰 不过杨峰听了 却是一脸冤枉的表情 无奈道 你这话说的 刚才你的小弟可是说了 我从头到尾脸牌都没碰过 甚至连开牌都是他帮我开的 我哪有机会出签啊 更何况我也不懂啊 他一脸单纯的样子 让马小山的脸色更加难堪 啪 马小山直接一巴掌甩在了高小虎的脸上 清脆的巴掌声 还有着红色的脸印 高小虎捂着脸 无辜道 山哥 说明你运气好吗 杨峰在此时补了一刀 把桌上的四万块钱 扫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眼看着如此多钱 竟然到了杨峰的面前 马小山咬牙切齿 看着杨峰站起身了 他又恶狠狠道 怎么 赢了钱就打算走 他眯着眼睛 手下的几个人也在此时纷纷起身 目光凶狠 马小山 你要做什么 杨巧兰怒斥一声 马小山此事已经撕破脸了 冷哼一声道 我告诉你 我家的事情你最好别管 否则别说是你了 就算你们所长来了也没用 他凶狠的样子 露出了地痞本性 杨峰看到四周 如此多人看着自己 怂怂间道 山哥 看你这个意思 怎么这里赢了钱不让走 不 那是抢劫 马小山眯着眼睛 道 不过咱们继续打打牌的话 罪名应该够不上抢劫吧 顶多是个赌钱的治安罪 这个世界 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家伙 还给自己找了个轻一点的罪名 就算到时候 真被抓了 顶多也就是个跟人赌钱的小罪 杨峰也听明白了 笑着道 那山哥的意思 就是还要再赌一把鸽 你那边差不多四万块钱 我也有四万块钱现金 就赌一把笔大小 我亲自发牌 马小山的语气 已经不再友善 他的话 无疑就是在警告杨峰 实相地直接把四万块钱交出来 杨峰此时无奈 道 既然山哥非要赌 这个最后一把 那我好像也不能拒绝 就请山哥发牌吧 好 算你小子有点眼色 马小山听了 自己亲自开了一副新牌 刚刚被揍了一顿的高小虎 也在此时凑过来 他知道 马小山的赌数 是绝对不会输给自己 此时的马小山 在那边故作洗牌 一边开始给自己 安排好了个A诈 这是整个诈金花里 最大的牌了 杨峰眯着眼睛 一道灵力闪过 正好在他洗牌的时候 将灵力附着在牌上 卡住了自己想要的三张牌 随后 便见马小山 开始一上一下地发牌 两份牌发完 杨峰的面前放了一份 马小山面前放了一份 亮牌吧 我是A诈 马小山直接翻出了 自己的三张A 他在之前 甚至都没有看过 对面的杨巧兰 已经看出来了 马小山是装都不装了 他的心中叹了一口气 看来杨峰 还是最终要给他们交了钱 才能走啊 杨峰却在此时笑着 看了一眼马小山的小弟 道 你们谁来帮我翻个牌 四 几个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小子又来这套 他太邪门了 万一要是翻出个 什么怪牌的话 刚才高小虎 可都已经挨了一巴掌了 这几个人面面相去 没有一个人敢动手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马小山直接道 既然你不想动手 我来帮你开牌 花音落下 马小山直接帮杨峰翻出了牌 哼 不管你是什么牌 都不可能大过我的A诈 这个钱我今天 马小山的话 还没有说完 却又在这个瞬间戛然而止 此时杨峰的牌 竟然是最小的2 3 5 这个是炸金花里最小的牌 却也是唯一能吃掉 三张A的牌 你 你 马小山指着杨峰 一时间不知是惊还是气 就连几个手下 都在此时陷入了沉默 看来 我今天的运气 真的非常好啊 杨峰微笑着 马小山死死地盯着杨峰 他不信这个小子 真的是运气 可这个牌 从刚才是自己发的 也是自己给他开的 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出老千呢 小兰子 晚上吃饭 可以准备加餐了 杨峰露出了的笑容 杨巧兰到现在才反应过来 终于敢确定 眼前这副牌 是杨峰赢了 风哥 这 杨巧兰一时间 语言有些组织不过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马小山却已经反应过来了 他妈的 赶在老子这里赢钱 马小山直接掀翻了桌子 玻璃桌盾时 在地上摔碎 钱也撒了一地 他急眼了 几个马仔 也在此时清醒了过来 纷纷站起身目露凶光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门口却传来了个着急的声音 住手 这个声音呵斥住了马小山 几个人刚准备动手 立刻又停了下来 此时回来的人 正是村书记马大头 也是他的亲殿 马大头穿着个灰色宫装 刚回来见到这一幕 便怒声道 臭小子 你在家要干什么 爸 这小子他 跟人家赌钱输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 不要带这些狐朋狗友回来 真是混账 马大头上前就训斥 看着散落一地的钱 命令道 帮人家把钱捡起来 爸 我 捡 马大头不容之否的语气 马小山根本没有办法 只能给了旁边的 马仔一个眼神 这些人 把散落的钱捡起来之后 放在了杨峰的旁边 又连忙道 山哥 我们 我们先走了 他们哪还敢在这里多待 看着他们离开 马大头这才冷声道 你就在这里 收拾干净 我跟小峰好好聊聊 看样子 马大头应该是 得到了什么风声 表现出严厉家长的样子 可其他人不知道 马大头的德行 旁边的杨巧兰 还能不知道吗 平时要不是他纵容 马小山怎么可能 如此嚣张 不过现在的杨巧兰 也并没有多说 马大头带着杨峰 到了茶几旁 杨峰二人在沙发上坐下 对面的马大头 连忙给他倒了一杯茶 热情道 小峰啊 好久不见了 真没想到 你年终会回来啊 马叔姐 我这次来找你 是想要问问 关于村里集资修路 和农家乐的事情 杨峰也没绕弯子 马大头猜到了 杨峰要问这个 当即道 这个事情啊 我已经跟村民们都商量过了 目前就是我们家 带头出五十万块钱 不管是修路啊 还是说办农家乐 我们都是出大头的钱 那村里其他人呢 其他人嘛 看自己能力就行了 你说 不管一万块钱的 五千块钱的 那好歹也是个心意不是 马大头笑着 不过随后 马大头又立刻道 当然了 小峰你要是有什么想法 可以跟我直接提吗 咱们俩好好的商量商了 书记是不是听说了什么 杨峰突然笑起来 马大头的表情略显尴尬 干咳一声道 也算不上听说 就是听闻你好像跟好书记 有一点关系 谈不上吧 就是凑巧认识 杨峰没有多解释 马大头却是看出端倪 连忙道 你这话说的 我要是早知道你认识好书记 那肯定会多照顾你们家的嘛 你咋还把马伯当外人啊 他显然是知道 好山青捞人的事情 但是他应该不知道 杨峰是以投资商的身份回来的 我看这样吧 马书记 我们不如到时候 再召开村民开一次会 找一些专业的人 主要来探讨 关于半村里农家乐的事情 杨峰说着 又故意道 我认识一些城里的会计 还有负责采购的人 到时候 也能帮大家更好的发展吗 会计 采购 马大头的表情 果然有些变化了 他盯着眼前的杨峰 迷眼道 小峰啊 你可是越来越会说笑了 书记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谁不知道 会计 出拿和采购 就是公司利润的核心啊 你这群安排自己的人 未免有些不太合适吧 马大头的语气中 带着不悦 他本以为杨峰跟好山青认识 对他客气了几分 可是没想到 这小子狮子大开口 杨峰笑了起来 道 那按照您的意思呢 按照我的意思 这个村办企业 必须也要有我的人 马大头在这个方面可不退让 杨峰装作听不懂的样子 道 马书记 这个我可就不理解了 找人这种事情 可都是脏活累活啊 你何必这么上心呢 呵呵 小峰 我拿你的子职 你可不要跟我玩那些心眼哦 马大头更加不高兴了 哦 虽然说 你跟好书记认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村办企业的事情 总是咱们村集体的吧 我还是咱们村的书记呢 哦 那你的意思是 这些人你来找 这是当然 不过你可以放心 我给村里人看的是外长 但是咱们俩可以做一本内长 不管是采购 还是会计出那 都有咱们俩共同负责 马大头说的 已经很清楚了 杨峰听了 似乎是明白过来 笑道 那这个内长 得有不少的余额吧 哈哈 看来 你在外面是真学到了不少东西 怪不得回来村里 关心办企业的事情呢 马大头一听 大笑着道 我告诉你吧 在之前我就找人估算过了 村里总共有一千户人家 五千多个人 那按照人头算 每个人就算出两千块钱 那也是一千多万 那还真不少 是啊 不瞒你说 我其实已经找好了采购厂家 到时候能够拿到优惠的原材料 至于做账吗 马大头没有再说下去 但是杨峰却也明白了 他什么意思 杨峰笑了起来 点头道 我好像明白了 看来书记是深谙其中的道理啊 哈哈 彼此彼此 马大头大笑着 之前有些审批 还是很麻烦的 不过现在 既然你认识好书记的话 那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之前马大头的靠山是一个负阵长 在镇里很多事情还是不好办 但是如果好山清愿意进来 那一切便明朗了 我跟你说 只要到时候成了 加上后期的农家乐收入 我们最少都有几百万的赚头 这个可不少了 马大头憧憬着 杨峰看了一眼家中的装修和摆设 胆慨道 我终于明白 你这么大的家业是怎么来的 哈哈 小峰你这话可有点取笑我了 这都是我儿子挣的钱 我也就是一些工资罢了 马大头自然不能口头承认 正好在这个时候 门口传来了个车辆停下的声音 随后便是两个身影从外面走进来 马大头看过去 这才发现 来人竟然就是刚刚才提到的好山清 他顿时殷勤了起来 连忙起身道 好书记 您怎么得空亲自来这里 我刚刚去了杨先生家 他们说人可能在这 所以我就赶过来了 不会打扰你们的说话吧 好山清一脸抱歉 马大头听了 连忙让出位置道 好书记您这话说的 我跟杨峰 那是正在讨论开发村办企业的细节呢 哦 已经在谈了 好山清心中惊喜 大笑道 好啊好啊 我还担心昨天的事情 影响杨先生回家乡投资的意愿呢 他一口一个先生 尊敬的样子 让马大头有些愣住了 这俩人的关系 怎么好像跟自己想象中不太一样呢 好山清在此时坐下之后 才又招呼着马大头道 马书记 也你坐下吧 是是 马大头连忙跟着坐下 心中却越发的迷糊 自己刚才还在跟杨峰 聊着几百万的大生意呢 莫非这个好山清 也想要来奋一杯羹 杨峰却在此时略微显得有些拘束 道 杨先生 我还是想告诉你 县里对你昨天的遭遇非常重视 上午的时候 冯庆生和丁克 他们都已经停止接受调查了 此话一出 第一个先吃惊的是 马大头和他儿子马小山 这个丁克 可就是他们的靠山之一啊 平时村里出了点事 那可都是靠着丁克 这个所长帮忙处理 尤其是马小山平时打人动手 哪个不是丁克 出面摆平 结果现在丁克竟然被停职了 杨峰露出了的笑容 道 还是非常关心的 这是自然 如若杨先生愿意在这里投资的话 到时候不管是多少钱 都一定会得到非常好的回报率 好山青这次可不只是代表自己 县里听说了这个大投资商之后 都特意交代了一定要稳住 否则要是弄砸了 好山青可就不只是得不到投资的问题 恐怕乌纱帽都要掉了 可他如此模样 看傻了马大头父子俩 尤其是杨峰在此时开口道 其实在来之前 我有个朋友就曾经说过 会考虑来这边建厂 应该是清零科技的工厂 那就是林家的公司吧 没错 而且我也答应你 一定会在老家投资最少几千万以上 杨峰直接给出了自己的承诺 他表情平淡 可让马大头听了 却是脸色骤变 这家伙要投资几千万 他想都不敢想 村里竟然出了这么个大牢 更让他猛逼的是 刚才自己竟然还在跟他谈 要贪污几百万的事情 人家看得上这几百万吗 马大头突然感觉到背后发亮 他终于明白过来 杨峰是来干什么的 也明白 为什么好山青会对他这种态度 可现在似乎已经太晚了 杨峰已经站起身 看了一眼马大头 打趣道 马叔姐 你那几百万的大项目 我们得下次再谈了 我要跟好叔姐去附近看看 说完 几个人便离开了这里 马大头呆呆看着他们的身影 家中在这个时候 顿时清静了下来 就剩下了马大头父子 二人四目相对 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出了危机 这小子 到底是回来干什么的 马大头难以置信 当初那个名不见经传的杨峰 竟然会有如今的地位 不过马小山可是实打实的被赢了六七万块钱 不满道 爸 这小子也太猖狂了 要不要教训他一顿 让他老实老实 蠢货 人家是大投资商 要是把他给打了 回头 马大头话说到一半 突然想到了什么 眯着眼睛道 不过 你找人给他一点警告 倒也可以 你之前不有一些朋友吗 我明白 揍他一顿 让他知道 知道这个地界上 谁说了算 马小山的眼中 已经露出凶狠的目光 他在当地可是小霸王 到时候 只要揍一顿这小子 可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这个想法 有多么危险 与此同时 杨峰跟着好山青 在附近转了转 不过他本就是在这里长大 好山青 是从外地调过来的 他对于这里的了解 还不一定有杨峰多 杨峰只是在这里 看了看山水的风景 最后 便开车 朝家里回去了 让杨峰意外的是 此时的家门口 还停着一辆豪车 他并太懂车 但是看着外国马的标 还有车型 大概就猜到了 这辆车的价值 最少在五六十万 而此时的家里 还发出了谈话声 杨峰刚走进家门 就见到胡凤英 叫着他道 你们看 小峰回来了 你们年轻人 正好一起聊聊 他说着的时候 杨峰也走到了家中坐下 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 还有着另外两个人 一个是他的舅妈张秀 还有另外一个 则是他的表哥温永飞 此时的温永飞正喝着茶 看到杨峰之后 拍了拍的肩膀 故意问着道 是杨峰啊 上次咱们见面 都是两年前了 这两年魂的咋样 温永飞问话很直接 再加上门口 停着的那辆豪车 杨峰就知道 他肯定是现在魂的不错 杨峰倒是并不介意 笑着道 我在江城工作 之前在一家游戏公司上班 他谦虚的样子 不过他的话刚说完 就听见舅妈张秀 在此时开口 声音有些大道 哎 小峰还在给人打工吗 小峰他大学毕业 一直在工作 胡凤英的表情 也微微有些变化 人这个东西 最怕对比 不过杨安田倒是轻松许多 啊 我看挺好的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以后娶妻生子 一辈子就这么长吗 每个人有 每个人的活法 哎 老杨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张秀摆摆手 道 孩子 那还是要争气的 你就说像是我们家小飞 那虽然读书并不多 可是现在 那也是公司的总经理了 是啊 杨峰也在江城是吧 我上班的公司也在江城 你到时候可以过来找我了 温永飞高昂着头 拍拍杨峰道 不管怎么说 咱们都是亲戚 到时候 我肯定会让人 给你安排工作的 哎 小飞也在江城 胡凤英有些意外 张秀大笑起来 道 可不嘛 前段时间 还非说要接我去江城住呢 他现在一年的工资 都要好几百万呢 说也不差我这点 他终于等到这句话 说出了自己儿子的工资 胡凤英听了 一脸惊奇 他哪见过这么多钱啊 呆呆道 有这么多 是啊是啊 他还在江城 买了一套别墅呢 按照他们城里人的说法 现在他这个工作 就叫什么皇帝来着 张秀一时间想不起来 威永飞在此时揭查道 叫打工皇帝 对对对 就是这个名字 以后你们要是去江城了 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到时候我让小飞派车去接你们 张秀满面红光 温永飞也喝了一口茶 自信满满道 我妈说的没错 杨峰你也是 实在不行 到时候别再到公司干了 来我们公司不管是做什么 工资肯定都比你原来的高 就是你这个行头得换一下 我这身衣服穿习惯了 杨峰倒是轻松的回答 温永飞摆摆手 抱 哎 你知道要在城里混得好 一身好的行头是必不可少的 你就说我这个表吧 当初买的时候就是四十万 还有门口那辆车是八十多万 衣服也得定做 我不太习惯 你还是穷日子过多了 温永飞摇头 杨安田在此时开口道 杨峰就是个普通给人打工吧 没那个需求 也没那个钱啊 顾障 你这话说得也对 所以我才说杨峰应该要来我们公司上班嘛 到时候我好好照顾他 肯定比他现在强一万呗 温永飞吹起牛逼来 丝毫没有停顿 张秀也对杨安田道 老杨 你就相信我们家小飞的吧 他可是见过大师面的 说的话肯定错不了 母子俩显然都是一个性情 不过他们人倒是都不坏 所以杨峰也并没有打断他们的装逼 在二人说的差不多之后 温永飞也想起来正事 哦 对了故障 我这次来这里 其实还有跟你们村的事情 想跟你们打听一下 我们村的事情 杨安田有些奇怪 胡凤英更道 我们村能有什么事情 看来姑姑你们还不知道吧 我可是提前找人得到了消息 你们村可能出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投资人 回来给家乡投资的 温永飞跟二人说着 显然是掌握了内幕消息的表情 如此一说 杨安田和胡凤英更猛了 老田 你听说过吗 没有啊 杨安田也感觉奇怪 道 小飞你会不会搞错了 我们村最近没有什么人回来有消息啊 你们真不知道吗 我听人的消息是说 这个人可要在这里大家投资啊 而且连县长都可能要亲自来见他 温永飞提起来的时候 表情都认真了许多 这次我也是接到了董事长的命令 跟我是同一个镇的 所以想要让我跟他认识认识 这事连你们董事长都知道了 胡凤英更加惊奇了 温永飞笑着 道 姑 你都不知道 现在城里信息发达 我们董事长说这个人 跟江城的大人物关系很好 所以希望我来拉拢拉拢 但是我还没找到这个人是谁呢 原来是这样 不过我们确实还没有听说 村里出了这么好人 胡凤英也猛逼 杨安田更是摇头 道 我今天才出去转了一圈 没有听说过 是不是你的情报搞错了 这个 不会吧 温永飞也犯起嘀咕 不过张秀却在此时道 我看啊 真有可能是消息搞错了 我刚才进村的时候 都特意观察过了 就村口那个房子还漂亮一点 其他的房子都很一般嘛 哪里像是咱们家 这么说好像也对 温永飞思索着 如果这家伙真的有钱 怎么可能不在老家盖一个大别墅呢 杨峰在旁边听着二人的话 一直在沉默 他还真没有想到 温永飞的消息竟然会这么灵通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 他就是来找自己的 至于他那老板说的大人物 恐怕就是江城林家 事到如今 杨峰才明白什么叫做举足轻重 自己只是回了一趟老家 竟然还有人盯上了自己 永飞 你找这个人到底是做什么的 跟他一起投资 还是说啦啦关系 杨峰开口问着 温永飞看杨峰问起 摇头道 杨峰你可能不太懂啊 在上流社会里 人卖那就是金钱啊 如果你们村真的出了个这么厉害的人 那只要跟他搭上关系 那不就是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吗 你在当总经理的时候 就天天研究人情试果 这是必须的 你给人打打工当的基层 自然是感觉不到 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层次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 温永飞跟杨峰说着 他一口一个上流社会和层次 让杨峰有些无奈 不过温永飞也在此时站起身了 道 既然你们不知道这个人 我们就再去别家问问 实在不行 你们也帮忙打听打听 我看你们也不用这么着急嘛 要不先吃个饭再走 我看这都快傍晚了 胡凤英要留二人 温永飞摆摆手 道 现在哪有时间吃饭啊 我们还得着急去找这个人呢 万一要是真搞错了 还得去其他村问问 那我们就先走了 回头记得来我们家玩啊 小飞可是修了个大别墅 还带泳池呢 张秀临走 还不忘记吹嘘一下儿子的本事 其实这个也是人之常情 只是他的话术确实太低级了 杨峰倒是也不生气 起身要送二人离开 不过就在此时 杨巧兰从门外小跑进来 跟杨峰说着道 峰哥 刚刚好书记回来 让我告诉你 县里的陈书记已经开完会回来 后天上午会来镇上考察 到时候让你一起去啊 我知道了 我后天上午一定会到的 杨峰答应着 可二人一说话 这让刚准备走的 温永飞和张秀都停下脚步 温永飞奇怪地看着杨峰 问道 杨峰 你还跟咱们镇的好书记认识 嗯 刚认识不久 那陈书记呢 那我真不认识 杨峰的话 让温永飞松了一口气 可紧接着 便又听见杨峰道 不过之前陈书记跟我说过 要跟我见个面来着 什么 温永飞这次可惊了 就连旁边的杨安田和胡凤英 都是一脸猛逼 张秀嗅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连忙问道 小峰啊 这是怎么回事 哎 峰哥 还没告诉你吗 杨巧兰很是奇怪 道 峰哥这次回来 是要给镇上做投资的呀 所以 县书记 要见他不是很正常吗 回来投资 难道说 温永飞的眼睛顿时瞪得 如同牛一般大 张秀更是猛地清醒过来 怎么可能 难道说 小飞要找的人 就是你 张秀看着杨峰 可心中却怎么都不愿意相信 他这次跟着过来 可就是为了在别人面前吹吹牛的 但杨峰竟就是自己儿子说的大人物 杨峰看娘俩吃惊的样子 也略微无奈道 其实我没他说的那么神 就是单纯的想要回家看看 有没有投资机会 从杨峰的口中得到了确定 张秀的腿都在此时有些软了 温永飞更是在此时才清醒过来 他看着外面杨峰的车又疑惑道 可你的车明明才十万块钱 怎么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豪车的 够用就行了 杨峰贪贪手 温永飞彻底傻眼了 我看现在有时间了吧 正好留下在家吃个饭 如果你真想要投资的话 咱们都是表兄弟 确实可以一起探讨 杨峰平和的话语 又看向了杨巧兰道 小兰子 今天让你去买的菜咋样了 买了很多了 我刚刚让人去抬过来 不过你给的钱也太多了 没用得完吗 杨巧兰嘟囔着 杨峰黑黑一笑 道 没关系 反正那个钱也是 从马小山手里赢过来的 他随意的一开口 可又让几个人吃惊 那马小山可是臭名昭著的 老千和混混 杨峰竟然还能从他手上迎钱 对了峰哥 刚才郑书记 还特意提到这件事情了 他说会调查马大头父子的 不过需要一些时间 杨巧兰跟杨峰说着 杨峰点头答应 道 行 我先帮忙去把买的菜抬进来吧 晚上叫你家一起过来吃饭 人多热闹一些 说完 他跟杨巧兰便朝着外面走去 杨安田几个人傻眼了 他们呆呆地看着杨峰二人 走出去的背影 这 还是自己的儿子吗 胡凤英怎么都不会想到 自己的儿子竟然出席到了这个地步 秀啊 咱们今天包板吃吧 难得人其 胡凤英终于在此时开口 张秀已经在原地愣了许久 听见胡凤英的声音后 脸色顿时涨红 自己刚才在他面前 吹捧着自己儿子多么的厉害 可自己儿子要找打猎的大人物 竟然就是杨峰 好在胡凤英似乎并不在乎这些 拉着他便朝厨房走去 而威永飞在此时更是身体 都微微的颤抖 刚才自己还让杨峰跟自己混呢 一转眼弓手一行了 看着杨峰从外面提着几袋子菜进来 温永飞连忙上前帮忙提着 小心翼翼的样子 杨峰有些无奈 摇头道 你不用这么紧张 是是 我这 温永飞挠了挠头 那什么 刚才我不知道你是 是这种身份 所以说话有些貌似 杨峰你别生气啊 不至于 等会吃饭的时候 咱们好好聊聊 如果你要给家乡投资的话 那是一件好事 杨峰倒是没有什么成见 其实他也很清楚 虚荣这种事每个人都有 这种心态人之常情 杨峰不至于因为这个 去全盘否定温永飞的人品 这个晚饭 吃得温永飞胆战心惊 不过在之后 杨峰还是留下他喝茶 跟他聊了一些 要在镇上投资的事情 温永飞连连答应 完全没有了之前 一口一个上流社会的模样 他这模样 看得胡凤英 也是有些忍俊不惊 随着送走了这两个客人之后 杨峰又跟自己的父母解释了一番 好在杨安田 是一个十分开明的人 虽然不懂自己儿子如今的身份 可是却也没有焦躁 而是劝着他低调做事 直到晚上九点多 杨峰才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杨峰今天走了许多地方 回到二楼房间里 打开房间的窗户之后 远处是一片大山 杨峰总是习惯性地 看着眼前的熟悉景色 就是这些景色 伴随着自己长大 只是现在是天黑时分 远处的景色根本看不清 杨峰想着反正也要睡觉了 便将灵力注入到眼睛中 想要看清一下远处的风景 不过就是他如此一看 却猛然发现眼前的景色 浑然跟刚才不同 此时在山中 竟然透露出 一缕缕淡黄色的气息 这是杨峰惊了 他突然发现 这几座山峰之间的连接 竟然就是一个巨大的风水镇 上次看见风水镇 还是在灵景华的家中 但是眼前的大山里 那一缕缕的淡黄色气息 却是之前看到的万倍以上 难道这里隐藏着什么秘密 杨峰立刻清醒了过来 大山之中不可能只靠着风水 就有如此浓郁的灵气 那就是在山底下 埋藏着巨大的秘密 甚至有可能是古董 只是这座山 距离自己实在是太远 杨峰无法通过透视 看清内部 明天要去这座山看看 杨峰心中打定主意 正在杨峰想着的时候 电话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考 看着来电显示 杨峰随手接起来 道 杨小师 大晚上的怎么又想起来 给你哥打电话了 哥 你赶紧去我房间 帮我找一下 在柜子里的小纸片 你又整什么幼蛾子 哎呀 那里写着我的秘宝呢 我游戏账号被封了 着急着急 我马上要上号了 杨小师着急的语气 杨峰的脸色一黑 道 你打电话给我就为这件事 啊 不然还有啥事 杨小师奇怪地问着 杨峰的脸色一沉 摇头道 算了 我帮你找找吧 快点快点 杨小师催促着 杨峰无奈 这丫头都快成 网瘾少女了 不过 一向宠着她的杨峰 还是这丫头 找到了秘宝之后 拍了张照片发过去 随后 她才问道 对了 你什么时候放假 到时候回哪啊 我过两天就放假了 到时候先回家一趟 然后直冲你的江城老窝 杨小师说起 这个有些兴奋 道 哥 你家的网速好 而且你的电脑配置也高 到时候玩游戏 一定很爽 得得得 你打住 我跟你说啊 平时你 哎呀 知道了知道了 我先打游戏了 回头再打电话 让你说啊 杨小师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杨峰无奈 摇了摇头 不过这丫头虽然网瘾很大 脑子有点丢三落四 可是其他事情 却出奇的优秀 这也让杨峰 经常想要说她几句的时候 都被她堵了回来 挂断了电话 杨峰干脆 也不多想这件事情 熄灯睡觉 一晚上过去的很快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 杨峰就醒了过来 在亲妈的威胁下 她被迫地吃了一点东西之后 便朝着家门外走去 看她冒冒式的样子 胡凤英 到今天都还不敢相信 昨天 温永飞提到的大人物 竟然就是自己的儿子 不过今天的杨峰 只记得昨天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去自己家 对面的那座山 有个风水镇 今天是个大晴天 早上七点的时候 东边便已经缓缓地 升起火红色的太阳 杨峰独自一个人 走了五六分钟 到了山脚下 眼前这座山的名字 叫做望马山 只因为整座山丘 长得很像是一匹马 这也是这个镇子 最高的一座山 约莫有着一千多米高 四周崎岖的很 在山脚下 依然还有着几户人家 附近还有许多的农田 现在正是六月 田里的水稻一片黄色 尤其是太阳升起的时候 像是金子洒满了稻田 随着一阵风吹过 摇摆的稻碎 在沉甸甸的晃动 虽然时间还早 不过此时 在山下住着的村民 已经扛着锄头 从家里出来了 一大早看见 门口有人要爬山 那人认出了杨峰 叫着道 诶 这不是小峰吗 怎么这一大早都要锻炼啊 文书早 我想去山上看看 顺便锻炼锻炼身体 杨峰微笑地打着招呼 杨立文一听 立刻道 诶 那你可得小心了 最近这个山上 也不知道怎么了 老有些怪东西乱跑 前两天还感觉到有震动了 怪东西 杨峰的眉头皱了皱 立刻走到他跟前道 文书 你说的是什么怪东西啊 我也不认识啊 有点像是山黄 但是又有点像是长毛的野狗 杨立文也犯嘀咕 他活了五十多年 也没看过这山上有这种动物 杨峰听着越发奇怪 要知道杨立文可是靠山吃山的典范 曾经他在山上割柴油的时候 转变了整座山 还有他不知道的东西 诶 总之你小心就行了 不过那玩意也就跟狗差不多大 应该不伤人 杨立文也让杨峰放心 杨峰点点头 又问道 那你说有震动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山里一阵阵的风啊 就昨天晚上 也不知道是啥情况 我还以为地震了呢 看新闻也没说这里地震啊 杨立文提起 这就更加奇怪 他总感觉 这段时间的山里怪怪的 杨峰听了 似是明白过来 最后只能点头道 我知道了 那文叔你先下田 我去山上随便转转 说完 杨峰便朝着山上走去 这座山要爬到顶峰 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快的事情 不过相较于山峰 这座山最有趣的地方 莫过于在山腰处 那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小山洞 这些山洞 是在山形成的时候就有 里面黑暗无比 没有丝毫亮光 丢出去一个石头 能听见里面有着很深的回响 因为其特殊性 本地有老人戏说 这个是地狱之门 因为其深不见底的黑洞 还有着偶尔里面传来的水声 总让人有几分遐想 不过对于杨峰来说 这个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 他的眼睛透过层层的黑暗石头 朝着里面能看清一切 在这里面 竟然是有着一些棺材的碎片 还有着些许凹销的痕迹 在哪儿都少不了凹销老的痕迹啊 杨峰犯着低估 如此看了一会儿之后 却突然在山洞的背面 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石头 这个石头被削成特殊的六棱形柱子 发着微弱的亮光 深深地扎在山岩中 而在他的四周 就散发出一股特殊的气息 朝着另外一边连接 杨峰立刻朝着山中的其他地方 透视看去 发现这座山的许多地方 都有着这样的六棱形石头 人造的风水镇 杨峰马上联想到了风水 可为什么这座山 会有这样的特殊石头呢 他四处望去 发现在山顶的那边 有一个插在那里的石头 是能取下来的 杨峰朝着山顶走去 最终到了一个巨石的面前 那个特殊的石头 就被包裹在这巨石的内部 但是需要破开基米深的表皮 要破开这个石头 恐怕得用工具 杨峰嘀咕着 在他研究 要如何劈开巨石之时 眼角的余光 突然发现 巨石的表面 好像残留着一些特殊的字符 杨峰用铜树 将这些字符溯源 随后 他的眼睛猛得一亮 这是新的铜树 杨峰顿时不可思议地睁大眼睛 杨峰根本不会想到 在这个石头上 竟然会残留着铜树的字符 可是这一切 是谁留的呢 杨峰看向了四周 这里没有任何人的痕迹 但是杨峰可以确定 这座山之前 来过极其特殊的人 是他们在这里 组建了一个风水镇 只是这个铜树 学学看 杨峰觉得 铜树既然已经送上门了 根本没有不学的道理 在巨石旁边 杨峰打坐 闭上眼睛 用灵力感受着字符上的信息 这个铜树的名字很奇怪 叫做回春 随着杨峰逐渐深入地学习之后 心中却越发地感觉到惊喜 因为他感觉到 这就是自己需要的铜树 也不知时间过去多久 等到杨峰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十分了 他睁开眼睛 吐出了一口浊气 真是个好铜树 杨峰止不住地感慨 他已经明白 这个铜树的作用 竟然是枯木逢春之术 但这个枯木逢春 并不是单纯地 用来治病修复人的经脉 还可以用来给一些古丸复原 虽然之前的他 可以在古丸的基础上 略微地用灵力修复一些东西 但是那只不过是 修复到古丸原本的样子 可这个铜树的回春 却是可以把一键价值 本不高的古丸 修复到超越它的巅峰时期 并且同时 还能保持古丸的特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杨峰即便是去古丸市场 捡一个只有几万块的垃圾 也有可能通过铜树 直接创造出一个 价值几十万的好东西 看来我的古丸交易公司 可以有东西卖了 杨峰一直在筹集古丸的拍卖会 可如今看来 这一切离自己不远了 等回去找个古丸 试着修复看看 杨峰心中打定主意 他最后看了一眼 这座山上的那些特殊风水镇 如今 自己是肯定没有余力 劈开那巨石了 实在不行 回头带点现代化的工具来 反正山在这里 是跑不掉的 看着杨峰从山上走下来 正好又遇到了 下午准备去田地里的杨丽文 小峰啊 你才下山呢 杨丽文有些惊奇 这小子在山上待了很久 杨峰笑着 道 是啊 这个山上风景很不错 文叔你有空来我们家吃饭啊 哈哈 好好好 那我就先下田了 杨丽文扛着锄头 朝着不远处走去 杨丽文看着他一身黄泥的背影 心中还是有些感慨 好在明天县里的陈书记 应该就会过来了 到时候 杨丽便可以跟他说自己的投资计划 至于在村里 杨丽则是打算 继续推进那个农家乐的项目 毕竟这里只要修好路 四周的风景确实不错 稍微改造 便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小景点 不知道马大头父子怎么样了 杨丽想起来这两个人 昨天马大头把计划暴露给自己了 不过杨丰并没有跟好山亲直说 毕竟那容易显得自己干涉政治 只是杨丰不知道 此时的马小山 已经在准备好殊死一搏了 在东河镇上 马小山带着七八个人 此时在一家烧烤店内吃饭 现在的店内没什么生意 就这几个人此时光着膀子 坐在这大口的喝酒 撸着烤串 山哥 昨天那小子让你丢了那么大的人 今天你放心 哥几个一定会给你找回面子 让他知道 知道死字怎么写 一个小弟在此时骂骂咧咧 看他身材并不壮 但是身上却已经有好几处刀疤 在当地也算是打架出名的人 外号马疯子 另外一个小弟也在此时道 可不嘛 昨天如果不是老书就回来了 我们就不可能让那小子走出那道门 几个人摩拳擦掌 马小山看着几个忠诚的小弟 满意的点头道 放心 山哥 我现在只是先请你们开开胃 在这小搓一顿 要是事情办成了 到时候咱们就去KTV 我给你们找最漂亮的妹子 哈哈 好好 几个人举起酒杯 不过在此时 高小虎却是犯着嘀咕 哦 山哥 这次刘身有点奇怪啊 我听说他挨揍之后 从医院出来老实得很 这次也不来参加咱们的活动 你说他到底被谁揍了 这个谁知道 那小子就是个耸包 之前天天骂骂咧咧的 让他过来收拾个人都不敢 马小山撇撇嘴 对于刘身有些成见了 他殊不知 此时的刘身刚从医院出来 每次回想起来挨揍的事情 都是背后发凉 那小子可太可怕了 另外一边 杨峰开车到了镇上 停好车之后 决定在镇上四处转转 顺便买一些菜 不过现在的杨峰 最想要的 还是想看看 这里有没有什么卖古丸的地方 自己正好试试新的铜树 他专门找到了一些 没什么人的小巷子走去 一边问路 一边寻找着 可能有古丸的地方 只是随着杨峰走了一路 都没有什么收获 直到杨峰走到一个 河边的小路之时 突然看见 远处有个熟悉的身影 嗯 杨峰发现了他 这人的右手 打满石膏和绷带 还有脸上的淤青 显得十分滑稽 这不就是前天 被自己揍了一顿的刘峰吗 没想到这么快就出院了 杨峰特意地朝着他走过去 此时的刘峰 正坐在河边思考人生 背后却突然传来了 个熟悉的声音 好巧啊 这个声音的出现 刘峰顿时头皮发麻 汗毛竖起 只见他露出的皮肤 瞬间挂满鸡皮疙瘩 一点点僵硬地转过头 看向了背后的杨峰 是 是你 刘峰颤抖地起身 连忙跟杨峰 拉开了机密院 杨峰看他害怕的样子 无奈道 不用这么害怕吗 我就是路过 顺便想问问你附近 有没有什么古玩店之类的地方 或者是谁家有收藏的古玩 我可以高价买 刘峰看着他 似是人畜无害的样子 可回想起来 那天杨峰捏碎了自己的骨头 那哪是人应该有的力量 只是正在此时 旁边的巷子 突然冲出来了七八个地皮混混 领头的正是之前的马蜂子 直接堵住了杨峰的前后去路 哟 你早就知道我要来这里 准备好了人要报复我 杨峰打趣地问着刘深 刘深本来就害怕 听到杨峰的话之后 更加颤抖 连忙撇清关系道 不 不是 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不认识他们 他的话 一时间也让冲出来的这几个混混猛逼了 虽然他们不是刘深叫过来的 可是他们都是平常经常混在一块的呀 刘深 这竟然说不认识他们 领头的马蜂子 没想到往日的大哥 被人揍了一顿之后成了这样 我说刘深 你只不过是挨了一顿揍 以后伤好了又是一条汉子 你怎么变得畏畏缩缩的了 马蜂子不满 刘深平日里可是有着不少的小弟 在东河镇 凭借他跟所长和副镇长的关系 几乎七行八市没有人敢管 但马蜂子实在是没法接受 他被揍一顿就变成这样 可刘深听到他这么说 更加害怕了 连忙道 你不要胡说 我跟你不说 我以后也绝对不会干坏事了 妈的 马蜂子吐了口口水 就连手下的六七个小弟 都在此时摇头 道 深哥可能是被打到脑子了 估计要过段时间才能恢复 不用管他了 先解决眼前的事情吧 马蜂子没有再多说 而是看向了对面的杨蜂 此时的杨蜂 看着七八个人围住自己 笑起来道 是马小山让你们来的吧 哼 我们是认识深哥 但我们是自己来的 马蜂子还是有些脑子 尤其是马小山在来之前交代过 不要说是他叫自己来的 否则到时候 把马小山一起连累进去 事情就难办了 杨蜂似乎是明白了过来 点头道 我可以提醒你们一件事 丁克已经进去了 你们要是在打架的话 这里可就没人照着了 哼 小子你还敢提起我们丁所长 之前他被调查那么多次 哪次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马蜂子一脸傲慢 道 今天我也懒得跟你废话了 自己说打算要断几根肋骨 断几只手 这要看你们有几个人了 你什么意思 每个人断一只手 算是帮之前受到你们欺负的人报仇 杨蜂平静地开口 可他的话让几人愣了一下 随后发出哄堂大笑 哈哈 你小子是真疯了 你有没有搞清楚情况 老子是问你自己要断几只手 你他娘的以为我们是来送人头的 难道不是吗 杨蜂反问 他的目光已经逐渐变得深邃 马蜂子顿时怒了 骂道 骂的 敢拿老子开涮 你俩给他点颜色看看 花音落下 有两个小弟几乎同时冲出来 二人的手上拿着木棍和钢管 朝着杨蜂走过来 小子 要让我断一只手是吧 那老子今天就先弄断你一只手 让你知道在东河镇 是谁说了算 这地痞话音落下 手中的钢管 朝着杨蜂的肩膀上砸过去 钢管在空中发出呼呼的破空声 可怕的速度 下一个瞬间便要砸碎杨蜂的肩膀 可就在这个瞬间 杨蜂的眼中突然闪过冷力 一只手 杨蜂的声音传来 他轻轻地一个侧身 躲开了钢管的攻击 随后抓住了这小弟的胳膊 小弟试图挣脱 可是在杨蜂的力量面前 却根本动弹不得嘶吼 下一个瞬间 骨头断裂的声音传来 咔嚓 啊 这地痞的惨叫声响彻几十米 另外一个同伙 在此时看准杨蜂破绽 刚要上前动手的时候 又被杨蜂抓住了胳膊 咔 又是断裂声传来 二人的手 在瞬间宛若被捏碎那般 紧接着 杨蜂一脚踹出去 二人重重撞在了荒废的 猪圈下水到旁边 他们一身的黑泥 身上沾满了臭味 一时间不知是该犯恶心 还是疼痛惨叫 马蜂子傻眼了 他呆呆地看着眼前一幕 手在此时微微地颤抖 两只手了 杨蜂的表情没有变化 平静地看着马蜂子挤人 此时的几个人 早就已经身体发颤 面面相去地 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害怕 妈的 都别怕 他就一个人 马蜂子在此时 突然振臂一呼 强行鼓励着众人道 这小子再厉害 也不过是两只手两条腿 咱们所有人一起上 弄倒他 就废了他的四肢 别让他吓住了 这些人被马蜂子一扇动 也逐渐地清醒了过来 朝着杨蜂包围了过去 马蜂子手持钢管 力声道 一起上 他话音落下 果然率先朝着前面冲去 他一带头 几个小弟纷纷跟上去 可就在他们刚到杨蜂身边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了 自己的身体沉重无比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马蜂子 被杨蜂抓住胳膊 拉断之后 猛地丢出去 几个人在反应过来的时候 却每个人都如同沙包那般 被一个个踢中肋骨 杨蜂下手并不重 但是却也不轻 七八个人 几个呼吸间就飞了出去 随后叠罗汗一般地 落在猪圈旁边 一旁的流声看着这一幕 身体颤抖地害怕 又庆幸自己 没跟这些人一起动手 妈的 这是自己能招惹的人 收拾完几个人 杨蜂拍了拍手 走到他们面前 微笑道 在这个瞬间 他们突然反应过来 为什么刚才的流声 耸成那个德行 这家伙 是明白了 什么叫做实力差距啊 他 他在东河 KTV那等我们 马疯子 哪敢在这个时候 硬扛着 他就是个欺软怕硬的混混 谁TM知道 遇到这种大佬了 杨蜂点了点头 看着几个人道 能站起来吗 能呢 带我去东河 KTV 杨蜂平静开口 这几个人 纵然是有着剧烈疼痛 但是哪敢忤逆杨蜂 连忙答应下来 眼看着几个人 朝着前面走去 有几个家伙身上 还带着猪粪 一路上臭味弥漫 只是他们 在从流声身边 走过的时候 都不禁有几分钦佩 还是流声识时务啊 刚才流声提醒了他们 怎么自己非要手劲 跟杨蜂作对呢 就在几个人 朝着东河KTV走去的时候 此时的东河KTV 大厅内 马小山此时 正在纠缠着两个美女 而这两个人 不是别的 正是刚刚开车到这里的 赵竹威和陈吉月 嘿嘿 美女要不要在这里 歇一晚啊 我请你们唱歌 到时候女生免单哦 马小山笑名你的样子 赵竹威一直守护住了 陈吉月 又警惕道 我只是进来问路 问路 那正好啊 我可是本地通 你说说要去哪 或者找谁 我全都知道 马小山拍拍胸脯的样子 赵竹威看马小山 似是地痞流氓 也没有搭理他 而是对着前台的女孩 开口询问道 小姐姐 你们这边的丰田村 怎么走啊 丰田村就是从顺着河走 前面有一个桥进去就是了 前台回答着 又看向了马小山 道 她就是丰田村的呀 对啊 美女你要是想去丰田村找人 要不我带你去 马小山立马献着殷勤 她可是这辈子 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赵竹威自然是不会让她送自己去 但她既然是丰田村的人 赵竹威倒有些好奇 问道 那你认识杨峰吗 杨峰 哈哈 我当是谁呢 那小子已经完了 你下次要见他 恐怕就得去医院了 马小山一听 顿时大笑了起来 赵竹威的有些不高兴 问道 你什么意思 八个人 对付他一个小拉姐 你觉得他还能往好地走出来吗 马小山得意的表情 赵竹威的脸色一沉 他没想到 东河镇还有这样的地痞流氓 就在此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却从门外传来 我走出来了 顺便给你带了几个小弟 细血的语气 让大厅内的几个人 纷纷朝着门口看去 此时正是杨峰提着几个身上 带着愤臭味的混混走进门 马小山看着他旁边几个狼狈的混混 脸色大变道 马疯子 你怎么回事 他慌乱地走到门口 可马疯子在此时见到马小山 连忙指着他 道 风哥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指使我们的 哗 现场几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尤其是马小山 更是没有想到 自己倚仗的小弟 现在不仅被人打得鼻青脸肿 还帮杨峰指认自己 你 你不是带着队伍出去的吗 马小山猛逼地问着 杨峰指了指背后的七八个地痞 微笑道 我也是带着队伍回来的 你 马小山不敢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看这些人的狼狈一样 好像又猜到了 他慌张地朝着后面退了半步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赵竹威却是笑盈盈地凑过去 道 嘿 杨峰你咋也来这里了呀 这个问题应该是我问你吧 杨峰见到他有些无奈 摇头道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我俩一路上旅游 正好到了今天下午就到这了 赵竹威拉过了陈吉月 陈吉月也看了看杨峰 道 谢谢你上次救我们 其实之前的陈吉月已经道谢过了 但见到杨峰还是又一次道谢 杨峰倒不怎么在乎 摆摆手道 那都过去了 不过你俩今天打算在这镇上住 对呀对呀 本来我们想找到你家去玩的 不过谁知道遇到了这个流氓 赵竹威还有些不满地看着马小山 此时的马小山早就猛了 杨峰看着他的眼神也有些戏血 道 本来感觉还需要时间才能把你父子俩逮进去 不过现在看来好像不用了 你 马小山指着杨峰 警察和救护车已经到门外了 杨峰也并没有再理会他 看着马小山几个人被带走 赵竹威伸了个懒腰 轻松道 对了 我们俩肚子饿了 这个镇上是不是有什么好吃的 我都听说了 你们镇上好像有个什么牛肉汤 特别好吃 你怎么知道的 听当地人说的呀 叫什么东河有三宝 牛肉 豆腐 和大青枣 赵竹威这句话 倒是让杨峰真陷入了沉思 如果自己要开发这里的话 恐怕还得从当地的品牌特色入手 其实他很清楚 当地的豆腐味道确实非常好 因为有许多做豆腐的人 是用山上的山泉水制作 豆腐嫩且甘甜 牛肉这些更是完全在田里散养的 所以肉质十分的优秀 你帮我解决了个大问题 杨峰突然笑了起来 咧嘴道 走 请你俩吃牛肉汤去 他突然乐呵呵的样子 让赵竹威和陈吉月有些猛 威姐 他怎么看上去 一点也没有富豪和高人的样子 好像傻乎乎的 陈吉月小声的嘀咕着 他救过咱们 你可别乱说 我知道呀 可他就是怪怪的嘛 陈吉月跟杨峰总共就见过几次 每次都感觉他很是奇怪 如果不是他救过自己 陈吉月都差点把他当成骗子了 杨峰倒是不在乎这个 带二人到了梁沈的牛肉汤店 店内 今天的生意可比之前要好 毕竟都听说了 刘身在这里被打的事情 不少人都想要过来看个热闹 梁沈看见杨峰 跟两个如此漂亮的女孩走进门 顿时热情道 哎 小峰这两位哪个是你女朋友 不吃 陈吉月刚喝了口牛肉汤 差点没喷出来 杨峰也连忙擦把汗道 梁沈你可别胡说 他们就是旅游的时候路过的 是我在江城的朋友 哦 不好意思啊 梁沈善笑着 道 那你们先吃 要加肉加汤就跟我说 行 再给我们来六条米板 知道了 梁沈答应着 杨峰转过头 才发现赵竹威和陈吉月 已经在旁边吃起来了 他叹了口气 无奈问道 你俩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我是被抓撞钉的 威姐告诉我 出来自驾游 我就跟着出来了 陈吉月立刻揭发了 自己敬爱的威姐 赵竹威吃东西的动作 立刻停下 吞咽下了一口米板后 才道 我是为了去看 隔壁白水城的珠宝博览会 才过来的了 白水城有这个 杨峰还真没有听说 赵竹威从旁边摸出了一张传单 递给杨峰道 就是这个 所以我才决定去看看的嘛 杨峰接过去一看 地点还真就在隔壁白水城的市区 这边开车过去 也就几十公里 看主办方 是几个大公司 联合当地政府做的活动 其中一个大公司 就是林家的江城珠宝 看着传单上的信息 这次的博览会 不仅有着各种各样的珠宝 也会有山城运过来的 一手翡翠原石 工人选择 到时候的赌食质量 肯定很高 杨峰的眼睛里 都透露出亮光 抬起头问道 我也一起去 赵竹威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笑嘻嘻嘻道 我就知道你会动心的 不过这个博览会 是后天才开始呀 没事 正好我也后天才有空 明天估计得陪着 这里的县书记视察 杨峰提起来这件事情 赵竹威听到这个 立刻来了兴趣 道 那要不到时候 我们也一起去吧 小月你说呢 魏姐 这种事儿我都不参与的 陈吉月无奈的样子 赵竹威这才想起来 道 哦对 你去不了 那算了 我也不去了 明天咱们就在这找个地方玩 陈吉月好像有什么特殊的身份 他记得上次陈吉月被绑架的时候 就是直接出动了当时的超能调查局 虽然是因为那件事情 确实跟灵气有关 可是杨峰却感觉 陈吉月的身份很不一般 不过他也不好直接问 只是道 你们俩要在附近玩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找个导游 真的 那太棒了 正好我看 你们这边好像有很多山怪石灵巡的 说不准很好玩呢 赵竹威兴奋得很 这是他回江城后 第一次出来自驾游 等这次结束了 他也要开始工作 恐怕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杨峰打了个电话 让他过来这边 几个人吃完饭之后 杨峰本来想要给赵竹威和陈吉月 找个酒店住下 不过这二人似乎是有些害怕 毕竟刚才的时候 还差点遇上了马小山这个地痞流氓 杨峰也觉得这里稍有些不安全 我家倒是有房间 是我妹之前睡的 那要不我们就睡那吧 正好感受一下乡土气息 我还没怎么见过农村的生活 这次是陈吉月来了兴趣 他跟赵竹威还有些许的区别 赵竹威虽然去城市很早 但老家是农村的 而陈吉月是真正的城里人 从小到大就在城市里长大 平时也几乎没怎么去过农村 杨峰看他这么感兴趣 也道农村生活没你想的那么好 不过你们要去也行 我跟家里打声招呼 那就这么定了 几个人商量下来 此时的天色已经逐渐黑下来 杨峰出门了一趟 带回来了两个人 杨安田夫妻俩都是一愣 不过还好杨峰解释清楚后 才让二人放心了许多 天色彻底黑下来 吃过了饭 晚上八点多了 陈吉月是第一次来到农村 如今六月天有些热 但是到了晚上 微风徐徐的便也十分舒服 杨峰的家门口有个小院子 用水泥铺成 不过陈吉月却在一个墙角处 抓到了什么 跟赵竹威正在那研究 杨峰刚洗完澡 从里面走出来 看到陈吉月和赵竹威二人 躲在墙角有些奇怪 凑过去道 你俩在干什么呢 我抓到了的小昆虫 陈吉月拿出来的小虫子 黑黑笑道 这个虫子的皮 看上去有点绿色 威姐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赵竹威也在农村没待多久 不过 听到自己最好的朋友问起 他还是故作正经道 这个东西呢 应该就是叫做蛆蛆 也叫蟋蟀 是一种昆虫 因为晚上老叫 所以有点地方叫它叶鸣虫 哇 这个就是蛆蛆啊 威姐你知道的好多 那是 我可是在农村待过的 赵竹威有些得瑟的表情 杨峰在旁边听的摇头 道 你说的都对 蛆蛆确实是这么回事 那当然 不过他手上抓的东西 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 应该就是一只非常普通的臭虫 要不你闻闻自己的手 杨峰叹了口气 听他这么说 陈吉月将信将疑的 把手凑到鼻子旁边 哦 一股刺鼻的臭味传来 陈吉月连忙丢了这个臭虫 跑到水龙头下洗干净了手 赵竹威的老脸一红 道 意外 肯定是个意外 行了 你俩也别在外面待着了 我妈给你们铺好床了 你自己看看 还缺点什么 杨峰也无奈地摇头 赵竹威装逼失败 十分郁闷地跟陈吉月 朝着楼上走去 杨峰刚准备一起上楼 就被胡凤英拉住 就连杨安田都在此时看着他 看二老的表情 杨峰有些无奈 道 爸妈 你们这是又怎么了 儿子 你就跟我说实话 这俩到底哪个是我媳妇啊 啥玩意 杨峰一个踉跄抓着楼梯扶手 吴语道 你们瞎想啥呢 我不是跟你说了 他们就是正好路过这里的 后天人家就要去白水城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俩可别乱说话啊 杨峰提醒着二人 杨安田也叹了口气 道 你看 我就说没有那事了吧 咱等着媳妇 还得接等着呢 哎 杨个儿子白瞎了 胡凤英也叹了口气 二人一个人朝外走 一个朝着厨房走 瞬间满是嫌弃 杨峰也是一脸猛逼 这俩人咋突然就好像换了个态度 就差不认自己这个儿子了 不过现在的杨峰 也没时间再多想这些 他还要准备 明天陈书记来考察的投资材料 一晚上很快就过去 杨峰第二天睡到了上午 等他起床的时候 发现赵竹威二人都已经起床了 吃过一顿饭 杨巧兰今天也特意请假 带这俩人去附近转转 一来杨巧兰熟悉当地的情况 二来 他毕竟是个警察 也不会让这俩人遇到麻烦 安排着他们出去胡闹之后 杨峰也松了口气 等到下午一点多 杨峰的电话响了起来 是好山青打过来的 杨先生 陈书记已经到了 他马上就要去你家 好山青的话 让杨峰有些吃惊 这不是说一起去试茶吗 来自己家的话 到时候难免用到的村里一片风云的 不过此时的人已经要到了 杨峰也无奈 只能答应着 我知道了 我准备一下茶叶 好的好的 好山青挂断电话 杨峰起身 看向了里面的杨安田道 爸 咱家的茶叶在哪 就在里面的柜子里呢 你又有什么客人来吗 县里陈书记一会儿到了 好 那我 你刚才说什么 杨安田的表情猛的一变 顿时连烟都叼不稳 连胡凤英都在厨房停下了手里的活儿 二人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官 也就是个派出所所长 就连镇里的好山青 都还是前两天他来找杨峰的时候才认识的 可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 有一天竟然会有县里的书记到自己家 杨峰笑了起来 道 你们不用这么紧张 估计就是来找我谈点事情的 儿子 你是不是犯啥事了呀 怎么 怎么书记真来了 胡凤英担心的样子 杨安田瞪了他一眼 道 爸 人家就是想给县里拉点投资 所以找我谈谈 哪有什么生意啊 杨峰无奈 不过二人听说了陈书记要来 还是连忙收拾着家里的东西 生怕太乱 让人看见 实际上 家里一直都非常的整齐 过去了不一会儿 此时在门外果然传来了车的声音 随后便是两辆黑色的车停在门口 从第一辆车上走下来的是一个戴着眼镜 穿着水洗白短袖的中年男人 他便是这县里的陈起 在他旁边跟着的只有一个秘书 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 至于其他车里下来的 则是好山青和镇里成员 杨峰几个人在此时走到门口 陈起一看见杨峰便爽朗大笑起来 道 你就是杨先生吧 哈哈 我这两天可是老听到你的名字 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 我就是正好回来一趟 没想到遇上了些许麻烦 还好陈书记和好书记帮忙 杨峰表现得谦虚 此时在旁边的胡凤英夫妻俩 十分紧张 陈起似乎注意到了二人 笑着道 二老不用紧张 我就是来看看杨先生 顺便一会儿要走访 所以先来这里讨杯茶喝 是是 我们早就准备好茶了 书记您竟然先坐着 杨安田连忙说着 陈起十分清明 其实他在当地也算是非常的有口碑 虽然他仅仅只是来这里一年多 不过却是真正的在布局拉动经济 在之前的时候 就曾经拉到了一个投资商 在本地搞了个很大的花草培育基地 再加上一些小的投资 在本地的就业和工资拉上去了一些 杨峰也从之前考察的人嘴里 听说了关于陈起的事 几个人围着茶几坐下 此时在外面的院子里 听说了杨峰家里来了陈书记的事情 纷纷都凑过来想要看看 不过许久之后 才听见陈起问着 对了 小峰 你这次回来投资 是主要打算投资一些什么呢 如果有什么难处和麻烦 可一定要直说 他为了这笔投资 也算是挖空心思了 要知道对于一个县 要是能得到一笔几千万的投资 就是一笔非常大的钱 再加上杨峰的特殊身份 必然能拉动区域经济 杨峰倒也实在 看着外面如此多村民 笑着道 我想要把东河镇的几个特色 作为旅游的宣传 然后再要一些山河田 承包下来改造成旅游区 他说了许多 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计划 杨峰自从获得这双眼镜之后 不仅是头脑清澈 而且看东西过目不忘 且容易看出其精髓 为此 杨峰这些天闲下来 也经常看一些关于投资开发的事情 如今也就用上了 陈起听了之后 连连点头 杨峰最后也补充道 我希望以后这里能更加发达 你第一步打算投资多少钱 我已经让精算公司和考察员去准备了 现在初步的投资会在四千万左右 四千万 陈起可着实心中一惊了 这可是比大钱啊 许多人对于钱可能没什么概念 总觉得网络富豪有许多 可实际上 真正随意能拿出来几千万现金的人 本就不多 更何况还是投资在一个镇子上 如此大规模的投资 让陈起连连点头 道 好啊 如果真能如此 那我可得替东和镇的百姓谢谢你 一边说着 陈起看了看杨峰 他似是有些犹豫 最后才试探性地问道 小峰啊 我还听说了一件事情 不知道真假 什么 你跟林总是不是认识 陈起询问着 所谓林总 自然就是江城的林家人 杨峰也不知道他说的具体是谁 但是却知道他的想法 干脆道 我跟他们没那么熟 恐怕拉不来他们的投资 哎 小峰你这话说的就太见外了 那两个考察员不就是 你让林总叫来的人吗 而且 我在江城的时候 还见过林家的人呢 陈起是外地调过来的 而且在调过来之前 他就是在江城任职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才深刻地明白 林家在江城的地位和财力 杨峰也有些无奈 道 我跟林家的人算是认识 但是没那么熟悉 只是因缘巧合而已 真的 真的 杨峰如实地回答 陈起看杨峰如此真诚 心中就泛着嘀咕了 不过正在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了两个欢快的声音 杨峰 我们回来了 赵主威的声音在外面传来 几个人从外面走进来 看着家外面围着如此多人 杨峰又还在家里喝茶 赵主威有些奇怪 但还是道 家里来客人了呀 那我们再出去转一会儿吧 说着 赵主威准备拉着陈吉月又出去 不过陈起在此时有些疑惑 道 哎 这两位怎么如此面熟啊 面熟 赵主威停下脚步 他奇怪地看了看陈起 也觉得好像见过 但是却又记不起在哪里 陈起坐在那思索了许久 最后突然想起来了什么 差一道 你是 赵国锋的女儿 是我呀 你真见过我呀 赵主威不知道眼前的人是谁 陈起立刻起身 道 我当然记得了 就两年前我 还在江城的开发区管委会工作 当时 你就跟着你父亲 来看投资环境吗 我好像想起来了 赵主威这才反应过来 善笑道 你就是陈书家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不知道 哈哈 没事没事 就是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见到你 陈起还有些感慨 又看了一眼阳风 你们这是 认识 陈起试探性地问着 赵主威咧嘴一笑 道 我们是来这里玩的 正好暂时住在这 原来是这样 陈起说着 又看向了旁边的陈吉月 此时的陈吉月 一直沉默得很 似乎是有些抵触 跟陈起见面 他小声道 威姐 要不咱们 还是别打扰人家 谈正事了 去对面的那座山看看吧 行 那陈书记我们先走了 你们继续谈 赵主威二人离开 看着他们走出去 陈起的心中 也在此时舒了一口气 可对于他而言 真没想到东河镇 突然来了这么多有钱人 陈起也清楚 这肯定是因为阳风 这小子推不厚道 嘴里说着自己在江城 没什么关系背景 一转眼 连江城赵国风的宝贝闺女 都给拐家里来了 杨风还不知道 陈起在心中埋怨自己 继续说着 陈书记 关于我投资的事情 就说到这了 还有许多细节的话 恐怕也需要后续的优化 我明白了 一会儿我会去看看 东河镇的青山绿水 你若是有空跟我一起走走 陈起说着 又笑着道 只要你想要开发的地方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我一定会给予最大的支持 他爽快的语气 也着实让门外 听着的村民们心中震撼 这陈起放古代 那可就是县太野 可如今却跟杨风 如此谈笑风生 而且似有要讨好杨风的迹象 他们村何曾这么风光过呀 一时间 他们看着杨风的目光 瞬间变得尊敬了起来 陈起跟乡亲们打完招呼之后 带着杨风离开了这里 也是在这时候 外面的村民对着家里一涌而入 杨安田和胡凤英 根本没见过这个场面 都是一脸猛逼 你说咱们村能不腾飞吗 刚刚不都听了 小风他说要给村里投资呢 真没有想到 你们家出了这么厉害的人 老杨你可不太不厚道了 竟然把这事瞒得死死的 村民们纷纷开口 杨安田无奈 连忙招呼着大家坐下喝茶 才道 我也是不酒钱才知道的 而且这个事情 那都是小风自己闯出来的 我哪能多过问啊 哎老杨 你这见外了不是 你以前可是老师啊 那肯定是有什么特殊的教育办法吧 那可不 老杨家一个杨风 还有个闺女 在国内最好的几个大学读书呢 这教育方式肯定跟我们不一样啊 就是就是 老杨你赶紧说说怎么教育的 正好国家开放三胎政策了 我可得紧跟国家脚步 对 我还要生二胎呢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在此时连忙说着 随着这里热闹非凡 另外 一边的杨风 则是陪着陈启在附近考察 恐怕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无意的举动 竟然拉动了村里的出生率 随着天色黑了下来 考察也随之结束 杨风在村口下了车 陈启则是下车拉住了杨风 最后卖了个惨 说着县里有多穷之类的话 而在临走之前 陈启又想起来什么事情 问道 对了小风 刚才跟你朋友在一起的那个女孩 是叫陈集乐队吗 嗯 他们俩经常待一块 是挺好的朋友 杨风随口回答着 陈启的眼中闪过些许的异样 还是道 我明白了 谢谢你今天陪我走了这么远 那如果再有什么事情 随时打我的私人号码 好的 陈书记再见 杨风目送车子离开 在山上七点多了 此时的家里 村民们都已经各自回去吃饭了 赵竹威和陈集乐 在山上不知道抓了个什么东西回来 此时正在门口院子的水池里 杨风凑过去看了一眼 打气道 优贺 真搞了个蛆蛆回来 咱们再抓个蛆蛆 是不是就能斗蛆蛆完了 陈集乐满脸期待的表情 杨风看到他的时候 又想起来 之前陈启临走时候的表情 他显然是猜到了什么 而且自己之前 问过陈集乐的身份 不过赵竹威 似乎对于这个 有些敏感 好在杨风也并非寻根问底的人 对了 明天上午早点出发吧 到时候去白水城吃饭 我听说那边的肉丸很出名 杨风跟二人说着 赵竹威立刻重重点头 充满期待到 到时候 你带我去买点赌食吧 你家又不缺钱 非要玩这个干啥 你不懂 这个可是 我要挣的第一桶金 赵竹威高昂着头 颇有几分骨气的样子 杨风无奈的表情 朝着房间回去 一晚上过去 今天晚上的杨风睡得很不错 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 他家门口 早早的就已经挤满了人 这些都是听说了 丰田村出了奇才 纷纷要过来看热闹盘关系的 杨风总算是明白 什么叫人红是非多 只能带着赵竹威二人 开车溜走 随着车在山间的道路行驶 白水城 市区内 这条街对面的白水广场 正是传单上所说 这次珠宝博览会的地址 白水广场 是这座城市的地标建筑 四周也十分的现代化 此时在路边 都能看到来来往往 不断朝着那边走的人 还有一些甚至是商贩带着东西 准备过去抢个位置摆摊 杨风三人走进了广场 外面已经搭起棚子 在棚子内 则是用白线分割出了 一个个摆摊的区域 如果只是想要买着玩的人 可以在摊位上 选择自己想要的装饰品 这既可以拉动人流量 又可以给商贩们增加收入 而里面的大楼里 此时则是有着几个 大珠宝集团的门店入住 还有许多零食的店铺 都是想看看 这些一手货园里 有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棚子内 摆摊的商贩 已经布满了整个广场 一眼看过去 甚至望不到尽头 只有人山人海的喧闹 摆摊的人卖什么的都有 有的人从东南亚 搞了一些杀金加工 有的人则是卖一些壁货翡翠 还有的则是用着尾料或者废料 摆放出一个切割机 给众人表演低价赌食 这些摊贩 主打的就是一手便宜 而且每个东西都十分精美 陈吉月和赵竹卫二人 看啥都新鲜 四处转悠着 最后到了一个摆摊的赌食旁边坐着 此时这里最为热闹 毕竟赌食这个东西 天生就有着吸引人气的属性 不过杨峰扫了一眼 就知道这里没有什么好东西 准备朝里面走去 可旁边的赵竹卫和陈吉月看的兴奋 杨峰也只能到 那你们在这里先看着 等会进去里面找我 知道了知道了 赵竹卫爽快地答应 杨峰说着便朝着里面走去 此时里面的商场内 也同样是热闹非凡 一排赌食店上面的大招牌 上面写着神仙难断寸语 应该也是宣传中 来自山城的一手货园 杨峰找到了最热闹的一家店 从人群中挤了进去 终于看到里面的场景 这个店里 足有一百多平米的占地面积 四周的架子上 还有地上 都摆放着重量不一的赌食 至于门口 则是摆放着橙色最好的几个大石头 吸引着董行的大佬 杨峰看着眼前的场景 正准备要一窥究竟 而就在此时 旁边却传来了个惊奇的声音 叫着道 卧槽 疯子 这个惊奇的声音 让杨峰转过头 竟然还是自己小时候 一起玩的小伙伴 徐飞玲 杨峰见到他也有些惊喜 爸 你怎么也在这了 我就在白水城工作啊 今天来凑个热闹嘛 不过真没有想到 竟然会在这里遇到你 你这是 也打算来白水城工作 徐飞玲高兴地 搂着杨峰肩膀 杨峰摇头 我就是回老家了 听说这边 有个珠宝博览会 是感兴趣吗 徐飞玲黑黑笑着 杨峰点点头 道 我就是来看看 你呢 我一会打算开个石头看看 我看最便宜的 只要一两万块钱 徐飞玲眯着眼睛 道 正好我这些年 在白水城开了个小饭店 可挣了一些钱 不过还房贷压力太大 只不准 今天就能财富自由呢 你小子少做梦了 赌食这种东西 十读九书都已经是好听的 大概率培的点掉 杨峰提醒着 可徐飞玲 却在此时兴奋得很 摇头道 这个你可就错了 今天这个店里 可是会来个大师 到时候能帮我们 分析赌食的表皮 大师 对啊 你看那边立着的招牌 徐飞玲跟杨峰说着 杨峰朝着那招牌看去 才发现 此时的上面 正好写着关于大师的信息 刘金宝 竞赢赌食行业四十年 曾经开过上亿的大玉石 业界称之为钻石手 精准分析判断石头的好坏 这个人的简介 看上去似乎要比神仙还牛 不过杨峰却总觉得耳熟 哦 我好像在哪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看来 你平时还真关注过赌食啊 这个人 在业界很有名声的 你怎么知道 招牌上面说的呀 杨峰有些无奈 这小子是真把别人的宣传当真了 不过 想到自己跟他的关系 杨峰便也道 一会儿我可能也要挑个石头 你跟我一起挑吧 嘿嘿 你也准备跟大师一起挑 我从不信这种大师的 哎呀 你这个人就是啥也不信 徐飞玲摇摇头 哦 到时候亏钱 可别怪哥们没提醒过你啊 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 他看上去 已经完全被这个大师所吸引了 正在二人说着的时候 人群中也出现了些许的激动 快看 钻石手来了 对对 就是他 听听他说什么在买 众人对于刘金宝十分的期待 而五十多岁的刘金宝走到店内 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之后 拿起了旁边的话筒 对着众人微笑道 主位好 我刚才在外面把关 最后一批运来的石料 所以来晚了 他开场 就引得众人的极度关注 紧接着刘金宝继续道 主位 这个店里所有的石头 都是我亲自在山城 经过挑选之后 才运到这边 可以说是优中选优 接下去我将给大家 说一些关于选赌石的小技巧 他宛若是开这个小课堂 在场的大家都在这个时候 认真了起来 刘金宝在此时干咳一声 开始道 翡翠原石的分化层 指的是 翡翠原石在地质搬运过程中间 分化作用形成的外皮 分化层的颜色 厚度 致密度 光润度等特征 可以反映出翡翠内部的颜色 透明度 近度 结构等优劣程度 分化层上 还可能出现一些 与翡翠内部有关的现象 如松花 芒 选和物等 这些现象 可以帮助判断翡翠内部 是否有色 以及颜色的浓淡和分布 刘金宝给众人开始说起了 关于赌石的元气 众人听得连连点头 又听这个大师 讲起了更深的东西 不过 就在大家都看得认真的时候 杨峰却在这个时候想起来 他是谁了 这不就是之前 在拍卖会的赌石上 朱云带来的那个钻石手吗 上次他跟自己对赌 还坑了朱云一百万 没想到这家伙跑这边来了 杨峰的心中有些无奈 却也没有故意去跟他打招呼 对于杨峰而言 他只是想看看这店里的 石头橙色如何 不过旁边的徐飞玲 却是听得起劲 等他回过头之后 才发现杨峰浑然没有听课 杨峰你咋了 这大师讲得挺好的呀 你不赶紧听听 等会挑的好石头 徐飞玲拉了拉他 杨峰才回过神 瞥了一眼留经宝道 你们听吧 我一会儿直接买就行了 我去 哥们这么多年不见 你咋那么能装逼呢 徐飞玲有些无语 这小子许久不见 咋还在自己面前装起来了呢 杨峰贪贪手 道 你小子这话说得跟扯淡一样 咱俩之间还需要装逼吗 就是单纯的不想听他扯淡 得得得 这个挣钱的机会就留给我了 你可别怪哥们等会找到商机 徐飞玲自信满满 他觉得自己 只要听了这个大师的课 说不准就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石头 杨峰也没有多说 随着刘金宝说完了之后 众人涌进了赌石店内 这家赌石店一下 便人满为患 杨峰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 看中了一个石头 他的眼睛里透露出几分亮光 走到了一个架子面前 指着一个二十多公斤的石头 问着店员 这个石头什么价格 这个石头两千亿公斤 嗯 那我就要这个 杨峰眼睛都不眨一下 不过正当他要拿下的时候 然后旁边的徐飞玲 却拉住了他 道 哥们 这个石头好像不太行啊 刚才大师说绿随黑走 你选的这个布怎么黑 还不如旁边那个呢 你听他扯淡的 赌石这玩意得看自己 要是信他的 那他咋不直接开石头发财呢 杨峰无奈 他的话声音不大 可在这个人挤人的环境里 却是正好能被旁边的人听见 是谁敢这么狂妄 质疑钻石手 赌石店的店长 在此时不乐意了 他故意提高语调 似乎就是要让大家用眼神 拷打这个人 果不其然 店长一开口 众人都朝着声音的源头看去 此时的杨峰表情有些无奈 徐飞玲在此时干咳一声 替他解释道 我哥们说的 不是那个钻石手刘大师 他说我呢 都别误会 这小子在这种时候 倒是仗义 不过店长却冷笑一声 道 我这店里可有带录音的监控 莫非你以为否认就完了吗 这 徐飞玲愣住了 店长的声音逐渐变高 道 不要以为刘大师暂时出去了 就能在背后说他坏话 这次的大师可是专门过来的 到时候可以在我们之中 挑选一个信任 帮忙选石头的 他前面的话 就是为了这句做铺垫 果不其然 所有人一听见这句话 顿时都兴奋了起来 让刘金宝这种等级的大师 帮他们选石头 那必然是 比自己选要强一万倍啊 杨峰没有想到 这个店长竟然用自己 当成踏脚石 给他们家吸引生意 这个可就怪不得自己了 老板 你好像对于你的刘大师 很有自信 杨峰笑眯眯地问着 店长见杨峰还敢回击 高傲道 这是自然 刘大师在赌石界 都是极有威望的 岂是你能瞎评论的 我评论他 他还不够格 让我评论 杨峰似是好笑的表情 让现场围观的几十个人 倒吸一口凉气 好家伙 这小子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会有如此狂妄的语气 就连店长都在此时怒了 道 小子 你到底是不是赌石界的人 算是吧 那你还敢对刘大师如此不尊重 我们的店不欢迎你 店长直接开口 不买就不买罢了 这商场内如此多的赌石店 也不差这一个 杨峰摇头 在他旁边的徐飞玲 没想到杨峰竟然也被赶了出来 生气道 这个鸟店长 人家说一句又怎么了 老子还不愿意在这里买了呢 你不打算在这发财了 杨峰有些意外 徐飞玲咧嘴一笑 道 换家店 这个鸟大师不提也罢 看得出来 徐飞玲是想要给杨峰解围 让他知道这里 还是有人支持他的 杨峰的心中稍有些感动 正在此时 刘金宝也从外面走了进来 是谁敢在背后质疑我 刘金宝的嗓子一出现 让气氛热烈了许多 大家一见到他回来了 就知道有好戏看了 刘金宝毕竟是个大师 肯定是要面子的人 而且二人都是玩赌石的 刘金宝肯定会给杨峰这个新人 一点颜色看看 不过奇怪的是 杨峰在此时表情淡然 并没有要逃走的意思 直到刘金宝走到了店内 店长见他回来 才道 刘大师 这小子刚才竟然敢说你不专业 他好像也是个玩赌石的 哼 在这个行业 还没有几个人敢如此说我 你转过身来 刘金宝怒斥 杨峰缓缓地转过身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在这个瞬间 刘金宝本来愤怒的表情瞬间凝固了 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杨峰 一股恐惧的回忆又涌上心头 就是这个人当初跟自己打赌 结果害自己让朱云输了一百万 刘金宝远离江城 就是希望不要再遇见这家伙了 可谁能想到冤家路窄啊 刘大师 你 你怎么了 店长看着刘金宝在原地呆愣 试图叫醒他 可刘金宝此时却宛若被定身一般 僵硬地想要开口 却又不知道说什么 怎么 没有什么要说的 杨峰微笑地问着 刘金宝这才清醒过来 却更加尴尬 低头道 杨 杨先生 对不起 哗 现场一片沸腾 所有人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一幕 刚才还是大师风范的刘金宝 看到杨峰竟然跟孙子一样 直接开口道歉 这是什么操作 就连旁边的徐飞玲都揉了揉眼睛 总觉得自己看错了 旁边这人 还是自己那一起长大的发小吗 杨峰笑了笑 道 你的眼光其实不错 只可惜这个老板不太厚道 他好像想要坑你一把 他这句话 无疑就是给刘金宝一个台阶下了 刘金宝这才连忙低下头 道 我不知道是杨先生在这 我也是听老板让人叫我 才回来的 那我换个店 杨先生 您慢走 刘金宝连忙给杨峰开了条路 在所有人猛逼的目光中 杨峰从里面走出去 最后还叫上徐飞玲道 你小子别在那发呆了 刚才不是说要还什么房贷吗 带你弄个白水城的全款房去 啊 好 好的 徐飞玲反应过来 连忙跟上了杨峰 他这才终于明白过来 真正的大佬 竟然就在自己身边 这一波操作 直接让整个商场的一排堵石店 都沸腾了 所有人就是看着杨峰 跟徐飞玲走进了另外一家店 而随着他一走进去 原本的那家电盾石人走茶凉 这店长也傻眼了 他本来还打算利用杨峰当店饺石 然后给自己的店里拉满人气 可这一转眼 店里竟然一个人不剩了 不对 也还有一个 那就是陪着他的副店长 至于店员和刘金宝等人 早就跟着去另外一家店 想要看看杨峰会选什么石头了 此时的杨峰所到之处 转足了众人的目光 这家店的老板 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给砸妈了 连忙凑上去道 这位大师 请问您看上了哪个石头 我是个普通人 也不是大师 看得不一定准 杨峰先谦虚地开口 随后 见他指着一个30公斤的大石头 道 这个石头什么价格 3000亿公斤 大师要的话 我给你打折 就2500亿公斤 老板倒是会来事 杨峰听着笑着 道 就按照3000吧 我看这个石头应该有30公斤 是是 31公斤 老板连忙说着 杨峰直接交了钱 买下了这个石头 老板看他拿起石头 连忙道 我这边有免费帮忙切割的 大师您看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切吧 杨峰摆摆手 他的话顿时让众人大失所望 甚至开始怀疑 这小子有真材实学 连一个石头都不敢当重开 这是怕丢人吧 可他们哪里知道 杨峰是怕这个石头开了 回头让这些人羡慕极度恨 不过看到旁边的徐飞玲 杨峰还是道 你这次准备了多少钱来买石头 这个 徐飞玲真到这种时候 倒是有些犹豫了 他虽然开餐馆 挣了点小钱 但不管怎么说 他也算不上有钱人 更何况还有贷款 以及家庭的压力 犹豫了一下 徐飞玲才道 要不就两万块钱左右 这个是他作为普通人 能拿出来赌一把的极限了 其实也是他对于杨峰的信任 不然顶多就是玩一些小的 杨峰看他还算是有理智 道 行 我帮你挑一个吧 一边说着 杨峰看向旁边烧小的石头 道 就这个吧 老板你这个石头怎么卖 这个石头价格便宜许多 只需要1500块钱一公斤 总共12公斤 老板给杨峰说着 付钱吧 杨峰跟徐飞玲说着 徐飞玲在这种时候 其实也觉得赌石不太靠谱 杨峰也并没有强迫他 道 如果你不想玩的话也可以 回头考虑好了再玩 没事 就这个 徐飞玲咬咬牙 直接付了将近两万块钱 老板大喜 连忙帮他把石头抬出来 徐飞玲拿到了个石头 此时心中也气上巴下的 别说他了 就连围观的群众 都心中感觉到紧张 看得出来 徐飞玲并不是有钱人 杨峰这小子 不会坑人家吧 老板在此时看向他 问道 您要在这里现切吗 这个 你家应该没切这个的机器吧 要不就在这里切了 说不准 还能直接在这里卖了 杨峰开口说着 对对 如果开出好东西 我可以负责回收 老板连忙说着 徐飞玲听了 才道 我听我哥们的 他其实是怕 万一没切出好东西的话 让杨峰颜面扫地 杨峰却满不在乎 对老板说着 切 好嘞 老板爽快地答应下来 对着火鸡一招手 火鸡立刻把石头 朝着切割机放过去 终于到了能切石头的时刻 众人的心情 也在此时 变得有些期待起来 他们倒是要看看 这个连自己石头 都不敢切的家伙 能给自己朋友 选个什么玩意 此时别说他们 就连旁边的刘金宝 都紧张了起来 他的心中 其实还是有一丝期待 期待杨峰选的石头 最好切款了 这样 自己或许还能 挣回一些面子 随着切割机的声音传来 所有人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尤其是作为当事人 徐飞玲更是握紧了拳头 这一刀下去 直接决定了 他的钱会不会打水漂 那可是他两个月的收入 徐飞玲紧闭双眼 握紧拳头 甚至不敢看切石头的场面 不过就在此时 突然听见老板发出的惊呼声 是绿色 绿色 他激动的样子 让众人看清了石头上的橙色 这是豆绿色 只看颜色 已经是中高档次的了 随着一刀切完 整个切面露出来的时候 众人已经倒吸一口凉气 这可是冰种啊 这一刀的价值 已经足够百万以上了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如此一刀 竟然真切出来了 而且还是直接将近百万的价值 刘金宝在这一刻 彻底的傻眼了 他服了 自己多年钻研的知识 在杨峰面前 简直就是小孩过家家 徐飞玲的手 都在此时颤抖 他看了看杨峰 连忙道 我这 还要再切吗 背面再切一刀 然后就可以卖了 好 徐飞玲此时 根本已经失去了思考能力 杨峰说什么便是什么了 而另外一刀 在背面开始切下去 这一面 同样是冰种 只是颜色 不如另外一边那么绿 但这也足以提升 这块石头的价值 最少两百万 围观的群众中 董藏的 已经给出了预估的价格 现场一片哗然 就连徐飞玲吓了一跳 他这辈子 都没见过两百万现金 卖吧 杨峰再开口了 徐飞玲这才反应过来 那激动的警报杨峰许久 只差在此时 蹬到天花板上去 见他如此兴奋 杨峰略有些无奈 他挣脱开了之后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四周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目光 却停留在了一个角落 那边有一个非常小的石头 嗯 杨峰看着那个 只有不到三公斤的石头 却是露出几分好奇 不过这一次 并非是因为 这个石头的成色多么的好 而是因为杨峰在这个石头内部 看见了一些 之前从未看过的东西 这是 杨峰有些许激动 他的眼睛透过这个石头 竟然看见 石头里面有着一道绿色的灵器 凝聚成了一株小树苗的模样 在里面 杨峰看到了一股蓬勃生机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灵器 杨峰故作镇定下来 看向老板问道 老板 这个石头怎么卖 这就是个废料 我之前准备用来垫架子的 大师您这是 老板不明白 杨峰为什么问起 杨峰笑了起来 闹 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起来 得带个小石头回去 所以想问问你 大师若是要的话 何必客气呢 这个送给您就行了 老板倒是豪爽得很 杨峰也不客气 因为这个石头 除了内涵绿色灵器之外 在常人看来 确实是个废料 买到了两个石头 而旁边的徐飞玲 则是在这里 直接把刚刚开出来的石头给卖了 这个石头卖了210万 对于现在的杨峰来说 或许不算特别多 可是对于徐飞玲而言 即便看到钱 进入到自己账户之时 都还是那不敢相信的表情 他根本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 会挣到这么一大笔钱 等他回过神的时候 才发现 杨峰已经朝着外面走去了 他连忙追了上去 二人到了商场 一个空旷界的地方 徐飞玲这才开口道 杨峰 你先等等 你小子咋了 这 徐飞玲的表情有些纠结 最后还是道 这个钱 咱们平分吧 他最终还是如此开口说着 虽然他读书不多 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了 可是却也懂道德 这个钱是杨峰帮自己挣的 自己绝对不能独吞 杨峰看着他 倒像是之前的自己 不用了 这个钱你自己拿着吧 如果还完房贷还有剩的 就好好带老婆孩子出去搓一顿 之前你结婚的时候 我正在加班 没时间回来参加 这个就当补偿你的 杨峰笑着 徐飞玲听了 挠挠头道 这个也太多了 而且 行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磨唧唧的 杨峰故作不高兴 徐飞玲看杨峰生气了 这才道 那要不我请你吃饭 这个倒可以 你不是开饭店的吗 就直接去你家得了 正好啊 我带你看看我的房子 还有我女儿 我记得 她是去年出生的吧 可不嘛 今天就快周岁了 徐飞玲说着 又看杨峰这一个人的样子 疑惑道 杨峰 还没结婚呢 你这话说的 我要是结婚了 能不告诉你吗 杨峰白了她一眼 徐飞玲挠了挠头 嘿嘿道 说的也是 那你对象呢 我被她甩了 啊 徐飞玲还真愣了 她倒是听说杨峰有对象了 可是没有想到 竟然已经结束了 不过正在她说着的时候 此时的不远处 传来了个女孩的声音 杨峰 我们回来了 赵竹威跟陈吉月从外面跑进来 二人各自抱着一个已经开过的堵石 徐飞玲看见二人猛逼地看向杨峰 问道 两个人是你朋友 嗯 他们正好去东河镇附近 就一起来了 杨峰给徐飞玲介绍了一番 几个人认识之后 赵竹威亮出手上的石头 对着杨峰炫耀道 快看快看 这个是我刚才挑的堵石 挣了三千多块钱呢 他兴奋的样子就等着杨峰夸奖 杨峰早就看出他的想法 问道 你开了几个石头 才开出这块玉的 这个 赵竹威的表情有些僵硬 随后郁闷地嘟囔着 你好歹夸夸我吗 魏姐 他好像瞧不起咱们 陈吉月似乎也看出了杨峰的意思 杨峰摊摊手 道 就你俩赢的这小玩意 我实在是夸不起来 那啥 刚才风哥帮我开了个石头 徐飞玲在此时挠挠头开口说着 嗯 那你挣了多少钱 赵竹威怀疑地看着他 两百多万 啥 赵竹威一激动 石头都落在地上 顿时砸坏了地砖 哦好玩了 刚挣的三千块 正好陪别人地砖了 杨峰打去着 赵竹威顿时崩溃了 他愤怒地看向杨峰 道 不行 你也得帮我选一个 都怪你让我没拿稳 你讲点道理 明明是你自己没抓住 我不管 反正你得帮我选一个 哦对了 还有小月 赵竹威的目光中充满了计较 杨峰也无奈 只能答应下来 其实 这里的赌石店不少 刚才那家店里最好的石头 已经被杨峰选走了 而带着二人去其他店内的时候 杨峰自己又选了一个大石头 两个石头加起来 已经足有将近一百公斤了 没人知道 这两个石头加起来 已经价值超过几千万 但是杨峰并没有打算自己开 而是打算带回江城 然后把石头放到公司 跟其他石头打混 这样的话 也就不那么容易被注意到了 如今杨峰真正关心的 还是刚才的那个小石头里 究竟有什么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 在石头里有这样的东西 杨峰估计可能是因为 跟自己的眼睛之前 学会了铜树回春有关 如今的他 也能看见一些特殊东西 比如那赌石内的绿色灵气 这灵气的蓬勃生机 杨峰甚至觉得 只要他触碰到任何植物 都有可能枯木逢春 他已经猜到了东西的作用 不过现在毕竟还在白水城 他便也没着急 杨峰几个人到了徐飞林家 蹭了一顿饭 到了傍晚时分 一星人才要离开 徐飞林一家人 送着杨峰到了小区门口 杨峰也有些无奈 拍拍徐飞林的肩膀道 以后就打算在这里 继续开餐馆啊 没有办法呀 就学会了这门手艺 有没有打算 要跟我去江城 杨峰想要拉一把这个发小 不过徐飞林听了 却是露出了个憨厚的笑容 他看向了自己的老婆 和怀里的孩子 笑着道 算了 这次你能帮我 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这啥也不会 去了那还是给你添乱嘛 我都想好了 还完房贷 就带老婆出去好好旅游 行 那祝你顺利 你也是 啥时候要是结婚了 可得给我发情点 徐飞林咧嘴一笑 眼睛看向了赵竹威 赵竹威此时 正在跟陈吉岳窃窃私语 突然感觉到有人看自己 奇怪地回过头 一脸茫然 算了 不说了 再见 徐飞林挥挥手 杨峰点头 上了车朝着东河镇回去 趁着时间还早 他打算回到家之后 就把那个小石头给开了 看看里面那绿色的灵气 究竟是什么 赵竹威还不知道杨峰的想法 他高兴的表情 道 对了杨峰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江城啊 我估计得过段时间 最少还需要两三天吧 你呢 刚才小月家里来电话了 让他早点回去 所以我们明天就走了呀 赵竹威还有些不舍 就连陈吉岳都道 这个农村真的挺好玩的 可惜很多地方还没改造好 你在这里赶紧投资 等我们下次来的时候 肯定能看到非常好的风景 他倒是比杨峰还上心 杨峰也笑了起来 道 我知道了 那晚上我让妈给你们弄点好吃的 就当欢送你们了 几个人一路上说着 便朝着家里回去 等他们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的七点多了 杨安田看见杨峰可算是回来 连忙道 小峰啊 你知不知道村里出大事了 马大头一家被抓走了 他们平时本来就没少作恶 被抓走很正常吗 这是跟你有没有关系 这是人家好书记的事情 哪里轮得到我说三道四 杨峰摆摆手 道 别说这个了 爸我记得咱们家好像种了几棵离子树 现在还在吗 就在那后山脚下 怎么你突然想吃李子了 那树都不怎么长果子了 杨安田说着 杨峰拿起了带回来的石头 道 我想去那离子树旁边看看 那离子树有啥可看的 你 诶 杨安田想要再跟杨峰说点什么 就看见他急匆匆的出去 此时的杨峰 已经想到了 这个石头里面可能会出现什么 随着他到了后山脚下 现在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好在的是 今天的元月十分明亮 杨峰到了山脚下 旁边是一亩田 是属于他家的 这田梗上旁边的山上 便种着五棵离子树 这些离子树杨峰有印象 是他妹妹刚周岁那年种的 如今杨小师也已经18岁了 离子树的生命周期 一般是20年 但一般到了15个年头 就已经开始不结果 这棵树也是在走向枯萎的路上 杨峰蹲坐在离子树下 随后将石头放置 他的眼中露出几分绿色 手刀在此时猛地落下 随着手刀砸在石头上 咔嚓 石头顿时分裂成两边 空手碎大时 杨峰觉得自己 甚至可以靠卖艺生存下去 不过就在此时 石头的内部已经开始缓缓地颤动 杨峰的心中一惊 盯着石头裂开的那一面 果然有 杨峰的眼睛里露出几分激动 他看着石头那绿色的特殊灵气 在此时散发出来 杨峰想要吸收 却发现这灵气根本不属于自己 不过很快 便见到这些灵气 直接附着在了四周的几棵离子树上 嘎吱 离子树开始发出了细微的响声 杨峰抬起头朝着离子树的枝头看去 在这个瞬间 杨峰突然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此时的离子树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恢复生长 片刻后 杨峰甚至看到那枯叶都在此时逆转 更让他感觉到可怕的是 枝头竟然在此时 出现了几个饱满硕大的离子 这是 这一次 就连杨峰都出乎意料之外了 他本以为这个东西 就是有类似回春的效果 可是杨峰怎么都不会想到 竟然会如此可怕 看着那硕大的离子 足有半个拳头大 如果拿出来 普通人甚至觉得 这是个青枣 这 杨峰犹豫了一下 从树上摘下了一颗 一口吃下去 前所未有的感觉 清凉的口感 饱满的果肉 味道甜度适中 这就宛若是最热的夏天 突然喝了第一口汽水那般 让人的畅快 我滴个乖乖 杨峰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看着这几棵树 还能见到那微弱的灵气 这个恐怕就是神树了 他摘下了其中一个枝头 让杨峰意外的是 这树之上的灵气并没有消散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可以移植 杨峰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要是把这些水果树 当成这个镇子的产业去种 到时候 东河镇的水果 一定会闻名全世界 靠 当时激动的又摘下一个果子 比上次的还要更甜 这绝对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水果 正在此时 不远处的赵竹威和陈吉月 也过来找他了 哎 杨峰你咋跑这边来了 二人顺着田梗 蹦跳到了杨峰旁边 杨峰咧嘴一笑 道 我来看看这树 结果子了 好大的清早树啊 赵竹威惊奇地说着 可陈吉月在此时看出了端倪 道 威姐 这个好像是离子树哎 离子树 怎么可能 哪有里子长得这么大的 赵竹威有些不幸 他摘下了一个 擦了擦之后 一口咬下去 那种好吃的舒畅感觉 顿时直通天灵 真是离子 而且 太好吃了吧 赵竹威难以置信 他之前不是没有吃过离子 可是这个明显是 超越了他的认知 陈吉月也在此时吃了一口 最后道 真的跟普通离子不太一样 这是什么品种啊 就是普通的离子 不过我们这边气候好 所以出来的 跟你们不太一样 哇 可这也太差距太大了 赵竹威吃完了之后 其实根本不敢想 刚才自己吃的东西是离子 杨峰黑黑一笑 道 我已经打算好了 到时候承包下一片村里的田 改造成一个离子园 到时候专门就种这些 肯定能火 赵竹威想都不想 因为这果子的口感和甜度 简直就符合 他对水果的所有幻想 杨峰的心情也大好 他终于找到了个村里 最合适的产业了 不仅可以拉动旅游 而且可以打响 整个东河镇的名气 几个人回到家中的时候 赵竹威还卷回来了一大把离子 这些水果分给杨安田和胡凤英的时候 二人都一脸惊奇 他们之前也没觉得 自己家的离子树 有这么好吃啊 杨峰正准备跟他们解释一下 糊弄过去的时候 电话在此时响了起来 杨峰看到这个电话 脸上露出了几分喜悦 走到外面的院子 接起来道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刚忙完工作 回到家想起来了你的事情 所以就给你打个电话 林雪的语气一如既往的清冷 继续道 你回老家这几天 谈的投资怎么样了 一切都还顺利 而且就在刚刚我找到了个主要的产业方式 什么 种离子树 啊 林雪发出诧异的语气 杨峰知道这个有些解释不明白 黑黑道 这个等我回去江城 给你代理子 你就知道了 哦 那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工厂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 所以我这不是正期待着你开口确定吗 杨峰正是因为这样才高兴得很 他记得林雪之前说过 他的公司要找个地方建造新工厂 需要更低的人力成本 如果真的能到这里的话 那一下就给这里提供几百个 甚至上千个的就业 那可是极其可观的 此时在家里 刚吃完东西的赵竹薇 见杨峰在外面聊得那么高兴 有些奇怪的走到门口 他听着杨峰说话 语气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软 而且喜悦的样子 似乎就跟联合国秘书长接见他了一样 赵竹薇仔细地听了听 好像电话里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个声音还十分好听 只是自己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赵竹薇的表情逐渐不高兴了 约某过去几分钟之后 杨峰挂断电话 他一转过身 正好看见了此时在后面的赵竹薇 后者此时狐疑地看着自己 眼睛里透露出不高兴和计较 你咋了 李子诗多了 杨峰奇怪地问着 赵竹薇不满 鼓着腮帮子道 你刚才跟谁打电话呢 跟我一个朋友啊 女的啊 嗯 有啥问题吗 杨峰一脸猛逼 没明白过来赵竹薇的意思 赵竹薇瞪了他一眼 随后突然指着外面道 快看 飞碟 啥 杨峰回过头 就在这个时候 赵竹薇突然踩了一下他的脚 死 杨峰倒吸一口凉气 等回过神的时候 才发现赵竹薇已经哼急一声 朝着家里回去了 啥情况 吃李子上火了 杨峰挠了挠头 没太明白过来 这姑娘的脑回路 不过赵竹薇一向都是想一出是一出的 杨峰也习惯了 便也没多想这件事情 他洗了个澡 上电脑跟林雪说着 关于镇里的情况 并且说着 要在这里投资之后 可以招工的基础 其实林雪也知道 到一个镇子投资工厂 肯定会有问题 但他对于杨峰十分信任 只要杨峰真的把当地经济搞起来 那自己就能在这个工厂中 获得巨大的利润 杨峰跟林雪聊到了深夜 高兴得有些睡不着觉 仿佛已经看见了 自己建造的东河镇发达起来 一晚上过去 等到第二天 赵竹薇似乎还是有些生气 看着杨峰的眼神都充满不爽 杨峰也不知道 自己在哪招惹了这位姑奶奶 只能自己亲自去把树上的李子 摘下来了十几斤 用泡沫箱和冰块装好 放在赵竹薇车上 随后杨峰送着他到镇口 车在马路边最后停下 赵竹薇瞪着杨峰 道 我们走了 你什么时候回江城 应该后天就回去了吧 我今天还要去几个地方走走 然后跟村民谈成包他们田的事情 杨峰如实说着 不过随后 他又奇怪道 你要是真想再玩几天 就待几天呗 到时候跟我一块回去 才不跟你待在这 赵竹薇冷哼一声 杨峰看他生气的样子 也只能道 那行 等我回江城了再找你 走了 赵竹薇关上了车窗 朝着江城的方向开去 看着车远去 杨峰也无奈 转身朝着村里回去 此时的车上 陈吉月坐在副驾驶上 有些好奇 问道 薇姐 你跟他吵架了吗 我看你昨天睡觉的时候 就好像很生气 我有吗 你现在看上去就挺生气的 你看见没 他昨天跟妹子聊得高兴 只不准进行到哪一步了呢 三心二意吃锅旺盆的混蛋 赵竹薇说着 握着方向盘的手都用力了几分 陈吉月一脸猛逼 最后才呆呆道 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没有 谁说我吃醋了 你再说 我不说了 陈吉月委屈的警 又嘟囔着刀 其实我觉得 杨峰人就好像挺不正常的 说不准背后有啥特殊的身份 薇姐你 还是得小心便 不准在我面前提这个名字 哦 陈吉月小声地答应着 与此同时 另外一边 阿帖 杨峰打了个喷嚏 嘀咕着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骂自己 算了 先办正事 杨峰自言自语 他的初步计划 就是再返回白水城 去找找还有没有类似的石头 然后就是把村里的 田大规模的承包下来 其中大部分改成果园 等到过两年长成了 不仅可以开放给旅游的人摘果子 而且也是一笔巨大的创收 剩下的 则是改成油菜花等漂亮的景色 至于山上这些景点设施 还需要大量的投资 不过好在如今的钱是够的 杨峰觉得 只要第一步的种里子能成 到时候 一定会带着非常好的广告效应 而且杨峰的运气竟真不错 等他回去白水城 继续参加博览会的时候 竟然真的又让他找到了一个 带着那种绿色灵气的石头 杨峰回家 又买了十几棵大的离子树 用绿色灵气培养 然后通过这将近二十棵离子树 作为母树 找人开展整个果园的种植 在农村忙完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已经是三天之后了 杨峰也是今日返城 虽然还有些事情没忙完 但是杨峰让杨巧兰等人帮忙 也不用自己时刻盯着 在昨天 他就接到了于建涛的电话 说是问自己在不在江城 晚上就是同学会了 杨峰只能上午开车返城 回到江城 现在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 反正只是参加个同学会 杨峰也没刻意装扮 他上午还在夏天 衣服上沾着些许的黄泥 不过他也没时间回家换衣服了 在停车场停好车 杨峰刚走下来 正好迎面遇上了老同学周长明 我去 这不是杨峰吗 周长明惊喜地打着招呼 杨峰被叫了一声 回过头看到周长明之后 打招呼道老周 你也来了呀 可不嘛 我是每年都来的 不过你小子这几年 倒是没什么动静 我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 周长明打去着 杨峰无奈 就是这些年太忙了 天天九九六 哪有时间参与这些 而且前两次我也不知道啊 这次也是于建涛带着我过来的 哈哈 好好好 就在二楼的包间里 一起走啊 周长明带着杨峰朝里面走去 他的眼睛看了看杨峰的袖口 奇怪道 喂 你刚才去哪了 怎么看你短袖上都是黄泥啊 我刚从老家回来 这不是下地去了吗 下地 你还种地呢 嗯 我这次回老家打算要种一些 知道了知道了 那咱快点进去吧 周长明的表情微微有些变化了 听到杨峰种地之后 他顿时没有了刚才的热情 杨峰的心中也略微无奈 却也没有再多说 二人一起走进包厢 包厢里已经有着七八个人了 这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大包厢 足有一百多平米大 旁边有着沙发和单独的洗手间 二人一走进去 便让里面的人连忙招手 道 哈哈 又来了俩 哦 这是杨峰 好几年没见了吧 有人认出来了杨峰 杨峰在旁边随便找到了个位置 坐下道 是啊 刚才正好去忙着一些事情 有些来迟了 对不住诸位 我看你袖口都还有泥巴呢 你不会当农民去了吧 陈勇奇怪地问着 杨峰笑着 道 算是吧 去地里干活了 这才赶过来 我去 还真是农民 杨峰你这也好歹换身衣服再来啊 坐在他旁边的女同学 有些嫌弃 一个同学见了他 却道 郭杉 我听说 你可是嫁了个有钱的老公啊 穿的这一身 都是名牌吧 这算什么名牌啊 我真正名牌的 都是定制的 得参加特殊场合才能穿 咱们同学会就随意些 郭杉得意地笑着 杨峰知道 同学会是什么情况 倒也没有多说 不过郭杉却在此时叫了叫他 道 杨峰 要不你去旁边那个位置坐吧 一会儿还得来几个人呢 说着 郭杉指了个对面的位置 杨峰朝着那位置看去 不过却都没有说话 反倒是说着 一会儿来的人 不会是于建涛吧 可不吗 除了于建涛 还有很久没参加的李汉秋呢 你们都不知道吧 那于建涛可都已经在美国 都有名声了 今年刚刚回来 陈勇说着 旁边的庞云飞也想起来 道 我知道了 那李秋汉现在好像是个 上市公司的老总呢 目前好像主要还是 研究科技方向的 可不吗 他们俩可是 郭杉刚说到一半 看杨峰还在坐着 才催促道 哎 杨峰你就别在这里坐着了呀 你换个位置 一会儿让他们俩都坐在这 杨峰 要不你就来这边 正好坐我旁边 也没什么嘛 一个跟杨峰关系稍好的同学开口 他还是杨峰小时候的同桌 颜则言 他其实知道 大家什么想法 便也给杨峰一个台阶下 杨峰其实对于座位也无所谓 起身笑着走到了 颜则言的旁边坐下 众人看他实相 这才满意的点头 又开始各自聊了起来 在这些人之中 混得最好的 其实就是 刚才跟杨峰一起进来的周长明 目前在一家股玩交易公司 担任财务部的高管 听着他们互相的吹捧 杨峰却并没有太在意 旁边的颜则言 也注意到了他的孤独 主动道 你这两年都没参加同学会 估计不太习惯吧 还行 大家都是老同学 互相聊聊天挺好的嘛 同学会就是这样的 更何况 颜则言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见周长明 对杨峰一指气势着 哎 杨峰你先别坐着了 去外面问问服务员 有没有茅台 去端两瓶进来 到时候 于剑涛和李汉秋到了 咱们直接开始 杨峰被安排着做事 倒也起身朝门外走去 不一会儿 端回来了两瓶茅台酒之后 又坐回了颜则言的旁边 颜则言的表情也有些无奈 道 哥们你在老家种田呢 可不嘛 上午还在下地干活 下午就回来了 杨峰轻松的样子 笑着道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 是啊 我要是有机会 还想回去弄点田种种呢 颜则言有些无奈 摇头道 大城市里虽然繁华 但有些时候 还是想感受一下田园木戈呀 你小子自己就从田园木戈里走出来的 还不知道农村啥情况吗 没什么人气 又穷的 杨峰摇头 颜则言笑着 我自然是知道这些 不过总是需要有人回去增加一些人气的嘛 毕竟在那走出来的 他看上去 有一些乡土情节 杨峰倒是在此时想起来了什么 笑着道 我记得你小时候好像就说过 要当个什么工程师修路 哈哈 现在成了土木狗了 真不是人干的活啊 颜则言无奈 我现在的想法 就是回老家 看看能不能有生态养殖之类的项目 哎 你不是说你也种田吗 到时候 咱俩一起 这件事情 等同学会结束了 我再跟你细说 啊 颜则言奇怪地看着杨峰 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正在这个时候 门又一次被打开 从门口走进来了两个人 这可是让整个包厢顿时都热烈了起来 哈哈 这俩大佬终于来了 郭山几人连忙站起身 给二人让出了两个位置 此时的于剑涛跟李汉秋进门 跟大家打着招呼之后 于剑涛却发现了杨峰自己坐在个洗手间旁边的位置 这让他的表情微微有些变化 随后还是道 算了 要不我就坐杨峰旁边 咱们挤一挤吧 既然这样 那我也坐那算了 正好咱们好久没见了 挤一挤增进感情 李汉秋跟随着于剑涛 表情却似乎有几分愁容 二人都朝着杨峰走过去 这一下可让众人都愣住了 尤其是郭山几个人 本来都准备好坐在这俩大佬旁边 能跟二人拉近关系的 可是这两个人怎么都跑对面去了 杨峰见两个人都要挤过来 吴雨道 那边有位置那么空 剑涛涛你小子非要跟我一起干啥 哈哈 这不显得咱哥俩关系好吗 于剑涛满不在乎的大笑 旁边的人也只能不断地挪动着椅子 给他们生生让出了个两个位置 眼看着三个人在那边坐下 众人都面面相去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周朝明却是先开口道 剑涛 你们俩刚才是干啥去了 我们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 路上遇到了点麻烦 所以耽耽了 于剑涛笑着拍了拍李汉秋的肩膀 李汉秋也笑着道 其实你们都不用等着我们 就先吃呗 那不行 今天总得来个能够带头的人不是 哎 杨峰你别愣着了 去让服务员准备上菜吧 周朝明在此时指了指外面 听他如此一指气使的样子 倒是把杨峰当成服务员了 旁边的于剑涛和李汉秋刚要说话 却被杨峰抓住了胳膊 摇摇头示意他们不要生气 其实杨峰的心中 对于同学情还是有些怀念的 也无所谓大家的态度 于剑涛只能在此时深吸一口气 道 那既然这样 我就带个头 跟大家喝一杯 正好我当年还当过半年的班长 对吧 哈哈 对对对 当时初三的时候 大家都选你当班长 谁能想到没半年 你就被天才班招走了 害得我们班后面 可是群龙无首啊 陈勇也在此时大笑着 如此多同学吹捧的声音 可于剑涛也不以为意 只是拍了拍旁边的李汉秋 嘿嘿笑着 都别说我了 今天咱们主要就是为了叙述当年情谊 就是啊 当初我就记得剑涛你说 要当个什么科学家 还有汉秋 我记得当初 你就说要当什么老板 如今倒是真的成老板了呀 郭珊提起这个的时候 也带着几分恭维和奉承 又道 如今公司都上市了吧 这个 不过是运气好一些 李汉秋看上去表情也略微 显得有些尴尬 杨峰似乎看出 李汉秋这次有所难处 他突然回想起来 之前于剑涛找自己来同学会 似乎就是有着什么事情 如今看来 应该是跟李汉秋有些关系 随着几个人一边吃菜聊着的时候 杨峰在此时主动开口道 汉秋 我敬你一杯吧 咱们俩也好久没见了 哎 杨峰 你这就不厚道了 大家都想敬汉秋呢 你咋还抢的呢 郭珊有些不乐意 但李汉秋却在此时连忙站起身 道 杨 不 峰哥 我敬你 他面对杨峰 似乎是受宠若惊的下位者 这让大家都有些梦了 再看杨峰 在此时也露出了无奈的笑容 道 汉秋 我们读书的时候 可都是一起抄作业长大的 你没必要跟我这么客气吧 我这 李汉秋略微显得有些紧张 他平时并不善于应酬 现在更像是被迫来这里的一样 杨峰也意识到了 轻松的又坐下道 那喝完酒 咱们要不找个地方再聊聊 好 我正有此意 李汉秋当即说着 众人看到这一幕 突然反应过来了什么 就算他们再傻 联系到刚才的事情 都应该明白过来 李汉秋也是几年 没有参加同学会的 这次突然来这里 恐怕就是为了杨峰而来 可杨峰 不是刚刚才从田里起来吗 正在这个时候 门被突然打开 从外面冲进来了老同学贾文博 他可是在学校就出名的富二代 之前他几次聚会 都是不屑于来的 不过大家知道他的身份 也每次都通知他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贾文博这次竟然真的来了 文博 你怎么也来了 众人连忙给他让了个位置 贾文博看见了 做成一团的杨峰 连忙笑迎迎道 峰哥 你这次也来了呀 他开口就是峰哥 让众人愣住了 这家伙在读书的时候 跟杨峰可不对付 怎么现在对杨峰如此客气了 杨峰看了他一眼 笑着道 咱们不是刚见过没多久吗 可不嘛 峰哥我这次来 是特意给你道个歉的 上次你走得急 咱们不管怎么说 都是同学不是 贾文博如同个狗皮膏药 贴到杨峰的旁边 看他谄媚的表情 可真让这些同学傻眼了 好在杨峰也并不计较 只是道 我也没当成一回事 杨峰你要是喜欢送给你 那就算了 八十万的车我收不起 杨峰平静地回答 可他张口八十万 让现场顿时安静下来了 在场的人都是背后发亮 眼前的杨峰 连这么多钱都不放在眼里了 在回过头想 刚才他进来的时候 他们竟然让杨峰 坐在厕所面前的位置 所有人就不寒而栗 杨峰在此时站起身 笑着道 今天又见到大家很高兴 我一会打算 跟汉秋他们出去转转 就提前先走了 我自罚一杯 说着杨峰喝了最后一口酒 离开了这里 他一出门 李汉秋和于剑涛也跟着离开 而贾文博刚要更出去的时候 被陈勇连忙拉住道 文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杨 不对 风哥他究竟是在做什么生意 江城的邻家都在跟他做生意 你说他干什么的 贾文博没好气地说着 郭珊四世有所耳闻 不可思议道 难道是林景华的那个邻家 郭珊 那是什么 那在江城可是大家族啊 旗下的投资 据说已经价值有几千亿以上了 在江城随便动动手就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郭珊说着的时候 却还是不敢相信 道 杨风竟然会跟他们有合作 所以说 你们这辈子就这水平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刚才的位置是你们安排的吧 贾文博虽然比较猖狂 可他并非傻子 众人都陷入了沉默 贾文博懒得理会他们 自己便朝着外面追了出去 此时的杨风三人 已经走到了酒店旁边 一个大排档门口 似乎就是这样的地方 杨风觉得比较适合自己 随着几道菜上桌 杨风倒满啤酒 看向了李汉秋 问道 汉秋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这个 李汉秋的表情更加犹豫 似乎是难以启齿 好在此时 于剑涛替他开口道 你知道汉秋的公司 是做什么的吗 这个我还真的不太清楚 杨风跟李汉秋联系的并不多 不过他知道 李汉秋的为人很好 而且刚毕业的时候 杨风记得李汉秋跟自己说过 可以让自己跟他干 可是那时候的杨风 没有去麻烦他 只是没有想到 同学中混得最好的李汉秋 如今会有困难 于剑涛叹了口气 道 他的公司是做生物科技的 之前 还是我自己说吧 李汉秋在此时 也终于鼓起勇气 道 我的公司是一个抗生素研发的公司 之前的市值是20多个亿 他开始跟杨风 说起自己的事情 这个公司 是李汉秋当初 看准了生物科技的风口 然后又通过人脉 召集大量的科研人员建立起来的 本来这些年的业绩都十分顺利 甚至还有药物 进入到了国家的医保项目 可是在他们研发新的肾脏疾病药物之时 却因为市场的波动 公司的股价大跌 研发已经进入到了二期 却停滞了 目前二期的数据非常优秀 尿蛋白斜杠基干比率 平均降低明显 可是 目前公司已经没有钱再继续投入进去 尤其是这个项目如果失败 对于他们这个公司的资金链来说 会直接进入到破产清算的地步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李汉秋才被迫无奈 对于剑涛说起这个 于剑涛那时候 就想起来如今的杨风 所以在那天遇到他之后 才非要拉着他过来 参加这个同学聚会 其实他就是想要问问 杨风是否有办法 于剑涛看杨风的表情一直沉寂 才道 其实 如果你没有办法也正常 这个缺口确实有些大 其实找你过来 就是想商量商量 爱其实这件事情也怪我 当初没有预料到风险 这个研发确实步子夸太大了 李汉秋叹了口气 他在此时一口酒灌入到了口中 哦 罢了 今天就当这件事情没有提起过 我们好好地喝一顿 你现在还有多大的资金缺口 杨风突然在此时开口问道 李汉秋的神情一愣 他随后又笑了起来 道 杨风 算了 不要提了 你也不用给我担心 就算是破产了 我的钱还是足够我生活后半辈子的 你 还差多少钱 杨风打断了他 又一次开口询问 李汉秋看杨风的眼神似是认真 才终于到 目前要做完三期的测验 再加上研发和公司运营的话 恐怕还有一个多亿的缺口 大后天再来找我 到时候 我会给你一笔钱的 就当是我入股 你们公司了 就连旁边的于建涛都没有想到杨风如此果断 开口道 杨风 你要想好了 这个可不是一笔小钱 一个多亿的现金啊 杨风就这么砸进去了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不是小数目 不过杨风却笑了起来 道 既然已经决定了 哪还有收回去的道理 因为这笔钱数额有点大 转账麻烦 不然今天晚上就能给你 这 李汉秋可真傻眼了 杨风竟然豪横到这种地步吗 回想起来 于建涛跟自己说起杨风的时候 他都还是将信将疑 可没想到 如果这次你真的能帮我 这药物研发成功上市 一定会有回报的 李汉秋激动的样子 杨风笑着 道 就冲你这句话 我相信你 他大笑着 让李汉秋终于舒展开了笑容 三人也终于在这个时候 才找到了几分老同学 叙述旧事的感觉 到最后 贾文博倒是也跟着来这里了 杨风三人其实并不排外 虽然他们都不喜欢贾文博 可既然人来了 还是愿意跟他吃上两杯酒 直到深夜十一点多的时候 几个人才各自回家 杨风今天算是干了一件大事 回到家里 杨风洗了的澡 感觉清醒了一些 随后 他打了个电话给高荣海 让他去安排这一个亿的事情 高荣海突然听见 杨风要动这个钱 都是心中一惊 不过杨风又让他去再买一批石头 到时候 跟自己这次带回来的石头一起开了 只要这些石头开了 又能有几千万的入账 交代完这些事情之后 杨风才躺在床上 这是他第一次投资 其实今天他在听到李汉秋 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心中已经高兴坏了 因为他的眼睛最根本的功能 就是趋吉避凶 按照玄学的话而言 那就是看面相 而杨风在看过了李汉秋的面相之后 明白他绝对是有大气运之人 而且将来一定会成功 在这种时候 自己如果不投资他一把 将来可就没有这样的潜力股了 别人投资是看运气 杨风的投资跟他赌石一样 都是先看到结果 再选择投资 一夜过去 第二天上午 杨风起床之时 已经上午十点多了 他今天还要去股安市场 收购股安 上次获得铜树回春之后 杨风一次都没有尝试过 因为在老家那地方 确实找不到股安 不过回来江城之后 这一切就好办多了 杨风想要看看 在股安市场 买一个价值百万的股安 用回春之后 究竟能提高多少价值 换了一身衣服 杨风朝着家外面走去 不过就在他刚走到楼下的时候 正好迎面遇上了回家的赵竹威 他看到杨风似乎还有些生气 鼓着腮帮子地转过头 刻意不看杨风 杨风也在此事挠了挠头 叫住他道 你等会有空没 干嘛 赵竹威的语气很冲 杨风挠挠头 道 我要去股安市场 你要不要一起去 哼 你怎么不找跟你打电话的女人去啊 赵竹威哼急一声 杨风似乎反应过来 道 你说灵雪啊 看 你竟然还在我面前说她的名字 赵竹威顿时更生气了 杨风看她气呼呼的样子 似乎突然反应过来什么 惊奇道 你该不会是跟她生气吧 你 闭嘴 赵竹威气急 她就插上手揍一顿杨风了 杨风挠了挠头 郁闷道 我那天就是跟她聊了一些 投资老家的事情 你跟她有仇 阿呸 我跟你有仇 赵竹威瞪了一眼杨风 杨风更是郁闷 随后才嘟闹着问道 那你要不要一起去股安城 我 你求我我就去 那我不求了 你故意的 行行 那我求你 跟我去一趟股股安城吧 杨风一副真诚的样子 赵竹威这才咧嘴一笑 嘿嘿道 这还差不多 说完 她马上欢快地转过身 跟杨风一起朝着外面走去 杨风一脸猛逼 她也不知道赵竹威这是咋了 不过现在的她 也没空研究这些 当前最重要的 还是得去弄一些 有价值的股安出来 她还打算要再下个月 就把她的股安公司开张 随着一个十来万的小车 停在股安城外 杨风跟赵竹威 直奔进了股安城的一家店内 这家店的招牌不小 名字叫青石轩 实际上 这个主要卖的是陶瓷等股安 字画的比重就稍微小一些 老板是个精瘦的男人 此时的他见到客人之后 连忙走上前来 招呼道 二位是要买些什么东西 这个股安店内 架子上摆着的东西都十分昂贵 最便宜的也在十万以上 可以说是个只做大客的店 赵竹威也不懂这些 但是他四处看着 最后才到 这个地方的东西 还不如我爸的呢 你不废话吗 你把那一屋子东西 都可以买几个上市公司了 杨风翻了个白眼 赵竹威奇怪得很 问道 你平时不是喜欢捡漏吗 怎么也来这种大店了 今天想买点东西 到时候给股安公司当招牌 杨风随口回答着 眼睛已经看上了 架子里的一个瓷碗 爸爸 这个瓷碗可以拿下来 给我看看吗 杨风开口问着 老板一听 连忙道 这个是清朝康熙时期的 皇宫内所用 先生真是好眼光 他说着 连忙让伙计帮忙取下来 杨风走到一旁的四方桌上 他将这碗放在四方桌内 避免手划摔碎 这也是看股安必备的谨慎 先生您看 这下面还有字呢 是一个官瑶 是当初我花了高价收购回来的 你也是个懂强的人 定然能知道其价值 老板给杨风吹着耳边风 杨风笑着点头 道 我知道了 老板 你且让我先看看 好嘞 小飞你过来给这先生倒杯茶 老板招呼着火箭 也是在这时候 门口走进来了一个 神色紧张的男人 男人看模样三十多岁 满面沧桑 他走进店内 见到里面摆放的东西 似乎知道 这是一个大店之后 才谨慎地走到里面 老板见到人 又笑眯眯地迎上去道 这位先生 请问是要买些什么 老板 我是来卖东西的 这男人小声地说着 老板听了 热情的表情瞬间消失 打亮着眼前的男人 怀疑道 你有什么东西要卖给我 这是我家 一直传承下来的青花瓷瓶 您看看这能值多少钱 男人从自己那破烂的袋子里 拿出了一个青花瓷瓶 杨风倒是也被他的话所吸引 转过头朝着那青花瓷瓶看去 用眼睛仔细一看 才发现 这个青花瓷瓶的亮光不弱 价值在几百万上 但男人却在此时十分紧张 将瓶子放在桌上之后 小心翼翼地看着老板 看得出来 他并不是行美人 老板听到不是买家 颇有些不满 不过在此时 还是拿起了他所带来的青花瓷瓶 可随着他只看一眼之后 便眼睛里顿时露出金光 这是个好东西啊 老板将瓶子轻轻拿起 随后从瓶底开始细细研究 古玩瓷瓶 最重要的便是底 所以才会有就底心评一说 只是旁边的男人 在此时却十分紧张 他不知道 自己这个东西的价格如何 但是他现在却非常着急的 需要一笔钱 老板看了几分之后 抬起头露出不满道 你这个东西不太行 就是个很普通的瓷器 他的话一开口 就让杨峰的眉头皱了皱 赵竹威也注意到他的表情 奇怪道 杨峰你怎么了 我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杨峰的语气 已经变得有些沉着 此时在对面的男人 淳朴的脸上露出几分无奈 咬咬牙问道 这个能卖多少钱 看你的样子 好像也是急需要钱吧 我看不如这样 你这个东西 确实是祖上传下来的 我让一个大师下来 给你估个价 老板一般说着 看向不远处的火鸡 道 去叫吴德大师下来 是 火鸡对楼上叫着 不一会儿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从楼上走下来 他走到老板的旁边 拿起了手上的青花词之后 看了看老板的眼神 二人心灵相通 这个不太值钱啊 虽然是青花词 但是橙色不好 稀缺度也一般 顶多给个十万块钱吧 吴德在此时开口 男人听了 连忙抬起头 问道 十 十万 嗯 就这个价了 吴德故作不懈的撇撇嘴 老板听了 叹了口气 装作好心道 大师 我看这个东西 橙色虽然不太好 可是他看上去 好像是着急用钱啊 我 我真的很需要一笔钱 我妈还在医院里 我还要凑医疗费 男人此时着急的 似乎是要哭出来 老板看他的样子 最终才终于 下定决心的模样 啊 既然这样 那我就再给你涨十万 我用双倍的钱 买你的东西 他一副违背 祖宗规定的表情 让男人激动起来 连声道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他不断地感谢 可老板此时的心中 只剩下狂喜 就在他准备 拿起青花词前 获两清之时 一个声音 突然在旁边打断了他 等等 这个青花词我买了 三百万 杨峰的声音 从旁边传来 这个声音 让店里的人 都朝这边看过来 店内 本就有十几个人 除了伙计之外 还有七八个客人 在听见杨峰的话之后 看着眼前 这个年龄不大的小伙子 这家伙 跟老板和吴德抬杠 卖东西的男人 在听见 三百万这个词的时候 身体一颤 连忙问道 您 您是 我就是这里的客人 很喜欢你的瓶子 杨峰露出个温和的笑容 可他的话 却早就让旁边的老板 眼中露出狠力 就连吴德 都在此时冷声训斥道 年轻人 你懂不懂杭规 这个可不是 嫁高者得的时候 哦 那杭规里有说过 让人用不到一成的钱 骗人家价值 几百万的古丸吗 杨峰的话 赫然让在场的人 都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其实都没仔细看 那个青花瓷 再加上老板和吴德的双簧 真以为这俩人 在大发慈悲呢 可杨峰的话 赫然就让他们意识到了什么 吴德此时的脸色 吴德变得黑了下来 暮暮瞪着阳风 道 小子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路过 可以理解为热心群众 或者是好事群众 他微笑平静的样子 似乎根本不知道吴德的身份 吴德也意识到 这很有可能是个愣头青 冷声道 我却你最好想清楚 这个东西的价值就是十万 而且 你刚才只是坐在旁边瞥了几眼 能看得有我清楚 几眼足够了 那你可知道我的身份 吴德直接问着 他经常来这个店 店内的熟客 自然知道他的身份 老板在此时提起身份 就一副高傲的表情 道 我告诉你 站在你眼前的这个人 就是江城古玩协会的会员 而且即将要成为协会的委员 小子你既然混古玩圈 应该懂他的身份吧 听过这个协会 本来以为这个协会很厉害 不过没想到 有你这么个烂于充数的 杨风打去着 你说什么 吴德顿时怒了 杨风摇头 啊 又或者是你明明知道 这个东西的价值 故意给人开了个低价 狼狈为奸呢 你 吴德一时间脸色涨红了 他没想到亮出身份后 这小子还敢如此说话 一旁卖东西的男人 倒是在此时有些怕事 连忙拉拉拉杨风 小声道 这位先生 我只需要二十万要费就够了 你 您千万不要 没事 你这个东西 我肯定买 杨风直接说着 故意看了一眼吴德 道 有什么问题吗 好好好 竟然敢跟我抬杠 小子你有本事的留下性命 吴德急眼了 围观的人都能感觉到 他此时的愤怒 可众人都没有在这个时候多想 毕竟吴德可是拿起来看过的 杨风只是惊鸿一瞥 以吴德的身份 岂能看错 他们的心中 已经在为杨风这个愣头轻默哀了 可杨风也轻松得很 干脆的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好 杨风是吧 你给我等着 我倒是查一查 你在这个圈子里 究竟混得怎么样 吴德一生气 拿出了手机 老板看见他如此 得意道 小子 你还是不懂吴大师在古玩协会的地位 只要他一查 你以后在这个圈子里 可就混不下去了 是吗 我倒是很期待 杨风微笑 吴德打通了一个电话 另外一头传来了个闷沉的声音 问道 吴德 什么事情 韩老 我这边有个臭小子 竟敢质疑我的鉴定结果 你帮我查查他最近 是不是在这个圈子里活跃过 吴德对另外一头的语气 软了许多 可杨风却听出了 这个声音不就是韩云芙吗 此时韩云芙也奇怪 问道 你说说 他的名字是什么 他说自己叫做杨风 其人十分猖狂 气焰不可谓不嚣张 而且 什么 韩云芙的语调顿时高了几分 惊奇道 你说的是杨先生 杨 杨先生 吴德听他这个称呼 顿时愣了 杨风冷笑一声 道 你继续说呀 这 吴德傻眼了 此时的韩云芙听见杨风回江城了 立刻问清楚了地址 我就在附近 马上就过来 说吧 韩云芙挂断电话朝着这边赶过来 可现场的气氛 却在这个瞬间变得有些僵硬了 所有人都猛逼地看着眼前的杨风 这家伙被称之为先生 不一会儿 韩云芙就从外面急匆匆地进来 看见杨风没走之后 他才长出一口气 道 杨先生 您可算是回来江城了 昨天晚上道 原来如此 您在这时 韩云芙突然想起来 刚才电话里的吴德 好像有什么话没有说完 此时的吴德在旁边早就傻眼了 在场的人看见韩云芙 更是有些振奋 这在江城 可是泰山北斗级别的人物 在古安协会也是第一副会长 可看他跟杨风说话的语气 却是十分尊重 根本不像是一个泰斗 对年轻人应该有的态度 杨风看了一眼对面的吴德和老板 指了指面前的青花词 道 韩老 看看这青花词吧 莫非你看上的东西 韩云芙立刻走过去 拿起青花词 看了不到半分钟 便立刻道 好东西啊 元带的官窑 而且橙色十分好 这个雕花也漂亮 价值最少三百万以上 花 此话一出 在场的人脸色骤变 只有吴德和老板 此时的脸上难看到了几点 尤其吴德更是没有想到 这小子竟然真的跟韩云芙认识 他想以身份压人 可现在 杨风冷笑地看了他一眼 道 刚才有人想要用十万块钱买下呢 哦 韩云芙听了 似乎是反应过来什么 他尖锐的目光看向吴德 冷声呵斥道 这个人不会就是你吧 这个 我 我是走眼啊 我 哦 如此明显的一个元带青花词 凭借你的眼光会走眼 韩云芙的表情中 已经多了几分愤怒 哦 在我和杨先生面前 还敢谎言脱赖 韩老 我 够了 从今天起你被开除出江城的古玩协会 而且 我会发布通知 告诉他们原因 韩云芙此言一出 吴德的腿都软了 直接跪倒在了地上 店内的人也叹了一口气 这基本可以说明 吴德在这个名字 在古玩全是彻底的臭了 韩云芙又看向了杨风 问着道 杨先生 您看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姑且如此吧 不过我看韩老刚才 有重要的事情 找我 杨风奇怪地看着他火急火燎的样子 韩云芙提起这个 便连忙问道 杨先生 您应该是受邀了健保大会吧 之前好像确实有邀请韩给我 杨风点头 韩云芙立刻点头 道 健保大会明天就开始了 到时候有个比赛 我们经过一致讨论 希望杨先生能去做评委 此话一出 杨风还未说话 在场的人脸色却已经变了 就连摊在地上的吴德 都不可思议地抬起头 韩云芙 何许人也 那是江城古玩界的态斗 而且还邀请他参加健保大会的评委 那是全国范围内都有影响力的大会 在场的人都是闻所未闻 但杨风听了 却婉言拒绝道 韩老 这个恐怕我不能胜任 杨先生 您这是 我并不喜欢抛头露面 自然也不能当这个评委 若是韩老有什么 需要我帮忙鉴定 我一不容辞 只是这个实在不能胜任 杨风满脸的抱歉 韩云芙听了 也明白过来 既然如此 那我便也不强求 可明日的健保大会 杨先生可一定要到 到时候还会有省里的电视台 过来拍摄节目 可算是咱们江城 最重大的一个盛事啊 韩云芙对于这个健保大会 极其重视 别说是他 即便是整个江城的古玩圈 都是以这个健保大会为荣 也是因为这个 所以江城的古玩圈 在全国都十分的有地位 二人在这边说着 随后杨风便让韩云芙先离开 随着他走了 杨风才回过神 看着旁边一直站着的男人 他从刚才 就在一直看着自己 男人也知道 杨风是现在能救他母亲的人 刚才也是他仗义直言 让自己没有上当受骗 杨风看了看青花词 这个东西 应该是你的家中传承下来的 我不应该买 但是你既然需要钱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 去救你母亲 这 真的 男人有些难以置信 他没有想到 出门能遇到这样的好人 片刻后 便见他连忙要跪在地上 杨风眼急手快 拉住了他的胳膊 道 你若是跪了 我一分钱都不给你 是是 我 我不跪了 男人连忙起身 杨风笑了起来 让他拿过一张破旧的银行卡 随后朝着里面打了三十万 最后便跟赵卓威要走出去 不过 就在他刚走出门的时候 男人连忙追上去道 杨先生 我的名字叫做齐海昌 家就住在连村那 我的户号是十五号 我一定会挣钱还给您的 我 知道了 以后我会去找你的 赶紧回医院去吧 杨风笑着 挥挥手离开了这里 齐海昌呆呆地看着离开的杨风 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收拾东西朝着医院回去 杨风和赵卓威离开这里之后 在古玩城内 又买了两件古玩 其中一件也是青花瓷 但橙色并没有那么好 只有六十万的便买了下来 另外一个则是大友来头 那老板说是明代唐伯虎的画 而且是从拍卖会上买下来的 只可惜保存并不好 有些地方已经模糊 但其价值依然是极高 杨风最终也以三百万的价格 买下了这幅画 收到这两件好东西之后 杨风便跟赵卓威朝着家中回去 等到外面的时候 已经看见刚才的那家店此时被关门了 想必是被这里的市场监管调查了 杨风心中痛恨 不过赵卓威却在此时看出了端倪 嘿嘿笑道 我突然想起来 你之前是不是也卖玉石的时候 被人坑过呀 就是那天拍卖会的那个 那不过是一时走眼 杨风尴尬得老脸一红 赵卓威却是掌握着杨风的小辫子一样 得意着 嘿嘿 这个事情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试试 咱能回家了吗 嗯 赵卓威一时间又好像心情大好 杨风也摸不清楚他这脑回路 但过两天自己妹妹要是回江城了 他俩估计有共同语言 回到了家中 赵卓威下午还要去面试工作 也没有再骚扰杨风 杨风正好趁着这个时间关紧门窗 大厅内 安静无比 杨风拿出了之前花六十万购买的青花瓷放在地上 自己也紧跟着在地上打坐 这个青花瓷是元代的官窑 橙色并不算特别好 他开始按照之前童树回春所说 不断地用灵力凝聚在眼睛里 随后便见到一股灵力从眼睛流出 不断地缠绕在青花瓷的周围 此时的杨风似乎感觉到 时间都在这个瞬间停止 他的眼中只有那破旧的青花瓷 可让杨风没想到的是 这个青花瓷瓶随着灵力的环绕之后 开始一点点的有所变化了 之前的青花瓷身上只有非常简单的花纹 可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似乎大自然开始在上面雕琢一般 不断地开始出现了一幅图的纹路 而本来有些破损的缺口 也在此时不断地恢复 这种恢复并非将这个瓶子变成全新 而是还圆成了属于这个年代最完美的巅峰 由此可见 这种铜树如果用来医治人的话 也无法让人得到永生 只是能让人更健康一些罢了 可对于杨风来说却刚刚好够用 毕竟要是把古丸变成全新的东西 那自己才真的玩犊子 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 外面的天色已经彻底地黑下来了 杨风的铜树在此时停下 而眼前的青花瓷也在此时换了一封模样 本来有些损坏的右色和平底 在此时已经恢复成完美的状态 而平身上的色彩已经完全变了 本来只有简单的色彩 在此时竟然变成了一幅完整的画 而画中除了一些极具时代色彩的花之外 竟还有极其精致的云龙纹 如此复杂的云龙纹布局和工艺 再加上完美的保存 价值不可估量 杨风的心中狂喜 用眼睛又一次鉴定价格 直到他看见这青花瓷发出的亮光 最少六千万 杨风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 直接升值百倍 杨风的心中激动 就在他准备站起身庆祝一下的时候 却是全身一个瘫软 直接摔了个狗啃泥趴在了地上 感觉身体被掏空 杨风有些站不起来了 他这才意识到 要用这个铜数所需要的灵力 根本已经接近自己身体的极限了 肚子好饿啊 杨风感觉肚子饿了 可此时的他根本没有力气站起来 如果有人在家里的话 一定能看见杨风爬到沙发旁边 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的滑稽模样 杨风在看向桌上的唐博虎画作 自己这两天肯定是没有精力 再给这个古玩升值了 不过 从实验来看 既然刚才那个青花词能有如此成效 那么这张画 如果真的完成了 那价值肯定不可估量 杨风的脸上露出喜悦 他找到了自己的镇垫之宝了 不过 正在他想着的时候 门却在此时被敲响 杨风现在哪有精力开门 只能对着门口叫道 谁啊 是我 林雪的声音在门口出现 杨风听到这个声音 顿时心中苦闷 他扶着沙发和桌子 一拳一拐地走过去 给林雪打开门 林雪一进房间 就看见杨风这身体被掏空 双腿打颤的样子 有些梦了 你 怎么 林雪奇怪地问着 杨风干咳一声 回到沙发上躺下 道 没啥 就是刚才有点累了 所以腿麻 你这只是腿麻 林雪怀疑的表情 她的眼睛朝着家里看了看 问道 你家就你一个人吗 是啊 不然呢 哦 林雪没多想 在旁边把文件给杨风摊开之后 才道 这个是我让人做的商业计划 还有你上次跟我说的种离子数 是怎么回事 她这次是来询问 关于东河镇投资的事情 对于林雪的清零科技而言 建造工厂也是头等大事 自然是不能懈怠 杨风提起这个 便指了指冰箱 我冰箱里放着 从老家带来的李子呢 你去拿出来尝尝 林雪虽然觉得杨风奇怪 但还是走到冰箱里 看见里面还真堆满了李子 林雪拿了几个李子出来 洗了洗干净之后 放在了桌上 你试试 杨风又开口说着 林雪看了一眼杨风 犹豫了一下之后 才吃了一口 林雪一般是不会在陌生男人家吃东西的 这足可见他对杨风的信任 随着他一口咬下去 如同所有人第一次吃这个李子那样 林雪立刻感觉到了一股神清气爽 这完全不同于任何水果 甚至于完全跟李子不一样 这个东西只从形状上 却是长得跟李子差不多 可却是大了一圈 而且口感和味道十分顶级 林雪惊奇又接连吃了几口 最后才道 这个是什么品种的李子 就是我们那山里长的普通李子 估计跟地狱有关系 口感七好 我已经让人大规模的种下了 杨风说着 又道 这种李子树长得比较快 大概两年左右就能结果 到时候 我也差不多修好了东和镇的旅游投资项目 怪不得你如此有信心 林雪听了 这才明白过来 他又拿起了个李子 仔细地研究一番之后 才点头道 嗯 只凭这个应该都可以让东和镇的声名大造了 所以只要到时候吸引的人够多 你的工厂肯定不愁招不到人的 杨风黑黑笑着 他对于老家的规划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林雪放心了许多 哦 我明白了 那我会去让人准备建厂的事情 不过 他话说到一半 看杨风那扶着腰的样子 你真没事 林雪怀疑地问着 杨风摆摆手 道 没事 能有啥事 那你明天是不是要去健保大会 嗯 到时候去看看 正巧明天那个大会是我们赞助的 到时候我也得去现场 一起去 我倒无所谓 不过你去那干啥 我爷爷想要买一些玩意 但是他最近身体又不好 所以让我替他去买点 你不是正好懂吗 林雪说着 已经起身到 那明天我给你打电话 行 我送你出去 别送了 你还是先好好休息吧 林雪看杨风这一只手扶着腰子 双腿都打颤的样子 如果不是在家里 林雪甚至怀疑他 是不是挨揍了 看着林雪从家中出去 杨风也松了一口气 不过 他不知道是 就在林雪刚从家门走出去的时候 正好迎面遇上外面 乐呵呵回来的赵竹威 他正好看见了 林雪从杨风的家门出来 嗯 赵竹威的眼睛里 顿时露出了敌意 他挡在了林雪的面前 眼睛怀疑地打量着他 林雪有些奇怪 问道 呃 你有事吗 没有 哦 林雪没多想 朝着楼下走去 赵竹威看着他走了之后 快步地跑到杨风的门口 敲着门道 杨风 我回来了 他敲着门 杨风刚准备要休息一会儿 听见赵竹威的敲门 又只能用颤抖的腿 扶着腰子朝门口走去 赵竹威打开门 还没来得及说句话的时候 便看见杨风这狼狈的样子 你 你怎么了 赵竹威惊奇地看着他 杨风干咳一声 道 没啥 就是刚刚坐久了腿有点麻 那你腿麻 为什么扶着腰 腰也麻 杨风一步步地朝着沙发上回去 赵竹威奇怪地关上门 坐到他的对面 看着杨风在沙发上的样子 又突然回想起 刚才凌雪离开 杨风 你流氓 赵竹威顿时站起身 怒声道 不要脸 都带人回家里来了 臭不要脸 哎 你今天吃枪药了 上来就先骂我一顿 我干啥了我就不要脸 你 你干啥你自己知道 我知道什么呀我 我就是身体状态不太好 但这个跟我要不要脸 有啥关系 你 你 赵竹威气得脸色涨红 个狠狠地瞪着他道 啊呸 还敢狡辩 我就出去一个下午 你 你在家干什么了 我 杨风的话戛然而止 他总不能告诉 赵竹威自己 是在家用童树吧 赵竹威看杨风说不出话 觉得自己猜对了 哼记道 刚才从你家里走出来的 那个女人很漂亮吧 你说凌雪 她 就是她 赵竹威似乎抓住了杨风的辫子 一股鄙到极点的表情 怒目道 恶心 说完 赵竹威气冲冲地朝着外面走去 杨风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劈头盖脸的被一顿臭骂 眼看着赵竹威跑出门 杨风刚要追上去解释的时候 双腿一软直接趴击摔地上了 我 我冤枉啊 杨风苦逼着一张脸 他终于明白 过来赵竹威说的是什么意思 自己要是真跟灵雪 有啥事也就罢了 可他只是兢兢业业的 在家里挣了一下午的钱 累得前胸贴后背 身体还发虚 这么努力的劳动人民 怎么还得背下这一口大黑锅 好歹帮忙做个发 杨风对着门口惨叫 可赵竹威已经摔门进了自己家了 杨风郁闷的 只能从地上爬起来 点了个外卖 如果可以给自己看面相的话 杨风一定要看看 今天的自己是不是印堂发黑 他坐在沙发上 等待着外卖到来 不过他等待了许久 却发现外卖并没有送过来 直到一个小时之后 杨风看见棋手竟然点了送达 哎呦卧槽 杨风顿时来气 打来的电话过去质问 棋手在此时也一脸猛逼 哦 我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呀 您不是住在B洞502吗 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收的 我 知道了 杨风挂断电话 草 自己的外卖被截胡了 偷外卖的贼 竟然就是隔壁的赵竹威 这丫头是要整死自己啊 好在此时的杨风感觉到 自己缓和了一点 一步步地走到了赵竹威的家门口 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的脚步声 却是不见人开门 赵竹威 你还我外卖 偷外卖的女飞贼 我要饿死在你家门口 杨风大声嚷嚷着 赵竹威本来还躲在门后 一听这话连忙打开门 不满道 你就知道嚷嚷 那么多邻居呢 谁让你截胡我外卖的 谁让你 那什么的 赵竹威扭过头 我干什么了 我不过就是下午 在家运动了一下 所以 你还说 我 你先让我吃饱了 我再跟你慢慢解释成吗 杨风感觉自己 跳进黄河野喜不清 赵竹威 看他虚弱的样子 脸色都微微泛白 哼 先进来吧 赵竹威冷哼一声 让杨风先进家门 这是家具放好之后 杨风第一次进赵竹威的家里 家里的装修很温馨 一个巨大的落地窗 此时外面还有些许的月光 洒进来 杨风一点点进门 坐在了沙发上 赵竹威看着他颤抖的腿 还是从冰箱里 翻出了吃的 给他做了的蛋炒饭之后 就见杨风风卷残云地吃了下去 杨风的脸色果然好了许多 从之前的苍白变得红润了一些 赵竹威似乎也在此时意识到了 自己可能误会了杨风 如果真要是干的事 不至于脸色苍白成这样吧 能不能再来一碗 杨风可怜地问着 你还没吃饱呀 那我冰箱里还有面包和牛奶 赵竹威又给杨风拿过来了吃的 眼看着他吃完之后 才坐在他旁边 怀疑地问道 你下午到底干什么去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当然是在家锻炼了 不过正巧有些滴血糖上来 虚脱了而已 我能干啥 杨风就差哭出来了 赵竹威看他苦逼的表情 忍不住露出了的笑容 眼睛眯成月牙壮道 那你真没有跟那个叫灵血的人 发生啥吧 他进门的时间总共就二十多分钟 嗯 阿呸 我像是那只有二十多分钟的人吗 杨风立马直起腰 可马上又是一个疼痛传来 让他连忙弯了下去 赵竹威终于高兴起来 起身道 哼 量你也不敢 他得意的样子似乎如释重负 杨风也松了一口气 我语道 我说你每天脑子里都想什么 咱能不能有点健康的东西 再这么聊下去 电视台都快没法播了 啊 呸呸呸 不准再说了 赵竹威又开舌耍赖 道 我帮你去做饭 你刚才吃饱没 半饱 那我再给你煮个面 赵竹威朝着厨房走去 不过 他这边刚进厨房 听见门口传来了敲门声 魏姐 我来看你了 陈吉月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杨风再次扶着腰子 一步步地朝着门口走去 当他打开门的时候 陈吉月看见杨风还愣了一下 随后又看见了他这怪异的模样 陈吉月试探性地朝着里面看了一眼 问道 魏姐 在家吗 在厨房呢 说要给我弄点吃的 杨风一蹶一拐地朝着家里回去 陈吉月看着杨风的样子 又看着从厨房里走出来的赵竹威 哎 小月你也来了呀 吃饭了没 赵竹威问着 陈吉月连连摇头 道 魏姐 你就会一个蛋炒饭和煮面 我不吃了 不准胡说 我最近还会煎蛋了 知道了 陈吉月看上去有心事的样子 杨风倒是很识趣 答 那你俩先聊着 我直接端走回家吃完睡觉了 说着 杨风端着面朝外面走去 赵竹威送走了他之后 回过头才发现 陈吉月一直在那看着自己 你咋了 赵竹威奇怪地问着 陈吉月的大眼睛打亮了一下他 最后才问道 魏姐 你们俩刚才在家里啊 嗯 我看他可怜 让他在家里吃了个饭 魏姐 你们的进展咋这么快 啥 赵竹威愣了一下 随后意识到他的意思 猛的脸色一红 杨风还不知道 赵竹威也享受了一下 跟自己一样的待遇 他吃饱喝足之后 今天干脆也不洗澡了 就这样直接躺在床上 睡了过去 这一觉 直接睡到了第二天的上午十点多 杨风醒过来的时候 电话已经响了十几个 一部分是韩云福给自己打的 还有则是林雪给自己发的信息 杨风这才清醒过来 连忙起床洗个澡换身衣服 匆匆地离开了家 今天还要去健保大会 杨风也想要看看 今天能不能买到有价值的东西 健保大会 是江城一个特大的活动 这次的举办地点 在江城的江滨广场 这个广场是当地最大的商业区之一 平时本就人多 可随着健保大会的展开 此时广场外更是人山人海 整个广场有几公顷 在里面还有着一个露天的体育馆 体育馆内搭起了一个大帐篷 作为这次健保大会工作人员所用 在帐篷外面 铺着一张大红弹舞台 这舞台上摆放着一排桌子 还有电视台的录制人员 想必就是这次健保大会所用的场所 杨风并不太懂这个健保大会的流程 他只看到体育馆外的广场 有着上百个摆摊的小贩 摊位上有着一些与民同乐的小玩意 类似于钱币等东西 都十分便宜 而在体育馆里面的区域 则是有专门的展台 这些展台是当地把珍藏的文物 拿出来给大家观赏 旁边就守着不少的安保人员 最里面的舞台 就是那些健保大师 点评古玩所在的地方 杨风看了一圈 没有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 便也想要挤进去看看 健保大会的节目 不过他却发现 这个周围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只靠着挤 根本进不去 好在这时候 林雪给他打了个电话 让他到后台的绿色通道外 杨风这才看见林雪 就在那等自己 二人一起走进后台 这是一个用巨大帐篷 撑起来的地方 后台内 此时里面 已经有着电视台的人在跟拍 但更多的 还是忙碌的工作人员 还有着几十个 马上要送古玩 上去健保的献保人 他们此时心情紧张 这些献保人来自五湖四海 不过从装扮上看 大部分都是普通群众 只有一小部分是收藏家 拿自己家的东西出来 给这些大师鉴定一下 杨风掀开后台的门帘 看到外面的红毯舞台上 除了正面摆放着 五个平审的椅子之外 旁边还有一排椅子 那些位置是谁坐的 杨风奇怪地问着 林雪看了一眼 道 那是本地企业家坐的位置 如果经过大师 判断有价值的古玩 他们就会直接买下 其实这也是给这些老板 一个打广告的机会 毕竟健保大会的 关注度很高 而健保大会 又需要这些有钱人站台 所以算得上是双赢 杨风略微点头 道 那你一会儿 是不是也要去呢 我不爱抛头露面 林雪随口回答着 让杨风到后台一起坐下 才道 健保大会的上午 主要负责筛选 一会儿要登台的献保人 下午一点开始节目 还有个半个小时 一会儿 你买完古玩就回去吗 嗯 我替我爷爷买的 但是我看不懂真假 你等会帮我看着点 没问题 杨风爽快答应着 二人在这边正说着的时候 不远处的韩云福 和陆金红都已经走了过来 看见杨风后 二人爽朗大笑道 哈哈 杨先生 您果真来了呀 韩老好 还有陆老 杨风跟二人打着招呼 陆金红大笑了起来 又道 杨先生好啊 听说你拒绝当评委 真是可惜啊 不过 你可以在后台先看看这些东西 若是有问题 可得提醒我们呀 我想这些献保人的古玩 都经过几位大师的初审了 肯定不会有问题 哈哈 那随便看了几眼 最终的价值 还是要等一会儿细看 才能确定呢 陆金红说着 看着时间不早了 才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先上台了 等结束 我们再好好聊 好的 几位辛苦 杨风跟几个人道别 看着五个评审大师走上去 杨风也回过神 他看着后台的那些献保人 都挂起了编号 从一到一百 按照编号 他们将会轮流带着东西上台 给评审看自己带来的古玩 你觉得 这里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吗 我爷爷 好像喜欢字画多一些 林雪开口询问着 我也不知道 过去看看吧 杨风在后台的地位很高 毕竟众人都知道 他是跟韩云福认识 而且旁边还有着一个林雪 杨风走到这些献保人的队伍中 眼睛看着他们面前 所端着的东西 有字画 有瓷器 还有青铜器 可以说是一应俱全 杨风觉得这些东西 既然经过初审 定然都是好东西 可随着他眼睛注入灵力 却发现 面前几个人手中的东西 都没有发出亮光 怎么回事 杨风以为 是自己的眼睛出问题了 可随着他仔细确定之后 才发现这些人手中的东西 全是艳品 他的表情逐渐变得有些低沉 紧接着 杨风在朝着剩下的 几十个人看去 发现这些人之中 仅仅只有一半的人 手上东西是真品 可是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他们的东西 都是经过初审的 怎么可能一半以上 都是艳品呢 与此同时 外面的舞台开始叫号 其中一号 已经在此时 准备拿着东西 出去鉴定了 就在此时 杨风突然呵斥住了他 道 你站住 他突然的呵斥 吸引了后台内的上百个人 众人都奇怪地看向他 不明白杨风这是怎么了 杨风深吸一口气 道 从六号开始 先出去 他的话 让众人不解 一个工作人员 在此时走过来 连忙问着 杨先生 您这是 按照我说的做 然后去把韩老叫下来 杨风的语气 已经有些尖锐了 他察觉到 这件事情的不正常 听着杨风 不容之否的语气 工作人员 还是按照他所说 换了六号 第一个上去 然后把韩云福 从评委习叫了下来 韩云福此时 正准备点评 被叫回后台 还有些奇怪 杨先生 这是怎么了 韩云福不解地问着 杨风扫了一眼 在场的献保人 那些人此时正在休息 突然被杨风一眼扫过来 便感觉到背后发凉 韩老 这些人的东西 你们都已经初步审核过了 杨风又一次问着 韩云福不知杨风的意思 但还是到 上午的时候 是我们派人来检查过 而且 我来的时候扫了一眼 感觉这些东西 橙色都不错 这有什么问题吗 看来韩老还不知道 杨风的眼中 似是明白过来什么 韩云福看杨风的表情认真 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杨先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韩云福追问着 杨风看向旁边的献保人 到一到五号 十六号 十九号 二十六号到三十一号 先过来 剩下的人原地不准动 他的呵斥声 也吸引了外面的安保人员 这些被叫道号的人 更是心中一颤 只能在安保人员的押送下 到了杨风的旁边 可直到此时 他们都还不知道 杨风要做什么 林雪在此时 意识到杨风要有大动作 提醒道 这可不是小活动 你要注意 杨风笑了一声 道 我当然知道 但是却有人盯上了这里 这是什么意思 林雪不解 杨风看向旁边的韩云浮 道 韩老 请你仔细地看看 他们所带来的东西 啊 韩云浮有些奇怪 但还是拿起了 其中一人的青铜杯 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 可最后却没有看出什么毛病 这 怎么 韩云浮不解 杨风点点头 道 看来他们的公益 已经入目三分了 你这话 难道说这是假的 韩云浮终于听明白了杨风的意思 他连忙又把青铜杯 拿起来仔细地观看 可随后 却还是看不出太多的端倪 青铜杯确实有些怪异 说吧 是谁让你们来的 杨风看向了这些 有着编号的献保人 这些人的脸色大惊 纷纷低着头 没人敢说话 韩云浮看他们的样子 就明白了过来 混账 真是岂有此理 韩云浮生气 当即对着旁边的工作人员道 把外面所有的评委叫进来 这次健保大会暂停 这 这怎么行呢 韩老 这现在电视台的记者 都已经在拍了 一会儿还有采访 这要是停了 到时候 岂不是闹出天大笑话 主办人员已经在此时着急了 韩云浮冷哼一声 道 我看 现在已经出笑话了 这 主办人傻眼了 不过好在此时 杨风终于开口道 韩老 我看应该可以先把真品送到外面 让健保大会的节目正常继续 但是在这时间 找一些歌舞活动 本会顶个二十分钟 我明白了 用这二十分钟 把老陆他们全部顶替回来 好好地调查一下这些献保人 韩云浮当即应和着 他如此一说 主办人便也明白过来 立刻去安排歌舞节目 而此时的杨风 已经一个个看过去 聚集了二十几个人过来 不过在这里 最少有三十多个人都是作假的 杨风之所以不全叫过来 是故意留下漏洞 免得让人觉得自己太厉害 而做完这一切 外面的四个评委大师 也在此时跑进了后台 此时的后台 早就已经乱成一锅粥 四处都已经被安保人员控制住 老韩 这到底怎么回事 陆金红刚进来 便连忙问着 韩云浮看向几个人 道 都一起来看看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不都经过出什么吗 我们来的时候 也顺便看过几眼 没啥问题啊 陆金红奇怪 而另外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 在此时道 云浮 你到底发现了什么 武会长 不是我发现了什么 是杨先生已经确定了 这次的献保人力 有猫腻 韩云浮斩钉截铁 武明则有些奇怪 看向杨风道 他就是你们所说 那神乎其神的年轻人 是的 刚才他在后台的时候 发现这些人献保人之中 有大量的造假物品出现 而且工艺极其的高 无法轻易判断出来 韩云浮如实说着 武明则一听 却是不信道 既然如此难分辨 他又怎么可能 看过几眼就分辨出来 真无稽之谈 就是啊 若是他能这么容易分辨出来 我们岂不是早就看出来了 一个中年男人 在此时开口 他也是古玩协会的副会长 周平原 韩云浮的表情 顿时有些为难 不知该如何解释 他其实也没有太看出来 杨风笑了起来 拿出了其中一个人的瓷器 这是一个表面 有凤凰花纹的清代青花词 价值不菲 诸位 可以好好看看 这个瓷器如何 杨风将这个瓷器 放在他们的面前 几个人都感觉奇怪 凑过去 开始围观起了这个青花词 不过他们 刚开始看上去 都没察觉到异样 这不过就是个 普通的青花词嘛 做工还不错 价值应该五十万以上 周平原不耐烦地说着 可就在这个时候 武明则却发现了什么 突然道 不 不对 他突然地打断声 让众人都看向他 把手电筒拿过来 武明则的语气严肃 旁人立刻把手电筒递给他 武明则开始仔细地观察 许久之后 终于找到了 在花纹之中的一个间隙 这个破绽极其的小 但是却还是能看得出 这个花色 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处理的手段极其的高级 几乎到了瞒天过海的地步 如果不是杨风提起 他根本不会把这个小瑕疵 跟作假联系起来 几个评委在此时也看了过来 最后才道 武会长 你怎么看 假的 武明则话音落下 直接摔碎了这个青花瓷 碰 碎片在这个瞬间落在地上 所有人捡起碎片 看着碎片的内部 不出所料 虽然外面演示得很好 可是摔碎了之后 就能完全看出底部的情况 正常出土的青花瓷 土锈会侵入陶瓷的内部 与瓷又紧密结合 不易剔除 但若是伪造的土锈 则要用特殊的胶和土 混合粘上去 但是这个造假的人 手段更高级 他知道用胶水 非常容易被看穿 所以才没有用胶 反倒是用了特殊的黏土 可这还是逃不过 几个大师的眼睛 他们能感觉到 这个土锈的脱落 绝对不是正常情况的土锈 因为正常土锈会十分紧密 而这个却轻易地就掉下来 真是艳片 周平原有些难以置信 别说是他 就连在场的人 都是面面相去 没有人会想到 如此一个场所 竟然会有人敢送艳品 过来鉴定 片刻后 所有人又将眼神 看向了杨峰 这个年轻人 竟然能第一个认出来 他究竟失出河门 杨峰似乎察觉到 大家都在看自己 才道 这只是其中之一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在场最少几十个人 手中的东西都是艳品 而且手法和工艺同样高级 杨先生 你的意思是 这些人都是团伙作案 韩云福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不过陆金红在此时 已经又拿起了一个青铜器 随后道 这个也是假的 虽然做得很均匀 但是其外观和历史上 并不那么契合 而且有些许疑点 他的话 更印证了杨峰所说 这些人 都是送假东西来了 后台的人 脸色都在此时低沉万分 这可是真正的事故 在如此重要的健保大会 竟然有人砸场子 立刻停止健保大会 武明泽在此时要下决定 可旁边的主办方着急了 连忙道 武会长 这个怎么能行呢 要是真的 就因为这个暂停了 岂不是正宗派人吓坏 我们的信誉搭建起来不容易啊 在场的人都知道 健保大会出事故的消息传出去 那定然就是席卷整个古玩圈子 他们这帮老家伙 竟然被艳品骗过去 颜面何存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杨峰开口道 我刚才已经让我的朋友去取东西了 我的古玩交易公司有一批东西 能够顶上去健保 然后拍卖 杨先生 武明泽有些激动了 他没有想到 在这种时候 杨峰竟然愿意主动出手帮他们 送上去鉴定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要卖掉的 否则这节目便也毫无意义了 韩云福倒是知道这事 担心道 杨先生 那些可都是你准备用来公司开张用的 这 没事 健保大会的名声更重要不是吗 杨峰这边刚说着的时候 高荣海已经带着东西朝后台进来了 他带的东西 除了之前已经准备好的一些古玩之外 还有杨峰刚刚施加了铜树的青花瓷 他放在家中 正好让高荣海一起带过来了 看到这几样东西 尤其是见到那青花瓷的时候 韩云福都在此时眼睛一亮 云龙纹的圆带青花瓷 而且橙色如此完美 不简单 韩云福感慨着 杨峰露出了个笑容 道 这些应该可以保证健保大会正常开下去了 这是自然 武明泽都在此时大笑了起来 感激道 杨先生 今日若不是你 只怕我们这些老朽 可真要晚节不保咯 他还想要说什么 不过主办方已经在此时走了过来 道 歌舞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健保大会了 他在这边说着的时候 外面的群众已经有些情绪了 大家都是来看健保的 谁愿意看这些人大我啊 武明泽也在此时道 那好 现在开始继续健保大会 杨先生带来的东西 先用工作人员带上去 他这边刚说着 陆金红也开口道 杨先生 后台的事情 还需要拜托您照看着 是 我一定会尽力 杨峰答应下来 有了他的话 武明泽几个人才重新上台 此时外面的人并不知道 里面发生了什么 看见几个评委重新上台之后 气氛又在此时沸腾了起来 而在后台 杨峰则是逐个检查 让一些带着真品 亦或者是非专业作假的献保人 上去舞台 毕竟为了节目效果 健保大会也不可能是 一件宴品都没有 这个健保大会有些波澜 供健保大会做节目使用 而最终 这些东西也全卖了出去 所有东西的总价值 算上它卖了六千万的青花瓷 总价值一亿两千多万 这是非常惊天的数字了 对于杨峰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金流 而健保大会落幕后 武明泽几个人想要感激杨峰 可杨峰却已经跟林雪离开了这里 至于健保大会背后的造假者 杨峰其实已经猜到了 肯定是一个 甚至几个行业内顶级的大师 才能做出如此多完美的宴品 只可惜技术手段 还达不到完美复刻的程度 否则就算杨峰能看出来 其他人也不容易找到破绽了 晚上八点多 杨峰跟林雪 已经出现在广场附近的果汁店 店内 此时的人不熟 杨峰跟林雪坐在店内的角落 此时的林雪 看着杨峰的眼神 已经变得有些闪烁 你师父到底是什么人 林雪忍不住 又一次问起这个 今天的事情 对于她来说 太过于不可思议了 其实何止是她 在后台的任何一个人 都难以置信 一个连五名则那种大师 都需要仔细观察 才能找到破绽的宴品 杨峰竟然能如此轻易地看出来 这个家伙的健保能力 已经出神入化了 杨峰从刚才就猜到林雪会问起 谈谈手道 我找不到她 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你信吗 不想说就算了 林雪美好气地撑了她一眼 杨峰无奈 我这人说实话 总是容易被人误解 林雪见她插壳打混 便也没有再多说这个 只是看了看她 你刚才又挣了一亿多块钱 嗯 运气好 之前买的一批文物都升值了 你为啥不让我买你的东西 那咱们不就成买卖关系了吗 这说出去不好听啊 阿呸 谁跟你买卖关系了 林雪美好气的样子 起身道 算了 我得先回去 一会儿还得把买的东西 给我爷爷看看 你呢 刚挣了一个多亿 我要回家数钱 争取数的手抽筋 杨峰打去着 实际上她是打算 今天要把那张唐伯虎的画 也使用上回春 又能大赚一笔 不过杨峰不知道的是 这也是她短暂倒霉的开始 这幅中之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家里安静无比 杨峰锁好门 随后 她便迫不及待地 展开了这张唐伯虎的画 唐伯虎的画在外人之中 十分的有名气 但在古玩圈内 实际价值并不如外界 想得那么高 目前已有相关记录 价值也不过上益 不过还有些许封闭的拍卖会 或许会有谣言意 或者是不为人知的价格传出来 杨峰其实对于这幅画的价值 只要求能比那青花次高一些 便十分满足了 随着这幅画展开 足有两米多长 除了山水图之外 还在旁边写有一首诗 杨峰深吸一口气 开始如同昨天一般 将灵力聚集在了眼睛处 她开始对着眼前的这张画 进行修复 笔墨的线条在画上飘动 宛若是从画中自己跳出来的一般 可让杨峰感觉到奇怪的是 这一次她的灵力消耗 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大 身体的灵力 仅在一个小时之后 就宛若被抽干了一般 而此时的画作 却只刚刚恢复到一个角落 杨峰咬咬牙 开始继续凝聚灵力 使用着铜树 可也是在这个瞬间 似是一个棍子 打碎了她骨髓的感觉传来 她的背后猛的一个僵直 随后全身剧烈的疼痛袭来 杨峰感觉到不对劲 急忙地想要在这个时候停止铜树 但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她体内所有的灵力 在此时宛若不受控制 直接飞奔而出 杨峰疼痛在地上打滚 直到最后一个剧烈的疼痛 彻底地压垮了她的意识 扑通 她的身体重重倒在地上 家中又一次安静了下来 只有躺着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杨峰 一个晚上过去 即便是到第二天正午 杨峰依然还没有醒过来 此时的她 似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意识中只是做了一个梦 梦中 一片真正黑暗的空间 杨峰伸手不见五指 这是哪儿 杨峰试图在黑暗中呐喊 可是她即便是用最大的力气叫出声 却连自己都听不见 四周还是死一般的安静 还有那黑暗 我 阴年早逝了 杨峰猛逼地看着黑暗 随后才又仰天长笑道 我靠 我他妈好不容易咸鱼翻身了 怎么就这么玩犊子了 她激动地大叫 可还是听不见自己的说话 不过在这种时候 面前却突然亮起了缓缓的白光 杨峰下意识地遮住眼睛 等她在缓缓睁开的时候 发现眼前的白光 竟然就是那天的钓鱼老者 是 是你 杨峰看见她 顿时宛若看见救星一般 老者看了看她 没好气道 你小子也太能霍霍了 这才多久 就触发极限了 前辈 杨峰呆呆看着她 老者有些奇怪 问道 是跟什么厉害的人打架 导致筋疲力尽了 没 没有 那就是观察大道 用尽同力 也没有 杨峰挠了挠头 老者有些奇怪 道 莫非你治病救人 把灵力耗光了 杨峰陷入了沉默 老者感觉到事情不对劲 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是我学会了个心铜术 然后用在了一个古玩上 杨峰说了一番自己的操作 老者一听 顿时炸毛的大骂道 妈的 你这浑小子 老子给你眼睛 是让你助人的 你根本就知道搞钱 那啥 钱在人间很重要的 那你搞钱就好好搞啊 还学什么歪门邪道的铜术 老者没好气 道 这么邪门的铜术 你也敢学 啊 这个铜术 其实我之前用过一次 还好啊 这次估计 是我体力不够 杨峰嘟囔着 听得出来 他对于这个铜术 其实很满意 老者恨铁不成钢 道 你莫非真以为那些价值 您的意思是 杨峰不解 听你所言 这种回春使用的 根本不是灵力 而是你这傻小子的气韵 明白了吗 老者瞪着他 道 气韵者 隐于人之通晕 你的铜术 就是在气韵 给那些东西提高价值 还好你小子晕得够快 否则迟早有一天 你会气韵耗尽 出门被雷劈死 哟 有这么些门 杨峰有些害怕了 他之前可已经用过一次 在青花词的身上了 老者冷哼一声 道 你还摄入不深 不过短暂的气韵消失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补充 我看你小子这段时间 最好老实一点 要多久 少则十天 多则一个月 虽然你气韵不错 但要还是这样活活 那就可以等死了 老者说着 道 罢了罢了 赶紧滚回去吧 看着你 我侦探娘的来起 这老人小嘴抹了命 臭骂的杨峰 不敢抬起头 很快 他的身形 便消失在了这片黑暗的空间中 杨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快速地下坠 等他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外面已经是近黄昏之时 他从地上缓缓地爬起来 大厅内 四周安静地可怕 杨峰感觉到自己的听觉 似乎还没有恢复 但是他的脑海中 却是不断地回忆着 刚才出现的那个老者 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但杨峰却已经将他 当成自己的师父了 气韵 杨峰自言自语 他嘟闹的声音 在此时 他才感觉到 耳朵逐渐地恢复 门在此时又一次被敲响 是高荣海和刘青岚叫门的声音 杨峰此时强行 用着最后一丝力气 给二人开了门之后 一个亮呛的 差点没摔在地上 好在高荣海上前 连忙搀扶住了他的胳膊 二人进门 高荣海看着杨峰这脸色苍白 身体发虚的样子 猛逼道 哥们 你这是在家干啥了 一天电话不接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没有 我这一天都待在家里呢 你一直待在家里 高荣海怀疑地看了看他 随后猛地反应过来 道 我靠 我虽然听说 赵大小姐确实搬过来住了 可你这也太特么猛了吧 你特么脑子里 能不能有点健康的东西 这是我 在家运动了一下 稍微有点累而已 杨峰美好气地瞪着他 哥们 咱能不能说点自己信的话 高荣海鄙视的表情 叹了口气道 你就说一个正常人类 会因为在家里运动的 连腰子都得靠手扶着 而且再看你这脸色 我觉得你还是悠着点 这个可是哥们 实打实地劝你 虽然高荣海很龌龊 不过 我觉得他这次说的对 刘青岚也在此时开口 劝着 竹薇虽然长得非常漂亮 不过你也不能这么躁啊 身体迟早出问题的 更何况 你俩救出隔壁 以后有的是机会 咱下次说话的时候 能不能先别打击我一下 我咋龌龊了 高荣海郁闷的表情 刘青岚撇撇嘴 不搭理他 紧接着 刘青岚倒是在家里四处看了看 最后才奇怪地问道 诶 怎么家里就你一个人 竹薇呢 我咋知道 你都折腾成这样了 他一点事没有 赵竹薇有点惊奇 高荣海摇头 道 青岚 这个你就不懂了 俗话说得好 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更坏的甜 你别看杨峰这德行 那 打住打住 你俩有完没完了 杨峰终于忍不住 道 我再跟你们俩重复一遍 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都一直待在家里 而且是一个人 你猜我们信不信 我这抱脾气 杨峰气得 差点没抱粗口 不过好在这个时候 门口传来了赵竹薇的声音 叫着 杨峰 我回来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提着东西 朝家里回来 杨峰如临大赦 道 终于来了个能解释清楚的 你俩好好听清楚了 赵竹薇此时走进门 看到高荣海和刘青岚也在 便打招呼道 你们也来了呀 主位 你这是出去了 是啊 杨峰的身体不是不太好吗 所以我出去买了点吃的 打算晚上给他做炖汤 赵竹薇得意地亮出手上的东西 道 枸杞猪心汤 你们觉得咋样 我觉得 他挺需要的 我也是 刘青岚和高荣海同情地 看向杨峰 杨峰更加感觉不对劲 连忙道 不是 你们俩瞎想什么 他给我买吃的 那是因为前天晚上的时候 我 还有前天晚上的事情 怪不得你今天成这样了 感情这几天都没消停啊 刘青岚张大嘴巴 一脸了然 杨峰终于在此时意识到 跟这两个人解释 难度不亚于自己成为世界首富 算了 你俩来我家到底啥事 杨峰也放弃了 高荣海说起这个 倒震惊了许多 倒 我打算这两天去山城 你不是说要一起去吗 所以来问问你 我这两天 估计都不怎么打算出门了 杨峰回想起来 那老者的警告 可别真出门就被雷劈了 不过高荣海 却是了然的表情 倒 我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了 既然这样 那这件事情 就暂时推迟 还有一个 就是我已经准备了一个亿 打电话给你的老同学了 他应该明天就会来提款 嗯 明天我会亲自跟他签合同的 那行 我把公司的财务账单之类的 都发给你了 高荣海说着又道 我打算下一步 是去山城那大规模的采购 然后就是还有个事 他说着的时候 开始看向了旁边的赵竹威 赵竹威刚刚放下东西 突然感觉到他在看自己 奇怪道 你咋了 其实也没啥 就是我找了你爸 也是赵总他商量了一下 最终他的想法 是成立一个全新的翡翠品牌公司 他们占股51 我们占股49 主要是通过加工顶级翡翠 然后合作共赢 高荣海其实知道 直卖翡翠的毛料 价格是有限的 只有加工才能把品牌 彻底的打出去 杨峰倒是没多想 只知道 既然他爸都同意了 那就按照你想的办 行 我们俩可就先走了 免得回头在这里 打扰你们 高荣海露出个坏笑 刘青岚也在此时 上下打量了一下赵竹威 看他矫健的样子 才嘀咕着道 他体质这么好 二人一边嘀咕着 一边走出了家门 杨峰看着二人走了 也终于感觉到 世界清静了一些 赵竹威感觉有些奇怪 问道 杨峰 他们俩刚才说的那些话好奇怪 啥意思 他们 算了 我肚子饿了 你要不给我弄点吃的先吧 杨峰刚刚跟那俩人聊了一会儿 感觉到身体更虚弱了 就连赵竹威都看出杨峰脸色不对 连忙给他从冰箱里拿过来吃的 眼看着他狼吞虎咽 赵竹威看着他今天 又是这副虚弱模样 才奇怪道 你在家里到底干什么了呀 怎么天天都跟受伤了一样 我这个 杨峰的表情有些犹豫 自己总不能跟他说 昨天晚上自己差点死了吧 杨峰迟疑不言 怀疑道 该不会真的在干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你别胡说 我干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 杨峰的脑海一转 叹了口气道 算了 既然你都住我隔壁了 我也只能告诉你了 嗯嗯 我保证会给你保密 赵竹威立刻搬过了小椅子 在那认真地听起密闻 杨峰叹了口气 故作认真的问道 你还记得我上次救你的事情吗 记得 我都没想到你那么厉害 那几个劫匪挤拳头 就被你打趴下了 那都得是日复一日的练习 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效果 杨峰摇头 遗憾道 但是上次之后 我深刻地意识到了 我的能力不够 如果我的实力 还是跟那时候一样 如果下次 你再遇到危险 我就不了你怎么办 所以 你在家里一直锻炼 是为了保护我呀 是啊 你住在我隔壁 我得保证你的安全 所以我这段时间 每天都躲在家里刻苦地锻炼 没想到这两天练多了 就有些虚拖 杨峰低着头 胡说着一些 他自己都不信的鬼话 可赵竹威听了 却是大眼睛里 闪烁着激动的亮光 哇 我明白了 赵竹威听到杨峰 为了保护自己 竟然如此拼命 他顿时激动地蹦了起来 又随后有些内疚道 对不起啊 我之前还误会你了 没事 以后好好照顾我就行了 我一直没跟你说是 不好意思开口 这个事也怪我 杨峰满脸自责 赵竹威连忙道 那你就好好休息 从今天起我会照顾你的 直到你康复为止 他激动地说着 欢快朝着厨房跑去 在厨房里给自己做饭的样子 杨峰的心中充满了得意 自己正好因为 童树使用过度 现在身体还有些动弹不了 忽悠赵竹威照顾自己几天 总比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强 我真这么聪明 怪不得师父看上我呢 杨峰的心中越发得意 与此同时 赵竹威已经炒了一盘菜出来 我给你端过去吧 尝尝我学的新菜 赵竹威端着一盘炭烤鸡丁 随着一盘黑乎乎的菜 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杨峰有些愣神 这是啥 杨峰猛逼问着 赵竹威咧嘴一笑 得意道 菜谱上说的 炭烤鸡丁啊 我先腌制过的 肯定很入味 他我看到了 鸡丁在哪 杨峰怀疑的看了看四周 赵竹威指了指盘子 道 这不在里面吗 你别看黑乎乎的 味道肯定很好 你确定 应该 确定吧 故动 杨峰咽了咽口水 到现在 他才突然想起来 那天陈吉月说的话 赵竹威就会做两道菜 一个蛋炒饭 一个煮面 如今看来 自己太年轻了啊 杨峰被迫地吃了一些 奇怪的东西之后 赵竹威做菜的性质 反倒是更高了 好在杨峰连连说着自己吃饱 让他给自己弄了一碗 最简单的蛋炒饭之后 才重新活了过来 不过今天的杨峰 确实是身体十分糟糕 本来上次就没好利索 今天还去健保大会 用了眼睛 如今是彻底地半身不随了 在家中 杨峰足足窝了几天 才感觉到身体的状态 逐渐地恢复过来 而因为他的忽悠 赵竹威激动得 天天只要有时间 便跑过来骚扰他 杨峰本来只是打算 安静地在家里待几天 结果现在耳朵 都已经快起剪子了 直到今天 杨峰才终于明白 什么叫做做剪自负 什么叫做害人害己 又是新的一天开始 上午八点多 杨峰今天刚准备要出门的时候 又见赵竹威 从门口跑了进来 杨峰 今天早饭吃啥 蛋炒饭吧 赵竹威兴冲冲地问着 杨峰的脸色微微变化 他已经吃了几天的蛋炒饭了 要不今天咱出去吃 杨峰试探性地问着 你能出门了 赵竹威似乎有些失望 不 我今天还准备拿你食验我的新菜 真可惜 杨峰擦了把汗 今天我们要来江城 去外面吃一顿 估计他一会儿就该到家了 杨峰连忙找到了挡箭牌 赵竹威一听 果然十分感兴趣的表情 好奇到 我听说你妹好像是个学败 她 等你见到就知道了 杨峰换上了鞋子 朝着外面走去 这几天杨峰都待在家里 没怎么出门 就连跟老同学签约 都是让他来家里的 这主要原因 一来是担心出去就被雷劈 二来 他的身体确实被掏空 也没啥精力再出去了 不过赵竹威倒是毫无察觉 依然乐呵呵地朝着外面跑去 今天的太阳不大 是个阴天 两个人一起刚走出门 准备要饱餐一顿的时候 赵竹威的电话在此时响了起来 她看着是自己老妈的电话 有些奇怪地接起来道 妈 你咋了 小魏 快点来医院吧 你爸又就急复发了 秋月香的声音中带着哭腔 赵竹威的脸色骤变 连忙道 在哪个医院 我马上过去 她着急地问清楚位置 连忙挂断了电话 杨峰不知发生什么 不过听到就急复发 还是跟着一起朝医院赶去 江城第一医院 医院大楼此时忙碌得很 急室外的楼道内 此时已经有着一排人 正在那焦急担忧地等待 夫人您放心 董事长他肯定会转位为安的 几个董事在此时安慰着秋月香 此时的秋月香揪着心 眼睛不断地看着急症室内 赵竹威和杨峰也在此时 着急地赶了过来 见他来了 秋月香也是连忙站起身 道 小魏 你 我爸他现在怎么样了 赵竹威的情绪有些激动 旁边的董事在此时开口 道 老董事长是积劳成吉 加上他之前就有一个旧病 在公司的时候突然就就晕过去了 旧病 是那个 赵竹威似乎想到了什么 顿时碰地坐在了椅子上 他的眼中露出害怕 只怕这个时候 父亲真的就倒在急救室内 杨峰在旁边没有说话 眼睛透过急症室朝着里面看去 此时的里面还在施救 约某等待了半个多小时之后 医生才终于从里面走了出来 医生 我爸醒了吗 赵竹威连忙起身问着 医生看到众人 也在此时只能叹了口气 道 人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但是要彻底的救治 目前恐怕 他没有再说下去 赵竹威和邱月香顿时宛若天塌下来一般 要知道 江城的医疗水平很高 而这个也几乎是 江城最好的医院和医生了 可是 既然从他口中都说出这样的话 爱先转到病房内 观察情况吧 医生在此时 也不知该如何安慰眼前的二人 这些董事们此时的脸色 也变得有些慌张 眼看着里面的赵国锋被推出来 此时的他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爽朗洒脱 苍白的脸色 闭着个眼睛 仿佛瞬间就老了好几十岁 杨峰的心中一咯噔 他觉得赵国锋帮过自己 而且又是赵竹威的父亲 从当初赌食开始 自己其实就受过赵家的帮助 如今又怎么能看着赵国锋如此呢 回春 杨峰的脑海中 第一个想到了使用铜树回春 那一定可以帮赵国锋扭转病情 可是在几天之前 自己才差点因为这个铜树死过去 老者也警告过自己 不要使用这个铜树 可现在 杨峰的心中挣扎 他并没有完全地恢复 如果这个时候再用一次回春 杨峰也不知道 需要耗费多少灵力和气愈 而且更重要的是 自己要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 把人合理地救回来 而不被怀疑自己有特殊能力呢 杨峰的脑海中 突然闪过了 上次就林景华的场景 不过这次的赵国锋与之不同 赵国锋只需要灵力灌入 就可以打通经脉 但是林景华却是中毒的 他的身体内 有几块肌肉都已经有些黑了 这足可见他的严重程度 用针灸瞒天过海 杨峰突然想到了办法 他开始拿出手机 搜索着关于针灸的信息 凭借着自己过目不忘的能力 杨峰轻松地能找到许多针灸的关键 起码能让他下针的时候 不会伤害到赵国锋 一个多小时过去 VIP病房内 此时这里除了医生护士之外 赵竹威和邱月香二人 也守在病床旁边 而杨峰和公司的董事以及员工 都各自站在了靠近门口的地方 气氛在此时安静到了极点 其中一个董事 已经关注杨峰许久 他见杨峰竟然一直在看手机 终于忍不住 布满道 这位先生 如果你是爱病房玩手机的 请你出去外面 这里已经太急了 他的话打破了病房的寂静 病房内的人都朝着杨峰看过去 赵竹威更是在此时抬起头 他的眼睛已经有些红肿了 眼角的泪痕在此时十分明显 你们都出去外面等吧 医生要继续工作 邱月香想要让众人先出去 医生也在此时道 病人需要更安静的环境 病房里太多人对于他没有效果 不过杨峰却在此时一直看着病床上的赵国峰 在这个时候 他才突然道 是瘴气所致吧 杨峰突然的话语 让大家停下了脚步 中年男医生也在此时惊奇地看向他 道 有人跟你说过 不 猜的 杨峰平静地回答 邱月香也在此时低下头 道 是老赵年轻的时候 去过南方的一个深山老林里旅游 从那回来之后就这样了 时好时坏 按照当地的医生也说这是瘴气所致 杨峰 你怎么看出来的 赵珠威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杨峰露出了个笑容 道 其实我的师傅 曾经也教过了一些简单的医术 其中就有关于如何解瘴气之毒的医术 什么 在场的几个人几乎一口同声 医生也是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但片刻后便摇头道 如果你真的学过 那应该就清楚他现在的情况 他现在已经中毒极深 尤其是其中有毒侵入到了肺腑之中 目前的医学条件还无法根治 医生说的已经很含蓄了 实际上 就是除非把赵国锋的五脏六腑全换了 再割掉那些已经中毒的肉 否则根本不可能完全清理干净这毒 这个可比癌细胞扩散 要更加麻烦 赵珠威也在此时低下头 他也意识到 要让杨峰救下自己的父亲 不太可能 刚才自己有些想多了 旁边的董事也在此时道 这位先生 虽然不知道你跟赵小姐是什么关系 但既然医生让我们出去 就不要打扰病人了 这里应该交给更专业的人 杨峰 你若是想要留下 那就留下陪陪老赵吧 邱月香突然抬起头 少有的帮他说话 他疲惫的样子 并不比生病的赵国锋好看多少 几个董事在此时不明白 为何邱月香会这么说话 莫非杨峰的身份真不一般 不过就在此时 杨峰却又语出惊人 我想试试针灸 杨峰的开口 让这个病房内的其他人 更加睁大眼睛了 中年医生也在此时有些不高兴 啊 先生 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否真的学过医术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针灸绝对不会有效果的 董事长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要折腾他 几个董事终于在此时忍不住了 他们觉得杨峰实在是太过不识相了 可杨峰却在此时坚定 看向了医生 问道 那你有把握让他醒过来吗 这个 医生顿时低下头 他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种胀气扩散 而且是几十年的晚级了 根本不可能根治 现在他们只能做一些辅助治疗 剩下的 甚至要看赵国锋自己的意志力 和身体免疫力 可在看着眼前的杨峰 医生又不服气道 我是这里最好的专科医生 莫非连我都没有办法 你能有 欣喜可以呢 只是心血 我可以肯定让他醒过来 但是我怕吓到你 杨峰的表情已经变得平淡了许多 他不再愿意争执 可在场已经群情沸腾了 开什么玩笑 你这年龄 能是专业医生 真是滑天下之打击 不管你跟董事长是什么关系 但你这就是拿他的身体开玩笑 现在董事长需要的是休息 岂能让你打扰 万一病情加重怎么办 几个人在此时愤怒地看着杨峰 他似乎是见过这个场面 上次林景华躺在病房的时候 他们对我好像也是这种语气 杨峰平静的话语 而他的话语出口 却让中年医生在此时睁大眼睛 惊奇道 你说的林景华 难道是林老 医生话刚出口 又猛地想起来什么 不会吧 医生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惊奇地睁大眼睛盯着杨峰 道 难道上次救了林老的年轻人 就是你 医生在这个圈内听人提起过这件事情 一个差点被界定成植物人的林景华 竟然被一个年轻人施救成功 这件事情在圈内早就有小范围的传播了 可医生万万不会想到 那个人竟然就在眼前 让他试试 赵竹威突然在此时开口 杨峰听到熟悉的话语 似乎如同上次的林雪也是这样说的 他开口了 秋月香也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就请杨先生试试 二人的话 出人意料 可杨峰已经在此时走到了病床边 平静道 给我准备针 他也深吸一口气 杨峰知道 再用一次回春 自己的身体又得透支了 几个人取来了消毒的银针 病房内的人都开始平住呼吸 没有人会想到 杨峰竟然真的要动手 不过 其实也没有人会对他抱以希望 即便是听说过他试试的医生 也在此时将幸将疑 毕竟林景华的情况 跟现在的赵国锋截然不同 如今的赵国锋 可以说是病入膏肓 若是能让他醒过来 都已经极其困难 更何况还要救他 杨峰深吸一口气 将赵国锋的身体轻轻地拖起 他坐在床边 开始一针落在了赵国锋的头上 这如此下针 让众人的心中一紧 可他们不知 此时的杨峰 已经暗自开始使用铜树 回春 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铜树 也是一种 需要消耗自己气韵的铜树 杨峰缓缓地 将铜树的灵力 顺着银针流入到了赵国锋的身体内 众人只看见 随着杨峰一针针落下 赵国锋的脸色 他的身体在床上蹦了一下 众人心中一惊 连忙上前 而就在此时 一个护士却发现了什么 指着旁边的心电图 害怕到 心电图 停了 他的话 赫然让所有人都朝着他看去 本来还有波动的心电图 在这个瞬间变成了一条直线 煞时间 整个病房内的十几个人都轰动了 赵竹威母女的双目 顿时变得有些无神而崩溃 谋财害命 混蛋 妈的 老子要揍你一顿 公司的人急了 他们纷纷上前抡起拳头 可此时的杨峰 却并没有还手的力气了 混乱之中 一个人正好推了一下杨峰 杨峰本就没有力气 此时宛若落叶一般 直接被推倒坐在地上 如此暴动 赵竹威当即站起身 生气道 不准动手 一边说着 赵竹威走到了旁边 准备先扶起杨峰 可就在此时 旁边的医生突然惊呼道 不对 赵总还有脉搏 此话一出 顿时引得众人回过神来 那仪器上的心电图 竟然又在此时开始波动了 再看向赵国峰 本来苍白的脸色 在这个时候 竟然变得有些许的红润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他的眼皮在此时动了 随着短暂的挣扎 他竟然缓缓地睁开眼睛 顿时引得整个病房激动了起来 这是 怎么回事 赵国峰都感觉到 这次自己要死了 刚才脑海中 甚至闪过了自己的一生 可怎么又醒过来了呢 赵竹威激动地流下眼泪 在病床旁边握紧了床单 激动道 是 是杨风救了你 他刚说着 才连忙看向了一旁的杨风 快点救人啊 赵竹威急了 众人此时才看见 杨风倒在了地上 连忙上前将他扶起来 病房一时间乱成了一锅粥 而只有杨风 在此时又陷入到了昏厥 不过这次 他似乎没有触发到极限 也没有再遇到那老者 天色逐渐地黑了下来 杨风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他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病床旁边守着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赵竹威 还有一个 则是自己许久不见的妹妹 杨小诗 哥 杨小诗见到自己老哥醒过来 喜出望外地睁大眼睛 杨风从病床上一点点地起来 闻道 你什么时候到江城呢 我下午就到了 到了家里才知道 你在医院 杨小诗一边说着的时候 还充满敌意地 看着对面的赵竹威 此时的赵竹威表情愧疚 低着头没有说话 杨风有些奇怪 问道 怎么回事 哥 他是个坏女人 你救了他爸 他的手下还动手地打人 杨小诗鼓着腮帮子 眼睛里又露出愤怒 他长得本十分可爱 此时生气起来的样子 却又显得有些奶凶 尤其是护住杨风 不让赵竹威过去的模样 赵竹威的表情有些煎熬 小声道 对不起 他小声的话语 杨风笑了起来 道 没什么 其实就是被人不小心推了一下嘛 更何况 要不是你拦着 我只不准还真挨揍了呢 他轻松的笑容 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中 实际上 他的心中微微有些窃喜 毕竟 如果不是被推一下 他还真没法跟人解释 自己为什么下了几针之后 就能累倒在病房里 赵竹威指指外面 我让那个推你的人在门口等了 等你醒了之后 跟你道歉 没必要 我其实没啥事 都可以直接回家了 杨风无奈 伸了个懒腰的 便是下了病床 不过正在此时 门口传来了个轻微的脚步声 杨风本以为是秋月香 或者赵国风进来感谢自己 不过让他意外的是 近来的竟然不是这二人 而是许久未见的慕容婉 此时的慕容婉脸上带着笑容 杨小师和赵竹威看见他之后 顿时都在原地愣了一下 慕容婉的身上 总有着一股特殊的亲和力 还有着那微微的笑容 让人感觉到十分的舒服 你怎么想起来看我了 杨风跟他打着招呼 赵竹威一听 杨风还认识这么漂亮的女孩 惊奇道 她是你朋友 之前遇到过 杨风没有多解释 慕容婉走进门之后 笑眯眯道 你们好呀 看样子你恢复得不错吗 她提起这个的时候 赵竹威又低下头 赵竹威总觉得 杨风是因为被推了那一下 才昏厥如此之久的 不过慕容婉去看了看四周 微笑道 我想跟杨风单独聊聊 可以吗 哥 他是谁啊 杨小师不满 自己才是杨风最亲密的人 怎么又跑出来了一个 看上去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杨风无奈 只能道 你们俩先出去吧 我跟他聊一会儿 哦 杨小师还是有些不情愿 赵竹威更是有些许的警惕和怀疑 不过想到杨风刚刚救了自己的父亲 他也只能听从他的话 离开了房间 随着二人离开之后 杨风才探探手道 你有啥事 听说你出事了 来看看 慕容婉笑着在旁边坐下 他的眼睛打亮着杨风 片刻之后才道 为了救个不太熟的人 把自己弄成这样 合适吗 起码人就回来了 而且他也帮助过我 杨风平静地回答 慕容婉轻松地笑了一下 提醒道 虽然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办法救人 不过 我觉得 以后你还是尽量少用这种办法 他似乎是已经看出了什么 杨风有些意外 慕容婉的眼睛 似乎跟自己很像 也能看穿许多东西 不过好在这时候 慕容婉微笑道 我来找你是想问问 三天之后能恢复吗 应该可以吧 杨风没什么底气 我到时候 需要去一趟山城 慕容婉的话说到一半 杨风听了 似是明白地问着 你想让我一起去 可以吗 我本来就要去山城 不过你去那干啥 刚刚查到 有一批人把文物朝着那边带过去 到时候可能会通过特殊手段交易 然后带出华夏境内 所以到时候 需要借助你的眼睛 慕容婉起身 突然拿出了一个矿泉水瓶 放在桌上 道 多喝点水 注意休息 说完 慕容婉便朝着外面走去 打开病房的门 赵竹威和杨小师正趴在门上 突然被打开 身体朝着前面一个亮枪 随后才见到二人脸色一红 干咳一声 各自扭过头装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慕容婉冲着二人微笑的挥挥手 离开了这里 随着他一走 二人便几乎同时朝着病房内进去 此时的杨峰已经起身 轻松到 可以准备回家了 你别走啊 我爸要过来了 他还要当面感谢你呢 赵竹威着急的想要拉住他 杨峰无奈 啊 算了 以后再感谢吧 而且我也没啥事 在医院躺着干啥 他说着 敲了一下旁边杨小师的脑袋 呀 疼 杨小师揉着脑袋 回家 别瞎寻思了 杨峰没好气地说着 他见到慕容婉之后 确实想起来一件事情 那就是 自己从老家带回来的那个特殊石头 自己恐怕得要找人看看 才能明白其作用 一边想着 杨峰一边走到楼下 在马路边 还是遇见了刚到的秋月香和赵国峰 接受了一番感激之后 杨峰才回到了家中 晚上十一点多 家里十分安静 杨峰伸了个懒腰坐在沙发上 似是有些困了 在看旁边的杨小师 却在那仔细地打量着他 最后才问道 哥 你咋突然认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 你这丫头咋说话呢 凭啥你哥 我就不能认识漂亮女孩了 可他们看上去 好像都身份不一般嘛 尤其是那个坏女人 家里好像很有钱 杨小师坐在杨峰旁边 带着婴儿肥的脸颊 嘟着 这小丫头思考的样子十分可爱 不过杨峰正想着事情 习惯性地拿起矿泉水 准备喝一口 几乎同时 杨小师突然眨巴眼睛 问道 哥 你该不会是棒妇婆了吧 不吃 杨峰一口水喷出来 洒满了茶几 旁边的杨小师 却是水汪汪的大眼睛里 充满了怀疑 杨小师同志 你这脑子里寻思什么呢 杨峰美好气地 捏了一下她的脸蛋 杨小师嘟囔着 道 可我听咱爸妈说 你好像变得很有钱了 我是怕你被坏女人骗了吗 呸 你哥我是那种自甘堕落的人吗 这是美人技嘉色诱 在咱们华夏历史上 这样堕落的人特别多 杨小师似有所感 杨峰有些无语 道 得得得 你赶紧闭嘴 一天天除了打游戏 就想些有的没的 西西 那我是关心你吗 而且我跟你说 以后我肯定能挣大钱 到时候 你可千万不要因为钱 被坏女人骗了 杨小师得意的表情 杨峰听她提起这个 倒有些好奇 道 你副业到底干啥了 连我给你的生活费都不要 西西 哥你猜猜看 我猜个屁 就这么凭空的 你让我怎么猜 杨峰美好气地说着 他见杨小师神秘兮兮 问道 那你说 你这副业 一天能挣多少钱 这个嘛 不太稳定 有时候十分钟 就能挣好几百呢 有时候一天都挣不着几个钱 杨小师如实地回答 杨峰的表情 微微有些变化 怀疑道 杨小师 我记得我教过你 什么叫做平坚不能一把 啊呸 哥你别瞎想 我的职业给人提供知识的 聊天 差不多 我而得聊天 主持通过网络 靠 那还是违法呀 杨峰猛地站起身 杨小师身无可恋的表情 终于道 你想哪儿去了 我说的是写小说 写网络小说 啊 杨峰似乎这才反应过来 杨小师生气的样子 道 哥 你太不健康了 我鄙视你 算了 只要没干啥 违法乱记的事情就行 早点睡觉了 杨峰打了个哈欠 他今天确实比往常要困许多 简单地洗了个澡之后 杨峰似时感觉到 自己稍微有了一点精神 更让他奇怪的是 自己从医院带回来的那瓶矿泉水里 似乎有特殊的成分在里面 刚才喝了几口 体内似乎就有着一股暖流 慕容挽留下的 杨峰看着矿泉水瓶 突然想到慕容玩走之前的表情 想到这 他又多喝了一口 随后才回到房间 这水喝了 杨峰突然有了精神 便把眼睛看向了角落的一个袋子 从里面 他拿出了一块特殊的石头 这个石头 有着两个拳头大小 通体略有些透明 就如同奶白色的宝石 整体是个六棱形的长条状 其中一头略微有些尖锐 这就是杨峰从老家山上带回来的东西 按照当初的设想 这应该是风水镇所用的基石 可让杨峰奇怪的是 自己就算是把这个石头取走了 那里的风水镇似乎也并没有受影响 这玩意到底是什么 那铜树到底是谁写在上面呢 杨峰嘀咕着 他思索着 脑海中又出现了慕容碗的身影 或许他知道 在杨峰猜测着 以他的认知 对于这些事情最了解的人 就只有超能调查局的慕容碗了 算了 回头问问他吧 杨峰研究了一会儿 没有研究出端倪便朝放下了 一夜过去 第二天上午 杨峰突然感觉自己这次恢复得特别快 他已经猜到了 这肯定是跟慕容碗留给自己的水有关 只是等他起床之后 才发现外面又是一片宁静 这丫头又熬夜打游戏了 杨峰看了一眼妹妹的房间 知道自己老哥没事之后 杨小师又恢复了往日的状态 变成了宅女家游戏狂 杨峰做好饭菜了 已经是上午十点多 他似乎也在此时闻着胃 穿着个白色睡衣 连衣帽包裹着脑袋 从房间朝着大厅爬出来 看他爬行的样子 宛若是个蠕动的毛毛虫 杨峰摇头 道 别爬了 赶紧洗脸准备睡觉 哥 我困 谁让你昨天打游戏 那么晚才睡的 我那是着急上分吗 杨小师嘟囔着 道 就差一把晋级赛 我就上钻石了 哥你能理会那种 晋级赛一直打不上去的感觉吗 我就感觉 你再继续打下去 人就废了 才不会 杨小师艰难地从地上起来 抖了抖自己的睡衣 进去洗手间洗漱 二人在家中刚刚吃完饭 就听见门在此时 咚咚被敲响 去开门 杨峰看了一眼妹妹 杨小师揉着眼睛 走到了门口刚打开门 便看见了熟悉的面容 哥 是那个坏女人 杨小师立刻叫着 虽然杨峰跟他解释了 自己被推倒 跟赵竹威没关系 不过在杨小师的眼里 老哥就是因为他们 才躺在医院的 所以绝对不能轻易原谅他们 赵竹威被这么叫着 似乎也并不反感 二师道 能帮我把东西搬进去吗 什么东西啊 杨小师怀疑地 看着地上的纸箱子 不过 他虽然嘴上不欢迎 但还是帮忙把东西抬进来 赵竹威进门后 才道 杨峰 昨天的事情对不起 你不是已经尽力了吗 老跟我道歉干啥 我晕了 就是因为单纯地累了 跟被推一下没啥关系 杨峰无奈地回答 他也看向杨小师道 你也不准再提了 你哥我像是那么脆弱的人吗 被人推一下就倒了 哦 杨小师小声地答应着 赵竹威露出了 他平时的欢快笑容 道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 我特意去买了一些东西 哥 他好像试图在收买你 你可要坚定立场啊 杨小师似乎看出了端倪 赵竹威并没有说话 只是打开了箱子 而就在箱子刚打开的时候 杨小师的眼睛就猛的一亮 PS5 杨小师没有想到 这箱子里竟然放着一台PS5游戏机 对于他这种游戏狂魔来说 哪能经得住这种诱惑 可想到他对自己哥哥做的事情 杨小师又故意鼓着腮帮子 扭过头道 我才没有那么容易受到诱惑 哥你放心 我的立场是很坚定地站在你这边 我还让人配了一台电脑 是目前最好的显卡和处理器 内存也是特意加满的 打游戏应该挺有用 赵竹威又介绍起了里面的电脑主机 显卡和处理器 之前自己一直想玩 却因为电脑带不动的游戏 是不是都能玩了 等会还有人会送过来的屏幕 一个是电脑的 只有三十几寸 还有个八十寸的 你可以放大厅 在哪 在哪 杨小师已经在此时 激动地朝着外面看去 杨峰的脸色一沉 美好气地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道 你不是说坚定站在我这边吗 你屁股歪哪去了 可跟你自己说的嘛 你是累倒过去 而且你就是被撞了一下 我都看到监控视频了 四 杨峰倒吸一口凉气 这丫头叛变起来的速度 让自己措手不及 正好在此时 赵竹薇的电话响起 是楼下送显视频的师傅 找不到家门 杨小师一听 连忙道 让我去带他们上来 他欢快地朝着楼下 跑去 一扫之前的阴霾 杨峰叹了口气 看着赵竹薇道 你从哪知道 他喜欢这些东西的 你之前跟我说过 我就记住了吗 他既然喜欢打游戏 那肯定就会喜欢这些东西的 赵竹薇黑黑笑着 杨峰叹了口气 道 有的人啊 能忍受钢铁锯炮 就是忍不住糖衣炮弹 其实他本来就挺好的呀 话说回来 你恢复得怎么样了 赵竹薇好奇地问着 他其实猜到了一些 杨峰之前就因为身体不好 在家待了那几天 那时候 都是自己照顾他的 昨天他特意调了监控 看杨峰就是在地上坐了一下 然后就昏厥过去 不像是被撞击的样子 不过今天的杨峰 脸色好了许多 道 好得差不多了 一会打算出去 再走走 我要去见我老同学 那我也一起去吧 正好带上小诗 赵竹薇立刻问着 杨峰摇摇头 道 虽然你这次投其所好 但听得出来 你还是不太了解他 啥意思啊 赵竹薇奇怪地问着 二人说着的时候 杨小诗在外面招呼师傅 把屏幕搬进家 杨峰特意开口道 丫头 一会儿咱们一起出去玩吧 带你去我老同学呢 不去不去 我才不去呢 杨小诗毫不犹豫地拒绝 眼睛里只剩下了 刚刚搬进来的大屏和游戏机 杨峰摊摇手 也让赵竹薇一脸猛逼 他确实没见过 有女孩子如此宅 和喜欢游戏的 最重要的是 杨小诗长得还十分可爱 而且没有近视 难道有的人生下来 老天爷就是让他玩游戏的 赵竹薇开始怀疑人生了 与此同时 杨峰已经换了鞋子 叮嘱道 丫头 那你自己在家里玩 我们中午可能就不回来了 冰箱里 我刚才留了一份吃的 你饿了 就用微波炉里加热 知道了知道了 你们赶快去约会吧 杨小诗把东西 朝着自己的房间里 一件件地搬着 眼睛里自己没有哥哥了 杨峰摇头 跟赵竹薇一起朝外面走去 即便是走出门的时候 都还能看见赵竹薇那猛逼的表情 不过走出门之后 赵竹薇的脸色又微红 问道 你真要跟我出去约会啊 没有啊 我去见个老同学 就是你上次在手机店 见过的那个贱人涛 杨峰轻松的样子 随后他看见赵竹薇脸色不对 奇怪道 你咋了 没什么 赵竹薇扭过头 表情又有些不高兴的样子 杨峰也不知道他又怎么了 不过现在 他确实要去见于建涛 因为接下去要投资的科技公司 太需要于建涛这种 能信得过的专业人员了 他投资的脚步 可是直冲世界首富去的 二人离开这里 到了一家茶馆门口 在江城 这样的茶馆并不少 而今天的于建涛 似乎是来这里 见什么重要的人物 杨峰和赵竹薇走进门 于建涛正好送走了一个 金发碧眼的外国男人 见到二人到了 于建涛招呼着道 哈哈 你们可算是来了 你业务繁忙吗 杨峰打趣着 几个人一起走进茶馆 茶馆里面 现在是接近正午时分 生意并不算特别好 四周的人少且安静 于建涛带着杨峰到了 靠窗户的位置坐下 我之前跟你说的事情 考虑的咋样了 杨峰问着 于建涛提起这个 便打趣着道 你小子倒是真的身仓不落啊 不会真让你傍上富婆了吧 他一边说着 看向旁边的赵竹薇 杨峰的脸色一沉 美好气道 你探娘的 老子的钱 都是一分一分自己挣的 哈哈 主要我确实没有想到 你出手这么快 于建涛所说的 自然是杨峰给李汉秋 投资了一个多亿的事情 那可是一亿多的现金 即便是全国 都没有几个能如此爽快地拿出来 更何况是要拯救一个 即将破产的上市公司 杨峰摊摊手道 我相信李汉秋会有成果的 不过 你这次来找我 应该不只是研究这些的吧 嗯 我想问问 你还有多少钱 这一次 于建涛可问得十分直接 他是要直接要杨峰抖搂家底 杨峰回想了一下 前两天卖股玩 挣了一亿多 长河翡翠交易公司里账上 应该也还有一亿多块钱 差不多两三亿吧 杨峰如实地回答着 于建涛听了 点头道 不少了 但是也不多 你小子到底要干什么 杨峰的眉头皱了皱 于建涛露出笑容 知道这次我为什么 从国外回来吗 你不会说 无法融入外人的圈子吗 那只是其中之一 也是对外的理由 于建涛摇头 道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 我发现了一个顶级研发团队 就在国内 在国内 没错 这个研发团队中 有一些国外的人 我也是从他们那里 获取到了信息 经过这段时间的验证 我发现他们很有可能 会在近几年有重大突破 于建涛的眼睛里 透出亮光 杨峰有些疑惑 道 究竟是什么做什么的 电池研发的团队 电池 杨峰听到这个词 第一时间感觉到 这个似乎很奇怪 电池内玩意还需要研发 不过随后 他便想到了什么 道 你说的是新材料 和新技术的电池 没错 于建涛的眼睛里 透出亮光 继续说着 他们团队之中有个天才 叫做秦亦凡 他对于这个领域 十分的执着 之前我曾经几次见过他 凭借他的能力 绝对可以 把实验室的数据商业化 他说的兴起 眼睛里都充满了激动 电池行业 可是目前最热门的行业之一 别的不说 每个人的手机所需要的电池 还有着电动车需要的电池 这些都是巨大的消耗量 我想见见他们 杨峰知道 自己需要见到他们的人 才能判断是否有前景 他可以通过眼睛 看出一个人的急凶 如果这项技术真的会成功 那秦亦凡等团队的身上 一定会有特殊的亮光出现 于建涛早就想好了 笑着道 他应该一会儿就到了 他的话音落下 此时在门口 已经走进来了一个 不到三十岁的男人 亦凡 这边 于建涛立刻跟男人打着招呼 秦亦凡朝着几个人走了过来 他穿着一身格子衬衫 全身很朴素 不过 即便是如此朴素的穿着 都掩盖不住他眉宇间 有几分的傲气 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杨峰 也是我读书时候最好的朋友 于建涛给秦亦凡介绍着 秦亦凡看了看杨峰 道 你好 他似乎并不擅长交流 说话有些许的停顿 杨峰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下 秦亦凡的身上 确实有一股特殊的财气和亮光 杨峰的眼睛可以趋及避凶 看秦亦凡的样子 就知道他将来大有可为 只是杨峰还发现 他的面向上有些许的黑气 这应该说明 他会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 秦亦凡看杨峰总沉默 才问道 你要投资 我听说 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技术 杨峰开口问着 秦亦凡点头 道 没错 是一个关于电池的新技术 可以跟我说说吗 杨峰问着 秦亦凡有些犹豫 看向了于建涛 他似乎还不太信任杨峰 于建涛笑着 道 说说无妨 嗯 秦亦凡点头 道 我们团队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 是关于电池的结构和材料创新 比如之前 在国外 曾经有人提出过三维电池结构 我们会在这个方向 进行极大的突破和变化 材料呢 在材料这方面 我已经有另外一个团队在开发 可能会走出 离子电池能量的理论限制 秦亦凡是搞技术的 跟杨峰侃侃而谈 十分的流畅 不过杨峰也听不懂 只是看着秦亦凡的模样 最终点点头道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朝气 不过我挺好奇 这个项目 为什么之前没有找到投资呢 他有些奇怪 这个项目应该非常不错 才对 秦亦凡说起这个 地下头道 国外有少数的一两家投资机构 愿意对我们进行投资 不过 我不想接受国外的投资 为什么 属于我们的技术 就应该留在这 秦亦凡高昂着头 听得出来 他有几分傲气 于建涛也在此时道 国内的许多公司 我也去问过了 但是他们觉得 商业化前景太过于渺茫 前期投入太大 而且对于我们的信任度不够 这个也是投资界常有的事情 投资人看不见商业化的前景 也看不到何时能挣钱 自然不可能大规模的投资 要知道 这可是一个大项目 最少需要投资在几亿以上 杨峰 这次的投资比之前要更大 前期最少需要五亿以上 后期可能也需要十个亿以上的投资 于建涛最终还是提醒着杨峰 他不知道杨峰究竟有多少钱 但是他知道 杨峰如果真的想投资 他一定可以找到这么多钱 杨峰在听到这话后 却陷入了沉默 十几亿的投资 这对任何人来说 都不会是一笔小钱 更何况 对于杨峰这种刚富起来没几天的人 杨峰沉默了许久 而桌旁的三个人 都在此时紧张地看着他 杨峰看了一眼外面 道 我答应给你投资 不过初期的五个亿 要一个月之后 他此言一出 在场的人脸色都猛背一变 尤其是秦亦凡 本来他都不抱以希望的 可杨峰这个看上去 并非富豪的人 竟然真的愿意投资这么多钱 你 你没有在开玩笑 秦亦凡不敢相信 小心翼翼的再问一次 杨峰笑了起来 道 当然没有 不过我有两个要求 你说 秦亦凡连忙道 我既然投资了 就要做最大的投资人 所以我要67%的股份 不过我可以承诺 在之后 我会把这些股份 作为股权激励 给心爱的人 杨峰直接说着 秦亦凡听了 有些犹豫 但还是道 但是你不能干涉 我们的决策 这时当然 我可以把投票权的 比重给你 杨峰说着 看向于建涛道 而且以后公司主要是 他在管理 虽然不知道你们的关系 不过我想你 对他应该是放心的吧 好 秦亦凡答应下来 杨峰点点头 继续道 第二个要求就是 我需要经常看看 你们的进度 我就是单纯的好奇 并不会催促 和干涉你们的研发 这个没有问题 秦亦凡爽快地答应 事实上 他都没有想到 竟然真的会有人 陪他们创业 如今杨峰提出的条件 正符合他们团队的想法 其实杨峰之所以说要看进度 就是怕他们遇到困难 而且可以肯定 这个项目一定会遇到困难 但杨峰可以通过看文件 趋吉避凶地看出 哪些地方不对 只要后续修改在正确的道路上 杨峰觉得这可能 就是自己投资之中 最关键的一步 不过旁边的赵竹威 看他的眼神 却已经有些梦了 这家伙 有十几个亿 赵竹威有些怀疑 他知道杨峰有钱 但是十几亿绝对没有 而一个月之后 就要拿出这些钱 实在是有些天方夜谈了 可杨峰此时却十分自信 跟二人说清楚细节之后 直接道 过两天我会先打一笔钱 到时候 我要去看你们的实验室 我一定会让你先看到 实验室内部进度的 秦亦凡激动地回答 他的心都在此时颤抖 这笔投资 直接就意味着 他们能不能这个项目 能不能继续下去 商定之后 于剑涛也对杨峰如此爽快 有些诧异 都敢投啊 眼看着时间过去了许久 秦亦凡还着急把这个消息 带回去给实验室的其他人 连忙道 能不能先回去 当然可以 谢谢 秦亦凡说着 站起身之后 又不忘记看向于剑涛道 也谢谢你 没事 本来就是为你们回来的 于剑涛笑起来 如此巨大的一个投资 杨峰如此快地敲定 随着秦亦凡离开 于剑涛在此时有些迟疑 又问了一次 杨峰 你真准备就这么投了 杨峰微笑 那有什么问题吗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 而且就连我也不敢保证 项目是否真的能成功的 于剑涛的心中惊骇 杨峰笑了起来 道 反正钱放在那 总得有个地方投资吗 既然这样 不如给他试试 他轻松的样子 让于剑涛和赵竹薇都梦了 我饿了 一会儿打算去找个地方吃饭 你要不要请客 杨峰突然开口 于剑涛翻了个白眼 道 你特别一个有钱人 还有脸让我请客 滚滚滚 这十几亿花完 老子已经负债累累了 杨峰轻松的样子 二人一边说 一边朝着外面走去 赵竹薇倒是一直跟在杨峰的旁边 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却又隐忍不言 几个人在外面吃了一顿饭之后 于剑涛也有时间离开了 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 杨峰跟赵竹薇走到了商场的一楼 商场内 此时证人来人往 今天是个周末 赵竹薇在旁边找到了的地方坐下 随后眼睛一直看着杨峰 你好像有事 杨峰奇怪地问着 赵竹薇点点头 又怀疑道 你从哪找十几块钱啊 从刚才赵竹薇就在想了 杨峰嘿嘿一笑 凑到他耳边小声道 你不是富婆吗 我才不是 赵竹薇嘟囔着 不过随后 他似乎反应过来什么 惊奇道 你该不是打算跟我爸借钱吧 这不是挺好的吗 反正 你爸应该挺有钱的 杨峰嘿嘿笑着 赵竹薇听了 倒是点点头道 对 你救了我爸 他借给你钱也是应该的 他似乎觉得这合情合理 要是赵国峰听见自己女儿 在外面说这种话 恐怕就该感叹 什么叫做胳膊肘往外拐了 不过杨峰似乎并没有再提这个 只是笑道 先回家吧 杨小师那丫头 只不准在家里折腾什么呢 可现在时间还早 赵竹薇起身 他的眼睛看了看 见到不远处 正开着一家抓娃娃机的店 要不咱们去抓娃娃吧 赵竹薇的眼睛蹭亮 杨峰刚要拒绝 赵竹薇就已经拉着他的胳膊 朝那边跑去 走了走了 快点去看看嘛 赵竹薇说着 已经拉着他到了抓娃娃机店内 此时的店内 人声鼎沸 十几台机器放在店里 各种玩法吸引着来逛商场的小情侣 此时的赵竹薇 已经换了二十块钱硬币 放到了娃娃机面前 问着 你玩过这个没有 没有 不过看别人玩过 杨峰看了一眼隔壁 隔壁也是一对二十来岁的小情侣 此时的青年一脸得意 跟对象吹嘘道 我以前抓娃娃可太厉害了 这种抓娃娃机 之前还抓上过最新款的手机 他嘚瑟的样子 也让他女朋友的眼睛里 都透露出期待的亮光 对比之下 赵竹薇已经开始投币 迫不及待地 开始抓起娃娃 他还是稍有些急性子 一块钱的硬币 可以抓一分钟 至于赵竹薇一进来这店里 其实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尤其是男生 看他在那玩 旁边不少人都在此时 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开始看着他 可赵竹薇哪研究过这个 只听见娃娃机启动的声音传来 还有着爪子不断松开 赵竹薇有些逗气了 马上又投入了一枚硬币 可接连完了五分钟 连一个最小的娃娃 没有加上来 这让他郁闷地转过头 发现旁边不少人 似乎都在憋笑 美女 要不我帮你抓一个吧 我可是个抓娃娃的高手 一个男的乐呵呵地打去着 赵竹薇压根不搭理他 只是看向杨风 鼓着腮帮子 赌气道 你帮我抓 我不会 杨风无奈地瘫瘫手 他在此时 看向旁边的小情侣 那青年花费了一枚硬币 就已经抓出了黄小鸭的玩偶 旁边的女孩顿时高兴了起来 上去狠狠地亲了一口青年 欢快道 宝子 你真厉害 他激动地抱着手里娃娃 青年被亲了一口 更加得意忘形 道 看我给你抓个里面的那部手机 真的 女孩一听 更加激动地 看着那娃娃机角落里 放着一台最新款的水果手机 那个价值最少可几千块钱 不过 其实那盒子里肯定加了配重 几乎可以说不可能有人能抓起来 但是眼前的青年却非要试试 赵竹威似乎见到别人的男朋友那么厉害 也有些郁闷 看向杨峰道 你真不会玩抓娃娃机啊 要不试试 西西 行 赵竹威立马给他投币 然后站在他旁边 但是与旁边的青年相比较 杨峰的抓娃娃技术就是灾难级的 一分钟很快过去 杨峰几次的操作 甚至连娃娃都没有提到半空就落下了 哥们 我看你还不如让你女朋友抓呢 你这属实有些浪费钱了 旁边的青年摇了摇头 在此时又投下了一杯硬币 他这次可真要挑战那个角落的手机了 店内的人越来越多 赵竹威在这里本就吸引人目光 尤其是看到杨峰抓娃娃如此业余 更是纷纷凑过来看热闹 再看旁边的青年 此时已经开始操纵着钩子 将手机盒给缓缓踢起来 有机会 他的女朋友已经双手抓紧 期待地看着抓娃娃机内部 可就在这盒子刚刚提到半空的时候 还是砰的一声落了回去 青年的脸上露出郁闷 又马上放下了一个硬币 他似乎就是杠上了 尤其是旁边有如此多人看着 他哪能服软 但他接连试了好几次之后 都以失败告终 大家也此时摇头 似乎失去了关注他的兴趣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杨峰突然发现了什么 跟赵竹威道 我也想试试抓手机 噗哧 此言一出 旁边的几个人先传来了吃笑声 这小子连娃娃机都玩不明白 还想上来就抓最贵的手机 听得出来赵竹威还是不想杨峰丢人 旁边的人也一脸羡慕 这小子真叹娘走了狗屎运 女朋友这么漂亮就算了 还善解人意 杨峰黑黑一笑 道没事 反正抓不上来也损失不大 那好吧 赵竹威又投了一枚硬币 杨峰的手放在摇杆上 似乎是动真格的了 可旁边玩娃娃机的老手 一眼就能看出来杨峰的业余 但杨峰在刚才就发现 自己能看见那手机盒的几个点 似乎就是破绽 他的眼睛本就特殊 根据他的预计 只要自己把爪子 放在手机盒上的那几个点位上 必然就能抓起这个东西 众人看着他的眼神 从一开始的打去 到之后逐渐变得严肃 就连赶过来看热闹的老板 都在此时感觉到不对劲 那看上去极其难抓的手机盒 竟然在此时被一点点的提上来 杨峰放慢速度 缓缓的手机盒朝着旁边提过去 此时在场的人都已经屏住了呼吸 框机 随着一个声音传来 手机竟然真的被抓出来了 哗 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这家伙怎么做到的 抓 抓娃娃机的天才 众人猛逼 赵竹威顿时激动抓住杨峰的胳膊 指着娃娃机里道 我要那个 那个娃娃 他对于刚才的手机似乎没有兴趣 指着里面的一个熊猫娃娃 杨峰点头 又将这个熊猫玩偶抓了出来 足有一米长的熊猫娃娃 在杨峰的面前似乎没有任何难度 随着熊猫娃娃拿出来之后 杨峰又嘀咕着 道 再给那丫头抓一个吧 一边说着 杨峰操纵着摇杆 毫不费力地又抓出了一个 现场有些沉默了 这些人呆呆看着杨峰抓娃娃的样子 这家伙扮猪吃老虎 跑这里进货来了 就连老板都在此时连忙走了上来 害怕地看着杨峰 只希望他手下留情 杨峰倒也没有再继续玩下去 二人在娃娃店出来的时候 已经一人抱着一个大娃娃 赵竹威高兴的样子 得意道 你刚才也太聪明了 那么快就能学会抓娃娃的诀窍 怪不得你这个年纪 医书那么厉害 似乎在这个时候 赵竹威才明白过来杨峰的厉害之处 杨峰瞥了他一眼 道 我救你爸的时候 不过是运气好 才不是运气 那医生都说 你那是神护气神了 赵竹威说着 突然又道 对了 你上次说救的那个林景华 是不是那个林雪的爷爷 嗯 咋了 杨峰奇怪地问着 赵竹威突然在此时停下脚步 他的眼中有些计较 一直盯着杨峰道 你说他会不会为了感激你 然后对你以身相许啊 不吃 杨峰差点没摔地上 赵竹威却更加认真 语气中略带几分怀疑 道 那他要是以身相许的话 你该不会真的答应吗 你把我当成傻人了 杨峰翻了个白眼 吴语道 现代社会 哪还有神经病一感动 就对人以身相许的 那不是脑子有坑吗 你 赵竹威一听 脸色气得铁青 随后冷哼一声 朝着扭头离开 诶 你去哪 等等我啦 杨峰快步地想要追上去 不过 就在刚跑了没两步 赵竹威突然在一个奶茶店面前停下脚步 似乎是看到了熟人 杨峰好不容易追上来 奇怪道 你咋了 你看 赵竹威看了一眼前面 此时在前面的奶茶店 有着一个员工正在忙碌 而那个人 他认识 杨峰也认识 正是之前见过的江敏 杨峰的表情 微微有些变化 此时的江敏刚在工作 同事正好在此时从里面回来 跟他道 江敏 刚才抓娃娃机店里出了个新闻 来了个特别厉害的男的 把水果手机都给抓走了 真的假的 那个不是不可能被抓起来的东西吗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那个人不仅抓到了水果手机 而且随手就送给旁边的人了 他跟女朋友 就只拿带了俩娃娃出门 一看就是有钱来体验生活的 同事的眼中 有些花痴的目光 不过就在此时 他似乎也注意到了 不远处的杨峰和赵竹威 连忙指着二人道 快看快看 就是那边的两个人 啊 江敏刚刚应付完客人 朝着远处看去 当他看见杨峰的时候 脸色顿时在此时变了 紧接着 他连忙扭过头 装作没有看到的模样 生怕被杨峰发现 他的心中又愤痕 又嫉妒 本来 在旁边有钱的那个女人 应该是自己 可自己却 杨峰也没有上去打招呼 而是拍了一下赵竹威道 别看了 走吧 哦 赵竹威答应一声 他看了看杨峰 奇怪道 你好像跟他认识很久了 认识了三四年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劈腿 看过几次电影 杨峰摇头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赵竹威黑黑笑着道 没想到你还挺纯洁的嘛 那我原谅你了 原谅我什么 杨峰有些奇怪 自己刚才做错什么了 赵竹威咧嘴一笑 道 算了 跟你个木头说不明白 不过我看他 好像挺落魄的 富二代又不是傻子 腻了就换人 这个道理 男人都明白 杨峰平静的表情 赵竹威不满 道 胡说 我也明白 因为你也是富二代 杨峰摊摊手 他脑海中想起了一句话 女人总是会被骗 而且是被同一个套路 恶辞不疲地欺骗 因为他们的要求 往往只有骗子能够满足 一边想着 二人也到了停车场 就在此时 一个惊喜的声音叫住了杨峰 杨先生 您回来江城了 这个声音 让杨峰回过头看去 发现是之前见过一次的向盛辉 此时的向盛辉 一如既往的意气风发 走到杨峰面前 谦逊地打招呼 杨峰也笑了起来 道 是你呀 真巧 不过很快 他反应过来 向盛辉刚才说自己回来江城 这说明他前段时间找过自己 我正准备去一个拍卖会赶场 杨先生有兴趣一起去吗 向盛辉询问着 杨峰有些疑惑 道 我最近没有听说 江城有什么大拍卖会啊 是一个临时的拍卖会 据说主办方是从京城来的 目前只邀请了一些业内的人 我也是偶然受到邀请 向盛辉解释着 杨峰点头 道 听你这个话中 似乎找我有事 这个 确实有一件事情 想要找杨先生帮忙 向盛辉的表情有些为难 杨峰虽然跟他不熟 却也知道此人背后不简单 爽快道 你可以直说 如果能做到的话 一定尽力而为 是这样的 我收到了一批货 但是却遇到了些许的麻烦 我本想让你帮我鉴定一下 可听说你不在江城 向盛辉无奈 道 这个事情容我们回头再说 一会儿要去拍卖会了 杨先生是否要一起同行 嗯 我正有此意 杨峰的爱好就是在拍卖会简陋 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紧接着 他问着旁边的赵竹威 你也一起去 我一会儿还要回家看我爸呢 那你等会开我车回去吧 顺便帮我把娃娃带走 嘿 行 赵竹威爽快地答应下来 看着他离开 向盛辉有些好奇 道 杨先生跟赵小姐十分相熟 嗯 算是很好的朋友 怪不得呢 我听说前段时间赵小姐被绑架了 是杨先生救的 向盛辉的语气淡然 杨峰的表情有些凝固 有些耐人寻味地说着 向先生的消息也很灵通 哈哈 杨先生如今 在古玩圈如此有明显 我自然是知道一些 向盛辉笑着 打开车门道 坐我的车去吧 二人没有再多说 车在此时开到了江城的大礼堂门口 这次的拍卖会就在礼堂内 此时门口已经人来人往 看上去飞富即贵 向盛辉跟杨峰一边朝里面走去 一边道 我听说杨先生也准备开一个古玩交易公司 如果到时候有好的东西 可一定要通知我啊 我倒是不知道 对于你来说 什么样的才是好东西 杨峰的话带着几分其他的意味 他记得很清楚 第一次见到向盛辉的时候 他所购买的古玩 大部分都有着那种特殊的灵气 这说明向盛辉是收集灵气的人 而并非是一个古董商 向盛辉似乎也明白杨峰的意思 微笑道 杨先生也不简单吗 看来我真是找对人了 哦 等拍卖会结束 我希望杨先生能帮我看看 我买的那些古玩 至于等会吗 向盛辉目光看向礼堂内 颇为神秘的道 今天这里可是有个重量级的东西出现 杨峰听到重量级三个字 就感觉到这拍卖品不简单 要知道向盛辉可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看来是一位古代的大文豪所留下的东西 杨峰问着 向盛辉摇头 道 他应该要比大文豪高几个档次 哦 杨峰真有些期待了 二人一起走进礼堂 此时礼堂内的拍卖会现场 几排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 杨峰在向盛辉的带领下 坐到了第一排 看着拍卖会即将在六点半开始 此时的杨峰看着四周 在这里他竟然还见到了不少熟人 其中就有他刚赌试时候认识的老板 顾永贵 只是他坐的位置非常的靠后 顾永贵也在此时发现了杨峰 连忙拿出手机给他发个信息问号 杨峰跟他打了个招呼之后 便看着拍卖会的开始 等他再看向旁边的向盛辉 发现后者此时 从手上拿出一个特殊的玉佩 这个玉佩的颜色通体透白 宛若玻璃 在玉佩表面雕刻着一个古字符 杨峰第一次见到如此奇怪的东西 下意识地用眼睛仔细看了看 他发现这个玉佩透出一股特殊的灵气 跟普通的玉石截然不同 只是不知道 这特殊的灵气是来源于玉佩材料 还是那上面雕刻的古字符 不容他多想 第一件古丸已经在此时上来 是一件青铜器 不过此时的向盛辉看了一眼玉佩 并没有要拍这件物品的意思 杨峰感觉有些奇怪 不知道这个玉佩的作用 随着拍卖会继续进行 杨峰也并没有找到适合简陋的东西 不过就在此时 一件来自明朝时期的古画 却是吸引了向盛辉的注意力 他手中这块特殊的玉佩 在见到古画出来之后 竟然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即便是这个光亮十分微弱 但还是逃不过杨峰的眼睛 他立刻朝着那张古画看去 不出所料 这张古画上带着灵气 这是一个检测灵气的工具 杨峰看着向盛辉 向盛辉早就猜到了杨峰会看出来 笑着道 杨先生果然不凡 一边说着 他开始举起牌子 直接出价两百万 而这个古画盯着的人不少 竞争十分的激烈 可是向盛辉却十分坚决 即便是价格加到了千万 还是在继续交价 其他人也终于在此时逐渐的放弃 向盛辉如愿地买到了 自己想要的古画 他在此时看向旁边的杨峰 却发现后者的表情并不如何认可 我似乎买亏了 向盛辉问着 杨峰点头 这幅画最高也就五百万的价值 但对于你来说 应该不止这个价吧 是的 我非常需要他 有个重量级的东西会拿出来拍卖 我想知道是什么 我想应该快出来了吧 向盛辉看向了拍卖台 杨峰其实很想用透视眼看看 那后台到底还放着什么 不过想到既然是来拍卖会了 还是应该给自己留一些神秘感 可随着下一件拍卖品端上来的时候 杨峰的表情却微微有些变化了 因为即便是没有揭开红布 他都感觉到那里面传来了一阵极其强的亮光 而这个亮光超过了他之前所见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的价值最少在八千万以上 可让他意外的是 随着红布揭开 里面只是一张卷幅画 这张画摊开 大约有三米长 一米宽 上面是非常漂亮的山水画 还有一首诗 可奇怪的是并没有落款 要知道 古代大家画画 一定会在上面留下自己的盖章 甚至于还有后人 喜欢在别人的作品上盖章 可这幅画不仅没有盖章 而且许多地方干净的不像画 拍卖师在此时介绍道 目前我们只知道这张画 来自于宋朝 保存的十分完整 是一位先生的传家宝 经过我们的鉴定 虽然没有留下任何的信息 十分的精妙 所以开价一百万 拍卖师给众人介绍 不过在场的人都没有说话 就连旁边的像圣辉 都一直沉默 杨峰发现他的那个玉石 并非是百分百能鉴定出来 因为这张画上分明 有极其浓郁的灵气 甚至带着几分帝王气 可是像圣辉的玉石 却并没有感应到 我出一百一十万 杨峰在此时开口 他出价买这么个东西 让大家有些吃惊 要知道 这就是个没落款的三无产品 至于所谓的画工欣赏 杨峰这似乎要当大渊种的样子 就连旁边的像圣辉都有些意外 问道 杨先生看出端倪了 或许吧 但是我这个人 比较喜欢欣赏一些古画 原来如此 像圣辉知道 杨峰的眼光不会错 但是他也很守规矩 并没有要跟杨峰抢这幅画 而这幅画 似乎也没人有要跟他抢的意思 不过对于所有人而言 更重要的 其实是接下来的这件拍卖品 片刻后 杨峰感觉到众人 似乎都在此时认真了起来 这让他也不禁有些好奇 各位 接下去拍卖的 将会是本拍卖会最后一件物品 拍卖师在此时故作神秘 缓缓地揭开红布 众人朝真的桌上看去 正是一张极其华丽的书法 上面还有七八个红色的印章 来自历史上的各个年代 这说明在之前 已经有足够多的人认可过这书法 这是来自华夏文坛上 被称之为书胜的王羲之书法 拍卖师的语调提高 顿时让众人的情绪也调动起来 像圣辉的那块玉石 也在此时发出了光亮 这书法的名字叫做青山贴 是我们从国外 一个顶级华人收藏家的手中寻得 而他因为年老 希望如此作品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所以才特意拿出来拍卖 拍卖师深吸一口气 他的每一句介绍 都让人心愿意马 要知道 这可是书胜的临摹本 王羲之就是那个 写出天下第一行书 蓝亭旭的作者 他的作品岂能频繁 随着拍卖师的介绍结束 他终于在此时缓缓地开口 话音刚落 近拍的声音便此起彼伏 现场几乎热闹得如同菜市场 不过在他们热闹之时 杨峰的脸上却多了几分疑惑 这真是王羲之的作品 杨峰自言自语地嘀咕着 他没有见过王羲之的作品 不过杨峰却见过之前 李白的临摹作品 虽然王羲之可能不如李白 在历史上那么的出彩 但也绝对是 华夏文坛的浓重一笔 这种称之为殊胜的人 其作品怎么可能 只有这么微弱的灵气 杨峰用眼睛打亮了一番 发现这幅作品的亮光 也十分的一般 真正的价值 顶多就在一千万以上 怎么回事 杨峰思索了片刻 他倒是想要用铜术 回溯一下 可是他距离这拍卖品太远 回溯用不上 再看旁边的向盛辉 已经在此时准备又一次出嫁 一个亿 向盛辉开口了 杨峰由于片刻 还是小声提醒到 不要买 他虽然不知道 向盛辉是什么人 但是总觉得这个家伙 并不像是个坏人 所以还是好心出口提醒 向盛辉刚出完架 就听杨峰如此说 很是奇怪道 杨先生 这有什么问题吗 他不理解 不过他的一个一出嫁 很快就被其他人盖过去了 杨峰也在此时才道 这个不像是王羲之的作品 啊 向盛辉有些梦了 他的玉石 分明感觉到了灵气 而且上面有那么多 历朝历代收藏家的印章 又经过了现代大师的鉴定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杨峰摇头 道 这个字不是王羲之的 不太具备购买的价值 他提醒着向盛辉 严禁于此 杨峰也没有再多说 剩下的就看向盛辉 自己选择了 此时的向盛辉有些犹豫了 他这一次 就是冲着这个来的 但是杨峰却让自己放弃 在他做心理斗争的时候 出嫁也逐渐到了天花板 1.6亿 又是一个人给出了价格 剩下的人都陷入了沉默 向盛辉看向杨峰 最终还是道 杨先生 我相信您 他的话 让杨峰点了点头 不过 就在此时 在后排却传来了个年轻人高亢的声音 一个这么假的玩意 能卖出如此天价 看来江城的拍卖会 也就这个水平了 这个青年的声音 顿时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 众人纷纷朝着他看去 发现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 此时脸上带着玩味的笑容 小子 你胡说什么 一个人不满的怒斥 他们都不知道 这个混小子是哪来的 就连杨峰都惊奇 不过他惊奇的 并非这人的胆大 而是这人 竟然也能认出来这东西的虚假 青年站起身 我叫刘毅 他平静的一句话 却让在场不少人倒吸一口凉起 他们都听过这个名字 就连向盛辉都惊奇 道 他就是刘毅 怎么 这个人很出名吗 杨峰奇怪地问着 向盛辉没想到 杨峰竟然不知 小声道 这可是个狠角色 是京城刘家的少爷 据说从小跟鬼手修行 对于古玩字画 这些的鉴定是一绝 前段时间 已经连续踢了几家拍卖会的管子了 杨峰没想到 还有这样的人 再看此时的刘毅 他满脸遗憾 讽刺道 真可惜啊 整个江城都是一堆假货泛滥 还有你们这帮叫嫁的人 老是如此上当 我实在于心不忍 他的表情中 故意带着几分痛惜 似乎都心疼在场开架的人 此时的拍卖师 已经有些老脸挂不住了 而在后台处 此时更是冲出了一个老者 对着他愤怒道 小子 你给我住嘴 这个老者 就是这幅王羲之书法的主人 他本想这东西找个好买主 没想到 出来刘毅这么个 胡说八道的混小子 刘毅看了他一眼 打拒道 怎么 被揭穿了 气急败坏 你 你 老人气急 道 那你倒是说说 我这张画 哪里错了 这画 也是拍卖会现场 几十个人想要听的 刘毅微笑地走到拍卖台旁 看了一眼桌上的字画 道 看来你并非是坏 就是单纯的 自己都认不出来啊 你什么意思 这幅书法 虽然模仿得非常相似 但是非常可惜 假的就是假的 刘毅微笑 道 看上面的盖章 有明朝的收藏家 再到清朝的盖章 不过你们 似乎都没有了解过 这些收藏家的盖章爱好 我自然是认识他们 他们都是历史上的收藏大家 可你知道 他们并非王羲之的爱好者 反倒是在史书中 他们经常谈论的 是另外一个名字吗 刘毅反问着 在场的人还是不解 刘毅摇头 满脸失望道 看来你们 是真的不知道 他们经常谈论的 那个书法家 名字叫做冯承素 什么 此言一出 众人脸色猛的一惊 他们何尝不认识冯承素 那可是唐代临摹高手 而且 蓝婷旭 就是他所临摹出来的 莫非刘毅这话的意思是 在场的人突然心脏骤停 意识到了什么 刘毅露出了笑容 道 没错 这个书法 其实就是冯承素写的 但是在写的时候 模仿了王羲之的风格 最终又通过后人的临摹流传下来 你 那些印章 都是历代收藏家 给冯承素盖的 他们早就看出 这不是王羲之的书法了 如果不信 你们可以再好好比对一下 二人的笔迹 还有就是 这幅书法中的诗歌 也绝不是王羲之的风格 刘毅的话斩钉截铁 让在场的众人 纷纷拿出了手机图片 寻找起了王羲之 和冯承素的笔迹 不对比不知道 如此一对比 他们竟真觉得这个东西 更加接近冯承素的风格 而不是王羲之 这小子说的 是真的 几个亡谷字画的大师 在此时有些不可思议 这小子真有狂的资本啊 刘毅并没有理会 众人对自己的吹嘘 他的眼神 在此时看向了 坐在前排的杨峰 小子 你好像跟他们不一样 刘毅的眼睛里 闪烁着金光 杨峰突然被点名 有些无奈道 你认识我 不认识 但你是这里唯一一个 认出来 这不是王羲之书法的人 刘毅的话 赫然让众人大惊 除了刘毅之外 竟然还有人有如此眼光 他们看向杨峰 发现他与刘毅不同 这个青年十分的内敬 不过运气而已 杨峰平静地回答 刘毅不信 因为他在后排听的真切 盛气凌人地问道 你的师父是谁 应该不会是 岌岌无名之辈吧 这话 不仅是刘毅想知道 就连在场一部分 认识杨峰的人 也早就想问了 杨峰的出现 实在是太过于神秘了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竟然就结识了 江城的几个大家族 而且还创建起了 现在如日中天的 翡翠交易公司 不过杨峰 似乎并没有打算回答 而是坦坦首道 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 我对你也没什么兴趣 说完 他便起身 旁边的向盛辉 也在此时动身 刘毅有些生气 叫住他道 你要逃吗 嗯 杨峰的眉头一皱 刘毅冷哼一声道 我前段时间 看过你们的健保大会了 不过是一帮酒囊饭袋 中途被人用大量宴品 骗了还浑然不知 真是可笑 哗 此话一出 现场一片哗然 在场的人都是鼓玩圈的 哪有不知道 剑宝大会的道理 可刘毅竟然说 剑宝大会的评委 被人骗了 杨峰终于在此时 有些认真了起来 道 那些东西 是你让人送过来的 哼 你也太小瞧我了 刘毅冷笑一声 杨峰不解 道是旁边的向盛辉 在此时解释道 杨先生可能有所不知 他的师父鬼手 不仅是古玩界的传奇人物 也是一个真正的造假高手 据说鬼手所造假的东西 目前在市面上 还有流行 根本没人能辨别 小子 明白鬼手这两个字的含金量了吗 刘毅高昂着头 道 若是我造假 就凭他们这些人 也配看得出来 他狂妄的样子 却是让在场不少人陷入沉默 毕竟鬼手在这个圈子的名声 实在是太大了 可杨峰听了 却不以为然道 知道你特别厉害了 但是这个又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 刘毅没想到杨峰 竟然不理回自己的挑衅 古玩圈还有这样的懦夫 反倒是 一直在旁边的陆金红 终于在此时站出来 开口道 年轻人 你说话 未免有些太猖狂了 杨峰刚才没注意 现在才发现陆金红 竟然也在这拍卖会内 不过 想到他是圈内的大楼 便也没什么意外的 刘毅看了一眼陆金红 摇头道 我记得健保大会里 你就是评审之一吧 是又如何 所以说你酒囊饭带了 刘毅叹了口气 道 我师父说过了 江城没有几个高人 除了龙怀鲁和聂丘宁 至于你吗 我又如何 陆金红冷哼一声 你难道没认出来吗 刘毅笑了起来 他的脸上多了几分讥笑 陆金红意识到 事情不对劲 怀疑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看来 你还真的不知道 就在刚才的拍卖品中 有一件 我几年前的做小玩意 不过很可惜的是 你们这些大师 到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发现呢 刘毅的话 顿时引爆了在场的气氛 开什么玩笑 这小子说的 不会是真的吧 妈的 我刚刚才拍下过东西 可别是我买的那个青铜器 现场有些混乱起来 主办方和在场的 几个健保大师 也表情难堪 这小子太狂妄了 可他们回忆起来 竟然真的不知道 哪一件东西有问题 不如我给你们一些时间 让你们去好好地检查检查 刘毅自信满满的表情 众人的脸色更加不好看了 陆金红几个专家 几乎同时走到了拍卖台上 他们真的想要看看 是否真有造假的东西 流入拍卖会 随着一件件刚才的拍卖品 在此时被拿出来 放在一张长桌上 几个大师 在此时轮流看了起来 面对这个踢馆的刘毅 他们若是真的找不到 那个纺织品 恐怕不仅是 这个拍卖会信誉崩塌 就连他们江城的古玩圈 也要因此颜面扫地 杨峰倒是没有凑上去 他只是平静地坐在那 等待着他们检查完之后 把自己拍下的东西交易完成 不远处的刘毅 似乎注意到了杨峰的模样 不高兴道 怎么 你还在那不说话 装高手 我只是在等我买的东西 什么时候能给我 杨峰刚才买的东西 价值可最少八千万 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 但是杨峰回去用溯源看一下 就知道了 就在他等待的时候 陆金红几个古玩圈内的专业人员 在此时却已经额头冒汗了 一个四十多岁的专业人员 终于忍不住 抬起头看向了刘毅 冷声道 你该不会是耍我们吧 他这话 赫然就把几个人的想法 给说了出来 因为在这一堆东西中 他们并没有发现 哪个是造假的东西 其他人也在此时反应过来 冷声道 这小子虽然是鬼手的徒弟 但不管怎么说 也就这个年纪 不可能学到鬼手的全部本事 就是啊 他就是单纯来捣乱的 这里哪有什么厌品 另外一个人也在此时开口 刘毅听着几个人的话 脸上得意之色越深 看来 果然是一帮酒囊饭袋 我师父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他的话 似乎故意刺痛众人 杨峰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一会儿向盛辉还有事情 找自己帮忙 而在之后 自己还要回家 实在是没有时间 再继续浪费了 他站起身 对着拍卖会的主办人道 老板 能不能先把我的东西给我 我之后还有事情 这 主办人的表情为难 陆金红也在此时道 杨先生 若是这小子说的是真的 万一这里面的厌品 就是你买的那个 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啊 听得出来 这场拍卖会 有些被搅黄了 刘毅也是自明得意 道 如果你们愿意 承认自己不行的话 我倒是可以告诉你们 哪件东西 是我几年前做的小玩意 他就是故意来踢馆的 杨峰没有时间浪费 看了一眼之后 走到了一个 三足金蝉的面前 这个东西 摔碎了就知道了 杨峰随口说着 他的话 让刘毅的笑容戛然而止 陆金红似乎明白过来 当即把这个三足金蝉 摔在地上 随着外面的一层被摔碎 金蝉的内部 竟真的有个特殊的小印记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所有人不可思议地 看着眼前的杨峰 这家伙 什么时候看出来的 要知道那可是刚才 那么多专业人员 近距离研究都没看出来 而杨峰甚至没有拿起来过 就能做出判断 你 怎么认出来的 刘毅不可思议地看着杨峰 杨峰没有理会他的挑衅 平静问道 现在可以继续交易了吗 他开口说话 才让众人清醒了一些 主办方也是在此时连忙道 杨先生 您 您刚才拍的是 诺 这个山水图 杨峰指了指其中一个 主办方连忙安排人去交易 杨峰站在这略微等待 可旁边的刘毅见 杨峰不搭理自己 更加生气 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到底有事没事 杨峰没好气地回答 刘毅看着眼前的杨峰 他比自己大一些的样子 可是其能力绝对不输给自己 你 刘毅气急 最后指着杨峰 道 我要挑战你 这句话带着坚决 众人都在此时猛了 刘毅这是摆明的 要跟杨峰奋出高下 古玩圈内 这种挑战 其实不过就是辨别真伪的能力 其中还有造假的能力 刘毅作为鬼手的徒弟 还有刚才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绝对是不容小觑 可杨峰 众人都不知道杨峰到底是什么人 不过杨峰却并没有要接受挑衅 二十道 我没兴趣玩这么无聊的事情 他平静地说完 便朝着后台走去 你想要逃跑吗 喂喂 你必须跟我比一场 刘毅跟在后面 一直嚷嚷着 但杨峰就是不理会他 随着古话到手之后 杨峰便跟向盛辉离开了这里 刘毅倒是想要跟上去 可杨峰根本不理会他 这让他也十分无奈 上了车 杨峰坐在后排 向盛辉一边开车 一边眼睛蹭亮 杨先生刚才漏了一手 确实让我开眼了 之前一直都只是传闻 杨先生的健保能力 如今看来果然不虚 他回想起刚才杨峰的模样 这人似乎从之前 就已经知道 三足精缠是假的 只是并没有开口 我也是今天才 见到水平这么高的验品 能力确实不一般 恐怕市场上的假货不少 杨峰回想起来的时候 其实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刚才那个东西虽然是验品 但是作为一件验品 其价值竟然高达十万以上 要知道杨峰的眼睛所看见的 可是一个东西的真实价值 也就是说 刘毅的作假手法 都已经赶上了一部分真古玩的价格 更何况 还有他师父鬼手 如今看来 这个圈子内的验品 可真的不少啊 向盛辉见杨峰感叹 笑着道 我看杨先生肯定不会输给他 刚才他既然挑战你 为何不干脆答应了呢 还能博得名声 我不是喜欢出名的人 更何况 我也代表不了江城的古玩圈 贸然答应容易 给这个圈子抹黑 杨峰平静地回答 心中不仅有几分佩服 年纪轻轻 竟然就有如此沉稳的心性 而且他的能力 深不见底 恐怕就连自己知道的 都只是冰山一角 对了 你说要让我帮忙 到底是什么事情 杨峰提起了正事 向盛辉说起这个 便笑着道 我想杨先生应该也注意到了 我有个玉石 可以鉴定出一部分古玩 附带的特殊灵器 我看到了 但是这玉石的准确率 并没有那么高 也就能达到一半左右 再加上我这些天 在全国各地奔走收购 其中却有一些东西 让我无法判断其价值 所以想要让您帮我看看 向盛辉说起来 也是无奈 他背后的人给了钱 让他负责出面收购 带有灵器的古玩 但是最近的产出 却越来越低 消耗的金钱越来越多 所以他现在需要卖掉一部分 对他而言 没有价值的古玩 只是向盛辉不知道 这些古玩的价值和背景 所以才需要杨峰帮他分辨 哪些是可以卖的 杨峰的表情 在此时略显沉寂 他抬起头 看向了向盛辉道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因为超能调查局的人找过你 那天很凑巧我就看见了 向盛辉微笑道 我想杨先生的师父 定然是个奇人 不仅教会了 你古玩的辨别之术 肯定也是个超能力者 他的眼中有几分羡慕 说实话 当初我也想要当一个 如同你这样的人 只可惜后面没有被选上 好在现在 还能在这个圈子私混下去 也算了以继位了 向盛辉感慨 杨峰知道他只是个普通人 但还是好奇到 你究竟在给什么人做事 这个嘛 就如同杨先生不能提起师父一样 我也不能提起这个 那可以告诉我 你要灵气做什么吗 杨峰问出了自己 一直最关心的问题 如今好像全世界 都有特殊的组织 在秘密地 收集这些古玩上的灵气 但杨峰至今不知道 他们要这些灵气何用 向盛辉没想到杨峰会问这个 便知道他设事不深 才到 分成好像总是这个世界 永恒的主题 灵气就是这个世界的军备竞赛 他们需要灵气作为实力 甚至是变成武器 他们 我不能再多说了 否则回头容易招惹麻烦 但杨先生若是真感兴趣 可以问问你调查局的朋友 我想 他们应该可以告诉你 向盛辉没有再继续说 杨峰回想起来 自己之前遇到的那几个人 似乎都是有运用灵气的痕迹 但是他们的灵气博杂 跟自己的纯净灵气 根本无法相比较 莫非他们也需要 靠这些灵气变强 可看上去 他们好像并不能 直接吸收灵气 似乎还有其他的作用 心中疑惑 但杨峰也没有直接说出来 车在一个酒店门口停下 杨峰帮了向盛辉这个忙 奋减出一部分没有灵气 亦或者是灵气雷弱 而价值昂贵的古玩 随着晚上十点多 杨峰才从酒店走出来 而向盛辉跟在后面 感激道 很感谢杨先生 今天愿意帮我这个忙 如果以后有用的找我的地方 欢迎您随时找我 一边说着 向盛辉给杨峰 递过了一张黑色的名片 这也代表 他没有再跟杨峰 隐藏自己的身份 杨峰接过名片 看着上面的介绍 黄林资本的董事 杨峰似乎听过这个投资公司 向盛辉微笑 若是杨先生 以后投资遇到困难 可以随时打我的电话 谢谢 杨峰收下了名片 离开了这里 此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 回到家中 此时的家里并不宁静 还能听见杨小师房间里 传来键盘的声音 杨峰打开他的房间门 此时房间的灯开着 他已经换上了 顶配的电脑配置和外设 可却见他此时满脸愁容 赵主委给你换的 不是彩色电视机吗 怎么这屏幕 一直显示黑白画面啊 杨峰的声音 从背后悠悠传来 杨小师这才反应过来 杨峰回来了 惊喜地转过头 随后 他又郁闷地鼓着腮帮子道 不准嘲讽我 我打成这样 已经很厉害了 行行行 你厉害你厉害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明天你又该起不来了 杨峰无奈说着 杨小师撇撇嘴 道 我又不上班 也不上学 等困了再说 他一边说着 又开始继续打起了游戏 杨峰无奈 看着凌乱的房间 只能先帮他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也是在此时 游戏内基地爆炸的声音传来 啊 我的竞技赛又失败了 杨小师郁闷地抓狂 他转过头 发现杨峰正在那收着垃圾 准备出门 哥 我饿了 杨小师马上又可怜兮兮的样子 杨峰无奈 道 想吃什么 兮兮 我要吃面条 那就出房间再吃 哦 杨小师有些不太情愿 谁也不会想到 在外面一向以开朗可爱 积极乐观的杨小师 到了家中 竟然会是这宅女和慵懒的模样 杨峰给妹妹弄了的夜宵 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 问道 你没吃晚饭 没有 下午的时候再打PS4 晚上我又得去匡复汉室 到刚才终于有空把晋级赛打了 但是一把没赢 杨小师嘟囔着 杨峰有些无奈的表情 道 那你副业呢 副业 什么副业 你不是说在网络上写小说吗 我 啊 我想起来了 我的小说今天还没更新 杨小师猛地跳了起来 朝着房间里冲去 杨峰看着他一惊一乍的样子 跟着进了房间 还好这丫头今天有存稿 杨峰叹了口气 道 反正你假期很长 非要在这几天玩干啥 休息两天不行吗 不行 这些游戏我都买了 要是我不挨个玩的话 他们在仓库里肯定会偷偷哭泣的 我得照顾他们的感受 杨小师的语气坚定 随后他又想起来什么 道 对了 哥你以前是不是也会玩撸啊撸 很久没玩了 咋了 哥 要不你帮我打一巨人机吧 我今天还没拿手上呢 杨小师一边说着 已经在旁边拿出手机 道 我今天还有个手机游戏 没有收菜呢 你还真忙啊 忙是肯定忙一点的 但是想到游戏们的心情 我苦点累点 又算得了什么 杨小师一边说着 已经拿出手机 在那专心研究其他游戏了 杨峰摇头 坐在了电脑桌面前 他其实已经许久 没有打撸啊撸这款游戏了 当了射处之后 就没有太多的时间休闲 如今在看到这个熟悉的界面 他的心中还是有些感慨 当年自己大学的时候 一个宿舍开黑的场景 历历在目 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杨峰想起来曾经的大学室友 那几个人 都是他曾经最铁的朋友 可后面天南地北的 就很少联系了 哥 快点帮我打巨人机拿手上吗 杨小师提醒着 他如此一说 杨峰也才清醒过来 客户端的界面改变了许多 杨峰找到了个模式开始匹配 人还是不少 才几秒钟就进了游戏 不过刚进去游戏 杨峰就感觉到坏了 自己好像开的是一场排位赛 他早就认不清 现在的英雄头像了 不过 既然已经进来了 杨峰便也就选了个 自己曾经最喜欢的大概轮 随着进入游戏 杨峰看到游戏内的场景 买了个出门装走到了线上 对手埋伏 他第一波吃亏 直接残血回家 紧接着 对手竟然还发来了个 嘲讽的跳舞动作 杨峰的表情心态发生了变化 敢特么嘲讽我 杨峰来脾气了 当初自己虽然不算是高手 但好歹也是曾经上过白金的人 他开始认真了起来 不过这不认真不要紧 杨峰一认真起来 眼睛便宛若收到 只是一般 开始分析着游戏 他看着游戏内的人物动作 在这个瞬间放慢了十倍速 他的对手 想要在此时用技能上来偷袭 可杨峰却一眼看穿 眼看着对手上来 杨峰打出了这个游戏最重要的技术 拉扯 对手的技能几乎一个都中不了 而杨峰却能靠着多五十码的攻击距离 完美地拉扯着游戏内的对手 再加上他如今过目不忘的记忆力 小地图上只要有风吹草动 就能直接记住 爱游戏的小师已经超神了 屏幕显示着荣誉 游戏里刚开始不到十分钟 就传来了超神声音 杨小师觉得杨峰再打人机 便也没有多想 等他手机游戏收完菜之后 走到电脑旁边 调侃着自己老哥道 哥 你是不是太久 没玩游戏变菜了呀 打个人机 怎么打这么久 一边说着 他发现自己的老哥 已经造成二十多个击杀 并且一次都没有死亡 再看对面的玩家 此时似乎对杨峰还不服气 正在塔下跳舞 人机也会跳舞 人机还会亮标 哇 这个人机怎么还会躲在塔下 不对 这是排位赛 杨小师突然猛地反应了过来 随着杨峰最后推掉了基地 他的脸上多了几分得意 小样 还敢嘲讽我们 丰田村第一上单 杨峰得意的表情 等他转过头之后 才发现杨小师正在那 睁着水灵灵的眼睛 猛逼地看着自己 杨峰这才反应过来 干咳一声 道 低调 低调 哇 哥 你太厉害了 杨小师上前紧紧地 给了杨峰一个熊抱 直到杨峰喘不过气 才见他松开 随后用期待和渴望的目光 看着他 杨峰的脸色一沉 他突然意识到 这丫头想要干什么 哥 我可是你唯一的妹妹啊 杨小师可怜兮兮的表情 杨峰的表情更加无语 道 我知道 你应该不忍心看着你可爱的 唯一的妹妹 一直在白金段位上 不去分吧 我也想看看 钻石分段的风景啊 杨小师语气带着几分哭诉 杨峰翻了个白眼 道 能不能好好说话 不 我对我最亲爱的哥哥 就得这么说话 我 闭嘴 说人话 哦 杨小师立马停下表演 嘻嘻笑道 我还差三局就能钻石了 你帮我打一下好不好 你非要上份 找别人帮你打不是一样的吗 杨峰有些无奈 杨小师提起这个 还一脸正义的表情道 才不要 找带恋那是不道德的 那我帮你打 跟带恋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了 你帮我上份 我在旁边给你端茶道水上buff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上份 也有我一半的功劳 而且再加上 因为这个号是我的 所以我应该占六成功劳 四手五入的话 就等于我自己打的 杨小师阵阵有词 杨峰的表情 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丫头为了上份 直接杀死了数学界 可眼看着杨小师那可爱的脸颊 可聊祈求的表情 杨峰从小便有些吃不住这套 行 我答应你 不过明天再说 今天我要睡觉了 没事没事 跟你去养精蓄锐 杨小师连忙说着 杨峰无奈 他拿这个网瘾少女 实在是没有办法 走到房间门口的时候 还不忘记提醒道 对了 你也早点睡 别天天熬夜了 知道了知道了 等我照顾完最后一个游戏 我就睡觉 杨峰头一次听人把打游戏 说得如此煽情和正义 不过好在他也习惯了 毕竟这丫头从初中开始 就已经是这个德行了 洗了得早 杨峰回到房间 躺在了床上 他的眼睛深邃地看着天花板 脑海中回忆起 今天向盛辉跟自己说的事情 他还是没说 背后的人是谁 不过起码杨峰知道了 这些人之所以要灵气 似乎就是为了特殊的抗衡 只是杨峰不知道 他们最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要不明天主动去找一次慕容婉 杨峰嘟囔着 他看向了墙角 自己从老家带回来的特殊石头 之前便想要让慕容婉看看 可是因为使用童树过渡的事情 一直耽搁了 不过今天他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 那就是忘记用回溯看看 自己从拍卖会上买来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了 这东西价值连成不说 在上面还有着浓郁的灵气 杨峰猜测肯定是出自 古代某个大文豪之手 算了 先睡觉吧 杨峰翻了个身 决定明天再仔细研究 一晚上过去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 杨峰刚睡醒 便感觉到房间里 有细微的呼吸声 他缓缓地睁开眼睛 发现竟然是杨小狮 正蹲坐在床边 撑着脸蛋 期待地看着自己 杨峰无语地抓着头发 郁闷道 你一大早的又干啥 哥 我给你准备好早饭了 赶紧起床吃饭吧 杨小狮可爱的脸颊上 带着前所未有的河西 杨峰略有些怀疑 道 你会做饭 你出去看看就知道了 杨小狮自信满满 杨峰起床 走到餐桌旁边看了一眼 然后笑盈盈地问着 杨峰扫了一眼四周 问道 上哪买的 这个 杨小狮的表情顿时凝固 杨峰摇头 道 就你那三脚猫的厨艺 我还不知道 这个 你吃不吃吗 吃 就算是买的 也难得 你能早起 给我买一次早餐 哪有不吃的道理 杨峰打趣着 喜树了一番 随后又饱餐了一顿 杨峰看着 已经是上午九点多了 他给慕容婉打了个电话 慕容婉今天正好有空 杨峰便准备过去找他 可当他挂断电话 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候 发现杨小狮正在门口看着自己 你这是又咋了 杨峰奇怪地问着 哥 你又给其他女人打电话 还准备偷偷出去约会 杨小狮的眼睛里 透露出认真 杨峰捏了一下 他婴儿肥的脸蛋 没好气到 什么叫做偷偷约会 我那是有正事 可你答应我 今天给我上分的 杨小狮鼓着腮帮子 被他如此一提醒 杨峰也才想起来这件事情 我说你今天早上 咋突然这么殷勤呢 杨峰猛地清醒 看着他如此执拗的样子 杨峰最后也只能道 行行 不就是上分吗 开电脑 你不是要出去吗 改下午就行了 谢谢 哥你真好 既然这样 我就不把你跟人 偷偷约会的事情 跟主委嫂子说了 杨小狮一本正经地回答 杨峰刚进门 一个踉呛 差点没摔地上 这丫头被收买之后 改口的可有些太快了 不过现在的杨峰 也没心思解释这个 帮杨小狮打了三局 杨峰的实力不容置否 连续三局下来 造成了将近一百个击杀 杨小狮在旁边 看着自己老哥的操作 人都已经傻了 不过看杨峰打完游戏之后 似乎有些累了 额头都略微地有些冒汗 哥你咋了 杨小狮感觉奇怪 杨峰摇头 道 没什么 他的心中都有些无奈 这要是让那师傅知道 自己用这眼睛 除了挣钱 就是打游戏 恐怕他都得恨不得 把自己的眼睛挖回去 去给我倒杯水 我也出去外面坐一会儿 杨峰刚说着 就见杨小狮 殷勤地去给自己倒水 自己之前帮他做作业的时候 都不见他对兄长这么尊敬 杨峰无奈 他回到大厅沙发上 刚坐下的时候 就听见门在此时被敲响 哥 你先坐着 我去开门 杨小狮放下茶杯 小跑地朝着门口过去 此时在门口站着的 赫然就是刚刚打过电话的慕容婉 杨小狮欢迎着他进门 随后又道 哥 是前两天那个漂亮的姐姐 一边说着杨小狮又给他倒了一杯茶 慕容婉进来坐下 看着他忙碌的样子 笑着道 你妹妹好像很懂事吗 我二十几年 就享受过这么一回 还都让你给看见了 杨峰喝了口茶 满脸的无语 慕容婉听着笑了起来 没有多说什么 杨小狮倒完茶之后 看了一眼时间 又急匆匆到 哎呀 我还约好了跟人刷boss 他说着 连忙又小跑进了房间 看着他跟无头苍蝇一样跑进去 杨峰无奈道 看到没 这才是他正常的状态 看上去挺有趣的 慕容婉微笑着 杨峰无奈 但是既然慕容婉来了 他便也从房间里 拿出了自己之前 在老家带回来的那个石头 慕容婉有些奇怪 看着杨峰将这个六龙形的 半透明石头放在桌上后 他的眼中闪过瞬间的光亮 从哪来的 慕容婉立刻开口问着 杨峰一听他的话 便知道有戏 我从老家的山上带回来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玩意 就觉得很特殊 山上带回来的 一个裂开的石头 里面就是这玩意 杨峰自然不能说是 自己透视看见的 慕容婉听了 似乎是明白过来 他的白皙玉手摸上去 似乎是在感受着什么 片刻后 才听见他终于到 这个东西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一个引灵的基石 引灵? 什么意思 杨峰奇怪地问着 慕容婉看杨峰似事真的不懂 好奇道 你师父没教过你这个 没有 杨峰一脸无奈 慕容婉思索片刻 才道 通常而言 一个地方有时候会埋藏着古墓 或者是什么特殊的传承之物 这些东西会带着灵气 我知道 但是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使用 通常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将东西挖出来 但是这费时费力 而且最关键的是 容易惊动太多人 慕容婉说着 继续道 所以有的人会摆出特殊的风水阵 实际上就是将地底下的灵气引出来 原来是这样 不对 你的意思是 我老家那山下 可能有古墓 杨峰不可思议的表情 慕容婉点头 道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差不多半个多月前吧 杨峰说着的时候 慕容婉已经有些无奈 不出意外的话 那地方应该所剩不多了 回头我会让人去调查的 慕容婉知道 已经来不及了 他回过头 看杨峰在那一直观察石头 才道 你要见我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啊 还有另外一个事 杨峰回过神 继续道 我昨天见到向盛辉了 他跟我说了 一些关于灵气的事情 他如实地把昨天的事情说了一遍 慕容婉听了之后 点头道 你真的要知道这些 我就是单纯好奇 我告诉你倒是可以 不过在之后 你也得回答我一个问题 不涉及隐私的话就行 杨峰爽快答应 慕容婉微笑 道 灵气的问题 其实 根据我们调查局的情报 已经知道了 在国内目前潜伏了最少有几股势力 比如来自欧洲的老家族 他们之中有特殊的超能力者 啥意思啊 就是你们经常在影视剧里 见过的吸血鬼或者是狼人 欧洲的老家族成员 就从这两种东西身上 获得特殊的力量 至于在岛国 则是有世神和忍者 至于其他的你 暂时遇不到 慕容婉说着 这些成员的区别 这些东西 实际上除了调查局的人 是绝对不应该告诉外人知道的 可慕容婉并不介意 对杨峰说出口 杨峰的脑海中 在此时回忆起来 他之前好像遇到过 慕容婉看杨峰的回忆 眼睛里便有几分亮光 问道 之前在巷子里救了那两个人的 是你吧 啊 啥玩意 杨峰奇怪地回过头 慕容婉见他似乎不愿承认 才道 真不是你 我母鸡啊 杨峰坍坍手 慕容婉笑了起来 道 罢了 不过我提醒你一下 那天的世神 不过是个三阶世神 忍者也只是一个 中上等级的水平而已 以后最好分辨清楚对手 免得送了小命 说完 他便也没有再强迫杨峰 而是起身朝门口走去 此时在楼梯口 高荣海正朝着这边过来 见到杨峰的家中 竟然又走出来一个 如此漂亮的女人 他顿时愣了 慕容婉没有看他 平静地离开了这里 就在他刚走之时 高荣海一脸猛逼 惊呼道 我去 峰哥你也太牛逼了 这都不躲着人 直接带家里来了 你小子卖偏后遗症是吧 人家是调查局的人 啥局啊 没听说过 回头再跟你说 你突然过来有啥事 杨峰岔开话题 高荣海说起这个 便又满脸兴奋道 峰哥 刚当刘老板打电话过来了 说他从山城又运来了一批好货 就在之前那个仓库里 让咱们去先选 我想着你眼光比较好 要不咱俩一起去 他说的刘老板 就是之前的刘景山 上次杨峰在刘景山那 开出了一个天价石头 足卖了一亿多元 最终卖给了江城珠宝集团 这事高荣海联合刘景山 大肆炒作了一番 让刘景山的货打出了名声 而高荣海跟他商定 如果有新的批次石头运过来 第一时间让他们先选 杨峰听到选石头 自己正好缺钱 便干脆地答应下来 二人一起朝着外面走去 江城 郊区仓库群 此时的这里 招下了这里的三个仓库 全部都在比较靠内的位置 杨峰和高荣海 到翡翠原石的仓库门口 石头已经全部卸货 在仓库中 分成了几个价格档次 可让杨峰意外的是 此时在里面 却还有个熟悉的身影 正是之前大闹拍卖会的刘毅 哼哼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 刘毅一如既往的活脱 高昂着头满脸得意 旁边的刘景山本 把他当成买家 见他突然跟杨峰打起招呼 有些奇怪道 杨先生 你们认识 不说 杨峰淡然的一句话 顿时气的刘毅脸色铁青 随后指着他生气道 我已经打听到你的身份了 你就是那个什么翡翠公司的老总 之前赌识赢了很多钱的人 是又怎么样 我师父也教过我赌识的鉴定之术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比 刘毅铁了心 要挑战杨峰 刘毅经过这些天的走访 已经知道杨峰的身份 而这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江城中 最有实力的健保家 只要自己能把他击败 那江城便会颜面扫地 而他也就能帮自己的师父报仇了 当年他的师父 就是因为在江城这个地方蒙受羞辱 才从此退出了古玩圈 在京城隐居起来 不过杨峰对这个并不感兴趣 只是看向了刘景山 奇怪道 刘老板 他怎么也在你这 这位我以为是客人呢 没想到 刘景山也一脸猛逼 他不明白 这个家伙怎么上来 就要挑战杨峰 杨峰四世明白过来什么 道 你是从哪打听到我的 这个你不用管 总之你现在跟我比一场就行了 刘毅看着一仓库的石头 道 你我一起选石头吧 咱们俩一人十万 谁选的石头 开出的价格高 就算谁赢 他执着得很 紧接着 他便已经自己欢快地 朝着石头堆里走去了 也不管杨峰答不答应 这小子的性格实在是太活泼 旁边的高荣海倒有些看不下去 道 峰哥 要不然你随便跟人比一场 把他打发走就行了 别胡说 选石头吧 杨峰没有多说 高荣海无奈 只能跟杨峰一起在石头堆中 开始选了起来 这些石头根据成色 被分成了几个价格 各自隔开 而杨峰四处装模作样地找着 最后找到了几个石头 全部丢在了一旁 此时的仓库内 人也逐渐地增多了 除了工作人员之外 还有一些刘景山的朋友 他们并非批发 不过也是来这里选一些石头的 毕竟刘景山这个 虽然算不得是一手货源 却也是刚刚从山城运过来 极有可能找到好东西 仓库内此时有了二十几个人 随着天热起来 外面已经是上午 正在所有人选着石头的时候 不远处的刘毅 突然在此时大叫道 我已经选好了 他的叫声 顿时吸引了在场的众人 大家看着他的怀中 抱着三个石头 朝着杨峰和刘景山跑过去 老板 帮我看看 这几个要多少钱 刘毅跑到了跟前 把石头朝着地上一放 刘景山也无奈 道 这位先生 我们这边的石头是不单卖的 批发的话 老板 卖给他吧 杨峰在此时打断 他觉得 这小子挺有意思 刘景山听杨峰开口了 只能答应道 好的 他给这刘毅撑了一下 最后发现 大概需要八万多块钱 刘毅爽快地付了钱 随后得意地看着对面的杨峰 道 怎么样 杨峰 你敢跟我比吗 殊不知 他的这句话一出口 瞬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 而这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他们听到了杨峰这个名字 在赌石界 这个名字可太过于响亮了 当初杨峰直播的时候 观看人数可将近百万 这个圈子的人本就那么多 不少人还看过回放 对于杨峰这个名字 几乎都当成神明对待 可他们也没有想到 大名鼎鼎的杨峰 竟然就在这个仓库内 众人纷纷聚集了过来 直接把四周堵得水泄不通 甚至还要打电话 让人看热闹的 杨峰充满无奈 道 我说了 我不想跟你比 呵呵 你不跟我比的话 就说明你认怂了 刘毅得死的表情 看着四周的几十个人 故意讽刺道 堂堂江城堵世界的第一人 竟然不敢跟我鬼手的徒弟比赛 是不是害怕 还是那天直播的时候 是请了演员啊 他还知道直播的事情 杨峰叹了口气 道 你激将也没有用 而且 我不跟你比是为了你好 用透视眼跟着人比赌食 那不是纯欺负人吗 刘毅撇撇嘴 道 少吹牛了 害怕就是害怕 他的话故意大声许多 而四周的人 也聚集得越来越多 大家看着杨峰的眼神 已经多了些许的怀疑 就连高荣海 都在此时凑到杨峰旁边 小声道 峰哥 你要是不跟他比的话 回头真容易被人编排的 咱们的公司 可全靠你撑着名声 万一要是你的名声垮了 生意就不好做了 之前杨峰的直播 直接将公司的名声打响 现在有无数的原始商 找他们公司合作 可要是传出去 杨峰那天直播找的演员 事情可就不妙了 刘毅在对面一脸得意 面前放着的三个石头 还摆在那 杨峰叹了一口气 道 行 比就比吧 不过 我有个要求 希希 只要你跟我比 啥要求都行 比完之后 不准再缠着我了 只要你赢了就没问题 刘毅爽快地回答 杨峰听了 点头没有多说话 他看着刘毅面前 放着的三个石头 略微地朝着内部看去 就是如此一看 杨峰的心中便是一惊 这小子 真不简单 这三个石头 每个橙色都不一般 最差的一个是冰种翡翠 而且颜色还是痘绿以上 杨峰的心中 其实已经有些佩服他了 自己是靠着透视眼的 可是这个小子 却是真的靠着表皮分析 就能有如此高的命中率 也就是说 他如果想要挣钱 不会比自己难多少 你还在看我的石头 该不会是打算 偷偷学我怎么选吧 刘毅开口问着 杨峰笑了笑 道 你确实很厉害 咋的 打算认输了 刘毅打骨子里 就是活泼和狂傲 杨峰没有说话 平静地朝三千块钱 一公斤的原始堆走过去 众人给他让开了一条道 却都纷纷在后面围观着 心情忍不住的激动 这就是杨峰啊 之前我围观直播的时候 就想看看他 怎么挑石头的了 旁边那个是鬼手的徒弟 最近打遍江城的古玩圈 就昨天还在个拍卖会上闹事了 我听说了 好像是自己做了个假玩意境拍卖会 几个大师轮流看都没看出来 你说这俩人 到底谁比较厉害啊 这些人议论纷纷 刘毅此时也在后面 自信满满的表情 杨峰也选三个石头 每个不到十斤 当杨峰选中第一个原始的时候 刘毅的表情却有些失望 他已经看出来 杨峰第一个选坏了 这家伙难道徒有虚名 那自己打败他 岂不是毫无意义吗 杨峰此时还不知他的想法 依然在继续选着其他石头 最终选购了三个石头 杨峰站起身 捶了捶自己的腰 对着刘毅道 就这三个吧 杨峰说完 便将三个石头 放在了刘景山的面前 撑过之后 总共计价八万多 还不等他说话 旁边的刘毅 却似乎已经看出了端倪 非非的得意道 看来这次是我赢了 这么有信心 杨峰微笑地问着 刘毅更是嘚瑟 咧嘴笑道 别的我不知道 反正你的石头里 最少有两个都是废料 他此言一出 可着实让在场的人 都有些无语 这小子狂就算了 竟然还如此贬低杨峰 想当初直播的时候 杨峰那可是 只失手过一次 如今挑选三个石头 怎么可能会有两个 都是废料呢 就连旁边的高荣海都摇头 道 小子 你好像还是不懂风格的厉害 等会你就 准备开始吧 杨峰打断了高荣海的话 话音落下 从仓库门口走去 此时的仓库门口 就正好放着一个切割机 围观的几十个人 此时根本顾不得外面的炎热 不断地朝着切割机起去 他们就是想要看看 这二人堵石 究竟是能堵出个什么东西 要知道 凭借他们的能力 肯定跟自己这种凡夫俗子不同 先开我的 刘毅此时迫不及待 杨峰点头 示意刘景山让伙计开始 伙计也在此时 将刘毅选好的三个石头 按照顺序开始切割 众人伸长了的脑袋 眼睛充满了期待 听说鬼手当年堵石 也是一把好手 可不嘛 当年他堵石可挣了几百万呢 那可是几十年前啊 我滴个乖乖 几十年前的几百万 都可以在京城买十几个四合院 现在就发财了 这些人议论着 眼睛去不离切割机 随着火星子不断地冒出来 刘毅所选的第一个石头 终于被切开了一面 哗 在场的所有人表情中露出吃惊 这是高兵种 他们都感觉到了几分不可思议 颜色偏向于奶白色 虽然不如其他颜色那么昂贵 但这绝对是价值连城的翡翠 刘毅很享受众人吃惊的表情 当即到再切两刀 这小子虽然十分狂妄 可却并不让人反感 反倒是有几分 先一怒马少年时的感觉 随着又是两刀下去 另外一边的橙色依然非常好 虽然不如这一面的高兵种 但是基本可以确定 这个东西的价格涨了 如此一个几公斤的石头 从橙色来看 价格不低于八十万 仅仅只开了一个石头 就赚妈了 他妈的 大家都是玩赌石的 为什么别人像是来提款的 老子就是来当大冤种的 围观群众羡慕极度恨 刘毅瞥了一眼杨风 发现后者的表情 还是一如既往的淡定 嘿嘿 一会儿你就淡定不起来了 刘毅得意的样子 道继续切剩下的两个石头 他如此一说 火鸡便开始继续切接下去的两个石头 随着下一个石头被打开 竟又是一个果冻种的翡翠 而且这次是豆绿色 从橙色上 已经属于中高档的翡翠石头 挤刀下去 价格又是在六十万以上 不等众人感慨 第三个石头又在此时被切开 一面在此时展开 是个花青色的冰种翡翠 三个石头 没有一个尸首 现场跟着沸腾了 所有人看着眼前的刘毅 眼中有崇拜 也有着羡慕极度恨 他们只恨自己 为啥就没有这样的手艺呢 刘毅看着旁边的杨风 故意问道 嘿嘿 咋样 你害不害怕 你是个逗逼吧 你还不服说 等你的石头开了你就知道了 这么多人看着 回头会被荡成徒友虚名哦 刘毅黑黑笑着 又问道 要不咱们私下开 不让他们围观 他爱玩的天性下 倒还有几分厚道 不过杨风并没有收下他的好意 而是轻松到 不必了 开吧 他的话音落下 伙计也在此时 开始拿起了杨风所选的第一个石头 众人也在此时 平息了刚才的激动 终于要开杨风的石头了 大家都看过直播 见过他的神奇操作 这次必然也能让他们眼前一亮 第一个石头的表皮 似乎还不错 众人目不转睛地 看着那切割机 伴随着铿锵的切割声 石头在此时 一点点地被切出了一个面 高荣海甚至自信地都不用看 便得意地吹嘘道 风哥出手 肯定错不了的 说不定一个石头 就足够打败这小子了 不 不是 老高你 你看 旁边的刘景山突然出口提醒 高荣海有点奇怪 朝着那边看过去 在此时 他才看清这石头的切面 怎么可能 高荣海难以置信地看着切面 此时的切面 虽然有一些绿点 却根本无法连成片 甚至可以说 这一刀切下去 垮了 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废料 现场有些沉默了 没有人会想到 杨峰选的第一个石头 竟然就失手了 刘逸看着杨峰 嘿嘿笑道 怎么样 我早提醒过你了 继续开 杨峰的额头冒汗 在此时忍着一口气 不过刘逸却满脸遗憾 道 看来 你还是没搞清楚状况嘛 这个石头也是废料 而且 可能比刚才的还要废 他的话中 带着轻松血液 如果是刚才 众人或许会对他嗤之以鼻 可现在 却没有人摸得准他的话了 伙计也在此时 手微微地颤抖 将第二个石头 一点点地切开 众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可随着这个石头的上半部切开 众人的脸色就已经变了 真的是废料 众人不可思议的表情 似乎终于不淡定了 嘀咕着道 这 这不应该啊 旁边的高荣海 第一次看见杨风如此 风哥 这是怎么回事 高荣海小声地问着 他已经听见了 四周传来了许多的质疑声 那天的直播 不会真的是剧本吧 我靠 连续两个石头都不行 你压得 请演员直播糊弄兄弟们呢 怪不得刚才半天不敢答应 感情是没有真东西啊 这一声 如同浪潮一般的传来 围观群众 早就大失所望 杨风也在此时深吸一口气 对着伙计有些没底气的道 继续切第三个 众人看着他的紧张样子 心中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最后一个石头 不过是七八公斤的样子 就算是开出同样高兵种的翡翠 价格也绝对不可能 超过刘翼的三个石头 那三个可都价值不菲 杨风肯定赢不了了 玩犊子了 高荣海的心中 也在此时一格登 他根本没有想到 杨风竟然会输 但此时压力最大的 莫过于开石头的伙计了 他认识杨风 本以为会轻松拿下留意 可谁能想到 他竟然走眼了 如今这第三个石头 从边缘半厘米的地方 切开 杨风的声音又一次传来 伙计也在此时 终于缓过神来 顺着杨风所说 开始给第三个石头切下去 从边缘部位 极其浅地切下一刀 众人其实已经不抱希望了 不少人甚至都不看开石头 反而是在 看起了杨风难看的脸色 这都是一帮看热闹 不闲事大的家伙 嘿嘿 这个石头开完 我应该就算是 刘逸黑黑地笑着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他看向杨风 却发现 后者此时的脸上露出笑容 嗯 刘逸突然感觉到不对劲 而就在此时 一直看着的刘景山惊呼着 快看 出颜色了 此言一出 顿时将众人的眼神 拉回到了切割机上 他们在此时才发现 最后一个石头 竟然切出了粉紫色的半个面 这个水头好足 怕是最少高冰种 内行一眼就看出了水种 伴随着一刀切下去 现场在这个瞬间沉寂 这是粉紫色的上等紫罗兰 不 这橙色不只是上等 甚至接近顶级紫罗兰了 所有人都在这个瞬间 不可思议了 这个水头很高 绝对是高冰种以上 甚至摸到了玻璃种的门槛 再加上这个 极其清澈的粉紫色 只看这一刀 价值一斤 直接超过三百万以上 靠 刘逸也在此时猛逼了 他猜到了这个石头 可能会比前面两个好一些 可是他怎么都不会想到 第三个石头 竟然会开出如此好的玉石 杨峰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 对着伙计刀 再切三刀 将所有的面切开 四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家伙可太自信了吧 他现在已经赢了 如好顶级的紫罗兰 能切出一面 已经是不可思议了 这小子再切三刀 是打算 把整个石头都暴露出来 在众人思索之时 伙计也按照杨峰所说 接连切了三刀 整个石头四面都被切开 所有人终于得以看见了 这个毛料的全貌 在此时 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他们目瞪口呆 嘴巴微张的 却就是被惊得说不出话 一面顶级紫罗兰 三面都是上等紫罗兰 开玩笑的吧 这个石头的价值 已经难以想象了 刘逸在此时 也彻底的猛逼了 他万万不会想到 自己应该必胜的赌局 竟然会这样被杨峰翻盘 你 刘逸呆呆地 看着站在对面的男人 杨峰露出了笑容 道 虽然走眼了一些 不过第三个 看样子应该能卖个千万以上 我想这应该足够赢下赌局了吧 我 刘逸有些结巴了 一时间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到最后 他才终于缓缓地认清现实 最后道 输了 一时间 他的情绪跌到了谷底 外面如此热的天 刘逸的身边 却似乎总是有几分凉意 众人看着刚才那仙衣怒骂少年狼 如今变成了失忆者 心中不免有些唏嘘 眼看着他一步步地朝着外面走去 杨峰突然在此时叫住他 道 先等等 怎么了 刘逸回过头 他的双目中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光彩 杨峰摇了摇头 道 一次的输赢有那么重要吗 输了就是输了 即便是一次就够了 这是我师父说的 刘逸嘀咕着 杨峰看他失落 问道 你师父呢 他 去世了 什么 杨峰的表情有微微的变化 就连在场的人都有些猛逼 鬼手去世了 真的假的 这些人听到这个消息 宛若脑袋中炸开惊雷 杨峰的表情也在此时微微沉寂 最后叹了口气道 刚才其实是我输了 连续选的两个石头都是废料 如果第三个不是运气好一些的话 这场赌局应该是你赢的 才不是 我输了 就是输了 刘逸没有救泼下驴 而是有些固执 这小子挺有趣 杨峰看了看他 最后才道 你能不能去仓库外面的那家 奶茶店稍等我一会儿 等我挑选完石头之后 我想跟你聊聊 你 刘逸奇怪的表情 可以吗 杨峰问着 刘逸迟了一下 最后道 可以 说完 他便朝着那奶茶店走过去 众人看着他的背影 心中却并没有看失败者的心态 反而是有些佩服这小子 不仅是狂妄 而且也输得起 但他们回想起来 杨峰确实带些许运气的色彩 毕竟 要不是最后一个开出极品子罗兰 今天肯定是要输了 只是众人不知道 杨峰需要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舆论 他并不希望自己透视眼的事情 被人发现 所以他必须要表现出失误 否则 他若是真的百发百中的话 一两次还行 时间久了 必然会被人盯上的 诸位 热闹看完了 就该散了 我们要继续挑选石头了 杨峰跟众人打着招呼 大家这才不舍得散开 杨峰也跟高荣海 继续回到了石头堆的面前 公司现在的生意 如日中天 他们大量缺货 自然是需要非常多的石头 杨峰在一番挑选之后 找到了一些有质量的石头 又掺杂了许多废料 挑选完一批 杨峰并没有将这个仓库内 所有值钱的石头带走 而是刻意留下了一些 就在他挑选完准备出去的时候 却突然在门口的一堆废料中 停下了脚步 他的眼睛 看向了那五百块钱一公斤的原石 眼睛习惯性地扫过去 在一堆石头的内部 竟然隐隐地散发出一股绿色 难道是老家发现的那种绿色灵气 不对 这个跟那天看见的好像不一样 杨峰接连的嘀咕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高荣海和刘景山一边商谈 一边走出来 看见杨峰在这里停下脚步 有些奇怪道 杨先生 发现什么了吗 我突然想起来 我妹妹一直说要玩赌石 所以我想随便弄个废料回去 给他开着玩 杨峰随意地找了个借口 刘景山一听 不禁笑起来道 杨先生 何必跟我客气 就这些废料堆里 你随便选一些带走就行了 就当是我送鸣的 还是付钱吧 白拿我心里不踏实 杨峰笑着 走到了废料堆的面前 他的眼睛朝着石头堆的内部看去 看准那个发绿光的位置 杨峰翻找到了那个石头 就这个吧 杨峰拿起了一个小石头 这个石头只有两个拳都大 从堵石的角度来说 即便是能切出东西 也不好做后续的加工 刘景山看杨峰挑了个 如此小的东西 不打算收钱 可杨峰还是坚持付了钱之后 才把这个石头 找了个袋子装起来 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杨峰跟高荣海交代几句 随后朝着外面走去 在仓库群的外面 跟公路交界的路口处 有着一家奶茶店 店内 此时这里的人不熟 现在正是晌午 大家都想来这里 吹吹空调 喝上一杯饮料 而在靠近玻璃的位置 刘逸坐在那 表情中一如既往的低落 不好意思 让你就等了 杨峰抱歉地说着 坐在了他的对面 刘逸看了看他 才问道 你还有什么事情 你是从京城来的吧 嗯 我听说 你好像也是个大家族的 直系后人啊 我从小就跟我师父一起生活 早就跟刘家 没关系了 刘逸扭过头 似乎不太情愿 提起自己的家族 杨峰看他甚是有趣 这个家伙 应该也就二十来岁的样子 但却有着许多人都比不上的聪明 只说那天 自己看见的三族金蝉 都足以惊世害俗了 那你接下去打算怎么办 杨峰开口问着 刘逸被杨峰一问 倒是真的愣住了许久 他这次来江城 本来是要踢管的 可是如今 你为什么对江城的古玩圈 这么大的恶意 杨峰好奇地问着 刘逸提起这个 便冷哼一声道 因为他们都不是好东西 还害我师父退出了古玩界 哦 能跟我说说吗 杨峰有些好奇 刘逸看了一眼杨峰 哈 也没关系 虽然在赌市上我输给你了 不过我真正的主页是古玩 我觉得我不会再输给你 刘逸认真的样子 杨峰笑着 我对古玩并不太懂 更做不出你那样精良的赝品 胡说 我师父都说了 能看就能做 你既然能看穿 那必然就应该学过 我不学这些 杨峰摇头 道 今天的事情 不过是我们之间 一点小小的切磋 你也不用为此 我还会挑战你的 等我闭关出来 闭关 回京城 不 我就待在江城 刘逸显得十分执拗 直到帮我师父报仇 把你们江城的古玩圈子 全部打败 你还真执着 杨峰笑了起来 刘逸站起身 不跟你说了 要是没啥事 我就先走了 等等 干啥 你住哪 杨峰问着 刘逸也不隐瞒 道 我住在郊区的昌海村 那边好像是个很旧的小区 我师父说了 有钱不能挥火 哈哈 我明白了 有时间可以来找我玩 我在海河小区 知道了知道了 刘逸摆摆手 不耐烦地朝着外面走去 看着刘逸洒脱的背影 似乎又走出了 刚才低落的心情 杨峰越发觉得 这个小子有意思 而且听得出来 他的师父鬼手 也并非是传闻中那样 喜欢造假的怪人 看来得找个人问问了 杨峰对他来了兴趣 他觉得自己得找个人问问 这个鬼手到底是什么身份 又在江城遇到了什么事情 才会导致刘逸非要给自己师父报仇 不过这一切都得在之后再说 杨峰今天还有两件大事要做 首先是把昨天买的古玩回溯一番 看看那究竟是出自哪个大文豪之手 其次就是自己手里的这个石头 他的眼睛 现在还能看到里面发出的绿光 而通过透视 他发现里面竟然是一片朦胧 这让他无比好奇 究竟是什么东西 竟然连自己的眼睛都无法看穿 离开了这 下午四点多 杨峰回到家中 此时的杨小师在大厅沙发上盘坐 握着手柄 看着墙上的大屏幕 打着新买的PS游戏 专注的他 即便是杨峰坐到一旁了 也浑然没有察觉 杨峰摇了摇头 无奈道 家里东西都被搬空了 我估计你也发现不了 啊 死了 杨小师郁闷地放下手柄 转过头看着杨峰道 都怪你 我好不容易快通关了 自己菜就是菜 杨峰摇头 杨小师鼓着小脸颊 道 哥 我肚子饿了 中午又没吃饭 我忙着呢吗 你呀 真是 杨峰叹了口气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道 想吃点什么 刚刚竹尾嫂子送过来了大闸馅 杨小师立刻兴奋地说着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杨峰捏了一下脸颊 道 别乱叫 我跟他就是朋友关系 回头瞎叫别人都不敢来了 哦 我知道了 哥你肯定还在犹豫 杨小师一本正经的样子 道 你是在想要选哪个姐姐当我嫂子 对不对 啊呸 你哥现在忙着搞事业 哪有心思选这个 不对 就算我选了人家 也不一定看得上我 杨峰连忙说着 可杨小师却摇头 道 哥 你此言诧异 啥意思啊 虽然那个叫慕容丸姐姐 我不太熟 不过我看他人 好像还挺好的嘛 还特意亲自来咱家 这说明了他信任你啊 杨小师说着 片刻后又继续道 至于逐为姐姐 只要你努努力 他肯定会喜欢你的 我的眼光很准 嗯肯定错不了 见这丫头说的热闹 杨峰有些怀疑的看着他 哦 杨小师 你该不会在学校里 天天就研究这些玩意吧 你说出对象啊 我才没空出对象 我要跟你和游戏过一辈子 滚滚滚 等你大学毕业了 到时候不把你赶出家门 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 哥 我可是你最好的妹妹啊 杨小师撒娇的在那 抓着杨峰的胳膊 杨峰嫌弃肉麻 没好气的 捏了捏他的脸蛋之后 朝着厨房走去 他还真拿着丫头 没啥办法 做了一顿饭 让这丫头吃饱喝足之后 他又屁颠屁颠的 朝着房间里回去了 按照他的说法 这是又照顾他的游戏去了 杨峰无奈 好在他能自己玩 也不会来烦自己 回到了房间内 杨峰从柜子里 拿出了之前 买下的那张古画 这张古画 长足有三米多 是个圈轴模样 随着整张画 在床上摊开之后 杨峰还是略微有些激动 对于他而言 这张画的价值 已经没有意义 最重要的是 上面拥有极其浓郁的灵气 这正是自己需要的 不过在那之前 自己得先确定一下 这东西的来历 杨峰的眼睛盯着古画 童树 回溯 他开始看穿了 这古画的一幕幕 直到回去最初的起点 这是 杨峰的脸上露出惊喜 这是董奇昌的话 杨峰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拍卖会上 如此平平无奇 没有落款的古画 竟然出自董奇昌之手 这幅山水画十分的精妙 旁边还有着一首诗 而董奇昌 恰恰就是一个这样的全才 不过让杨峰更加吃惊的是 这一首诗的最后半句 并不是董奇昌写的 而是一位帝王 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换句话说 这古画上 不仅有董奇昌的才气 还拥有着帝王的地气 想必这个古画 很有可能是那位帝王 直接带走心上 所以并没有在上面留下落款 而在之后 朝代灭亡 这张画就被人带了出来 怪不得有如此浓郁的灵气 杨峰的心中感慨 这张画的价格 常人无法看出来 但若是杨峰要卖 自然可以让圈内的大师看出来 不过杨峰犹豫片刻 最终还是决定 将这个价值连城的画 用来吸收灵气 他的手轻轻地触摸在画上 眼睛看着这张画 一股掺杂着地气的灵气 在此时缓缓地灌入到了体内 杨峰突然感觉到了 自己的身体在这个时候 前所未有的舒畅 本来因为过度使用铜术的副作用 在这个瞬间全部消失 更让他惊奇的是 他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经脉 似乎在这个时候巩固了许多 同忧 杨峰的脑海中不知为何 突然蹦出了这个词 这似乎就代表他 现在所达到的境界 不知是不是那个老者 给自己留下的记忆 但杨峰感觉到 自己已经截然不同 举手投足之间 比之前多了几分气势 杨峰殊不知的是 地气者运势也 他刚才吸收进了一部分的地气 融合在了灵气之中 如今的他自然跟刚才不一样 杨峰闭上眼睛 在床上运转了许久 直到外面天色暗下来 杨峰才缓缓地睁开眼睛 吐出一口啄气 杨峰站起身 他看着床上的这张画 已经彻底的面目全非 变成了一张废纸 这就是灵气被榨干的表现 杨峰将这张画卷起来 随手放进了柜子中 随后走出房间 不过在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 自己家的门此时被打开 赵竹威正朝着里面 搬进来好几摊花 你这是又干啥呢 杨峰有些奇怪地问着 赵竹威见了 咧嘴笑道 嘿嘿 这不是我们公司开张 让我买几摊花吗 我特意去挑选了一些 不过我家有点放不下 所以先放几摊在你这 一边说着 赵竹威看向杨峰的时候 又愣了一下 他咋感觉杨峰好像 比之前帅了 你看着我干啥 杨峰疑惑 赵竹威脸色一红 道 没啥没啥 不过东西先放在你这哈 为了表示感谢呢 我晚上决定请你们出去吃饭 他一边说着 一边朝杨小师的房间里走去 不一会儿 就见杨小师 从里面不情愿地走出来 哥 要吃饭你俩去就行了呗 咋还带上我啊 我只会当电灯泡的 杨小师完全不想出门 杨峰揪着他的耳朵 警告道 不行 今天必须得出门 在家里躺试这么多天 再不出去转转 都该发霉了 哦 那咱们去哪吃东西 附近开了家新餐厅 赵竹威早就打探好了 几个人一起朝着外面走去 等他们离开了家中的时候 不知道此时在小区的花园角落 有着一个摄像头 在这边正好捕捉到了他们的身影 在另外一个别墅中 朱云看着如此场面 眼睛里都充满了痛恨 朱少 这小子跟赵小姐的关系 好像越来越好了 我们再不采取行动的话 真的就要让这小子得逞了 旁边的跟班说着 朱云瞪了他一眼 冷声道 我能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但是现在没有那么简单了 这个小子之前不知道 从哪学会的医术 竟然救了赵国锋 现在的赵家 对他感恩戴德呢 我还听说 这小子现在做生意 有些风生水起 尤其是在老家 还搞了很大的投资 哼 那个管不着 但是他的翡翠公司 马上就要倒闭了 朱云眯着眼睛 哦 之前我们的人安排进去了吗 是 只需要等税务局的人到了 就一定能把他查的底儿掉 媒体那边 我们也打好招呼了 跟班得意的表情 道 明天的新闻将会是江城新秀 却成了今年最大的逃税公司 哈哈 好好 等这小子出丑闻了 我倒是要看看 他还能不能在江城立足 朱云大笑着 杨峰此时还不知道 自己的公司将要爆出麻烦 与此同时 杨峰跟赵竹威二人 走进了这家新开的餐厅 这是一家高档餐厅 从门口停车场的豪车 便可以看出端倪 但即便是如此 赵竹威和杨小时 一起走进去的时候 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二人一个长得活泼漂亮 还有一个 则是带着些许婴儿肥 可爱到了极致 如此两个人进门 不禁让众人都朝着这边 多看了几眼 对比下来 不少人看着自己身边的对象 忍不住地羡慕极度恨 三人找到了个位置 随便地点了几个菜 杨峰收起菜单 说着道 明天我可能要去一趟山城 到时候去协助调查 一个国宝流失的案子 顺便去那看看 能不能进到一批好的翡翠原石 啊 你又要走了呀 嗯 这段时间 我家这丫头 要是有啥事 你就打电话给我 杨峰开口说着 不过杨小时却有些不满 嘟囔着道 我猜不会有啥事 反正我都待在家里打游戏 说得也对 杨峰贪贪手 几个人说着的时候 菜也在此时不断地端了上来 不过让赵竹薇感觉到不对劲的是 此时上的菜 似乎并不是他点的那些 反倒是一些菜单上最为昂贵的菜 就比如其中的黑松露和龙虾 价值就在几千块钱 赵竹薇立刻询问着服务员 服务员露出了个笑容 朝着不远处看去 道 是汪绍给你点的 汪绍 赵竹薇奇怪地朝着旁边看去 就在隔壁的位置上 此时坐着一个男人 看上去二十多岁 头发打着发辣 皮肤极其的白 美女就应该享受一些高档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 汪元得意的表情 她的话 其实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 因为这家餐厅 就是她开着玩的 不少人也是冲着她的名声 才来这里吃饭 看来汪绍要出手了 谁说不是呢 没想到 这才第一天开业 就来了这种妹子 真谈娘漂亮 我看她的男朋友要倒霉了 这些人都有些同情地看向杨风 自己的对象 被汪元这种阔绍看上 简直就是一种灾难 不过赵竹薇的脸色 却在此时低沉了下来 冷声道 这个菜不是我点的 我也没有兴趣接受你的赠送 呦 美女不要这样嘛 要不咱们先认识认识 汪元对于自己的身份 十分自信 赵竹薇的脸色更加低沉 不过旁边的杨小师倒是拉了拉杨风的胳膊 小声道 哥 好像有人抢嫂子啊 他 二傻子一个 杨风摇头 他的话正好传进了汪元的耳朵里 汪元的脸色顿时有些变化 坐在他旁边的随从 立刻起身 到了杨风的面前 面色不善 你说什么 这个随从冷声说话 随时要对杨风动手的模样 不过汪元为了在赵竹薇面前留下好印象 故意摆摆手装作大度 道 哎 不要对人家那么凶 毕竟人家还没有进过这么高端的圈子 不认识我很正常 汪少说的是 只是这小子有点太不识抬举了 随从满脸的愤痕 杨风有些好笑 道 高端的圈子 江城高端的圈子 都是你这种二傻子吗 嗯 小子 可别给脸不要脸了 汪元的语气顿时变得有些尖锐 随从也在此时吹捧 道 你小子还不知道汪少的厉害 在江城谁没有听过天行传媒 在你眼前的 就是天行传媒的大公子 低调低调 你别吓坏了人家 汪元大笑着 得意道 不过 只要你生活在江城 我想就应该逃不过天行传媒吧 他嘚瑟的样子 也让旁边不认识他的人 都投来了崇敬 天行传媒的市值将近两百亿 在本地可是一个传媒的巨头 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不小的影响 汪元在此时站起身 走到了阳风一行人的旁边 随从立刻给他让开了个位置 恭敬的宛若是一条狗 而汪元则是近距离地打量着赵竹威 随后微笑道 美女 我喜欢你的性格 能够不为我的身价所动 起码你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的话十分的狂妄 可在场的人却没法反驳 而更甚者 为了拍马屁 甚至在一旁起哄 汪绍 我看这个小妞 是摸不开面子啊 就是啊 人家还有男朋友呢 要不你给那男的几个钱 让他赶紧让出位置来 这小子 一身国产的便宜货 我估计给个几十万就打发了 这些人起哄的声音 汪元似乎也反应过来 看向了杨风 眯着眼睛问道 小子 听见了吗 有事 杨风的眼睛 已经略微地眯着 汪元将一个手表 在此时解开 直接丢到了门口的地上 这个手表 你拿到就是你的 汪元的话一出口 顿时引得在场的一片惊呼 这个表的价值 可是在几百万以上 在江城都可以换一套房了 杨风的表情 在此时果然有些变化 小子 别硬撑着了 你对象这么漂亮 迟早得败 不如答应了 还能拿几百万 就是啊 人怎么能为了尊严 连钱都不要呢 这些人纷纷说着 汪元听着四周的声音 在看杨风动容的表情 越发得意道 我可只给你半分钟的时间 在之后 可别怪我改变主意 要不这样吧 我也给你半分钟的时间 要么从我的眼前消失 要么挨一顿揍 杨风微笑地问着 这平静的话语 却带着几分威胁 汪元愣了片刻 随后大笑了起来 讽刺道 小子 你没有搞清楚状况 知不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 你他妈进来这里吃饭 你就得听老子的 他终于撕破了嘴脸 四周的南店员 似乎也在此时聚集了过来 而随从更是在此时握紧拳头 有些剑拔弩张的要动手 杨小师在此时都略微有些紧张 下意识地躲到了杨风的旁边 我们刚才是不是付过钱了 杨风突然问着 赵主委点头 道 嗯 付过了 嗯 那消费者应该就属于上帝 我现在就是你的上帝 杨风一边说着 眯着眼睛看向汪源 缓缓道 你明白上帝的话吗 杨风听上去平淡的话语 却让人感觉到几分背后发凉 他的如此气质 就连杨小师之前都未曾见过 汪源更是在此时心中一正 但想到这里是自己的地盘 哼唧道 小子 嘴硬是救不了你的 半分钟计时开始了 杨风平静的话语 餐厅内此时几十个人 看着他悠然开口 一脸猛逼 这小子 难道是哥哥下的蛋吃多了 脑子不正常 汪源的表情也变得冷立 道 小子 你在找死 已经过去十秒钟了 杨风看了一眼时间 妈的 今天老子非要让你看看 马王也长了几只眼 汪源一生气 给店内的人使了个眼色 这些手下当即摩拳擦掌 眼看着如此多人压迫过来 赵竹威和杨小师也心中有些慌了 小子 赶他娘在这里找茬 你是找错地方了吧 最前面的随从 眼睛里有几分狠力 他抡起拳头 便直朝着杨风的脸上砸去 看得出来 他能跟着汪源混 必然是有两把刷子的 如此一记重拳 便让旁边的杨小师心中大惊 刚准备要起身铺开杨风的时候 却被杨风抓住了手腕 示意他不要乱动 杨小师还未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突然感觉到这个拳头卷起一阵风 擦着自己脸颊 朝杨风砸去 杨小师心中一咯噔 甚至有些不敢看下一幕了 他紧闭眼睛 可却并没有传来杨风的惨叫声 杨小师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 随后露出惊喜和不可思议 这随从看上去重如雷霆的一拳 竟然被杨风握住了 如此一幕 店内震惊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力量 杨风眯着眼睛 道 就凭你 他的手猛地一发力 咔嚓 拳头被捏碎的声音传来 骨头断开 还有着手掌碎裂的疼痛 这狗腿子随从疼痛地大叫 杨风一松开 便见他在地上不断打滚 惨叫声响彻店内 杨风目光平静 看向了后面汪源 此时的汪源早就已经傻眼了 突然被杨风如此看一眼 背后冷汗直冒 尤其是杨风那一个眼神 似乎就足以让他颤抖 这便是杨风 今日吸收地气之后的效果 你 你 我 汪源的嘴巴语无伦次 半句话都说不出一句话 杨风看了一眼 桌上已经上的这些菜 哦 放心好了 我这个人很懂法的 刚才只是你的手下动手 我被迫防卫 虽然你是唆使人 但是我也不能对你动手 对不对 对对对 法律 法律 我们要讲法律 此时才终于想起 这个世界有法律 众人也没想到 杨风竟然在这个时候怂了 他这是要放过这小子一马呀 众人心中的正义感刚上来呢 就如此结束了 汪源擦了一把汗 刚以为自己要得救的时候 杨风又开口了 汪绍 既然我们得讲法律 可就得说说 最近新颁部的一个法律了 杨风面带笑容 汪源愣了一下 结巴地问道 神 什么 看来汪绍还是没有好好学习啊 最近新颁部的 反食品浪费法呀 莫非汪绍没听过 杨风的话 瞬间提醒了在场的所有人 汪源却还是一脸猛逼 道 你这是 咱们现在可不提倡浪费粮食啊 所以我看你点了这么多的菜 是不是有义务自己吃掉呢 杨风满脸笑容 可他的话 却已经让汪源顿时堕入冰窟窿里一般 这一桌子菜 可足足有七八大盘啊 再加上那一大碗米饭 这就算是大卫王来了 也不可能全部吃完 你 你 你到底要做什么 汪源咽了咽口水 杨风拿起了一根铁勺子 直接掰断地插在了桌子上 汪源被吓得身体一颤 这些东西吃完 汪绍就可以走了 杨风说着 扫了一眼他旁边的几个人 这些人被一个眼神吓退 连忙远离着汪源 汪源看着桌上那个被折断的勺子 再看向那个被捏碎了骨头的随从 他不敢不从 只能颤抖地走到了桌前 在所有人的目光下 他开始一点点地吃着桌上的东西 其实刚才本来已经吃饱的他 此时哪里还有余量 两分钟一盘 如果你觉得吃太饱的话 我会帮你把肚子里的东西清空的 杨风眯着眼睛 他的拳头放在桌上 吓得汪源又连忙不断地朝着嘴里扒饭 曾经狂傲的汪源 此时狼狈地害怕模样 引得周围的人一阵唏嘘 眼看着汪源朝肚子里塞了一盘菜 杨风看了一眼手机 道 两分钟 下一盘菜 还有一碗饭 我 我 你应该不会想浪费食物吧 杨风眯眼笑 汪源心中一个胆颤 连忙又不断地朝着肚子里吃着东西 随着几个轮次下来 他吃的东西早就已经堵住到嗓子眼了 而且 此时因为吃太多 一股便衣传来 他终于吃不下了 哀求地看着眼前的杨风 也是在此时 餐厅内突然传来了个扑扑的声音 汪源憋不住 身上一股恶臭味传来 也让餐厅内的人几乎同时捂住了鼻子 杨风也在此时嫌弃地站起身 带着赵竹威和杨小诗二人离开 在他走出去的时候 汪源似乎在这个时候 才终于得到解救 汪少 你 你没事吧 店员终于赶在此时上前 汪源刚准备愤怒 可吃撑之后的恶心上涌 顿时又连忙在地上呕吐 杨风三人已经走出了店内 可杨小诗还是回过头朝着店内看去 透过玻璃 看着他汪源的狼狈模样 杨小诗还是有些恶心 可紧接着便又转过头 不可思议地看着杨风 道 哥 你什么时候成世外高人的 看他吃惊的样子 赵竹威都有些好奇 问道 你不知道 你哥会功夫 他本以为兄妹俩一起长大 杨小诗应该早就知道才对 杨小诗摇摇头 道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不过 哇 太厉害了 他兴奋的眼睛里 滴溜溜地透露出崇拜 杨风敲了一下他的脑袋 道 别嚷嚷了 一会儿吃完饭该回家了 我还得收拾一下东西去山城呢 哦 我想起来了 今天我也还有游戏任务没做 杨小诗被提醒 也是猛然想起来 杨风给他的震撼 并没有想象中的持久 不过赵竹威确实欣细一些 他总感觉十分的奇怪 尤其是刚才的力量 甚至都不像是一个人应该有的力量 再加上连杨小诗都不知道杨风的底细 那这家伙的师傅到底是谁呢 几个人换了个地方 吃完饭之后 回到家中 赵竹威就住隔壁 不过他最近找了份工作 似乎经常在家里加班 杨风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但也不多问 收拾好了明天要的东西 到了晚上九点多 杨风才想起来一件大事 他拿起了今天 从仓库带回来的那个特殊石头 回到房间内 杨风把这个石头取出 放在椅子上 自己则坐在地板上观察起来 如同两个拳头一般大 从开堵石的角度而言 这么小的石头价值不高 不过杨风却能看清 这石头内部的朦胧 还有散发出来的绿色光亮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东西 杨风抬起手 一个手刀带着特殊力量 披在光滑的石头上 如此一个石头 只听见咔嚓的声音 便裂成两半 这石头被切开后 里面的朦胧灵气 在此时逐渐的凝聚 杨风仔细地看去 发现这些绿气 竟然凝聚成了一株草的模样 灵气形成的草 不 不对 这好像是食物 杨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用手轻轻地去触碰那一抹绿色 一股清凉传来 这一株草 竟然真的是实体的物品 我靠 杨风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开堵石 竟然还能开出草来 看着下面的根莖 这朱草暴露在空气中之后 似乎马上就开始逐渐地枯萎了 杨风眼看着不对劲 连忙将这朱草取出来 跑到了外面 他看到今天赵竹威正好带来了许多盆栽 干脆就直接将其中一株盆栽拔出来 随后种上了自己的草 这朱草在获得泥土之后 果然就停止了枯萎的进程 逐渐地恢复了之前的绿意盎然 呼 杨风松了一口气 这东西 看上去不简单啊 尤其是此时杨风看过去 还能从这一株草里 看到了极其浓郁的绿色 这似乎就是代表着生机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仙草 杨风犯着嘀咕 他也不知道这玩意是什么 就姑且这么叫吧 就在杨风擦一把汗的时候 突然看见这一株小草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不断地成长 直到这一株草 长得足有二十几厘米高的时候 才终于停止 此时的这株草 中间的主织干顶部 顶着一个球 而在两边 则是各自有一片特别大的叶子 杨风已经见过一次这种生长速度 便也谈不上吃惊 只是他总感觉这个仙草 能干点什么大事 如此生机盎然的气息 跟自己在老家发现的那些东西 截然不同 这东西 似乎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物品 正当杨风坐在阳台的地上 仔细研究着这株小草的时候 杨小师正好从房间里跑出来 看见杨风一个人坐在那 有些好奇道 哥 你一个人在那干啥啊 他好奇地凑过去 发现杨风一直在看着眼前的小草 这是啥啊 也是竹尾嫂子带过来的吗 杨小师奇怪地问着 杨风捏了一下他的脸蛋 让他在自己旁边坐下 啊 这个是我带回来的东西 它对我很重要 啊 可这不就是一株小草吗 能有啥重要的 杨小师有些奇怪地 用手碰了碰这株草的叶子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 这叶子在此时轻轻地落下了一个碎片 跌落在了泥土里 啊 咋这么脆弱 碰一下就碎了 杨小师奇怪地问着 杨风看了一眼 随后道 这是个新品种 名字叫做仙草 总之就是很脆弱 你别乱摸 哦 我明天要去山城 我不在的这几天 你帮我浇水看着 别给我养死了 杨风提醒着 杨小师一听这么简单 自然是爽快地答应道 我当然知道了 不就是浇水吗 行 那你 杨风刚要交代一些注意事项 门却在此时被敲响 杨风朝着门口走去 看高荣海 正好手里抱着一堆资料 给杨风送过来道 风哥 你之前让我带的东西 我都带回来了 嗯 到时候你要不要一起去 哎呀 我哪有时间啊 这段时间不是忙着 跟合作商研究出货的事情吗 还有就是合作成立的 那个珠宝公司 高荣海也是忙碌得很 你小子天天这么忙活 可别哪天猝死了 不至于不至于 我现在精神头好着呢 高荣海自信满满 二人进了门 杨风总感觉 这小子今天好像有些奇怪 他用眼睛仔细地看了看 在此时 他才突然注意到高荣海的脸上 此时竟然也有着一股黑气 杨风的表情微微有些变化 他记得之前看林景华的时候 也是如此 没多久 他就直接进医院了 可高荣海这小子 难道也有什么病 你最近去医院检查过没有 杨风突然问着 高荣海刚自己倒了杯水 被杨风突然问了一句 呛了几口之后 才无语道 风哥你啥意思啊 该不又看出什么了吧 我就随便问问 我当然去医院检查过了 就是之前他们做入职体验的时候 我也顺便体检了一下 高荣海说着 杨风摸着下巴 思索了一会之后 突然想起来什么 高荣海的黑气跟林景华不同 林景华是眉心发黑 而杨风则是在额头上一些的地方 这地方主管运势才对 难道是公司 杨风突然意识到 很有可能是公司要出事 他开始看向了高荣海带过来的材料 杨风用眼睛看去 凭借着趋吉避凶的能力 他果然看出了 其中有一份文件有问题 拿起来之后 是公司税务部门的文件 风哥 这是怎么了 高荣海此时还满脸不解 杨风的嘴角露出了几分笑容 道 看来有人想要跟我们玩 高荣海不理解杨风这话中的意思 奇怪道 谁要跟我们玩啊 风哥你说啥呢 我交代你一点事情 杨风小声地跟他说着什么 高荣海听了之后 表情有些不可思议 就这么办 到时候我会让林雪派人帮忙的 杨风拍拍他的肩膀 高荣海对杨风没有不幸福的道理 当即道 我明白了 我这就回去公司 嗯 杨风起身 看着高荣海离开之后 杨风的表情中也多了几分笑容 他没有想到 已经有人开始把手伸到公司了 只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不过他在这边跟高荣海聊着的时候 发现此时的杨小师 已经拿着个手柄 从房间里跑出来 看他继续玩游戏 杨风也只是叮嘱 不能超过晚上一点 随后便朝着房间里回去 今天好好地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上午 杨风就已经接到了慕容婉的电话 在临走之前 杨风特意交代着自己妹妹 要照顾好她开出来的仙草 随后才跟慕容婉离开 机场上 随着一架飞机的起飞 杨风终于踏上了前往山城的道路 而山城也是整个华夏 赌石最出名的城市 任何一个玩赌石的人 在听见山城这个名字的时候 都会露出向往 赌石不能没有山城 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可杨风作为江城如今赌石圈的大佬 却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 飞机落地 杨风跟慕容婉刚走出机场大门 此时在门口已经有一辆黑色的轿车等待 二人上车 坐在后排朝着市区开去 司机是个板寸头的男人 慕容婉竟然带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过来 有些奇怪道 慕容 这小子是谁啊 怎么之前没有见过 他是我在江城的朋友 朋友啊 我还以为是调查局新来的家伙呢 不过 你怎么会突然想着要带他来的 这次任务可是机密 男人似乎对杨风有些看不顺眼 慕容婉似乎没有多说 只是给杨风介绍道 杨风 他是调查局的机动两组 组长孟平山 之前这里都是他盯着的 你好 杨风跟他打着招呼 孟平山只是跟他点了个头 随后才道慕容 这小子到底什么身份啊 看他的样子 好像也就是个普通人啊 他是健保大师 我带过来 主要是到时候 可以帮我们鉴定一下那些人带走的东西 而且还能协助我们行动 慕容婉解释着 孟平山撇撇嘴 道 我们组的人已经盯着很久了 根本用不着辨认 我看到时候等时机到了 直接全部带走就行了 他对于杨风的到来并不欢迎 因为孟平山一直都喜欢着慕容婉 本来以为这次一起出任务 他就能有跟慕容婉独处的机会 可谁知道来了这么个混小子 尤其是看杨风 如此年轻 又是个普通人 能有什么用 话说江城那几个大师我都认识 还很没听说过叫杨风吧 到时候可别让我们失望了 孟平山说着 杨风露出了个笑容 我其实是来这边给公司进货的 到时候 如果你们的行动不需要我的话 我正好也要去当地的翡翠市场看看 罢了罢了 既然是慕容带你来的 那肯定就作用 孟平山摆摆手 开始跟二人聊起了自己这些天在这里的成果 实际上 他们机动族主要负责的 便是在这里盯着那些盗窃华夏古丸 并且想要带出镜的人 这个之前慕容碗已经跟杨风说过 而杨风猜测 这些古丸大概率都带着灵气 所以才会让调查局如此大费周章 随着孟平山的介绍 这一批人主要是来自于岛国的伊藤家族 伊藤家族在岛国的地位十分高 拥有着很多高战力的人者和阴阳师 除此之外 他们还收买了一批山城的富豪 在这里狼狈为奸 其目的 就是为了要在这里通过拍卖会的形式 将一批古丸合法地卖给一部分富豪 然后再通过这些富豪 将古丸带出华夏的境内 最终归到伊藤家族内 杨风听着之后 似乎是有些明白过来的样子 可又好奇到 这些人既然已经到边境城市了 为什么不直接想办法 越境偷都带走啊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 调查局的人在盯着他们 只要有风吹草动 我们就会直接动手 孟平山说着 才继续道 这些家伙的手法很隐晦 而且那些古丸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都没有见过 只是目前收到过一些线报 实际是否有国保 恐怕还要等拍卖会开始 之所以调查局的人如此谨慎 是因为这些家伙 都并非华夏人 万一要是抓错了 到时候可就是外交事故 容易受人以禀 拍卖会在明天开始 在那之前我们的人 会一直盯着他们 孟平山对二人最后说着 慕容婉微笑 看向杨风道 看来还得在这里继续待两天哦 我无所谓 反正就是来这里看看的 杨风一边说着 眼睛朝着车外看去 而随着车不断的行驶 开进山城市区内 此时的市区内 赌市文化更加的繁华 只要是一眼扫过去 就能看见一些赌市店的招牌 还有的则是成片的赌市街道 山城的傍晚 车在一家酒店门口停下 几个人走下车的时候 三个调查局的同事 也正好在门口迎接 跟他们打着招呼 酒店门口来来往往的人不少 不过杨风似乎对于人并不感兴趣 而是眼睛在看着远处的 一条街道招牌 哥们 你还看啥呢 准备进去恰饭了 一个青年跟杨风招招手 杨风回过神 道 要不你们先吃吧 我想去附近转转 我靠 你该不会是想玩赌石吧 那玩意可千万别玩 童话里都特么是骗人的 青年满脸的痛恨 旁边的女同事一脸的严鱼 调侃道 魏阳 你是昨天连续切了两个 都输钱了吧 嘿嘿 我那不过是稍微失手了一下而已 想当年我在江城玩过一次赌石的时候 那可是挣过大钱的 魏阳高昂着头 女同事又在此时点头 道 对对 咱们组还有谁不知道 两年前开了个石头 买石头花了两千块 开出来值三千块 然后请我们吃饭 吃了一千多块 是那次吧 哦 我也想起来了 他还老在群里 发他赌石挣钱的照片 前两天还看到呢 那图片都快包疆了 另外一个同事似乎反应过来 二人的话 引得魏阳的表情僵硬 扭过头道 你们懂个啥 起码我曾经成功过 而且 你俩不是等会还有任务吗 能不能赶紧去啊 我刚换班了呀 陈小静贪贪手 二人的吵架 在调查局内也算是特色了 就在此时 慕容婉却突然露出笑容 轻声道 话说起来 你们要是真的想玩赌石的话 可以跟杨峰一起去哦 说不准就挣大钱了 来到山城 如果不玩玩赌石的话 那这一趟行程都是有缺憾的 更何况他们刚刚换完班 也没啥事 孟平山在这个时候 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附和道 对对对 我看慕容说的对 我听说杨峰可是健保大师呢 你们要是跟他一起去的话 肯定能开出好东西 他突然换了副态度 没有了之前对于杨峰的质疑 不过陈小静却在此时看出了什么 眯着眼睛 打去道 老孟 你该不会是想要跟人家慕容组长独处 才特意把我们支开吧 我去 怪不得呢 另外两个同事猛地反应过来 孟平山的老脸一红 被看穿了操作顿时有些羞愧 不过慕容婉却在此时微笑 道 不巧 一会儿我还有事情要单独出去一趟 所以吃不了饭 嘎吱 心碎的声音在这个时候仿佛能听见 众人同情地看向了孟平山 此时的孟平山只能故作镇静 道 工作重要 工作重要 行了 我看今天正好有件宝大师在 要不去玩玩吧 反正对面走过去不远就有赌时间 魏阳在此时来了兴趣 孟平山扭过头 道 我才不去 既然慕容去努力工作了 我也得好好地看资料 你们几个别玩太疯了 我们还有任务呢 知道知道 老孟组长您就赶紧去努力表现吧 魏阳的声音渐行渐远 几个人已经朝着不远处走去了 孟平山看着他们离开 回过头看去 发现慕容丸也不知什么时候消失在了背后 他顿时郁闷 十分失意地走进了店内 杨峰几个人朝着赌石接过去 正好也跟着三个人认识了一番 除了刚才吵架的魏阳和陈晓静之外 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丁伟 嘿嘿 大师你可是慕容组长亲自带来的 是真有两把刷子的吧 魏阳嘿嘿笑着 就连陈晓静也在此时道 如果是大师的话 我要不也弄点钱随便玩玩 你们俩够了 赌石这玩意再怎么大师 都是十读九书的 要真那么容易的话 赌石岂不是成大师的提款机了 丁伟在旁边警醒二人 二人也贪贪手 道 就当体验风土人情了吗 更何况有老孟在酒店里看着 他呀 估计是正躲在哪个墙角哭着呢 丁伟也有些无奈 这些人聊起八卦来的时候 倒是跟普通人毫无区别 不过杨峰却能从他们的身上 看出几分流动的灵力 虽然博杂 但是却不弱 这说明他们的实力还是有的 对了杨峰 你跟我们慕容组长咋认识的 我之前都没怎么听说过 陈晓静有些好奇地问着 杨峰没想到 他们把八卦引到自己的身上 无奈道 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之前他帮了我一些忙 我才不信 我看慕容组长既然带你来了 肯定关系不简单 陈晓静的第六感 在此时发作了 魏阳似乎也想起来什么 打句道 不过你这次来 可真是让我们老孟措手不及啊 谁说不是呢 老孟这家伙 喜欢慕容组长很久了 奈何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啊 其实仔细想想也知道了 慕容组长的能力太强 这个年纪就干到了调查组的组长 而且如果不是出于资历限制的话 恐怕远不止如此 陈晓静说起慕容晚的时候 还有几分崇拜 杨峰看他们聊得热闹 此时距离赌时间还有些距离 好奇问道 慕容晚真有那么厉害 哎 你还不知道吧 慕容组长之前 侦破过当事局里最大的一个案子 而且亲自继拿过一个 操纵七阶式神的阴阳师 单打独斗啊 那好家伙 提起这个事情 三人的眼中都还是不可思议 杨峰记得那天 自己在箱子里遇到的 好像是三阶式神 但即便是三阶式神 那两个人都已经难以对付了 而慕容晚竟然可以单独对付一个七阶式神 这女人果然不如看上去的那么温柔 几个人一边说着 终于到了赌石街的入口 此时已经是晚上六点了 天色已经逐渐的暗下来 但现在正是赌石街最热闹的时候 挑选翡翠原石 最关键的便是要光鲜弱的时候 用强光手电筒照射 在白天的时候挑选 肯定是不如晚上的效果好 几人走进街道内 四处都能看见摆摊的人 他们走在路上 甚至有店老板和摊主 在此时主动上前招揽 杨峰 咱们是在摊位上买 还是进店里买啊 魏阳询问着 杨峰看了一眼四周 石头都太少了 而且很多都是废料 嘿嘿 听你的 魏阳嘿嘿一笑 其实不只是他 就连另外二人都在此时 有些想要开石头的冲动 毕竟都到这里了 还是会被这里的文化所感染 随着几人走进了一家赌石店 这家店的门口挂着一张红色的标语 高品质赌石 免费切石 几个人走进去之后 老板热情地迎上来 道 几位 是要玩赌石吗 我这里可以现场切割 同所无期啊 我们先看看吧 好嘞 几位看好了 随时跟我说 老板热情得很 又去跟旁边的客人说话 杨峰扫了一眼四周 这个店内的好东西并不多 不过对于一个这样的街道来说 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毕竟在江城的时候 这样的店一般都开不出啥东西 而这里起码还有不少的真东西 正在杨峰挑选着的时候 魏阳在此时看中了个几公斤石头 连忙地抬起来道 杨峰 你看看这个石头咋样 上面好像有一片绿色啊 作为外行 看见表皮这样的绿色 就总是会幻想里面开出绿翡翠 不过陈晓晶却在此时摇头 道 要说 你那天赌是亏钱呢 你不知道业内有一句话 叫做您买一线 不买一片吗 这绿色太多 沉不下去的 肯定是个废料 我去 你咋这么清楚 魏阳惊奇的样子 陈晓晶得意的表情 道 那是我可是做过功课的 二人在说着的时候 杨峰的声音突然从旁边传来 平静道 这个石头可以切 应该不会亏 啊 杨峰的话不仅是让这三人吃惊 也让店内的其他人 都奇怪地看着他 陈晓晶刚才说的没错 业内确实有宁药一线 不买一片的说法 而且这个石头看上去橙色一般 杨峰这是怂恿别人亏钱 此时最高兴地 莫过于旁边的老板 怎么样 选好了吗 老板屁颠颠地又跑了回来 赌食店老板都是一个性格 看见人选了都卖不出去的石头 就赶紧来问问 全当事大渊种 来帮忙清库存了 魏阳此时也有些猛逼 他看向了旁边的杨峰 道 哥们 你该不会是给我下套吧 我反正已经提醒过你了 信不信有你 杨峰贪贪手 他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继续看起了店内的其他石头 魏阳此时可真有些纠结了 慕容婉说 这个小子是什么健保大师 可他真懂赌食 别开了别开了 我都看不下去了 这个石头一看就不行 赶紧换个石头吧 就是啊 你看上去就是个新人 不忍心看你亏钱 可不嘛 年轻人挣点钱也不容易啊 旁边的一些大叔 都开始劝了起来 他们是这个圈子内 长期玩赌食的 看见魏阳要跳火坑 终于还是开口 老板倒也不生气 只是问着 这位帅哥 你是要开这个呢 还是再换一个 你俩说呢 魏阳犹豫的看向俩同事 二人都在此时想要看看杨峰 却发现后者早就不关注这里 自己在那专注的选石头了 要不 听他的 陈小静犹豫了一下 还是觉得 这家伙看上去不像是胡说 丁伟也在此时道 这个石头得一千多块钱呢 咱们一个月参补和邮费的钱 反正你自己看呗 那就这个 魏阳咬咬牙 还是决定相信杨峰 周围的人都在此时叹了口气 这小子是真劝不住啊 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老板 你今天运气真不错啊 这大渊种 是铁了心 要帮你清库存了 这个石头我三个月前就看到 他摆在那了 今儿个可算是有人买了 这些人跟老板是熟人 打趣起来 引得店内一阵欢笑 魏阳在此时心中一咯噔 他突然后悔了 杨峰那小子 该不会糊弄自己吧 正好此时 杨峰也选完了两个石头 在脚下放着之后 才问道 咋样 你的石头开完了吗 刚放进切割机里呢 魏阳说着 看杨峰淡定的样子 他的心中却有些揪着 虽然说他的工资待遇也不差 但这石头 好歹也花了一千八百块钱呢 有这个钱 他买几十斤排骨在家吃 那不香吗 哥们 你跟我说实话 刚才你是不是就是为了敷衍我 所以才让我开这个石头的 魏阳在等待石头切割的时候 忍不住问着 陈小静听到这个 倒也觉得有可能 才道 哎 杨峰你要是这样 可就不厚道啊 好歹慕容组长说 你是剑宝大师 你倒是心疼他 我看你俩也没看上去 那么不和谐吗 杨峰打去着 陈小静的脸色一红 扭过头道 胡说什么呢 我们好歹是同事 放心好了 就这石头 如果开不出东西 算我的 杨峰爽快地说着 可他的自信 显然是引来了一片群潮 又是一个来装逼的 别说刚才那个石头 橙色不好了 就算是橙色好的石头 也不能保证开出好东西 毕竟赌石 就是小概率的玩意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切割机的运转声音停下 伙计在此时 第一个看清橙色 猛逼道 卧槽 诺冰种 还是痘绿的 他的话 吸引了众人 而魏阳听见这话 更是大喜地跑过去 看清橙色后 他顿时有些振奋了 石头切开的这一面 水头很不错 虽然达不到冰种的水平 但是在这样的店内 能开出诺冰种 已经是极其厉害了 再加上那些许的豆绿色 也算得上中荡翡翠的颜色了 卧槽 杨峰 不对 峰哥 我特么爱死你了 魏阳顿时激动地抱着粗口 此时别说他 就连店内的所有人 都在此时猛逼了 这家伙 真是大事啊 陈小静和丁伟四目相对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诧异 他们没有想到 杨峰的眼光 竟然这么毒辣 自己之前 怎么没有听说过这种人呢 杨峰的表情 倒 再切一刀 然后就卖了吧 应该能卖个几万块钱 嘿 听你的听你的 对了 搁几个还没吃饭吧 今天高低得请客 魏阳此时又嘚瑟了起来 回想起自己上次赌食 挣了一千块钱 结果请人吃饭 花了一千多 这次绝不会再出现 这样的情况了 随着第二刀切下去 这个石头不出意外地增值了 魏阳也是以五万块钱的价格 卖了出去 如此一幕 可让众人羡慕坏了 不过在这种时候 大家才意识到 这个石头 仅仅是魏阳自己选的 而杨峰自己 还亲自选了两个石头 放在脚下 正当杨峰要准备开始的时候 有个人却在此时 认出了杨峰的身份 我想起来了 他就是赌神峰哥 这家伙突然的话语 让店内一群人猛地清醒 魏阳三人听到赌神这个词 都疑惑地看向杨峰 我不知道啥情况啊 杨峰一脸猛逼的表情 自己啥时候成赌神了 可围观群众 却在此时认定了他 道 我也想起来了 刚才那人叫他杨峰 肯定就是峰哥没错了 对对对 直播里的体型也差不多 靠 赌神大佬 让我吸一吸忧气 这些人激动地朝着杨峰凑过来 狂热的气氛 就连路过的人 都想要凑过来看看 魏阳三个人打死都想不到 杨峰在赌石界 竟然还有这样的地位 好家伙 能在一个圈子里 称之为赌神的人 上一次还得是发歌 杨峰也无奈 只能道 我就是个普通人 也是会失手的 可别开玩笑 赌神大佬 您竟然来山城了 这次是不是准备大赚一笔 就是啊 要不带上我吧 我是本地通 他们激动的样子 像极了脑残粉 遇到了偶像 不过他们激动的时候 老板却在此时 动起了歪心思 这个家伙竟然就是那个 被称为赌神的男人 那他挑选的石头 肯定不一般 诸位 对不住 今天要闭店了 老板突然在此时开口 打断了众人的谈话 杨峰也在此时反应过来什么 看了一眼自己脚下的两个石头 道 老板 这两个石头 我可要买了 你 对不住对不住 我这临时有事 生意就先不做了 老板故作一脸抱歉的表情 可大家哪里看不出来 这家伙摆明是看中了 杨峰选的两个石头 如今把大家支走 他就是要自己偷偷地 开这两个石头 杨峰有些许无奈 说着 老板 我可提醒你一下 就算是我选的石头 也并非是百分百能开出东西的 我这 听不懂杨先生你说什么 我这确实有事情 所以做不了生意了 老板故作疑惑 大家都看出 这个老板的不厚道了 不过这也难免 能让赌神杨峰看上的石头 那绝对是价值千金 别的不说 就刚才魏阳随便开的一个石头 都卖了几万块钱 杨峰亲自选的石头 不是随便都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 开这么个店 一年都挣不到这么多钱呢 也怪不得这老板如此贪心 杨峰听了这话 只能道 其实我刚才并没有 要买这两个石头 也没有要在你这里 买石头的打算 打扰了 说完 杨峰便朝着外面走去 魏阳三人看杨峰 既然真的走了 便跟着一起走出了这家店 回到了街道上逛了起来 店内的不少人 也在此时连忙离开 跟在了杨峰的屁股后面 丁维感觉到 屁股后面有人跟着 打去道 真没想到 你在赌石圈的名声这么大 都有尊号了 一会儿累了 咱们找个地儿吃饭吧 今天白嫖了几万块钱 高低得弄顿好的 魏阳嘿嘿笑着 二人看上去都很自在 不过陈晓晶却在此时一脸不满 道 你们俩还真能高兴的起来 没看见杨峰刚才选的石头 被人抢了吗 那家伙绝对是故意的 说起这个也是 真没有想到 这家伙倒得如此低下 便宜他了 魏阳提起这个也有些不爽 可杨峰没有付钱 人家不卖 也确实没有办法 不过杨峰却在此时露出笑容 道 也不一定了 啥意思啊 三人奇怪地看着他 与此同时 老板已经充满期待地拉上店门 在店里开始偷偷地开石头了 殊不知的是 此时的店门口 有着不少人正在偷听着 里面切石头的声音 不过此时激动的老板 根本来不及想那么多 随着第一个石头被放进切割机 他期待的目光 甚至想好了去夏威夷 还是马尔代夫旅游 可随着一刀下去 让他难以置信的是 这个石头竟然是个废料 怎么可能 老板的心脏猛地跳动 连忙又开出另外一个石头 可随着这个石头又切出来 他在原地已经彻底的傻眼了 两个石头 竟然没有一个能切出翡翠的 甚至连一块做吊坠的材料都没有 这 这是 老板不服气 接连地切了几刀 这两个石头就是彻底的废料 即便是被乱刀切开 也看不到一点点绿色 他终于在此时意识到 杨峰离开之前说的那句话了 妈的 这混蛋耍我 老板顿时爆粗 脑海中的马尔代夫和夏威夷 在此时变成了他家隔壁的臭水坑 没有开出东西 他只能在此时又将店门拉起 可就在此时 老板看见门口站着十几个人 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 朝着切割机旁看去 切割机旁是刚刚切出了一堆废料 这些人都是老手 自然是明白了什么情况 别看了 别看了 要买买 不买滚 老板气急败坏 客人都摇摇头 道 老板 你怎么说也是做生意的 真没想到这么下座啊 下座了之后还没挣到钱 搁几个走吧 以后得提醒一下人家 什么才是真正的黑店 我呸 最后一个人吐了口唾沫在地上 这些人鄙夷地看着老板 最后离开了这里 与此同时 一个街道的摊位前 三人刚刚听完杨峰说 都有些不可思议 在开石头的时候 我就感觉那老板不对劲了 所以换了两个废料给他 没想到他还真上当 杨峰露出微笑 道 我想 现在他不仅是一分钱赚不到 自己店的名声应该也臭了吧 四 魏扬三人倒吸一口凉气 真 真不愧是慕容组长的朋友 陈小静也背后发凉 这俩人 一个比一个腹黑啊 杨峰倒不知道 他这句话的意思 离开这家店之后 杨峰又换了家店 找到了个其他的赌食店 不出意外 杨峰买了五个石头 开出的其中两个 都价值二十多万 这一波操作 把魏扬三个人都看傻了 好家伙 人家挣钱 这是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不过杨峰之所以 没开出更好的东西 实在还是因为 这个街道内的东西 太过于乏善可陈 对比江城虽然好了许多 但若是要开出好东西 还是得想办法去一手市场 在外面转悠完了 四个人也一起走进了一家餐厅内 等他们进去之后 餐厅内的生意 似乎都在此时变好了 看来你都可以准备出道了 这都有十几个跟踪你的了 魏扬打去着 他们分明都感觉到了 餐厅内这些都是 想要跟杨峰赌食的人 陈小敬也无奈 道 看来一会儿得想个办法甩开他们了 免得影响办案 杨峰估计还不知道 咱们在聊什么呢 丁伟打去着 此时的杨峰 好像确实不知道自己被跟踪 杨峰也乐得轻松 故意装傻充棱道 你们在说什么 看 我说啥来着 丁伟笑着 魏扬看杨峰傻乎乎的模样 才道 虽说你对于赌食很有研究 不过要论起洞察力 确实跟我们常年办案没法比啊 得 杨峰还是点菜吧 今天可有人请客呢 哈哈 对对 我请客 魏扬豪爽地说着 杨峰点头答应 刚拿起菜单 准备要点上一些的时候 却突然感觉到 空气中有几分不舒服 嗯 杨峰感觉奇怪 抬起头朝着门口那位置看去 那坐着两个正在聊天的男人 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变在这 似乎聊得非常开心 杨峰定睛看去 发现他们二人身上 也流淌着一股浑浊的灵力 可是却有些许的灰色 导国人 杨峰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魏扬见他拿起菜单 迟时不点菜 奇怪道 杨峰 你这是咋了 就是啊 怎么突然发呆啊 难道终于发现 你的粉丝在跟踪你了 陈小静打趣着 杨峰露出了笑容 道 不 是你们的粉丝在跟踪 啊 什么意思啊 三人都奇怪地看着他 杨峰微笑 轻松道 看看门口那俩人 几人顺着他所说的看去 咋啦 那俩人好像是正常客人 也不是你粉丝啊 旁边那个倒是你粉丝 哥们你认错人了 魏扬说着 杨峰看三人还没反应过来 摇头无奈道 送上门的三等宫 你们还没发现吗 啥 魏扬奇怪地说着 不过就在这时候 丁伟似乎猛地意识到了什么 不对 确实不对 丁伟猛地在此时站起身 魏扬和陈小静 也几乎同时动手 三人都在这个时候 明白过来杨峰的意思 门口那两个人 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被发现 等他们反应过来 刚要抵抗 三人此时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已经到了他们旁边 这两个岛国人 甚至来不及还手 就已经被按在地上 两人脑袋贴着冰凉的地板 心中慌乱 其中一个男人 却在此时连忙开口道 你们 你们干什么 我要报警 我要报警 他大声叫着的样子 魏扬咧嘴一笑 啊 我们的等级可比警察高 你有啥事 直接跟我们说就行了 你们欺负人 我们只是来吃饭的 男人又立刻嚷嚷着 餐厅内的其他人 都被这一幕看呆了 不明白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丁伟在此时摇头 道 要不把他们的裤子扒了 看看他们现在 还没有穿到破尿布 也对 之前不就抓了个小子 还真穿着尿片吗 魏扬一点头 他们一唱一和 让这俩人顿时害怕到了极点 不要 不 我们承认 我们是 是岛国人 二人一着急 家乡话的口音 就在此时出来了 魏扬咧嘴一笑 道 看样子不用费那劲了 给这两个人戴上手铐之后 陈小静已经打了个电话 让同事朝这边赶过来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突然反应过来什么 三人的眼神 几乎同时看向了杨风 此时的杨风 在那自顾自的吃饭 被如此看着 似是也浑然不察觉 同事过来 带走了这两个间谍 魏扬三人回到了餐桌旁边 此时的杨风 早就已经吃饱喝足了 我说你们几个 要不再重新点几个菜吧 这餐厅不太行 菜太小分了 杨风嫌弃地说着 三人还有些猛逼 你 刚才怎么发现那两个人呢 魏扬呆呆地问着 他们刚才还在说 杨风的洞察力不行 可打脸竟然来得如此之快 这家伙 不简单 杨风早知道 几个人会问起这个 才到凑巧发现的 啊 三人面面相去 可杨风并不愿意解释太多 已经在此时悠哉地拿出手机 似乎是在查本地的地图 他要看看 这里最好的赌食市场 是在哪 见他不说 三人也没有办法 自己吃饱喝足之后 便一起朝着酒店回去 现在已经是傍晚的八点多了 杨风有些累了 调查局的人 已经帮他订好房间 杨风进去之后 便关上门洗澡了 此时酒店外面的大厅 魏扬几个人 围着一张桌子坐了下来 你说这小子 到底什么来头啊 不知道 但他是慕容组长带过来的 你知道慕容组长 连老孟都看不上呢 这小子肯定有过人之处 我去 你这话也太伤人了 要是让老孟听到 还得了 魏扬听陈晓静的话 都有些无奈 恰在此时 孟平山从房间里走出来 看见几个人坐在那聊天 又看了看四周 有点奇怪道 怎么就你们三个人啊 不是还有个杨风吗 他呀 回房间里休息了 估计是累了吧 魏扬开口说着 孟平山看了一眼房间门 也在旁边坐下道 你们刚才聊什么呢 没 没什么 就是说 今天魏扬挣了钱的事情 陈晓静干咳一声 连忙拿魏扬当挡箭牌 说起他挣钱的事 孟平山自己坐下 有些差异道 真挣钱了 那你小子 这次不得吹上的几年 他这次吹不起来 都是杨风帮他选的 陈晓静在旁边言语着 不过魏扬提起这个 却十分服气道 你别说 杨风的眼光真的不一般 毕竟圈内赌神 他估计真是来这边赌食的 几个人在说着 孟平山在旁边听着 表情却微微的有些变化 嗨嗨 孟平山突然干咳一声 三个人都奇怪的看着他 道 老孟 你这是咋了 你们几个一起出去 除了赌食之外 就没有聊一点其他的 孟平山试探性格问着 魏扬提起这个 又立刻道 还有个事情 绝对出乎老孟你的意料之外 什么 他的敏感度绝对不是一般人 魏扬说起了 之前杨风在餐厅 发现了两个间谍的事情 孟平山听了之后 惊奇道 这小子还有这种能力 可不吗 我们都觉得难以置信 陈晓静和丁伟二人也嘀咕着 孟平山的表情有些变化了 如果杨风真不是普通人的话 那慕容碗带他来这里 恐怕就不只是来健保那么简单了 老孟你咋了 丁伟奇怪地问着 孟平山干咳一声 暗示地问道 那他有没有 有没有说点其他的事情 其他的事 丁伟奇怪地问着 孟平山见他不开窍 脸色微微有些泛红 又暗示道 就是除了工作上的事情 工作之外的事 不是 老孟你今天咋了 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魏扬都感觉奇怪 不过陈晓静倒是在此时 看出了端倪 了然道 老孟的意思 应该是想要问问 杨峰跟慕容组长 到底什么关系吧 我要了解一下 新来的朋友吗 孟平山的脸色更红了 几个人了然过来 看着孟平山的样子 也叹了口气 老孟 咱说句实话 要不你还是放弃吧 丁伟在此时都不忍心 孟平山一听 顿时紧张道 难道杨峰说了什么 那倒没有 我们虽然问过 不过他说 就是普通朋友关系 丁伟说着 但马上又继续道 但是我看他俩的关系还不错 起码比跟你强点 我觉得也是 老孟你说单相思这种事吧 没啥前途的 对 舔狗不得好死 三人在这个事情上 倒是十分的统一意见 孟平山顿时不高兴了 道 你们几个回来 就说这个 更何况 你们就是瞎猜 我只不过是 跟慕容有些工作上的交集 谁说我当舔狗了 老孟 骗哥们可以 骗自己不行啊 我 孟平山这边话刚说到一半 正好见到慕容婉 从外面走进来 看见他一回来 孟平山的表情 顿时变得热情了许多 他连忙站起身 上前迎接道 慕容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有啥情报 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谢谢 不用了 慕容婉微笑回答 看到几个人都回来了 才问道 杨峰吗 他在房间呢 我正好有点事找他 慕容婉提着个袋子 敲了敲杨峰的房间门 杨峰刚洗完澡 打开门之后 让他走了进去 而就在慕容婉 走进去的瞬间 外面的孟平山的心 在这个瞬间碎了 他他他 他一个人进房间了 孟平山顿时手抖的 都说不一句话 自己甚至都还没有 单独跟慕容婉待过呢 陈小金叹了口气 道 老孟 节哀 人生不如一世长八九 舔狗不得好死 几个人一人留下一句话 各自进了自己的房间 只留下了个 有些凌乱的孟平山 不过外面的热闹 房间里的杨峰是不知道 此时的房间内 杨峰刚换上衣服 看慕容婉进房间 才奇怪到 啥事不能在外面说 一个机密 慕容婉微笑地回答 把手里的袋子放下 随后 他看杨峰紧张的样子 打去道 怎么 害怕了 只要你不紧张 我就紧张 杨峰摊摊手 慕容婉把桌上的袋子打开 拿出了一个青铜面具 微笑道 帮忙看看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杨峰有些奇怪 二人在桌子旁坐下 杨峰的眼睛 仔细地打量着 这个青铜面具 最后 才见杨峰鄙试道 弄个赝品来考验我吗 真是赝品 慕容婉的语气 变得略微有些变化 杨峰看他的表情 疑惑道 你不知道 猜到了 但是没想到是真的 慕容婉似乎是明白过来了什么 杨峰又仔细地看了一会儿 最后猜到 不过这个作假的工艺 还是很高的 大概率背后有高人协助 这是当然 否则他们要怎么骗过拍卖会上的人呢 啥意思啊 杨峰总觉得 慕容婉话里有话 慕容婉的笑容 在此时 变得比刚才更加具有深意 道 你真想知道 你话说一半 故意掉人胃口 杨峰美好气地说着 慕容婉点点头 道 这个可是你让我告诉你的 赶紧说说看 杨峰来了兴致 慕容婉将青铜面具放下 猜道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追查的那个团伙 想要带走的文物 啊 他们偷一堆赝品 杨峰猛逼的表情 不过片刻后 他似乎突然明白过来什么 道 不对 他们已经把真品转移了 是这个意思吧 你确实很聪明吗 慕容婉还是有些意外 杨峰如此快地猜出来 杨峰点头 道 怪不得我说 他们为什么到了边境城市 还要搞个拍卖会这一套 实际上 这个拍卖会只是转移 你们注意力 本质上 他们早就已经将文物转移了 没错 但东西肯定还在山城 我猜他们 应该要在明天拍卖会进行的同时 将文物带出边境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人 注意力都在拍卖会上 慕容婉跟杨峰说着 他漂亮而温柔的脸上 眼睛里却闪过一道金光 杨峰摊摊手 哦 我明白了 不过这个跟我也没啥关系 毕竟我只是来帮你鉴定一下东西真假的 现在应该算完成任务了 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慕容婉开口着 杨峰刚准备起身 听到这话身体一僵 怀疑地看向他 有些警惕道 什么意思 我们调查局是有保密规定 如果将下一步的行动机密透露出去 知情人就必须一起行动 避免情报外泄 慕容婉如实说着 杨峰一听 顿时炸锅了 猛地站起身道 不是 你早知道有这规定 那你把事情告诉我干啥 刚才我已经提醒过你了 是你自己非要听的 跟我没关系哦 慕容婉 一副与她无关的微笑表情 杨峰似乎这才反应过来 之前陈晓晶那句话的意思 腹黑 太他妈腹黑了 你给我下套 杨峰生气地提高了语调 就连隔壁似乎都能听见 慕容婉微笑 啊 是你自己给自己下套 不过按照保密规定 你今明两天最好不要离开酒店 到时候可能有个特殊行动 正好人手不够 你 杨峰有些绝望 这女人太黑了 她从一开始就想要把自己拖下水 结果现在自己还真钻进去了 那你要怎么办 杨峰立刻问着 慕容婉看了一眼四周 声音在此时低了一些 二人在房间里说话的时候 此时在隔壁的房间门口 刚走出来的陈晓晶 正好听见了杨峰刚才的抱怨声 隔壁的孟平山三人住一个房间 此时也走出房门 刚才杨峰的房间里 是不是有什么声音啊 丁伟奇怪地问着 陈晓晶点点头 道 好像是有 不过我没太听清 就说个什么套的事情 我也听到了 好像慕容组长说什么套 但杨峰抱怨来着 魏阳嘀咕着 不过二人的话刚说完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他们看向旁边孟平山 后者此时已经在原地石化了 哎我还是回房间继续睡觉吧 不知道慕容组长 今天会不会回房间呢 陈晓晶叹了口气 又关上了自己的房间门 老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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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抬她进房间吧 魏阳和丁伟无奈 这注定是个令人心碎的夜晚 一晚上过去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 杨峰的房间门被敲响 让她一起去楼下的餐厅吃饭 早餐厅内 今天的人并不多 魏阳几人已经坐下 慕容晚则是一大早有事情 先出去了一趟 不过几个人看见杨峰到了 连忙热情的招招手 让她过去 杨峰走过去坐下 打招呼道 早上好 这里有啥吃的 馒头包子和粥 哥们你随便吃点 魏阳一边说话 眼睛却一边多了几分崇敬 就连旁边的丁伟 看着她的目光 都比昨天要充满敬意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 比如坐在对面孟平山 此时看着杨峰的眼中 充满了忧怨 甚至握着筷子的手 都要把筷子给捏断了 杨峰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 呆呆道 你们这是咋了 哥们别藏了 哥几个都知道了 魏阳满脸笑容的样子 杨峰有些无语 道 我藏什么了 哎 你们这到底啥意思啊 还不承认 小金你说说 昨天慕容组长 啥时候回房间呢 丁伟在此时找到了证人 陈小金回忆了一下 道 应该得有一个多小时 快两个小时吧 听听 证据 证据 丁伟的话一出口 还听到了有人咬牙切齿的声音 杨峰有点奇怪地看着四周 问道 咋回事 这餐厅里闹耗子 我怎么还听见耗子磨牙的声音呢 嗨嗨 魏阳干咳一声 是一只孟平山收敛一点 孟平山冷哼一声 继续埋头吃着自己的东西 耗子好像没了 杨峰更奇怪了 这么好的酒店混到耗子 还有这几个人 一大早的干啥呢 你们到底啥事啊 杨峰这一下 连饭都吃不安稳了 陈小金在此时都听不下去 鄙视道 杨峰 没意思了哈 大家都是朋友 你昨天睡得可香了 但是你考虑过别人的感受没有 昨天老孟 估计是一晚上没睡着 滚蛋 我昨天也睡得可香了 孟平山死要面子 丁伟咧嘴一笑 道 说得对 昨天睡觉的时候 嘴里说梦话 都还在念叨杨峰的名字呢 啊 杨峰又傻了 他都不知道这帮人 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 难道自己透视眼的事情 被他们发现了 杨峰的心中突然一咯噔 这事可是连木容婉 自己都没说啊 肯定是自己 昨天赌食的时候 不小心暴露了 他的心中 在此时顿时紧张了起来 道 你们 真的都知道了 当然知道了 你小子的眼光可不一般啊 魏杨羡慕极度恨的表情 杨峰听了 心想这几个家伙 果然知道自己眼睛的事情了 可他们知道多少呢 这事 你们没到处乱说吧 杨峰害怕 被调查局的人带走 去做什么窃片实验 陈小静说起这个 是爽快道 瞧你这话说的 我们虽然八卦 但也不是没有底线的人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到处乱说 就是啊 杨峰要相信我们的保密精神 丁伟拍拍胸脯 杨峰看他们如此 心中十分感动 哦 我还以为你们知道之后 会把我当成另类呢 没想到大家人都这么好 那必须的 你现在 就是我们的朋友 广快的表情 杨峰很是感激 道 谢谢你们 对了 既然你自己也承认了 要不就跟我们说说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 我们都完全不知道 陈小静在此时八卦起来 丁伟也连连点头 道 可不吗 慕容组长他也是的 我就记得前两天 他说去见个什么朋友 让我们帮忙照看一下 就是你吧 啊 那时候他正好来我家 我去 太刺激了吧 那你这 啥时候开始的呀 得有一个多月了 杨峰的话一出口 三个人连连点头 道 怪不得呢 我跟你说 追慕容组长的人 在调查局到其他部门 都排队到了大西洋 没想到最后 被你小子得手了 真特么羡慕死老子了 魏阳在此时 都忍不住地咬着衣角 随后突然感觉到 陈小静瞪了他一眼 不过杨峰却听得有些梦了 奇怪道 这个跟慕容玩有啥关系 嗯 你小子玩失业 丁伟顿时不爽了 道 这里就咱们几个 你想耍赖啊 不是 耍赖什么 我跟他 等等 你们到底说了什么啊 杨峰突然意识到 自己可能理解差了 丁伟摆摆手 道 算了 你小子就给个准话 到底准备什么时候 跟慕容组长结婚 我们到时候 扑 杨峰刚喝进一口豆浆 顿时全喷在了桌上 对面无辜的孟平山 一身的豆浆味 小子 我已经认你很久了 孟平山的眼睛里 都露出了极度的泪水 杨峰终于意识到了 问题的严重性 连忙道 不是 你们这跟我唠半天 到底啥意思 我怎么好像没听懂啊 还耍赖 昨天慕容组长 进你房间那么久 你们都干甚了 魏阳直接质问 杨峰一听是这事 才道 没啥呀 他就是跟我聊了一点 你们调查局的任务 哦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他跟你一个 没有任何背景的人 避开我们进你房间 单独说话 就是为了聊调查局的事情 是这样的 杨峰 峰哥 咱下次说谎 找个靠谱的理由行吗 哎 你们 杨峰欲哭无泪 他咋老遇上这种事 回忆起上次 自己扶着妖子的事情 也给人解释了一天 好在此时 慕容组从外面回来 杨峰顿时看到了曙光一般 道 看看 当事人回来了 赶紧说说咱们俩昨天干啥了 他就期待慕容组 帮自己解释一下了 不过慕容组 却只是看了一眼他们几个人 随后才奇怪地问道 为什么要告诉他们 对对 我们根本不感兴趣 这几个人连忙复合 慕容组 拍了一下杨峰的肩膀 道 跟我出去 有事情跟你说 我还没吃饱呢 带走 一边走一边吃 慕容组让杨峰起身 二人一起朝着外面走去 随着二人刚离开 几个人又听见了咬牙切齿的声音 还伴随着咔嚓的碎裂声 啥碗一打碎了 陈小静奇怪地问着 卫阳看了一眼孟平山 叹了口气道 是一颗脆弱的少年心啊 几个人叹了口气 杨峰和慕容组走出酒店之后 他吃完东西 嘴里还有些郁闷的埋怨 刚才我都已经差点被冤死了 杨峰苦逼着一张脸 慕容组笑了笑 道 我听到了呀 你听到了 还不帮我解释 解释什么 你昨天在我房间里 我可啥也没干 而且你后面明明事情说完了 非要赖在我房间泡了壶茶 所以才能往回去的 杨峰连忙说着 慕容组微笑 道 我知道 我故意的呀 啥 啥意思 杨峰有些愣住 慕容组弹瘫手 道 我本来就不喜欢别人缠着我 你不是正好帮我吸引注意力了吗 你 杨峰猛地反应过来 自己以为 昨天晚上已经上过一次当了 可万万没有想到 慕容组竟然跟自己玩一剑双雕 他回想起来 那个孟平山确实对他有意思 慕容组自己拒绝不成 就开始拉着自己当挡箭牌 靠 太黑了吧 杨峰终于明白过来 他也是到现在才懂得 什么叫做真正的附黑 昨天跟你说的事情不会忘记吧 慕容组开始说起了正事 杨峰点头 哦 我知道 不就是帮你收拾那几个人吗 我想就凭借你的实力 应该不成问题吧 啊 没事 反正你已经答应了 如果你在任务中捐躯的话 我会给你申请牺牲补贴的 啊 呸呸呸 杨峰美好气地回答 二人一边说话 一边离开了这里 山城的一天 过得也总是特别快 到了晚上五点多 山城的拍卖会也即将开始了 这次的拍卖会 其实是山城每年的固定节目 每年的这个时间 他们都会租下山城大礼堂 在里面举办一场代表山城的拍卖会 作为翡翠之都 山城的拍卖会主要特色是翡翠和赌石 不过这两年随着发展的脚步 拍卖会中也加入了大量的古弯 就比如今天的拍卖会 就有高达十几件顶级古弯 在这里出售 吸引了众多富豪 山城大礼堂门口 调查局的几个人已经逐渐的入场 礼堂的附近也是埋伏着许多人 整个的包围了这里 他们要做的 就是要对这批想要将国宝 带出华夏的人 全部一网打尽 慕容组长和杨峰 好像出去之后就一直没回来 干啥去了这俩人 魏阳有些奇怪 正在他念叨着的时候 慕容碗从不远处回来 随着他走到跟前 几个人朝着后面看了看 疑惑到 哎 慕容组长 杨峰呢 他临时有事 估计要晚一点才能回来 可叫他来 本来不就是为了鉴定一下 这些东西的成色吗 魏阳更加奇怪 不过慕容碗没有多说 他也没法多问 几个人一起朝着大礼堂内走去 而他们进去的时候 在礼堂楼上的一个角落 此时身着灰色衣服的男人 已经拿出了胸前的通讯器 小声道 已经确定 调查局的人进去了 带头的是慕容碗 嗯 好好 只要他们进去了就好 另外一边传来了喜悦的语气 而这个声音的来源 则是在靠近边境的赌食市场 一个不起眼的小店里 这个店里 有着三个骨干人员 领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 而在外面 则有几个看上去四世 在挑选赌食的客人 实际上却是在放风 只有他们 才是这次行动真正的核心 只要将调查局的人骗到拍卖会 他们便可以偷梁换住 暗度陈仓地带着谷玩离开华夏 拍卖会还有十几分钟开始 等拍卖会开始了 他们的东西 应该也就送过来了 到时候按照A路线 从边境翻墙过去 只要到边境外 他们就不敢再追出来了 为首的男人 跟另外二人商量着 二人点头 道 看来这个超能调查局 也不过如此 还得是伊藤大人的计策好 声东击西 调虎离山 这些人恐怕做梦 都不会想到 我们还有一批人 在这里早就等好了 另外一个男人拍着马屁 此时为首的伊藤纯江 却还是认真道 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候 千万不要大意 从这边过去边境 最多也就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一个小时之后 我们就出现在干国了 到时候 他们就算是想管 也是边长莫及 这俩人此时已经得意到了极点 就连伊藤纯江 都在此时心中有些嘚瑟 不过就在此时 门口却正好走进来了一个客人 对这里面叫道 老板 来看看石头 这个声音的主人 正是本应该出现在 拍卖会上的杨峰 伊藤纯江 看见来了的客人 心中有些郁闷 但看着还有十几分钟 他还是走上前道 这位客人 实在是对不住啊 我这边临时有事 所以 怎么又有事 你们这些山城的赌石老板 是不是都这么黑心啊 我杨峰大老远地 从江城赶过来 你们都不做我生意 杨峰故意提高语调 有几分顽固子弟的意思 他的话 不出意外地 吸引了周围的人 周围的人听见杨峰和江城 顿时都来了注意力 转过身道 哎 还真是杨峰 卧槽 赌神来山城 竟然是真的 我还以为 昨天本地论坛那几个哥们 是吹牛逼呢 照片都一样 还能是假的吗 店外的人 在此时被吸引了进来 赌石店的老板 本来是准备把杨峰轰走的 可是 这里突然聚集了 如此多人的注意力 这让他的表情有些为难 各位 我可是第一次来山城啊 莫非这就是你们的代客之道 杨峰故意不满 此时 店内已经聚集了二十几个人 他们一听 当机道 赌神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这里的风俗 我帮你报警 让市场管理的人过来 这些热心群众 已经在此时拿出手机了 伊藤纯江一听报警 顿时脸色都慌了 连忙道 猪 猪位 我可真不是不做生意啊 我这 那你倒是让我选石头啊 更何况 我看你这店也不小 还有俩伙计呢 杨峰催促着 杨峰如此一折腾 四周又来了如此多人 伊藤纯江立刻着急了 他的人马上就要 把那批古丸送过来 到时候 他们要一起从边境出去 可现在却有着麻烦了 我看要不这样 既然先生如此喜欢赌石 这店内的东西 您随便挑 我也不说您钱 就当是您给我做宣传了 这老板在此时 十分懂得变通 也看出杨峰在赌石圈内 是很有身份的人 不过杨峰却是不满 道 你瞧不起谁呢 我是付不起钱的人吗 接二个 我就得好好在你这店里选 他一边说着 已经拿起旁边的一个石头 放在了脚下道 这个石头多少钱 这个 您看着给 哪有看着给的道理啊 杨峰不满 伊藤纯江这边 脸色变得不好看 只能道 要不您给个五千块钱 啥玩意 这石头橙色这么好 而且可有二十多公斤呢 老板你不会是为了 贿赂我帮你宣传 特意少收钱吧 我可不能吃这一套 杨峰听到开价低了 还有些不满 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此时已经让伊藤纯江 有些骑虎难下了 这些人的几个岛国人 此时的脸色也不好看了 坏了 伊藤纯好像遇到麻烦 好像是个赌石界的名人 非要在店里买东西 来得真不是时候 刚才已经收到消息了 他们已经带着东西 朝这边过来 再过五分钟就会到了 这些人的心中着急 如今伊藤纯江被缠着 这该怎么办 我倒有个办法 其中一个岛国人聪明一些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主意 他在旁边几个人的耳朵 旁边说了几句 随后几个人便一起挤进人群里 还高声道 这位就是赌神杨先生吧 我们可是久仰大名了 嗯 你们几个是谁 杨峰奇怪地看着他们 我们是批发商 在隔壁干国经常进货的 老板跟我们是老朋友了 他的不少货 都是我们给带过来的呢 男人说着 杨峰一听 眼睛里果然露出了几分贪婪 男人要的就是他如此 马上便又道 杨先生既然如此喜欢赌石 我看不如这样 我们带你去一手货园的地方 就在边境县旁边 我们来了一批货 您可以金冠雪 真的 杨峰听了露出惊喜的表情 男人连连点头 道 没错 杨先生有兴趣吗 当然有兴趣 不过 我今天没开车来 没关系 坐我们的车 男人爽快的样子 在圈内 杨先生的声名远播 这次能去我们那选石头 那就当时给我们打广告了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可就不客气了 这次我来山城 就是为了赚钱呢 哈哈 肯定肯定 杨先生一定会赚到钱 男人大笑着 他说动了杨峰 几个人一起走出了店内 临走的时候 他还叫上伊藤纯江道 老板 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正好也看他货源 好 好的 伊藤纯江连忙答应 他的心中狂喜 这几个家伙来得太及时了 几个人都如此说着 杨峰似乎也没察觉到不对 关上店门 杨峰跟着几个人 一起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朝着边界现实去 杨峰坐在车上 看着四周的景色变换 此时路上的人 能感觉到越来越少 车上的几个人 此时的眼中 已经隐藏着几分狠辣 只是杨峰浑然不觉 随着车开到了边境 一个荒废的村庄之时 终于停下 杨峰跟着从车上下来 看着四周一片荒凉的样子 杨峰满脸疑惑 老板 你们说的货在哪呢 臭小子 赶在我的店里找事 看得出来 你好像很不怕死吗 伊藤纯江在此时已经不装了 他脸上的狠利杀意 让人感觉到心中一颤 在看车上下来的另外三个人 此时都是脸色不善地围住了自己 杨峰愣住了 呆呆地看着他们 你们 你们不是翡翠原始的批发商 当然不是 你小子想发财想疯了 不过很可惜 你的老命只到此为止 伊藤纯江带着杀气的样子 常人看了都得抖三抖 杨峰在此时一步步地后退 最后撞在了车门上 他眼看着退无可退 紧张道 我在赌视圈可是很有名气的 你们要是对我下手的话 到时候 到时候到处都是监控 你们一定会被抓到的 哈哈 小子 好像到现在还没弄明白我的身份啊 伊藤纯江大笑起来 旁边的男人更是在此时讽刺道 小子 等干完这一票 我们可就没打算回华夏 还想抓我们 你们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杨峰害怕得很 背靠着车门紧张地抓着衣角 伊藤纯江几个人看他害怕的样子 更加得意道 怎么 现在知道害怕了 刚才你在店里的时候 不是嚣张吗 伊藤军 他们到了 旁边的男人在此时开口 如此一说的时候 杨峰也朝着远处的公路看去 此时果然又有一辆面包车 朝着这边过来 随着这辆面包车停下 在车上下来了另外二人 伊藤军 总共十六件东西 都已经包装好放在车上了 事不宜迟 马上从这边过去 刚开的男人说着 发现旁边有个陌生的杨峰 怀疑道 这是什么人 一个混小子 刚才差点被他缠着脱不开身 还好井口军想了个办法 才到了这里 伊藤纯江说着 杨峰看着如此多人都到齐了 似乎在这个时候 终于清醒了过来 道 你们 是岛国人 很聪明 可惜聪明得太晚了 伊藤纯江眯着眼睛 给了旁边的男人一个眼神 男人的手上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把苦 在太阳下显得锋利无比 最好不好反抗 否则会很痛苦的 男人眯着眼睛 一步步地走到杨峰的面前 剩下的人则 压根没有看这边 开始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 毕竟在他们的眼里 自己的同伴收拾一个杨峰 还不是小菜一点 几个人在此时忙碌地 将车上的古丸搬运下来 而就在此时 他们的背后 传来了个碰撞的声音 框机 玻璃碎裂 车也跟着猛的一阵 伊藤纯江正抬着东西 嘴里有些不高兴道 你收拾个臭小子 还弄这么大动静 赶紧收拾完了 过来帮忙 我们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旁边的井口 突然拉了拉他的胳膊 伊藤纯江有些奇怪 朝着同伴的方向看去 想象中 杨峰倒在血泊中的场景 并没有出现 反而 竟然是自己的同伴 此时被杨峰挂在车窗上 他的身体一半在里面 一半挂在外面 宛若个悄悄板 如此一幕 让在场的人脸色都变了 小子 你做了什么 伊藤纯江的脸色 阴沉到了极点 旁边的几个人 也在此时聚集到了一块 如今倒下一个人之后 就剩下了五个人 可他们看着杨峰的眼神 已经变得冷力 杨峰看了一眼天空 道 太阳太大 所以用它消消火 你说什么 伊藤纯江盯紧了眼前的杨峰 可他们刚才根本没有看到 杨峰如何动手 而且这个小子身上似乎并没有灵气 应该是个普通人 这小子应该只是个普通人 刚才他只是被偷袭了 伊藤纯江眯着眼睛 看向旁边的男人道 大元 你动手解决掉他 是 大元的手上出现了一把苦物 他的身上已经出现了若有若无的灵力 真没有想到 有一天要用忍树杀你这种垃圾 大元的手中握紧苦物 身形在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这是瞬间靠近对手的忍树 果不其然 等他下一个瞬间出现的时候 已经在杨峰的背后 小子 你该上路了 他的苦物在太阳下 依然还有着冷气 杨峰感觉到脖梗发凉 苦物已经无限接近他的脖梗 就在所有人以为要结束的时候 大元的身体突然在原地僵住 杨峰的身形朝着旁边挪动了半步 随后直接躲过他手上的苦物 他的一脚 直接踢在了大元的下颌 碰 大元的身体腾空 飞出去机米高之后 重重落在地上 不省人事 如此一幕 让伊藤纯江几个人傻眼了 这是 怎么回事 伊藤纯江甚至没有看清 杨峰怎么出手 他只知道眼前的小子 根本没有用任何的力量 竟然就凭借着普通人的躯体 踢飞了大元 他可是一个中人 杨峰拍拍手 看向了对面的伊藤纯江 道 你的手下不太行 全部人一起上马 不要浪费时间了 他平静的话语 可伊藤纯江此时的心中 已经感觉到不对劲 旁边的井口 更是在此时小声道 伊藤军 这个小子不对劲 他的身手好得不一般 而且竟然用体数 就接连打倒两个人 他说得道貌岸然 似乎是为大举考虑 实际上翻译过来 就是他也怂了 伊藤纯江瞪了他一眼 随后盯着对面的杨峰 道 小子 你不只是来赌食的吧 很聪明 但是聪明得太晚了 杨峰贪贪手 一句话 便把伊藤纯江气得脸色发轻 这句话 分明是刚才自己对他说的 没想到 如今竟然落到自己的头上 几个人此时看了一眼远处 奇怪的是 他们的支援还没有来 杨峰见他们还在等待 打趣道 不用等了 就你们的那些人 估计不会来了 你说什么 伊藤纯江顿时意识到了什么 杨峰微笑 问道 你猜不出来吗 还是不愿意接受事实 你 伊藤纯江顿时急了 而他身边的几个人 似乎也在此时反应过来什么 是调查局的人 他们明白过来 自己的同伴还没有到这里 必然是被调查局的人截获了 他们早就发现了自己的计划 故意引自己上钩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 你现在如果投降的话 还能活命 杨峰露出笑容 道 在我们华夏有一句话叫做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伊藤纯 这小子 说得好像是真的 我也听过这句话 放你妈个屁 坦白从宽 老底坐穿 抗拒从严 回岛国过年 伊藤纯江痛骂着手下 盯着对面的杨峰道 小子 任你说的天花乱坠 但至少你还在我们手里 伊藤纯江的话 似乎提醒了众人 他们有着五个人 而杨峰却只有一个人 你们已经被一个人包围了 感觉不到吗 杨峰笑眯眯地问着 伊藤纯江冷哼一声 道 这地方如此空旷 被包围我岂能不知 你不要虚张声势 话音落下 他看向了几个手下 几个人几乎同时 在此时散开 马上将杨峰围在中间 小子 现在是你被我们包围了 伊藤纯江的眼中带着杀意 杨峰扫了一眼几个人 这些家伙 除了伊藤纯江 剩下的四个人都是忍者 忍者非常好对付 不过是用一些特别的忍数 对付他们地富便已经足够了 不过伊藤纯江 却在此时似乎准备着什么仪式 剩余的四个人 也知道伊藤纯江在准备什么 当即得意道 小子 等伊藤军召唤成功的时候 就是你死的死期 话音落下 这四个人几乎同时动手 正面冲过来的是井口 身形在瞬间变成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真身 另外一个是灵力所凝聚的幻想 可如此障眼法 对于杨峰几乎没有任何用 井口刚冲到杨峰面前 就见杨峰直接朝着他的真身过来 可此时的井口丝毫不慌 因为在杨峰的背后 已经出现了三个同伴 手上的苦乌朝着杨峰刺过去 哼 杨峰冷哼一声 身形朝着空中一跃 灵动的身体在瞬间飞至半空 一脚踢中井口的脸 剩余三人刚反应过来 可他们感觉到 铜数的压力已经到来 我想用你们试试新东西 杨峰的眼睛里露出几分笑容 他的眼睛里猛地闪过一道金光 三人在瞬间 宛若感觉被泰山压顶一般 地球的重力在这个瞬间 增加了十倍甚至几十倍 扑通 三人竟然还没有来得及出手 就直接被重力压垮在地上 杨峰自从吸收了上次的灵气之后 操纵起铜数来也更加精进了 地负的升级板 甚至可以直接压垮比他弱的对手 三人如同狗肯尼一般趴在地上 杨峰看准时机 一脚踢在了太阳穴上 他们的身体飞出去机密院 最后撞在车门上 瞬间失去了生机 杨峰收拾完这三个人 还没有来得及得意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 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威胁传来 回过头 此时在背后的空中 竟然漂浮着一个巨大的骷髅人影 宛若魔鬼 小子 试试六阶是神吧 一腾纯将的眼睛在此时滴血 表情近乎疯狂 杨峰早就知道这家伙厉害 可万万不会想到 他竟然能操纵六阶是神 而且从是神里传来的威压 让杨峰感觉到可怕 这东西 杨峰的表情认真了起来 但是因为世神的保护 再加上他体内强大的灵力 自己无法通过地府压垮他 要干掉他 必须要先干掉眼前的世神 只是这世神 远比自己想象中要强大 好 世神在此时动手了 巨大的骷髅手臂中 在此时幻化出了一把巨斧 直接朝着杨峰劈来 杨峰在此时只能开动铜树 放慢对手的行动速度 朝着旁边躲闪 六阶是神的速度很快 因为本就是灵力行程 行动远比人要敏捷 可杨峰却能在左右之间跳动 正好躲开了攻击 连续的攻击 杨峰不断地闪躲 地上都在此时 被斧子劈出了痕迹 可杨峰却毫发无损 伊藤纯江没有想到 杨峰的反应如此敏捷 心中着急 可杨峰也清楚 自己的眼睛 虽然能看到对手的动作 但是身体的行动力是有限的 而且如此对战 十分消耗体力 妈的光顾着挣钱了 忘记去多找几个 用来战斗的铜树 杨峰的心中骂着 可看着对面的伊藤纯江 杨峰犹豫了片刻 身形在此时 猛地朝着前面冲去 他距离伊藤纯江 只有十几米的距离 只要进入范围 就能攻击到他的本体 可就在杨峰前进的时候 世神已经在这个时候 开始抵挡 更让杨峰感觉到可怕的是 世神的巨斧 竟然在此时变大了一倍 杨峰纵然可以看清动作 但是闪躲起来 已经变得困难 连续的战斗 杨峰本就不浓厚的灵力 在这个瞬间有些枯竭了 他知道自己没有太多时间 干掉世神 杨峰来气 凝聚起了体内所有的灵力 四周在此时刮起一阵狂风 杨峰的身上 在此时 宛若是被朦胧的灵力保护着 巨斧又一次砍下来 可杨峰已经在此时月起 足有基米高之后 一个手刀 直接瞄准了世神的脑袋 哄 强大的灵力在瞬间碰撞 击中了世神弱点 哗 一阵崩塌的声音传来 世神的骷髅 在这个瞬间一根根的解体 杨峰看准了机会 在这个瞬间 冲到了伊藤纯浆的面前 此时的杨峰 目光变得比之前任何时候 都要冷力 他的手掐住了伊藤纯浆的脖子 咔嚓 杨峰动手了 心中一股忍不住的杀意 在此时袭来 谁也不会想到 杨峰此时 竟然有瞬间的失控一样 直接杀掉了眼前的伊藤纯浆 伴随着他的身体倒下 杨峰的眼睛逐渐的清明 他记得刚才的一切 可他自己都不明白 为什么刚才会选择杀掉这个人 看着地上的伊藤纯浆 他的心中也有过一抹良意 我刚才 怎么了 杨峰感觉刚才的灵力到了极限 可在之后 却又有着一股更加冷血的灵力 从眼睛里传出来 这就如同自己第一次救灵血的时候那样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眼睛会主动地保护自己 可是刚才那种感觉 太可怕了 就像是杀人无数的冷血 这对于杨峰来说 绝对不是好事情 只是现在的他 并没有太多的时间考虑这些 看着调查局的人 应该也快到这里了 杨峰先一步离开 等待着调查局的人到这里的时候 只看到了被打昏几个手下 这是怎么回事 为首的队长一脸猛逼 等他们看到伊藤纯浆的尸体之时 更是不可思议 这家伙操纵的可是六阶世神 怎么会死在这 队长 这边醒了一个 一个队员说着 队长小跑过去 看着眼前的井口 道 说 怎么回事 是一个人 他 他把我们包围了 井口回想起刚才的场景 似乎都还是充满了畏惧 队长听了 连忙追问道 一个人 打了你们这几个 怎么可能 是慕容组长吗 是 是个男的 井口刚说完 突然眼前一黑 又昏厥了过去 队长立刻找来了医生 将这些还有一口气的人抬上车 可此时的他的心中 却已经波涛汹涌 一个人 打败了五个忍者 和一个六阶阴阳师 这家伙到底是谁 肯定是慕容组长派来的 他似乎在这里早有准备 队员在旁边说着 队长点点头 道 真没有想到 这次调查局 还来了这么个神仙 真想知道他是谁 回头问问慕容组长就知道了 不过现在 恐怕还得收拾一下现场 刚才得到的消息 这些国宝里缺了一件 什么 队长的表情顿时变了 与此同时 阳峰回到室内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他甚至没有去找慕容碗 只是回到了酒店的房间 先狠狠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 阳峰醒过来之时 房间内的窗帘 已经被拉开了 慕容碗不知道什么时候 进了自己的房间 阳峰立刻拉着被子 挡住自己的胸口 一脸怀疑地看着慕容碗 道 又要干啥 他现在吃过亏后 对慕容碗十分警惕 这女人 只不准又要给自己下什么套呢 有了之前的经验 阳峰总感觉自己 会上他的当 毕竟有个伟人说过 漂亮的女人 是最会骗人的 慕容碗看阳峰 这么警惕的样子 脸上的笑容 却更加的有趣 这么害怕 慕容碗走近 到了床边 阳峰重重点头 道 你还只不准 在外面给我拉多少仇恨呢 你昨天没受伤吧 当然没有 阳峰回答着 慕容碗满意地点点头 她对于阳峰的第一个考验 算是通过了 不过在这个时候 阳峰却突然想起 之前陈晓静说的话 慕容碗曾经单独打赢过 一只七阶式神 要知道 昨天那个式神只有六阶 都已经把自己累够呛了 慕容碗竟然有这个实力 这女人 可比看上去的药强太多了 只是慕容碗 此时并不知阳峰的想法 她只是放下了一碗汤在床头 要不要吃点 这可是我接了厨房 亲自给你做刀 慕容碗微笑地问着 阳峰看了一眼汤碗 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牛肉汤 不过阳峰却总感觉不一般 你该不会是下什么药了吧 阳峰怀疑的目光 慕容碗看阳峰的样子 轻松道 你觉得呢 你莫不是弄了点什么贺顶红之类的 想要毒死我 那你可以不吃 那你就是想饿死我 阳峰说着 看慕容碗一直微笑的样子 总是甚得慌 我才发现 碗里竟然有着微弱的灵气流动 这是一种生机迸发的感觉 阳峰本就肚子饿了 毫不犹豫地大口吃完后 擦了擦嘴角 你处意不错吗 阳峰爽快的样子 不过在这个时候 她突然感觉到 身体内有一股暖流在涌动 经脉似乎是酒汗的树苗 遇到下雨那般 浑身都在此时多了几分力量 这个里面 肯定有不一般的东西 慕容碗看她喝完 站起身道 我先走了 说完 慕容碗便朝着门口走去 等她拉开门 正好见到在门口偷听的几个人 慕容碗扫了一眼几个人 道 你们今天没工作了 一组的同志 说他们收拾好残局了 除了有一件古话没有找到之外 剩下的国宝全部找回 魏阳说着 又偷偷朝着房间里面看了看 小声道 慕容组长 杨峰他昨天咋了 怎么我们回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睡着了 嗯 估计是累了吧 哦 他一会儿估计要去赌石市场 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去 慕容碗说完便朝着外面走去 等她离开 杨峰也从里面出来 几个人在门口期待的表情 杨峰疑惑道 咋了 杨峰 听说你又要去都赌石市场了 陈小静蠢蠢于是的表情 杨峰点点头 道 是啊 我这次来山城主要就是进货的 你们也要去 那可不 我跟你说 我看上了一辆车 我赤土攒了一年多的钱 愣是舍不得买 说不准今天就时来运转了 陈小静满怀期待 杨峰倒是很轻松 道 没事 正好一起去吗 就你们仨吗 慕容组长刚才有事情 好像又出去了 那你们孟组长呢 他早上刚听说慕容组长 亲自给你下厨的事情 现在正躲房间里哭呢 估计是不会跟咱们一起去了 魏杨贪贪手 不过就在他话音刚落的时候 就见孟平山从房间里走出来 此时的他一脸倔强 道 你胡说什么 我那时收拾东西去了 今天下午就得回去江城 那还有时间吗 老孟 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赌石市场看看 来山城不去赌石 多少有些遗憾 丁伟邀请着 孟平山看了一眼杨峰 冷哼一声道 只会依靠邪门歪道 赌石沾着一个赌字呢 真以为有那么容易 老孟 你大早上的搁这给我们上政治课呢 你到底去不去呀 去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怎么输钱 孟平山这两天接连受到打击 虽然凭借着高素养的职业精神 没有让任务出现偏差 可现在他最大的希望 就是杨峰赶紧输点钱 这样自己的心里 好歹能好受一些 孟平山这人 其实还算得上光明磊落 虽然明知自己竞争不过 却也没有故意找查 而且还把心里的想法 都直白地说出来 几个人一边说着 也走出了酒店 开着一辆车 他们朝着当地 最大的一个赌石市场而去 杨峰也想要看看 这种地方的赌石市场 跟江城有什么区别 车停在了外面 几人走进赌石市场 上午十点多 市场里热闹异常 四周来来往往的人非常多 有游客慕名而来 也有真正的行家在这里挑选 不过今天的市场 有一个特别的活动 那就是在市场的中心处 搭起了一个台子 台子上挂着一个大招牌 山城堵石选拔赛 神仙难断寸玉 这个招牌吸引了许多人 几十平米的台子旁 已经逐渐人潮拥挤 杨峰几人也挤到了里面 看着台子旁边 立着一块牌子 写着游戏的规则 这是一个猜石头橙色的游戏 主办方每次都会放 五个翡翠原石 在舞台的桌子上 如果有人要参加活动 需要缴纳两千块钱的参赛费 而参赛的内容 就是辨别出五个石头 切一刀之后的水种 猜中一个 可以全款退参赛费 猜中两个 不仅可以全款退参赛费 而且还可以得到 两千块钱的奖励 猜中三个 可以获得五千元奖励 同时赠送山城堵石大赛的邀请函 猜中四个 可以获得两万元奖励 赠送山城堵石大赛邀请函 而如果猜中全部石头的水种 则可以获得十万元奖励 并且可以在主办方的石头堆里 任选一个石头免费带走 这个游戏 正中了所有赌石圈内人的爱好 这些人本来就是喜欢赌 如今又有一个这样的活动 他们都蠢蠢欲试 要是真的能拿到 山城堵石大赛的邀请函 那绝对是血赚不亏 随着一个人的报名 他马上就走到了台上 众人顿时都把目光看向了他 丁维几人也觉得有趣 拉了拉扬风 窜多道 这个活动好像挺有意思的 哪有那么容易 这些主办方选的石头 橙色都不差的 平常人能猜中一个都不容易 能猜中两个的绝对是高手 杨峰给几个人科普着 不过陈小静却有些不幸 道 可翡翠的水种不就那几个吗 要猜的话 还是很容易碰到运气的嘛 这次主办方把水种多分了几个等级 在每个水种中 分出了普通和优质 杨峰说着 继续道 而且他们挑选的石头比较好 我看参赛者 估计都很难通过测试 随着他话音落下的时候 第一个参赛者也已经在此时 采好了五个石头的水种 现场的切割开窗很快 师傅顺着参赛者所说 给五个石头都切了一刀 露出了窗口 可五个石头的水种 竟然没有一个菜种 台下的人都传来了失望的叹气声 杨峰早就知道结果 没有过多的惊讶 不过他在此时倒是看见了 在主办方的一堆石头里 有一个二十多公斤的石头 橙色极好 价值不下于千万 他们的石头单卖吗 杨峰问着旁边的一个男人 男人一听杨峰的口音 道 老兄外地人吧 这个主办方是山城赌市大赛的人 他们带来的石头 都是只供活动使用 不卖的 杨峰感激一声 心中有些失望 听着老哥的意思 如果想要拿到那个石头的话 恐怕就要按照规则去参赛了 那个最少价值千万的石头 今天要是不买下 肯定会有遗憾的 虽然杨峰如今已经非常有钱了 但是这种最少千万以上的石头 还是比较少遇到的 这一千万 能买多少斤排骨啊 杨峰摸着下巴思索了起来 此时台上的参赛者一个接着一个 不过如同杨峰所说 这些人要猜中水肿并不那么容易 要知道 他们为了增加难度 本就把水肿分得更细 包括龙石肿 玻璃肿 高冰肿 果冻肿 冰肿 墨肿 芙蓉肿 冰豆肿 豆肿 而每个重水分为优质和普通 参赛者要猜中每个石头的种水 这绝对不是靠着瞎猜就能猜中的 不过这一给比赛的选拔 增加了趣味性和难度 又失败了一个 魏阳有些无奈 丁薇感觉有些无趣 转头看向杨峰 问道 你真不打算上去试试 嘿嘿 杨峰你不会也没把握吧 陈小金在此时打趣着 杨峰无奈 我刚才就说了 这玩意难度很高的 他这边刚说着的时候 四周突然传来了一阵惊呼 卧槽 这哥们猜中了三个 这个惊呼的声音 让众人朝着台上看去 这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此时满脸得意 享受着众人带来的敬仰 主办方也在此时 立刻拿出了一张邀请函 道 这位先生 我代表山城赌士大赛 邀请你参加一个月之后的比赛 谢谢 我一定会去的 男人高昂着头 他收下了奖金和邀请函 迈着四方步 得意地朝着台下走去 众人看着他的目光 都充满了振奋 孟平山在此时打趣道 看来还是有能人的吗 老孟 你这是故意刺激杨峰吗 魏阳打趣着 孟平山扭过头 道 不是说 让我见识见识他的实力吗 都不敢上台 我看个屁啊 老兄 故意激我呢 杨峰无奈的表情 孟平山被看穿 老脸一红地扭过头道 那你倒是上去 让我看看实力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杨峰露出笑容 他如此一说 倒真让几个人诧异了 我去 杨峰你真准备下手啊 我感觉不错 凭借你的能力 最少能猜出四个 到时候白嫖两万块钱 几个人觉得这就是去捡钱的 不过他们的话 其实稍显外行 旁边的路人听了 忍不住摇头道 几位 麻烦吹牛逼小声点 看到上面的招牌了吗 神仙难断寸玉 这玩意三分实力 七分运气 哪有那么容易 你懂个产产 懂不懂我们朋友的实力 啊呸 什么实力 刚才猜中三个那家伙 你以为他是什么人 他是当地赌视协会的高级会员 而且他也是靠运气 才猜中第三个 你朋友还能是赌视协会的会长 这兄弟一连比试 不过杨峰此时并没有心思 要跟他们计较 又等了一轮 有这几个人逐渐拿到奖励之后 杨峰才终于在此时走了上去 漂亮的女主持人见到杨峰 笑着道 又来了一位年轻俊杰 那么让我们看看他的表现 舞台的桌子上放着五个石头 这五个石头都不超过十公斤 而且如同杨峰所想 这些石头的表皮不错 这说明了他们不是废料 毕竟要是废料的话 都直接猜最低级的废料就好了 杨峰拿起了桌上的手电筒 在此时认真研究起来 他故意放慢自己的速度 以免不那么惊人 不过在这个燥热的天气里 大家的耐心都是有限的 看杨峰观察了足有五六分钟 却一个都没有开始猜 这让有耐不住性子的人 终于在此时骂了起来 哥们你到底行不行啊 要是看不出来就随便猜一个呗 就是啊 大不了全部猜豆种 反正能种一个呢 哥古代 我高低得弄点臭鸡蛋 和白菜帮子丢它 台下躁动的声音传来 就连魏阳几个人都感觉到疑惑 杨峰该不会是看不出来吧 看上去不像啊 这咋回事 丁尾嘟囔着 孟平山有些无奈 道 刚才不应该刺激他的 这里人那么多 回头他丢人了 也就等于我们丢人 嘿嘿 老孟 你不就是想看着他现眼吗 就怕他现在真要丢人现眼了 孟平山摇头 就在此时 一直沉默的杨峰终于开口了 旁边的主持人也凑上去 问道 这位先生 请问您看准了吗 一号石头 优质的懦种 二号石头 优质的冰种 三号石头 普通芙蓉种 四号石头 优质高冰种 五号石头 杨峰说到这的时候 沉默了一下 道 废料 四 此话一出 多少让在场的人 有些吃惊了 这小子 可是来挑衅的 这些石头 都是经过仪器和大师挑选的 肯定最低都能开出痘种 怎么可能会掺杂着废料呢 主持人也在此时有些无奈 对杨峰道 这位先生 我们这里的石头 虽然可能确实会出现一部分废料 但是概率非常低 你 就按照这个开吧 杨峰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此时的杨峰略微显得有些狂妄了 在场的人看了之后 纷纷嗤之以鼻 这小子 真是狗咬履动兵 不识好人心 主持人想给他一次机会 奈何他不领情啊 别担心 这小子也熬不到第五个石头 前面的石头 就已经够让他心态崩溃的了 这些人都是来看热闹的 杨峰刚才说出那些石头的水种 自然是没有人会相信 在他们的眼里 杨峰也不过是来碰碰运气的 大家在此时 也没有特别大的期待 就是希望开完石头之后 看看有没有下一个 有机会挑战成功的人 此时台上 也已经响起了切割机的声音 第一个石头不出一分钟 就已经按照杨峰要求 切出了一个窗口 美女主持人手持话筒 走到旁边 随着几个专业人员的一番鉴定 一号石头 优质懦种翡翠 猜中 主持人的此话一出 顿时将众人的心思拉了回来 这小子 竟然蒙中了 主持人在此时也有些意外 连忙走到杨峰的旁边 热情道 杨先生 你已经回本了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全开完再说吧 杨峰的表情波澜不惊 主持人有些无奈 只能等待着下一个石头的继续开窗 大家看着杨峰那淡定的样子 倒是真有些疑惑 这小子咋回事 咋好像有点眼熟呢 说的是啊 我也感觉他有一点点眼熟 但是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这些人在此时 才真正打量起杨峰的面貌